这都是左左的锅 可恶啊 小小左罗 欺我老无力啊 咪 已经没有办法忍耐 戒色什么的 稍微往后拖延上几个小时开始 也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今天最重要的任务 是先把这个万恶的左罗镇压掉才可以 这欲 不惊也罢呀 没有任何的犹豫 林恩磨牙祸祸的 一把就抓住了自己连接在他身上的长长的左臂 就像绳子一样 用力的使劲往自己这边拽 刷拉 左左一正 小小的身体 瞬间就被林恩拉近了一段距离 哇呀呀呀 二话不说 左左也是立刻伸出手用力的 命的抓住他们的身体连接的部分 用吃奶的力气往后拽 两只脚绷直了 脑袋不断地往后仰 用力硬 你这个没用的凑脑袋 不许拽我的尾巴 不然 左左真的要把你剁掉了 剁掉以后 你可就再也别想见到左手了呀 你这个浑蛋蛋 林恩 地用力地把他往自己这边拽 强势道 你剁呀 你这个只敢说不敢做的蠢罗 有种就剁掉呀 而且 这是我的胳膊 什么时候成了你的尾巴了呀 我真剁了呀 我告诉你 哦 口 哦你可不要激将我 我不怕的 剁呀 而也几乎就是在那个瞬间 林恩脚诈地一松手 左左瞬间 就一个滑步向后挖呀呀的 地扬倒了下去 但那句你屎诈的话 还没有说出口时 林恩又是瞬间抓住了左臂 黑黑地猛地发力 嗯呀 猝不及防之间 左左惊慌 后仰的小小的身躯 因为来不及发力 一下子就又被林恩给拉拽了回来 长长的头发来回飞舞 左左花容失色地睁大了眼睛 整个人一下子失去了平衡地 前轻地倒了下去 两只手哇压压地试图摆动 但并没有任何的作用 哇 在他惊慌失衡地即将摔倒的时候 林恩直接就是伸出手 一个海底捞月 毫无悬念地完成了 对这只恶罗的阶段性捕捉 啪哒跌落在他的怀里 林恩也是没有任何的犹豫 一把就把他摁住了 咧嘴露出了一排洁白的牙齿 到 抓到你了 你屎炸呀哦 口哦 左左 您 得奋力地想要摆脱他的前置 想要挣扎出去 两只小手不断地乱挠着 就像一条活蹦乱跳的不听话的鲶鱼 但林恩又怎么可能会给他这个机会 因为坏孩子做了坏事的话 就一定要狠狠地教育才可以 所以也几乎是一下子就抓住了 他纤细的肩膀和胳膊 狠狠地把他前置与镇压住 然后直接就凑了过去 嗯 左左也完全没有想到 他居然会这么混蛋 几乎是在瞬间 左左眸子惊慌地挣到了最大 用力地想要把他推开 却完全没有任何的作用 卑鄙 卑鄙的家伙啊 救命 嗯 但是完全没有任何作用 无法呼吸了 呼吸不上来了 左左只能是用力地抵抗着他 不停地捶打着他的肩膀 但是对林恩造成的 也只有一一的毫无卵用的伤害 混 混蛋 你明明是说过要禁欲的 挣扎 不可以不对自己的话负责 你这个混蛋 再也 不会再信你了 但是林恩根本就不给他任何的机会 因为欲虽然是要禁 但坏罗利也一定要受到惩罚才可以 根本就无法做出任何的反抗 被欺负了呀 卑鄙的罗利控啊 又被可恶的罗利控 狠狠地欺负了呀 哇呀 而林恩的耳边 也是没有任何悬念地想起了系统的提示 叮 您的任务已失败 当前持续时间为 五分钟 评价 就算想说一句再接再厉 在这样的分钟数之前 也是显得异常的无力与苍白 叮 您的任务已重置 五分钟之后 将进行第二轮的计时 只有隐医从始至终依然是 地站在那里 望着被林恩先生狠狠地惩罚地 发出呜呜的委屈声音的左左 他感觉自己 全身都散发出了电灯一样的光芒 异异地站在那里 背景板一样 但是他真的很想说 林恩先生 咱们这是在大街上啊 是在马路的最中央 虽然黑漆漆的街道 似乎什么都没有 但是当街做这种事情 这 真的好吗 哦 稍微注意一下 呜 咱们真的是来办事的 不是办事的 而也终于是在林恩狠狠地 惩罚了一段时间之后 林恩这才嘴角微翘地 慢慢地离开了他 满意地望着他那恍惚的表情 已经被惩罚得 再也无法反抗了 哪里还能看出一点 刚才跳脱地 拿着刀刀嚣张的模样 可 可恶 以后再也 不会信你了 他喘息着 已经是再提不起任何的力气了 但是 就算 就算是被欺负多少次 也绝对是不会屈从于他的 他也是一定要反抗的 这个万恶的连自己的左手都不放过的罗利控 一定要狠狠地捆在火星架上面审判掉才可以啊 哇 林恩嘴角微翘地戳了戳左左的脸蛋 道 不听话的坏孩子 当然是要惩罚才可以 谁让左左那么淘气呢 而且本来都已经说要禁欲了 都已经开始了 左左 你还这样挑逗自己的主人 这样真的是太坏了呢 左左你就不觉得自己 心理上过不去吗 左左颤抖地注视着他 喘息道 哪里有挑逗你 你这个恶劣的家伙 你不要随便地就无端地指责别人啊 林恩戳了戳他的脸蛋 似笑非笑道 当然有挑逗了啊 因为左左只要一反抗 主人就会受不了 而一受不了 就会忍不住想要惩罚左左 这难道不应该是左左自己的锅吗 而且左左还这么活泼 是个人都会忍不住地想要宠爱 如果左左你不这么可爱 主人也就不会动手了 你说 这是不是左左的错 嗯 林恩认真戳戳 哦 左左你这样 可是太过分了呢 左左呆置在了那里 一时间竟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这是何等恶毒的发言啊 他发誓 这绝对是他有史以来 从他的嘴里面听到的最过分的言论了 他本来已经变态 已经是对他最大的包扬了 已经没有下降的空间了 但现在看来 还是自己太天真了 他的下陷 其实是个无底洞 是没有尽头的 哇 太寒态了 太寒态了 已经是受不了了呀 第901章 血肉寄生 遭遇 但也就是在林恩打算 先把禁欲什么的 先抛到脑后 嘴角微翘 打算在狠狠地让左左更无力一下的时候 突然之间 一股血腥味极度浓重的阴风 鼓鼓地从街道的尽头吹了过来 而他的耳边 也是瞬间响起了系统的提示 叮 因为 您与血肉神教的关系为死敌 您触发了随机任务 血肉寄生 任务奖励 骷髅BX500 基础经验X3000 特殊奖励X1 叮 此任务为遭遇处罚 宿主可自由选择放弃 几乎是提示响起的瞬间 林恩的目光 便是骤然望向了阴风吹来的方向 一把将左左摆正抱在了怀里 眺望了过去 街道一片安静 黑雾滚滚 而也就是在街道的尽头 一阵阵浓郁的血雾 就像是血泉一般 隆隆地向着他所在的这个方向 涌动而来 刺鼻的恶丑和血腥味 甚至离得足够这么远 都能够清晰地问道 哐当 哐当 周围漆黑的建筑上的窗户 一个接着一个关闭 压抑的气息滚滚而来 隐一的面色瞬间苍白 立刻冲到了林恩的身侧 警惕地望向了那滚滚的血雾 道 林恩先生 林恩远远地注视着 脸上慢慢地绽放出了一个盛大而诡论的笑容 服了负担片眼镜 道 看样子似乎是一场遭遇战了 不过居然当街就能够遇到我的死对头 看来我今天的运气 似乎也是异常地不错呢 呵呵呵呵呵 虽然并不是很想说 但是林恩先生 咱们能不能不要表现的 就像是一个大反派啊 哦哦的报警 您这笑一下 随便放在什么地方 都是充满了邪恶意味的摩托机啊 让隐一游 哦甚得慌啊 因为按道理来说 我们应该算是正义的一方吧 林恩先生 您是说 血肉神教 蓝星上的那些家伙 就是从属于他们的吗 隐一迅速地急促地转移话题 试图冲淡一点邪恶的气息 林恩笑眯眯地捏着单片眼镜 道 嘿嘿 没错 邪神的爪牙 遍布各个世界 里面那个血肉人形 和现在我们遇到的 都是他们的势力 不过不用把他们想象的有多强 在这地狱当中 有的是可怕的存在 林恩抱着怀里贪软的佐罗 用力地伸了一个惬意的懒腰 身上的骨头 发出咔咔咔的声响 然后就在隐一狂跳地注视之下 林恩脸上的血肉 哗啦啦地开始扭曲变形 虽然依然是保持着惬意的微笑 但是整张脸都开始蠢动了起来 仅仅是不到两秒钟的时间 林恩就已经将自己栽变 成为了另外一副模样 一根一根触手 哗啦啦地从腿上的毯子下蔓延了出来 咦呀 隐一直接就是被这一幕 吓得惊心胆颤 看着那攀爬在轮椅上的蠕动的触手 道 林 林恩先生 您这是 林恩摸了摸栽变出来的胡渣 脸上 保持着那恐怖骨一样的笑容 摘下了帽子 优雅地往路中间一栏 嘴角微翘道 啊 既然都是血肉神教的同志 那当然是要搭一个便车才是啊 难道我欲望教派 就不算是血肉神教的一部分了吗 嗯 阿T 遥远未知领域的欲望母术 狠狠地打了一个不是很妙的喷嚏 隐一呆滞 林恩保持着脸上那盛大的灿烂微笑 慢慢地等待着那血物的逼近 身上的气息 也是愈发地偏向于欲望领域 虽然血肉支配者 和欲望母术之间已经决裂 但只要他们足够聪明 那他们就断然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 将这个信息宣扬出去 当然逻辑也是非常的简单 诅咒之成一意大败而归 损失惨重的情况下 而如果在发生第一教派和第二教派 彻底决裂对抗的事情 那真的是摆明了 是在告诉整个地狱的鬼秘势力 来我这里啊 来我这里啊 我裂开了 很好趴的 谁都能趴一下的呢 快啊 快啊 先到先得 所以林恩确定 不管是欲望母术那个精明的女人 还是血肉支配者 都绝对不会在这个时候 让血肉神教大乱 他们一定会捏着鼻子 继续维持现状 至少在刻意彻底斩断 和彼此之间的联系之后 这个消息一旦散播出去 那就是给自己着赌 而在他早早地关了直播的情况之下 现在知道欲望与血肉决裂消息的 也就只有他和那几个根源了 血雾滚滚地接近 同时还隐约地传来了 一阵阵粘稠的蠕动的声音 以及就像是无数的虫子 发出的草草杂杂杂的 让人烦躁地恐怖低语 隐一的目光急促着 他不知道那血雾当中到底有什么 但仅仅只是气息 就已经远远不是他在蓝星上 接触过的任何鬼怪 能够相比的了 不要怕 过要我身边 灵恩嘴角微翘地扶了扶眼镜 隐一下意识地走到了灵恩的轮椅旁 可他还没来得及说 什么的时候 然后一根触手 就瞬间粘稠地覆盖上了他的腰肢 他顿时下意识地就要叫出来 但灵恩已经是一把将他揽到了他的怀里 捂住了他惊恐的嘴巴 轻轻道 不要发出声音 待会儿要乖乖地配合我 欲望教派的卷足 有几个泄语的奴隶少女什么的 也是很正常的 如果没有的话 反而会让人觉得很蹊跷 所以 一定要乖啊 隐一睁着委屈的大眼睛 只能是弱弱地点头 灵恩这才把他松开 灵恩先生 您是打算混入他们的内部吗 灵恩手指微微抚摸着他的脸颊 就像是在欣赏一件艺术品 轻轻道 血肉寄生 一个很奇怪的 没有任何说明的任务 而一般出现这种情况 那其中肯定是 隐藏着一些弯弯绕绕了 刚刚把我的大姐姐送到了蓝星 谁又能知道他们 还会搞什么鬼呢 隐一地茫然 但却是目光慢慢地急促 因为现在的灵恩先生 给人的感觉完全地不同了 优雅却又邪恶 仿佛真的变成了一个 黑暗贵族一般 来了哦 灵恩笑眯眯地转头 高脚帽往路中间一停 呼 滚滚的血雾在他的面前 呼呼地向着两侧席卷而起 将他的头发吹得烈烈飞舞 血雾内部隐隐地传来了一道 就像是探照灯一样星红的光束 照射在了灵恩的身上 巨大的压迫感 扑面而来 第902章 不搭 吃了你们 嗨 支配教派的朋友 真的好巧 我能有幸搭一班各位的列车吗 灵恩笑眯眯地拿着帽子 微微示意了一下 一根根粘稠的触手 围绕着他慵懒的蠕动 而隐一早就已经是 把心提到了嗓子眼 在那血雾巨大的压迫感中 这样的坦然自若 而也就是下一刻 而当他看清楚 那血雾当中的存在之后 他也终于苍白地明白 为什么灵恩先生会说 要搭一班列车了 那 那是 血雾慢慢地在他们的面前散去 他颤抖地抬起头 看到的是一座 至少有十层楼高的庞大 而激变的血肉怪物 身上粘稠地布满了 不断分泌出血浆和雾气的表皮组织 坑坑洼洼地蠕动的血肉之上 不规则地镶嵌着 大大小小的一颗又一颗眼球 最大的一颗 甚至有十几个他们般大小 而刚才的那道星红的光束 也根本就不是什么光 而是那颗眼球的注视 而在那个怪物的下方 则是密密麻麻盘满了的血红的触手 而那种蠕动的稀稀苏苏的声音 显然就是这些交织在一起的 粘稠的触手所发出 比灵恩先生的更大 更粗壮 更怪异 丁 影衣的散直 十 丁 影衣的散直 十 仅仅是 站在那个怪物的面前 他就急促地感觉到 自己似乎就要崩裂了一样 而也就是 在他颤抖的注视之下 那颗庞大的眼球注视着灵恩 内部缓缓地传来了 一阵阵嘈杂的 让人发狂的声音 你是 什么 灵恩的笑容更加地灿烂了 他戴上了自己的高脚帽 道 啊 确实是忘记了自我介绍 你们可以叫我双目爵士 我是我们伟大而仁爱的 欲望母神的眷属 实在是失礼了 仿佛是听到了 欲望母神这个词的发音 所有的眼球 几乎是在同时蠕动地 将目光聚焦在了他的身上 仿佛是带着冷漠的审视 可以说 如果是一个普通人 被这么多眼球注视着 就算是不当场崩坏 也一定会彻底狂乱 但灵恩依然是面带笑意 就像是优雅的绅士 欲望教派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这里不是 你们的领域 沙哑的声音 而此言一出 灵恩的笑容更加浓郁了几分 因为这也正是了他的猜测 支配教派和欲望教派 还并没有决裂 灵恩嘴角微翘 扶了负担片眼镜 倒 那当然是有自己的任务了 不过正好路过这里 看到有人 在贩卖一些不错的雌性 所以就忍不住 多逗留了一些时候 你们也是知道的 拯救世俗少女什么的 可一直都是我们 欲望教派良好的准则 你说是不是 啪 灵恩一拍影仪的屁股 鹰 影仪下意识地叫了一声 哦 哦弟连连点头 左左地摸出了小刀子 那个庞大的眼球 鼓鼓转动着 目光依次扫过了 灵恩怀里抱着的 那绝对能够称得上是 上品的人形此性 你们欲望教派 依然是这么恶多 我们充其量 是杀了他们 你们偏要玩完之后再杀 哈哈哈哈 灵恩不正常地大笑了出来 身上的触手 都眉飞色舞都舞动起来了呢 这当然是一件 非常美妙的事情 不过既然都这么说了 那看来是可以 让你们的朋友 搭个便车了吗 真的是不胜感激呢 说着 灵恩便已经是 星浩地转着轮椅 往那一大坨怪物的方向 驶了过去 但只是刚刚行驶了 机密的距离 哗啦啦 危机抖声 一根根巨大的触手 猛地从灵恩的前后 左右四个方向 从地面破土而出 庞大的触手的末端 瞬间裂开了四半 露出里面粘稠 而锋利地一排排尖牙 灵恩 星浩 的风度 翩翩地停了下来 那颗庞大的眼球 倒映着他的样子 我们正在执行 我们教派内部的机密任务 这里没有你的位置 实相的话 看在同鼠血肉神教的面子上 不吃了你 现在立刻滚开 不要试图妨碍我们 隐医全身僵硬 已经是被吓得一动不敢动 他下意识地颤抖地 拉了拉灵恩的袖子 如果不可以的话 也就算了 其实也并不是真的 非要潜入他们的内部 这个怪物一看就知道不好惹 如果不行的话 还是先行撤退 再做打算比较好 但灵恩并没有动 他依然是保持着 星浩 的表情 就像是完全没有注意到 身边那四个庞大的 张开了巨口的争鸣触手 那颗眼球的瞳孔微微收缩 道 看来你是不打算滚了 那就很抱歉了 杀了他 刺了 那四个庞大的触手 瞬间就像是眼镜蛇一样盘旋 向着灵恩 便发出了一声 心臭至极的咆哮 瞬间便以难以想象的速度 向着灵恩冲来 要将他撕扯成碎片 隐医大叫一声 几乎是下意识地 就用力地抱紧了灵恩 可也就是在那四大触手 即将撕碎他的时候 灵恩 心浩 得从怀里摸了摸 抬起了手 道 二十块 嗡 心风瞬间停息 那四个张着争鸣巨口的触手 一个急刹车 停在了灵恩的面前 就仿佛 周围的时间 仿佛突然之间陷入了定格一般 那四根触手 盯着灵恩手里的圆滚滚的骷髅臂 一动不动 那密密麻麻的眼球 也是同一时间转动了方向 盯住了他的手 周围陷入了诡异的寂静 隐医呆滞 灵恩 心浩 得从怀里摸出了裂魔左轮 打开保险 驱除诅咒 抬起手对准了自己右边的那根触手 切换为了正常模式 优雅地扣动了扳机 砰 一声枪响 那根触手 瞬间就在子弹的冲击之下 被冲击了出去 发出了支嘎支嘎的扭曲的声音 血浆四溅 叮 您击杀了触手护卫者X1 您获得了五十点经验 二十块买他的命 哗啦一声 将骷髅臂丢到了正对面的那个触手的嘴里 就在隐医呆滞的注视之下 他 星浩 得又从怀里摸出了一个钱袋 微微晃动了一下 发出了哗啦哗啦的声音 抬起手道 一百块 搭车费 搭了 拿钱 不搭 吃了你们 第903章 都是一家人 一时间 仿佛时间都为之停止了一般 只有那个被枪杀的触手在地上扭曲着 冒着滚烫的血浆 微风吹动着周围萦绕着的血红的雾气 坐在轮椅上的灵恩河面前 那庞大的十层楼高的血肉巨物 仿佛构成了一副静止的画面 肃杀的气氛在周围滚滚地弥漫 隐医感觉自己意识都仿佛停止了运作 全身颤动地望着这一幕 在这恐怖的气氛之下 已经是一动不敢动 他发誓 现在这一刻 绝对是他存在以来 让他最难熬的时刻 仿佛只要稍微动弹一下 就会被杀死 仿佛灵魂的每一个角落 都流淌着冰凉的血液 静静地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哈哈哈哈 一阵 从那个庞大的血肉巨物的内部 传来的一个沙哑的笑声 打破了这诡异的寂静 然后隐医便看到 正对着他们的那个血肉巨物的血肉 开始蠕动了起来 随即慢慢地左右分开 一个披着黑色的斗篷 但下半身完全由触手构成的人形生物 大笑地蠕动了出来 走到了灵恩的面前 抓过了灵恩帝过去的那一百个骷髅臂 抬起头露出了那占据了半张面孔的巨大的眼球 早说嘛 早说啊 早说的话 我们又怎么能不给自己一个教派的兄弟方便呢 要是您看那根触手不爽 何必还要花这二十个骷髅臂买他的命呢 十块钱兄弟们就帮你干掉了呀 怎么说 我们也是同一教派的亲人啊 哈哈哈哈 灵恩也是诡秘地大笑了起来 和善地和伸出触手和他握了握 道 没错 同一教派的亲人之间又怎么能互相伤害呢 我也是一看到您 就又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呢 感觉就像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兄弟一样 太有爱了 然后就在隐一呆滞的注视之下 两个人仿佛真的就像是亲兄弟一样 大笑着彼此给对方给了一个大大的拥抱 甚至就连二人那蠕动的触手之间 都好像是无比亲密一样的碰了碰拳 如果不是知道刚才那肃杀的气氛 恐怕还真的会被人以为是亲人一样 但是 等一下 不对劲 这是不是有些不对劲啊 明明刚才还是那样恐怖的气氛 明明刚才还是要干到他们一样 怎么给了一百块之后 就一下子亲密的 像是老友记一样啊 隐一 哦哦 地 甚至都怀疑刚才经历的是不是一场幻觉 他明显感觉自己的脑子不太够用了呀 快 欲望叫派的兄弟 快快和我上车 等我们去了据点之后 也一定要好好地招待你啊 啊 这么热情的吗 看来我真的也是生情难缺了呀 但我腿脚不太方便 要不你推我进去 你什么意思 丁 您的骷髅逼二十 哈哈哈哈 这点小小的事情 说一声不就可以了吗 都是亲人 还劳您破费 这也太不好意思了 太难为情了 然后就在隐一僵硬的注视之下 那个独眼触手怪大乐的殷勤的主动地 推着灵人的轮椅 真的就像是亲密无间的兄弟一样 热情地就推着他们 向着那血肉巨物的方向驶了过去 不对劲 这画风 为什么突然就不对劲起来了 按道理来说 不应该是双方见面 剑拔弩张 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 互相随便装个币 然后杀个你死我活吗 是自己的打开方式不对吗 隐一呆滞 鼓鼓鼓 伴随着一百多块钱的贿赂 那庞大的血肉巨物 再一次捧涌出了滚滚的血物 无数的触手蠕动地行驶了起来 就像刚才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继续踏上了他们的旅途 唯一不同的是 里面已经是混入了一个 并不属于他们教派的人形生物 伴随着血肉组织在他们面前的开合 脑子空白一片的隐一 就这么呆滞地和灵恩一起 被那位热情的血肉人形乐呵呵地 给推了进来 隐一吞咽了一下 瞪着眼看着前方那蠕动的枪势 用意识到 灵 灵恩先生 我好像没有看明白 他们刚才不还是一副盛气灵人的 要杀了我们的样子吗 怎么 怎么一下子就变得这么热情起来了 灵恩依然是保持着 星号 的表情 随口传音道 我贿赂他们了呀 你没看到吗 一百多币呢 隐一 哦哦 的吞咽 瞪着道 可是这 这也太 灵恩笑眯眯的低头看了一眼 被他搂在怀里的隐一 柔和传音道 太奇怪了吗 不 隐一 这才是最正常的 如果他们不收的话 反而才会 让我觉得奇怪 会觉得 他们是不是其他什么势力 在假冒血肉神教在行动 因为对于混乱的血肉神教来说 他们是抵挡不住 为自己谋私所散发出来的诱惑的响起的 隐一空洞 而他也立刻就想起了 他之前审问那个血肉人形时的情景 可是 可是这也 隐一 哦哦 道 那为什么 他们不直接杀了我们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不管有什么东西 不都是他们的了吗 灵恩的笑容 顿时就变得盛大起来了 嘴角微翘地传音道 一针见血 有恶鬼的钳制 没错 所以 这不就是开那一枪的原因 所以 你一定要记住 贿赂是在实力对等的情况下 才能够实现的 不管你的真实实力怎么样 你在他们面前 永远是不能露怯的 你害怕 他们就杀你 你不怕 他们就会犹豫不定 你高姿态 他们反而 可能会舔你 就像现在 他们吃不准我 所以才会亲切地带我进来 都只有一条命 何必要打打杀杀的呢 舔一下 还有钱拿 多舒服的一件事情 隐一呆滞 好有道理 果然不愧是灵恩先生 真的是已经把地狱的生存法则都完明白了 能把敌对阵营当成自己家一样 这没有一定的功力 绝对不是常人能够做到的 至少对正常人来说 在这种情况下 肯定是没有办法像灵恩先生一样 触遍不惊的 那 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灵恩笑蜜蜜地服了负担片眼镜 望着前方道 当然是摸清楚他们的底细了 他们不是和那个血肉人形一起的 应该是刚刚被派来这里的教徒 而这 就很有意思了 第904章 我们这是机密任务 既然已经把血衣女士送到了蓝星 那他们就像 在这里干什么 如果只是为了收集她的情报的话 那完全就不需要大动干戈 因为血肉神教的高层应该非常清楚 她现在在黑夜城 没有人会想到她会出现在这里 至少 现在没有 而灵恩的眼前 也立刻就浮现出了 这个庞大的血肉巨物的面板 巨型机变体 爬行者 类型 重型血肉直装 等皆 超凡巅峰 战斗能力 极强的防御与腐蚀能力 介绍 血肉神教支配者教派生产的精锐巨型直装 常被用来运载某些重要的货物的战争兵器 超强的防御力 能够抵挡更高级别的生物的强力入侵 在行动时会散发出带有腐蚀性的血物 对非血肉领域的生物 会造成极强的侵蚀效果 而在转变为战斗模式时 它将会成为所有黑暗生物的梦魇 用人话来说 这应该是一辆隶属于血肉神教的武装运输大货车 是战争时期对单位进行补给的强大造物 那就非常的引人瑕疵了呢 一个小小的离魂街有什么价值 让血肉神教动用此等的血肉造物呢 他们运的又是什么东西 补给吗 呵呵呵 不太像呢 这里充其量也只有他们的几个小型的据点 连大舌头都干不掉 有必要派送这么多的补给呢 隐一小心翼翼的瞅了周围一眼 传言道 林恩先生 您打算怎么收集情报 要把他们都制服吗 林恩闭眼 碰 给了他一个脑瓜崩 嗯 隐一 哦哦 都捂住了半透明的脑袋 林恩闭眼 传言道 都说了几遍了 大家都是文明人 怎么老想着武刀弄枪 直接问不就行了吗 哎 随即就在隐一瞪眼注视之下 林恩转过了头 星号 都望向了那个推着他轮椅的 因为收受了贿赂 而乐呵呵的独眼怪 道 家人 看你们也不像是本地据点的教徒 你们是从哪来的 来这里 有什么邪恶的任务吗 那个独眼怪庞大的眼球望了过来 道 机密 无可奉告 爹 您的骷髅币 五十 哦或或或或 都是一个教派的破什么费啊 兄弟如果你想知道 我难道还会不告诉你吗 真的是太见外了 不瞒家人 我们刚从我们在罪孽城的分部 被分派过来的 我们奉命在这里 回应一个表世界的召唤仪式 你也知道 最近这里刚刚完成过一次跨世界的召唤 趁着召唤所带来的空间方面的不稳定 继续在这里响应召唤的话 能省下一大笔的费用 林恩摸了摸下巴 这样吗 借助上次召唤所带来的余波 再次回应一个召唤仪式 看来也的确是惊打细算啊 能告诉我是什么样的召唤仪式 你们这次运送的又是什么东西 细细酥酥的 好像是活的东西啊 林恩和善地询问道 那个独眼怪摇头 眼球如动道 这个就真的不能告诉你了 你也别为难兄弟 这已经是我们这次行动最核心的机密了 如果随便告诉其他的生物的话 我们是会被压借回去榨汁 被处以急刑的 丁 您的骷髅B200 哈哈哈哈 榨汁就榨汁吧 我们其实并不害怕榨汁 兄弟不瞒你说 我们这次运送的是 我们的血肉大师 刚刚研发出来的一种新型的血肉生物 我们内部称其为寄生兽 是一种可以快速的 在低等级的血肉生物内部繁殖 并对大脑进行控制和奴役的兵器 虽然在黑暗世界当中 使用效果并不是很好 但是对付表层世界的生物 那可是效果拔群的 林恩心中一动 它产生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所以你们 是打算把这些东西 送到表层世界 那么 能告诉我是哪个世界 第一 骷髅B50 哗啦啦的前臂的掉落声 骷髅立刻瞪着眼睛 迅速地蠕动下来 伸出一根根触手 飞快地把散落在地的骷髅B 全都卷起来收入囊中 太破费了 太破费了 黑市里面也不值这么多钱啊 不瞒家人 这次送的 也其实就是前不久 刚刚回应过一次召唤的那个世界 我们内部叫它 47号海洋世界 因为是比较靠近地域边境的表示剑 所以 陷阱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的 林恩挑眉 笑眯眯道 是一颗水蓝的星球 没错 兄弟你也知道那个世界 林恩嘴角微翘地 扶了负担片眼镜 道 啊 的确是知道那么一点点 但肯定没有你们多 不过我能问一下 把你们称之为 寄生兽的东西送过去 是要干什么吗 我对此十分好奇 第一 您的骷髅B100 哗啦啦 钱B掉落的声音 太多了 给太多了呀 急促 用不了这么多的 飞快地趴在地上卷起来 是我们在那个世界发展的教徒们要求的 因为他们发现了 高层们一直在寻找的一些东西的线索 所以现在高层们对那个世界非常的重视 基本上是有求必应 我知道的 其实也并不多 但看样子 那边是想要进一步加快 对那个世界侵蚀的速度 这些寄生兽 虽然单个不是很强 但快速地繁殖起来 能够迅速地对那些低等生物 形成瘟疫性的打击 也是一种能够快速增加 我们在那个世界教徒的方法 他们既然申请这种兵器 估计是已经打算进行第一波的生物灭绝了 喀啦 他瞬间便是一愣 看到了林恩手中 那严重变形的轮椅的扶手 兄弟 你怎么了 啊 林恩顿时就伸了一个懒腰 脸上的笑容变得格外的盛大 道 当然是太激动了 这种大范围的屠杀一个族群的画面 真的只要是想一想 都会觉得心潮澎湃啊 如果可以的话 我也真的是很想参与到这场灭绝行动当中呢 想想就绝对很哈呢 那个独眼怪 一边飞快地卷着地上的骷髅臂 身上的触手 一边兴高采烈的舞动 脸上也是露出而来扭曲而邪恶的笑意 长长的舌头 舔湿着脸颊周围的小肉流 兴奋道 没错 如果真的能够参与进去 的确是想想都会让人兴奋 特别是虐杀那些弱小的生物 听着他们的惨叫 简直是一件让人愉悦至极的事情 只是想想都让人兴奋得不得了 隐一的脸色苍白地颤抖地转头 目光急促地询问着林恩 蓝星 蓝星 而他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在坠落前蓝星 会突然发生那一系列的超自然的异变 原来一切的源头都在这里 血肉神教 他们要彻底地侵蚀掉他们的故乡 但林恩依然是笑意盎然 摸了摸下巴 拖着塞道 那能带我去看看 你们这次运载的那些寄生兽吗 这么邪恶的兵器 真的是就连我都忍不住地好奇起来了 所以 我们去看一看吗 那个卷着骷髅臂的眼球怪一顿 面容上的那颗蠕动的眼球 转向了林恩的那一边 犹疑道 不太好吧 你应该是知道的 虽然咱们血肉神教内部 的确是比较混乱 但兄弟这次 好歹是机密任务 不是我信不过你 而是这批货物太重要了 射击重大 我觉得 兄弟你还是 盯 您的骷髅臂 三百 哗啦啦啦 看 看 没说不看啊 机密任务 不就是用来让别人看的吗 破这么多费干什么啊 简直就是不信任我啊 立刻给兄弟安排 警号 第905章 寄生兽 两分钟之后 伴随着面前的大门 蠕动地从左右两边分开 那个眼球怪 推着林恩乐呵呵地 就用自己的权限 打开了运载货物的枪室 带着林恩 来到了他们最机密之所在 都在这里了 想看多久都没关系 不过最好不要用手碰 小心被那些虫子 闻到肉尾 隐一呆呆地 也是一路 和林恩被推着走进来 虽然已经被科普过了 但是如此轻松 而明目张胆地 就潜入到敌对阵营 最机密的地方 这还是 他没有想到的 能腐败到这种地步 血肉神教的邪神 估计也是不容易啊 定 您的任务血肉寄生 当前完成进度 百分之五十 伴随着耳边传来的系统提示 林恩睁着死于眼 扶了负担片眼镜 也知道自己摸索的方向并不错 他抬起了头 目光落在了那个枪室内部 密密麻麻地存放着的 一个又一个灌满了 血红色粘液的容器 内部咕嘟咕嘟地冒着一阵阵气泡 一息隐约地能够看到 那粘液当中 盘旋蠕动着的 一个个 就像是蠕动的铁线虫一样的东西 这就是你们口中的 寄生兽 就像是感应到了生物体征的靠近 那些弯曲蠕动的虫子 全倒靠到了玻璃容器的这一面 叮叮叮地不断地啃视着容器表面 成千上万 侵略性极强 而林恩的眼前 也立刻浮现出了他们的介绍 寄生兽 幼虫 等级 一 类别 血肉造物 战斗能力 较高的寄生域 较快的速度 可以迅速繁殖的寄生兽 目前依然处于幼年 没有太大的攻击力 被发现之后 任何普通的黑暗生物 都可以轻易地捏死 但请千万不要让它们进入你的体内 那个眼球怪数着骷髅臂 解释道 你别看它们现在弱小 但那是没有被寄生 如果把这些小东西 投入到水源当中 再被血肉生物误服 不用几天的时间 它们就能够迅速地繁衍成长 让整个城市都被迅速地感染 但也就是 它还没有说完时 它猛然便听到了 哗啦啦的一声水声 它一愣 抬起头 然后瞬间便震惊地看到 灵恩进一步之 是何时移动到了 其中一个容器前 把自己的右手 伸入了那血红的粘液当中 兄弟你干什么 我不是警告过你 不要乱碰吗 这些东西 可不是那么好惹的 这样的话你 很快就会被 但它停了下来 眼球鼓鼓地落在 灵恩挂在腰上的钱袋 长长的舌头 滴答着一滴滴的粘液 似乎 也没有必要阻止吧 如果可以被寄生兽吃掉的话 而灵恩没有将注意力 放在它的身上 它的目光此时此刻 全都在那个容器当中 注视着那些细小的寄生虫 密密麻麻地 被它的手吸引过来 然后迅速地啃噬 与撕咬着它的皮肤 警告 您的右手正在被寄生兽 右虫 寄生 警告 您的右手正在被寄生兽 右虫 寄生 但灵恩并没有理会 它的目光注视着那些虫子 并且刻意地将自己的右手 调整为正常人类的防御等级 他想要看一下 多么恐怖 呲呲呲呲呲呲 就在影衣颤抖而苍白的注视之下 那些细小的铁线虫 密密麻麻地 从灵恩右手的毛孔 如动地刺了进去 因为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很快整只手 都被已经刺入其中 和正在刺入其中的虫子彻底包裹 就像是如动的海胆 第一 影衣的三指五 灵恩眯着眼睛 慢慢地将目光移向自己的手臂 慢慢地可以清晰地看到 在皮肤之下 出现了蜿蜒的凸起 那些刺入他手臂中的虫子 正在以飞快的速度 试图穿过他的手臂和肩膀 对他的大脑展开入侵 不过灵恩很随意地 就用血肉栽变 切断了胳膊和肩膀的链接 毒死了他们的去路 丁 您的手臂的血肉量负1% 丁 您的手臂的血肉量负2% 此起彼伏的提示响起 而灵恩也能够通过感知觉察到 他们在无法入侵大脑之后 就开始迅速地在内部蚕食起了他的手臂 而灵恩也一点一点地 加深自己血肉的活性 让右臂栽变出更多的血肉 来让他们啃食 他想看一下 如果得到了大量血肉的培养之后 这些寄生兽到底会变成什么 时间一秒一秒飞逝 刺了 也就在下一刻 隐一瞬间就颤抖地捂住了自己的嘴 一副让他的散直狂掉的画面出现了 甚至让他都感觉到了 心理上的彻底的不适 只见灵恩深入其中的右臂的皮肤 一点一点地凸起 然后被破开 就像是其中大量的虫子 已经发生了蜕变 从里面爬出了一个又一个密密麻麻 就像是蜘蛛幼虫一样的血红色的虫子 然后密密麻麻地 在灵恩手臂的各处攀爬了起来 成长期 灵恩嘴角阴森地露出了微笑 丁 您的手臂的血肉量负2% 丁 您的手臂的血肉量负2% 那些蜕变了的虫子 开始继续大量啃食他的血肉 并且速度明显要远快于之前的幼虫 而仅仅是几分钟之后 那些蜘蛛一样的虫子 已经是吞噬的将自己的体型膨胀到了一只手掌的大小 一只又一只的攀爬在灵恩的手臂之上 慢慢地变化的 就像是暴脸虫一样让人理智丧失 那个眼球怪也是被这一幕看得呼吸急促 尼喃道 兄弟 看来还是我们小瞧你了 这些虫子的对边过程 我也有幸看过 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它们的成长速度能快到这种地步 您不会是欲望母树的高阶直系眷属吧 您的血肉活性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高得太多 本来他觉得这个要搭它们便车 还出手阔绰的生物 最多也很有可能是和它们的巨物一样 是超凡级 但是现在看来 它恐怕是判断失误了 能让那些虫子的成长速率变得如此之快 它血肉当中的活性和养分 绝对不是超凡生物能够比拟的 灵恩嘴角微翘的 哦 这其中还有什么讲究吗 第一 您的骷髅臂五十 不用 这个问题不用给钱 哎呀 怎么说您好呢 太阔绰了 我的祖宗 飞快地把地上的骷髅臂捡起来 它迅速而积极地倒 是这样的 根据大本营那边给我们的说明 如果是普通的血肉生物的话 被寄生之后 会有三到五天的潜伏和进食期 在摄取了足够的养分之后 才会开启第二阶段的成长 接而会转变为 像现在的成长期 而到了这个阶段 它们就会开始第一轮的产卵 并开始控制宿主的大脑 让它们无意识地 将它们的卵散拨出去 但实际上 这只是在普通生物的体内 测试出的结果 大本营的那些家伙 试过让它们寄生超繁极的血肉生物 因为血肉的活性增长 三五天的周期 也会被进一步压缩到最多一天 但因为大部分超繁生物 都能够很快发现它们的存在 所以基本上不会有太好的效果 它吹了吹手中的一枚骷髅臂 用袍子将它擦拭干净 继续倒 所以才为什么猜 您是欲望母神的直系子嗣呢 几分钟的时间 就让这么多幼虫 蜕变到了第二阶段 这样的血肉活性 可不是一般的生物能够具备的 第906章 恶朵的成虫寄生兽 它瞥了凌恩一眼 长长的舌头 从满是粘液的牙齿当中伸出来 笑眯眯地在凌恩的全身上下扫过 缓慢地舔湿了一下嘴角 但凌恩依然是凌恩翘着嘴角 既没有否认 也没有承认 那我可以继续研究一下这些虫子吗 我对这些生物 真的是 非常的好奇 那个眼球怪大手一挥 豪迈无比的乐道 当然没有问题 都是同一教派的一家人 更不要说 还是像您这样出手阔绰的兄弟 想研究多久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说一声就可以了 凌恩笑眯眯地看了他一眼 周围蔓延的所有的触手 全都一番 竖起了一个又一个大拇指 成功达成共识 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赞成 然后凌恩便转身 嘴角微翘地继续观察起了 容器当中那些攀爬的虫子 只是谁也没有注意到的是 也就在凌恩的注意力 再次集中在那些虫子之上时 依然是在那里 恶呵呵地数着手里的骷髅臂的 那个独眼怪的眼球 微微地往枪室右上角的方向一瞥 手指微微地拉出了一条横线 而也就是 在那个角落的缝隙当中 一枚爬满了血丝的眼球 微微地转动了一下 而在血肉积变体最深处的 一个大型枪室当中 一个又一个血肉人形 注视着枪室内精状体中 传递回来的寄生兽 枪室内传来的影像 脸上全都慢慢地浮现出了 一丝扭曲而残忍的笑容 眼中的恶意 一个比一个来得浓重 神经网络连接稳定 即便体参数已修改 调集内部直装中 转变为对内模式 目标的血肉体征分析完毕 总体强度接近超凡 但目标的心脏与右眼 疑似存在高强度直装 等皆暂无法监测 目标血肉活性超出预估 分析显示 疑似来源于目标心脏区域 高强度的未知直装的加持 灭杀难度 偏高 存在不确定因素 伴随着强势内蠕动的血肉 传来的沙哑的分析报告 为首的那个血肉人形 病态地舔尸了一下庞大的眼球 冷笑道 不会真的是欲望母术的直系子嗣吧 低强度高活性 还有超出自己阶位的高级直装 看来我们这次遇到的 不仅是一位大客户 还是一只大肥羊呢 真的是美妙地无法忍耐了 稳住他 他想要什么情报都给他 这样的美味可千万不能放过呀 一滴滴粘稠的液体 从他残忍的嘴角流淌了下来 眼中充斥着完全无法忍耐的极致的混乱 而在寄生兽的枪式当中 灵恩依然是仿佛什么都没有察觉一样 专注地注视着那些吸他血吃他肉的寄生虫 同时加大了具象之心的血液输出 而随着时间的继续推移 那第一批完成了二阶段成长的寄生兽 慢慢地停止了继续进食 身体肿胀的 甚至能够清晰地看到 它们内部那半透明的器官 每一个器官当中都充盈着 还没有被它们彻底消化的它的血和肉 卡滋卡滋 慢慢地伴随着一声声的异响 那些蜘蛛一样的虫子开始停止了进食 随即就像是失去了生命体征一般 定格在了它的手臂之上 身上慢慢地散发出淡淡的血红色的微光 不可思议 那个眼球怪的瞳孔放大 长长的舌头舞动着 眼球发亮地注视着那些虫子 狂热道 您看到了吗 这是第三阶段的蜕变开始了 简直难以置信 您的血肉活性 简直就是我见过的所有的实验品当中最 最鲜活的了 普通的血肉和养分的话 想要完成这最终阶段的蜕变 周期至少要七天 而您居然还是只用了 几分钟 灵人笑眯眯倒 也就是说 这次进化之后 就是最终的成虫了吗 那个眼球怪贪婪地 舔视着嘴角的肉流 双手不停地搓着手心 倒 没 没错 也是最完美的形态 而一旦向着第三阶段蜕变 那宿主将会彻底不可逆地 被这些虫子所控制 而经过洗礼的宿主醒过来之后 也将会彻底地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 成为我们的行尸走肉 咔咔咔咔 随着他的话的说完 隐医立刻颤抖 而从苍白地注意到 那些定格在那里的蜘蛛的身体 竟是缓缓地从内部生 长出了一根根的肉牙 就像是有什么东西 正在它们的体内破体而出一样 也就是在下一刻 那些蜘蛛的身体 慢慢地被破开 一只苍白色的 有着长长尖锐尾巴的成虫 缓缓地从内部攀爬了出来 不 那完全不能被称之为是虫子 一根根就像是节肢动物一样的肢体 背后是一颗占据了二分之一区域的眼球 肢体高频地颤动着 不断地向外散发着一阵阵高强度的精神震荡 这 这是 隐医下意识地颤动地后退了一步 而灵人的眼前也是 立刻浮现出了 那个生物的介绍 寄生兽 精英 等级 一 类型 血肉畸变 战斗能力 远超幼虫的速度 和极强的侵略性和欲望 介绍 有某灵性生物 用自己的血肉培养出来的寄生兽 除却具备有能够与血肉生物的大脑 形成共振的精神震荡能力之外 在遇到任何能够被寄生的血肉生物时 都会迅速地表现出寄生欲 并试图侵入目标大脑 对其进行控制 但似乎在成长时 吸收了太多不正常的血肉 这让它在天赋能力之外 同时还诞生了一些不必要的行为模式 几乎是在瞬间 那只寄生兽 以闪电般的速度 便向着灵恩的方向跳跃了过来 但因为有着容器的阻隔 咔嚓一声便攀附在了容器的那表面 而从这个角度 灵恩他们更是能够清晰地看到 在他的腹腔之下 竟是还生长着一个 长满了肉牙的猙獰的口气 就像是绞肉剂一样 咔咔地咀嚼运作着 隐医苍白地忍不住地 再次后退了几步 这就是 他们意图送入蓝星的怪物吗 超强的繁殖能力 一旦长成成虫之后 便不可逆地对血肉生物的控制能力 那个眼球怪的眼球 愈加地狂热 嘴角甚至慢慢地咧到了耳畔 无比地扭曲 而病态手指咔咔地扭动着 激动到 的确是和那些大师们说的一样 这样的兵器 才是对表世界那些生物 最有效率的灭杀工具 真没想到 我居然能看到他们的成虫状态 如果是被这样的怪物 吃掉脑子的话 我想 那也应该是 啪啪啪啪啪啪啪 一阵阵诡异地 似乎有些不太对劲的声音传来 那个眼球怪的狂热的话 还没有说完时 脸上病态的笑容 就被发生在眼前的那一幕 给定格在了原地 而隐一也似的张大了嘴 望着那突如其来的一幕 尼难道 呃 他们 在做什么 第907章 你们的虫子不对劲 只见也就是刚才向着他们扑过来 趴在容器上的那只寄生兽 嘶嘶地对他们发出了一阵阵口气的 沙哑音调之后 背后的眼球就微微转动 被一只刚刚完成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 转化的成长期的小虫所吸引 然后就好像被完全吸引了注意力一样 长长的尾巴摆动了起来 然后便就像是蜘蛛一样一点一点地 向着那个稍小的虫子靠近了过去 微微地触碰了一下之后 紧接着就是 无法形容的奇异声音 叮 隐一的散直 十 叮 血肉人形的散直舞 啊 啊嘞 什么啊 看着那不可描述的一幕 隐一慢慢地明白了过来 双眼慢慢地颤抖地变得羞耻了起来 一只手捂住了脸颊和嘴 双腿下意识地并拢了下来 脸色逐渐地变成异常的不正常的通红 你们的这些虫子还有某某行为的吗 太 太变态了呀 哦 口 哦 而且还是根本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地走过去 太 太奇怪了啊 而那个眼球怪脸上的笑容 也是僵硬而定格着 看着那不可描述的 发出奇异声音的 瑟瑟着那只体型小一点的成虫 眼角的肌肉也是刷刷刷地抽动 不 不对劲 总感觉好像是哪里出了什么不太正常的问题 说明书上 好像也没有介绍这些寄生兽在成虫之后 会出现这种不正常的行为才是 稍等一下 得从怀里摸出了说明书 迅速地拿出眼睛带上 仔细地盯着说明书上的介绍 一行一行地仔细地对比着 不应该啊 也没有说明啊 这虫子长大之后 按道理来说 唯一的目标就是占据生物的大脑 怎么会 不可描述的声音 太 太变态了 大叫 怎么可以把人家抵在玻璃上面 做那样的事情 人家还是还是小虫子啊 怎么可以 怎么可以 不对劲啊 尾巴好像也不是用来做那种事情的才是吧 嗯呀呀呀呀 隐一颤抖的两只手死死地捂着自己的脸 瞪大了眼睛 颤抖地从手指的缝隙当中 望着此时此刻 正发生在容器内部的恶劣的欺凌性行为 两条腿哆嗦地并拢 因为真的是太过的拟人化 而逐渐地变得异常的恶朵 而且 为什么还是专门地寻找 人家那些 还没有实现第三阶段进化的小虫下手啊 这即便是人类看了 也会觉得异常的不可理喻地过分啊 哦 口 哦 而一直没有说话的左左 也是呆滞地望着那恶朵的一幕 下意识地 他抬起头 瞥了一眼灵恩正经的脸 因为这一眼当中的信息量 实在是太多了 多得甚至没有办法 用人类的语言来进行形容 甚至就连灵恩这样的生物 都被这一眼看得背脊发毛 左左叮 是不是 哈哈哈哈 灵恩毫无笑点地大笑地 打断了左左的话 扶了扶自己的单片眼镜 然后猛地一转头 认真望向了那个眼球怪 大喝道 果然不愧是支配者教派 研究出来的灭绝性的兵器啊 果然真的是太邪恶了 这一看就知道 有我们欲望教派的风范 能造出这么恶多物种的那位大师 想必也是一位极度扭曲的无敌人物吧 这一看就知道 有加入我们欲望教派的潜力啊 嗯 可我们那位大师是无性生物啊 灵恩瞬间认真的啪的一声就站了起来 严肃道 那岂不是更强吗 无性生物 居然都能够造出这种 一看就欲望拉满的虫子 一看就知道 那位大师是有真本事的 如果有机会的话 请一定要为我引荐一下 能把自己心里恶多的欲望 做成虫子体现出来 叫一声大师 真的是一点都不过分啊 嗯 您觉得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 会不会这些虫子 是被其他的一些东西所污染 我是说 但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他 灵恩已经是在他们 得注视之下 星号敏星号 得一把 就把那几只欺凌幼虫的寄生兽 给抓了起来 不 一看就知道 是你们那位的大师的杰作 不过 虽然的确是很有我们 欲望教派的风范 但是这种欺凌少虫的 恶劣的生物 即便是在我们欲望教派 也是不可容忍的呀 这种生物 我觉得 还是早早地消灭掉为妙 啪 一把摔在地上 灵恩直接就代表正义 把他们啪啪啪 全都踩成了稀巴烂 没错 虽然自己的确是伪装 成为了欲望教派的教徒 但是善良与人爱的内心 还是清晰地告诉他 这样恶多的生物 是绝对不能被允许 被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 还只是寄生兽的时候 就连自家的小虫都不放过 这要是寄生到 其他什么生物脑子里 那简直就是 对一切美好事物的冒犯 由此也可以看出 做出这种虫子的家伙 简直就不是人 明 如果真的被自己揪出来的话 也一定是要将它 狠狠地消灭掉的 叮 您击杀了一只寄生兽 您获得了十点经验 叮 您击杀了一只寄生兽 您获得了十点经验 啪啪啪啪 明 那把他们消灭之后 林恩这才重新坐回了轮椅 松了一口气 严肃地服了负担片眼镜 道 抱歉 刚才的情绪稍微有些激动 您应该不会介意吧 当然介意了呀 为什么不介意呀 你这小小的 激动一下就踩拉了 我们十几条虫子 而且为什么总感觉 这激动的原因 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 这真的不是为了掩盖 某些奇异的事实 而毁灭罪证的行为吗 这里面真的没有一些 其他的特别的原因存在吗 半分钟之后 那个眼球怪飞快地走出了存放着寄生兽的枪势 后背瞬间便贴在了大门之上 目光闪烁不定地侧脸靠着大门 你们那边准备好了吗 如果分析完毕的话 就赶紧动手 这个人形生物太特么混乱了 行为完全琢磨不透 就算不是欲望教派的教徒 也绝对是一个极度扭曲的异常生物 放心吧 一切准备就绪 直装的对内模式已经启动 它跑不了 而且 从血肉体征的监测结果来看 它的实力就算是再强 也不可能是我们的对手 把它体内的直装挖出来 然后再把它卖到黑市 嘿 这收益可要比交一点情报划算多了 第908账 谁赶过你这条线 你就杀谁 寄生兽的枪势之内 灵人严肃地滴溜起 一直被它踩得稀巴烂的寄生兽瞅着 道 左左 虽然你诋毁我是罗利空的行为 让我不能忍受 但是从这一点上 也能够看得出来 我恐怕是真的出问题了 恶毒的欲望 已经开始在我的血液里面流淌 如果再不加以制止的话 你的脑袋怕是真的要沦为恶毒的欲望生物了 左左 明 道 一 你确定吗 你确定 这不是你天生自带的吗 你确定 这全部都是诅咒的原因吗 凑脑袋 灵人严肃地服了负担片眼镜 道 左左 现在诋毁自己的主人 可并不是明智的选择 你是知道的 如果脑袋真的沦为了欲望领域的恶毒生物 第一个受到伤害的 可是左左你啊 我想左左你也不想每天都被自己的主人摁住 没完没了的欺凌吧 灵人对着他眨了眨眼 对他描绘出了那个黑暗而恶劣的未来 想象居然还特别有点小小的期待呢 毕竟如果是因为诅咒的话 那欺负完之后 只需要随随便便的一句道歉 就可以完美避嫌 似乎想一想也是非常的nice啊 左左瞬间炸毛一样的打叫 立刻二话不说的 就要向着灵人抓到过来 哦 哦 道 你试一试呀 你这个装满了黄色废料的大脑袋 如果想要死掉的话 左左现在就把你剁下来啊 白光一闪 灵人直接就收回了你话效果 然后不等他反应过来 一只手直接狠狠地摁住 可恶啊 都已经开始上瘾了呢 这种每天欺负一下左左 而看着这个万恶的小萝莉发飙的样子 真的也是 让人感觉到异样的快乐啊 灵人抬起头笑眯眯地扶了一下单片眼镜 嘴角微翘道 隐一 准备好了吗 接下来 灵人哥哥 要给你上这地狱生存的第二课了 有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隐一顿时一愣 哦 到 课 什么课 卡拉笑眯眯的灵恩靠在轮椅之上 如闪电一般 从自己的怀里拔出了猎魔左轮 左轮在他的手心刷刷刷地旋转了一周 瞬间被他握在了手中 黑洞洞的枪口瞬间瞄转了他 当混乱邪恶的生物察觉出你 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难以对付 当能得到的收益要远高于风险时 那他们会不会冒险搏一搏呢 砰 一声枪响 那煤子弹瞬间划过了隐移放大的瞳孔 擦过了过他的耳侧 扬起了他长长的头发 然后瞬间射向了他背后墙壁的一个微微裂开的缝隙 而其中的那颗眼球几乎是刚刚浮现出来 就直接在灵恩的子弹之下被炸成了血浆 这一刻 正通过枪室内的眼球 监视着他们的那些血肉人形的脸色顿时大变 他是觉察到了我们要对他动手吗 立刻开启对内模式 现在就将他镇压 伴随着那残忍的命令 无数的信息从遍布在整个积变体的神经网络 传递到了枪室的各个处 灵恩他们所在的寄生兽仓库的大门 瞬间哗啦啦的血肉收紧 墙壁上镶嵌的金状体的色调 也立刻转变为了刺骨的星红 无数大大小小的眼球在墙壁之上 哗啦啦的浮现了出来 歼灭模式已触发 目标锁定 进行灭绝 啊 但灵恩早已是嘴角一翘 脸上的笑容和煦而盛大 一把伸出手将惊慌失措的影衣 拉到了自己的怀里 手中的左轮猛然转动枪口 连续不断地扣动起了斑斑机 碰 碰 碰 您摧毁了一枚树童歼灭者 您获得了三十点经验 您摧毁了一枚树童歼灭者 您获得了三十点经验 这就是我要给你上的第二课 那就是 永远不要试图相信混乱生物的准则 你要时刻地观察注意和试探 你要好好地想 当你在和他们做交易的时候 你拿出的每一分钱 是不是都会加重他们想要虐杀 和截掠你的恶意 您摧毁了一枚树童歼灭者 您获得了三十点经验 你要时刻地保持清醒 要随时根据时局地 便来做出自己的判断 并对敌我实力 都有一个相应的把控 而你在明确在知晓了 对方对你的恶意的情况下 是选择果断出手 还是寻找机会逃生 这都是 你想要在这地狱生存的必修一刻 震耳欲聋的枪声当中 隐一的瞳孔放大着 娇弱的身体 被那有力的臂膀 揽在长长的黑袍之下 看着他那刀削一般 如沐春风的下巴 就像是被父亲庇佑在怀中的小鸟 就像是一堵钢铁之墙一样 让你目光急促 镇压他 伴随着整个枪室内 响起的血肉人形沙哑的大吼 那无数的眼球中 瞬间汇聚起了漆黑的光流 就像是暴虐的激光一样 从四面八方向着灵恩抱舍来 但那光束 几乎是刚一落在灵恩的燕尾腹之上 那上面的花纹 就像是活过来了一样 显露出了无比猙獰死毒的光芒 无数猙獰的锁链 哗啦啦地从他的身上浮现了出来 就像是一条条恶毒的毒蛇一般 发出了恶灵般恐怖的奸笑 滴 您的燕尾腹反制效果已触发 扑呲扑呲 几乎是刹那的时光 每被击中一下 就生成一条恶毒的虚无锁链 整个房间当中 刹那便变成了锁链群的狂舞 一眉眉眼球 扑呲扑呲地 被那锁链所破灭与撕碎 什么 最深处枪室内的那些血肉人性的脸色 齐刷刷大便 而灵恩的耳边 也是不断地响起系统的提示 您摧毁了一枚树铜歼灭者 您获得了三十点经验 丁 您的射击能力加一 您摧毁了一枚树铜歼灭者 您获得了三十点经验 舞动的虚无的锁链当中 灵恩瞬间转头 嘴角微翘地 将手中的左轮 指向了角落里那枚负责观测的眼球 就仿佛是透过画面 直接瞄准了那个枪室当中 所有的血肉人形 让他们脸色微白地齐刷刷后退 人都是感性的生物啊 隐医 所以 有时候 就算真的想要变成那些 没有底线的怪物 也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特别是在听到 顾湘要经受这样的对待 也真的是很难保持住理智的一件事情 砰 一声枪响 那枚眼球在他的子弹之下 瞬间爆炸 成了无数的血物 隆隆地扩散而出 所以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 第二件重要的事情 不管你现在是恶鬼 还是亡灵 早已坠入地狱 还是身陷诅咒 你都要给我牢牢记住 你曾经是人的事实 你要在心里给自己画一条线 不管你被扭曲成了什么样 你都要时刻地告诉自己 灵恩微笑地转过身 无数的触手哗啦啦地 从他的肩膀之上爆炸而出 哗啦啦地 就像是剑刃一样 刺入了那血淋淋的墙壁 谁赶过你的这条线 你就虐杀谁 第909章 你到底是谁 隐医的目光呆呆地注视着面前的男人 意识嗡嗡作响 但却是牢牢地将他的那些话铭刻在了心中 好 好帅 就仿佛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他心脏的跳动 而这一刻 他也终于感觉到 自己对灵恩先生 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在那玩世不恭的玩闹般的笑意之下 其实一直都隐藏着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就算一直表现得既混乱又邪恶 但心里却清晰地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 他把蓝星视作自己的故乡 这种眷恋 似乎早已在他的心里 成为了某种不可触犯的禁忌 不管是对他还是对白亿 他都过分地异常地包容 甚至能够容忍他们很多无理的要求 而这唯一的原因 只是因为 他们来自于那个蓝色的世界 那片他心中眷恋的净土 我知道了 隐医用力地坚定注视着他 半透明的手 用力地抓紧了他胸前的衣巾 就像是被人撑伞保护下的雏鹰 但总有一天他也会离开 独自踏上这片混乱的恶土 砰 伴随着最后的一声枪响 无数虚无地锁链收拢 而整个枪势当中浮现出来的树桶 也全都在那狂风暴雨般的攻势之下 被撕裂殆尽 整个枪势狼藉地充满了恶臭的粘液和血浆 狂乱地让人理智丧失 直装已被全部消灭 目标损失度 零 伴随着畸变体的提示 枪势当中的那些血肉人形 咬紧了牙关 死死地注视着监测界面上 屹立在那无数破碎眼球最中央的灵恩 目光愈发地争鸣 不对 不对 一定是哪里出现了错误 他的血肉强度明明甚至还没有达到超凡 而且一直被他们重点关注的 他体内的那两个未知的直装还没有动用 为什么他能在这瞬间展现出如此可怕的实力 虽然仅仅是第一轮的歼灭直装 但是这也已经是完全超过了他们的预料 是他身上的那件衣服 还有那把左轮枪 为首的那个血肉人形猛地前倾 咬着牙 调集出了画面中显露出来的 他那两件装备的特异 而通过神经网络的分析显示 在他开枪和被那件燕尾服被攻击到的刹那 积变体都监测到了极高的能量波动 立刻对那两件装备展开分析 我要最准确的结果 快 伴随着积变体神经网络的快速运作 刚才战斗所展露出的大量的信息迅速地被分析 很快 他们的面前就浮现出了初步的分析报告 目标左轮 蕴含极高的驱魔与神圣属性攻击 对灵体 血肉积变 恶鬼等具备极强的穿透和镇压效果 疑似与一位游荡在地狱的领主及猎魔人有联系 相关的资料现实 那把左轮似乎是其的配枪之一 但未发现击杀记录 目标符是 暂无相关记录 但监测到 其中蕴含着极强的恶灵骤力 力量能及无法平级 高于积变体监测上限 建议规避 看着积变体显现出来的分析报告 那个血肉人形 脸色大变 随即他的表情瞬间争宁 道 建议规避 你既然都已经检测到了 他身上有着这种级别的装备 你为什么不提早进行报告 短暂的停顿 他面前的神经网络迈动了起来 响起了声音 因目标装备力量高于积变体监测上限 目标装备未被触发的状态下 积变体无法察觉到目标装备的能及波动 整个枪室内陷入了一片寂静 也就是说 那个人形生物在身上携带着两件未知高等级直装的情况下 同时还带着两件高于超凡级的顶级装备 是这样的吗 B 的 我们这次遇到的 不会真特么的是欲望母树的直系子四吧 那个血肉人形 啪的一声一拳 砸在了面前的血肉面板之上 猙獰的注视着热成像中 显现出来的那个人形轮廓 因为他们非常明白 能有这么豪华配置 而且在力量强度不高的情况 就赶出来转悠的生物 那必然是有着深厚的背景 不是某些神的卷者 就是某诡异的直系子四 就像他们虽然也能够被称之为 是血肉支配者的子四之一 但没有直系这个词 那他们就是可以随便被消耗的废物 但他们以前也并不是 没有借助鸡变体 猎杀过类似的生物 高风险高回报 干一票就分尸了 往黑市上一丢 足够他们吃香喝辣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这一次 他们好像是 踢到了铁板了 他们谁见过超凡级都没有达到的生物 身上随身标配着超凡巅峰 都监测不出来的顶级装备啊 而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体内还没有动用的那两件直装 又特么是什么等级 总不能是根源级吧 敏 那个血肉人形目光闪烁 咬牙道 先试着和他展开对话 稳住他 把积便体最强的直装掉击出来 既然已经撕破了脸皮 那今天绝对不能让他有机会离开这里 如果真的能够把他灭杀的话 他这一身的刑口和直装 至少也能顶我们在教派内工作几百年了 周围那学血肉人形动摇的内心 在听到他的话之后 再一次变得狂热和贪婪了起来 因为本来就是赌一把的 如果真的能够赌赢的话 就凭他的那一件燕尾服 怕不是都能卖出数十万的高价 这样的诱惑又有谁能够抵挡呢 枪式之内 林恩一屁股再次坐在了自己的轮椅之上 抬起头淡笑地注视着墙壁上 再次慢慢显露出的一枚眼球 缓缓地擦拭着枪管 那枚眼球注视着他 道 双木先生 很遗憾您居然会对我们发动攻击 您能否对你的此番行为做出一番合理的解释 我们看在同属神教的份上 给予了你方便 你却如此失礼 你就不怕我们将这件事情 上报给神教材绝机构 对你进行追缴吗 林恩笑眯眯地拖着塞 道 好了 兄弟们都撕破脸了 还闻周周的干什么 从我上来一直到现在 你们不是一直在对我进行血肉的扫描和分析吗 在外面的时候 你们看不透我 所以就打算把我邀请进来 如果分析结果表明 我真的不是你们能够招惹的 那你们肯定也会一路产媚地招待我 但如果是可以一搏的话 那就正好请进来杀掉 多么美妙的想法啊 不是吗 很简单的逻辑 如果自己有恶意 同时实力强大 那在内部和在外部都一样 他们都要死 如果自己没有表现出恶意 但实力也很强大的话 那就请进来舔一舔 说不定还能得到一些好处 同样不亏 但如果自己并不是那么强 那分析结果出来之后 那不管是在内部还是外部 他们都掌握着主动权 是生是死 都由他们说了算 真的是有一种混乱 而邪恶的曼妙 第九百一十章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那眉眼球死死地盯着他 沉沉道 你到底是谁 灵恩的下巴抵着枪口 微微地敲打 笑眯眯道 你们不是都知道了吗 我当然是欲望母术的直系子嗣啊 如果你们能联系到他的话 我保证他 只要听到我的名字 他就会忍耐不住地急促地来找我 让我这个可爱的孩子 好好侍奉他的 侍奉 哪种侍奉 那些血肉人形的脸色 全都是微便 因为他们就算是再蠢 也能听出他语气当中 对他们血肉神教的第二根源的大不敬 这绝对不是一个子嗣 对自己母神的态度 那眉眼球死死地盯着他 道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如果你是冲着我们来的话 以你刚才展现出来的实力 我想你也没必要和我们打招面吧 灵恩笑意盎然 嘴角微翘道 当然有必要啊 如果你们能够有说有笑地 把我送到你们的据点 咱们和和美美地交易 那我肯定是等到了之后 再把你们一锅端了啊 毕竟哪里有半路上动手的 再说了 灵恩伸手 从那个容器当中 抓起一个寄生兽 甩了甩塞入了自己的怀里 他扶了扶丹片眼镜 镜片上折射着诡秘的光泽 我还要你们的这些虫子 来完成我的任务 如果打坏了的话 怎么想都是很亏的吧 而且 以你们这个畸变体的储量来说 存放这些虫子的地方 应该不止这一处吧 应该是的吧 他的笑容愈发的病态和寒意 一瞬间 那眉眼球的目光 变得冰寒一片 动手 几乎也就是在同时 无数的神经网络 闪烁起了密密麻麻的信息 被调度而来的积变体的直装 瞬间完成了 与整个血肉聚物的契合 灵恩他们周围的血肉墙壁 顿时开始蠕动了起来 就像是整个枪式 都在瞬间变成了 某种生物的消化器官 墙壁之上不断流淌出 腐蚀性极强的农业 四面八方的墙壁 鼓鼓地向着他们的收缩而来 就仿佛要将它们狠狠地包裹 然后一点点地将它们研磨和榨取 对内直装 消化脏器以部署 防御与血肉的再生效率 提升至300% 空间结构初步锁定 腐蚀农业部署 机体收缩进行中 为首的那个血肉人形 死死地注视着监测画面 看着积变体的血肉 一点一点地压缩着 他们的活动空间 而这个直装 也是他们花了大价钱 从黑市上逃来的顶级直装 对那些在战斗中 强行破入他们内部的生物来说 这样的直装 几乎就是他们的地狱 甚至之前他们 还用这个直装 坑杀过他们的一个高阶的领导 往黑市上一丢 直接就让他们狠狠地赚了一笔 而在300%的再生能力 和防御之下 如果无法在短时间内 彻底击破他们的包围 那用不了多久 整个枪势内所有的一切 都会被消融分解 这也是他们胆敢 把它放进来的原因之一 我倒要看看 你是不是真的有能力 从我们的手里活着走出去 那个血肉人形冷笑 目光愈加的贪婪和狂热 警告 警告 内部空间被压缩 威胁度100% 警告 警告 内部空间被压缩 威胁度100% 伴随着耳边不断响起的系统提示 影音目光急促地后退着 注视着四面八方 这不断挤压而来的血肉 和粘稠的腐蚀性液体 一滴落在灵温的轮椅之上 竟是瞬间将其腐蚀出了 一个巨大的窟窿 而容器当中的虫子 也是支嘎支嘎地 不断地发出被溶解的尖锐鸣叫 就像是一个个正在被烧焦的婴儿 灵恩先生 我们该怎么办 影音颤抖 但灵恩依然是面带微笑 扶了负担片眼镜 慢慢地从轮椅上站了起来 随手将手中的左轮丢给了旁边恐惧的影音 嘴角微翘地摘下了手套 道 来 随便对我来一枪 别打头 我需要一些刺激性的疼痛 影音一阵 颤巍巍地握着枪 道 刺 刺激性的疼疼痛 灵恩先生 这个时候做这种事情 您难道是有一些特殊的癖好什么的吗 这好像不应该是这个时候应该做的吧 灵恩一正 随即啊哈哈哈哈地笑了出来 裂开嘴 露出了对这个形容词极度的赞语 捏着冒言道 不 现在正是时候 所以尽管给予我疼痛吧 小影音吧 你让我越疼 我才能冲动得越快 来吧 来吧 随便地来射我吧 灵恩豪迈地张开了双臂 影音都要哭出来了 为什么灵恩先生才刚刚正经了一小会儿 就又变态起来了 真的要射吗 一定要射吗 那我 射了 影音一下子用力地闭紧了眼睛 双手终于是颤巍巍的 得用力地扣动了扳机 伴随着一压一声 砰 一声枪响 叮 您的 B 消音 受到了毁灭性的重创 您所有的疼痛已完成转化 您的以M充能已达Max 叮 恭喜您触发了成就 禁欲的圣斗士 您获得了200点基础经验 禁欲的圣斗士 秩序向成就 只有在接受戒色任务之后 方可触发 毫无疑问 只有真正的内心坚定的禁欲斗士 才敢于勇猛地对自己的 B 进行猛烈的枪击与践踏 这是只有极端秩序阵营方 能够从触发的伪案成就 这说明 宿主也已经是拥有了彻底的 和欲望划清界限的无敌的勇气 和坚韧不拔的品质 恭喜您获得了永久性加层 欲望打击 抗性正5% 意志力正5% 精神力加10 射速负1% 耐力加10 道德加5 快乐10 左左 哇呀呀 凌恩 而听到枪响 隐一也是 嗷嗷地睁开了眼睛 然后一眼就看到了凌恩的某个位置 那个洞穿性的伤口 他的目光瞬间空洞 然后瞬间震惊地 全身都炸毛了一样 惊慌地一下子就冲了过去 道 对不起 对不起凌恩先生 我不是故意的 真的是不是故意的 碎了 碎了呀 哇呀 但凌恩大手一挥 抬起头 搀扶着轮椅站起来 坚毅道 没事 救得不去 新的不来 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谁又没碎过几次弹 区区一两尺的事情 合足挂齿 不过你这枪法 也真的是一绝 瞄着上面能射中下面 还如此异常的精准 也真的是一下子就把我的充能给拉满了呀 第911章 让子弹飞一会儿 而也就是这一刻 凌恩没有任何的犹豫 大吼一声 猛地握紧了拳头 借助着弹碎所带来的巨大充能 红色的气旋 在他的手中疯狂聚集 他咬紧了牙齿 在巨大的气径中 猛地一拳落在了脚下的 蠕动的地面之上 以M 轰 达到Max 甚至已经是 有了些许一出的庞大的气径 瞬间就吹起了 他长长的抖篷 以难以想象的速度 以他为原心 向着周围扩散了出去 而深知这恶劣一拳恐怖之处的左左 立刻瞪大了眼睛 两脚迅速地离开地面 抓着他的胳膊 把自己的裙摆都收了上去 以防被那红色的气径所波及 但尹一却全然是猛猛地站在那里 大概明白 林恩先生是在放什么极为可怕的技能 但是具体是什么效果 他他其实并不知道 而也又因为靠得最近 所以几乎是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那一瞬间 那红色的气径就波及到了他的身上 问 几乎是刹那间 他的瞳孔就瞬间放大 目光空洞 叮 尹一被您的以M所影响 色色度加30 叮 尹一被您的以M所影响 色色度加40 一压 那一声尖锐地长长地提叫 让尹一几乎是一下子就用力地抱紧了身体 尖叫地摊坐在了地面之上 而那红色的气旋 也是以难以想象的速度 直接密入了周围那些蠕动的血肉墙壁当中 瞬间消失于无形 而正坐在深处的枪式当中 死死地盯着筋状体上 显示出来的热成像的那些血肉人形 也全都注意到了 那顷刻间的剧烈的能量波动 他们的脸色一变 那是什么东西 很强的能量释放 能量类型还在分析当中 它好像是动用了什么力量 是想要强行冲击即变体的内壁吗 内壁是否出现破损 反馈信息传过来了吗 暂时还没有 似乎并没有造成什么像样的破坏 那些血肉人形死死地盯着画面 然后短暂的几秒之后 他们就放松了下来 脸上随即就露出了冷笑 真的是一惊一乍 气势那么大 搞得让人觉得 好像是在放什么了不起的大招一样 原来只是崩了个屁啊 真的是 吓死你爹爹们了 二话不说 为首的那个血肉人形 立刻拿起血肉墙壁上的传音器 冷笑道 双目绝世 您是在做什么吗 但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啊 是在为自己即将被吞噬 而放礼花庆祝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真的是太让我们失望了 林恩服了服帽颜 嘴角微笑地回应道 不要着急 让子弹飞一会儿嘛 你们鸡变体的神经这么多 你总得给个周转的时间不是 枪式当中的那些血肉人形 猛地冷笑一声 没有任何的犹豫 瞬间争鸣地大喝 道 少废话 鸡变体 加快吞噬的效率 给我在两分钟内解决战斗 我要让它亲眼看着自己的身体 但是也几乎就是在 它的话没有说完的那一刻 它们立刻便看到面前传输着画面的 金状体 瞬间猛地波动了一下 然后整个枪式似乎都是为之一颤 然后它们的耳边 立刻便传来了 积变体异常的提示 警告 警告 积变体收到 收到 伴随着剧烈的杂音 然后它们立刻震惊地看到 面前金状体上传输的画面 猛地出现了巨大的波动 然后满屏都被密密麻麻的 所覆盖 而也就是 在它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积变体内部的各个屏幕上的画面 全都滋滋滋地不停地闪烁了起来 到底怎么回事 积变体 立刻汇报监测结果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首的那个血肉人形 感觉到了不对劲 立刻咬牙大吼 但也就是在下一个瞬间 伴随着愈加剧烈的颤动 它们的脸色大变 耳边也是再次传来了积变体 那明显颤动的提示 积变体 受到了未知力量的侵犯 神经中枢被持续进犯中 积变体 积变体 不行了 D 积变体受到了以M的剧烈影响 瑟瑟度加四腰 叮 积变体受到了以MD剧烈影响 瑟瑟度加五腰 而也几乎是在那一瞬间 就在黑雾笼罩之下的 离魂街漆黑的街道之上 那庞大的血肉积变体 猛地停止了蠕动 然后瞬间发出了一声声 无比恐怖的尖叫 就像是受到了巨大的 难以想象的刺激一样 蠕动的血肉之上 每一个内腔 都颤动地扩张了开来 花呀 伴随着那震耳欲聋的音波 无数的奇异的年夜 从那密密麻麻的内腔当中 向那四面八方的黑暗的天空 刷刷刷地 三百六十度 无死角地迸射了出去 甚至 那恐怖的年夜 直接就洞穿了周围 一座又一座建筑的大门和窗户 啪啪啪地 护在了建筑当中 躲藏的那些黑暗生物的脸上 而内部的影衣 也颤动摊坐在地上 用力地抱紧了身体 仰头发出了一声声 控制不住的大叫 枪势当中的那些血肉人形的目光 全都一片片空洞 看着面前金状体上 不断冒起的嗨到了极致的 他们终于是隐约地意识到了什么 如果他真的是 欲望教派的高阶子嗣的话 那这种力量 这种力量 但已经是为时已晚 几乎是在一瞬间 他们立刻颤抖地看到了 从面前的血肉墙壁中 瞬间向着他们扩散而来的 那新红色的气景 为首的 那个血肉人形大颤 瞬间就明白了过来 几乎是条件反射的转身 猛地伸出手 大吼道 快跑 但已经是为时已晚 那新红色的气景 瞬间便将他们所有的人 都拢罩在了其中 哎呀 DOT 所有的血肉人形 全都是瞬间仰头 发出了璀璨至极的大叫声 即便是没有性别 即便触手蠕动的肉体 并不支持进行外放式疏解 但那恐怖的欲望 还是瞬间 就冲击了他们所有人的意识 让他们瞬间就感受到了 天堂与地狱所交互的异常 丁 血肉人形的瑟瑟度 加22 丁 血肉人形的瑟瑟度 加31 第912章 混乱的散播者 伴随着那不断响起的系统提示 他们也终于明白了 刚才他轰出的那一记红色的全境 到底代表着什么 是欲望打击 是欲望神教所独有的欲望打击呀 但是很快 他们就在极致的大叫中发现了不对 因为作为支配者教派的小头目 他们的体内全都直装着 应对欲望教派的袭击所标配的直装 对欲望的抗性理应在接触的那一刻 就被立刻触发才对 可是没有 那穿透性极强的欲望打击 就像是完全无视了他们的抗性 直接作用在了他们的意识当中 就像是无视了他们所有的防御 甚至那巨大的打击 直接就触发了他们身体内部的保险装置 让他们瞬间就在应急的神经反应当中 身体迅速地向着雄性的方向完成了转变 将那巨大的欲望 全都转化为实质性的养分喷发出去 以此减少对意识的损伤 但是因为那打击面实在是太大了 雄性的宣泄保险几乎是寝客间就被耗尽 于是身体的应急反应 寝客便又将他们转化为了雌性 进行了第二轮的宣泄 而也就是在雌雄不断的转变当中 他们的意识在尖叫中被推上了最高的天空 救命 救命啊 鸡 鸡变体 快 快杀了他 不行了 忍耐不住了呀 我感觉我好像是被 毕 来呀 为首的那个血肉人形 终于明白了他刚才的那句话 他颤抖而惊恐地在地上攀爬着 在身后的几个小弟 尖叫而狂乱地不断地舞动着触手 自我穿插的恶朵画面当中 他用那最后的意志力 艰难地爬到了控制台面前 杀 杀了他 他用力地伸出颤抖的触手 努力地想要控制鸡变体 加快吞噬进程 已经没有力气了 全身的每一个毛孔 都仿佛不受控制的 想要发射点什么出来了 可也就是在他刚刚伸出触手时 他的目光下意识地 就落在了闪烁不定的热成像监控画面当中 然后立刻便看到 监控画面当中的那个人影 竟是再一次抬起了拳头 然后轰 零Q不啊 叮 影一的色色度加42 叮 鸡变体的色色度加40 叮 血肉人形的色色度加38 第二轮的EM狂潮 瞬间再次席卷而来 对整个鸡变体内所有的生物 都展开了第二次剧烈的扫荡 而灵恩就像是 想要狠狠报复他们一样 磨着牙 活动着膀子 啪啪啪地连续不断地 对自己脚下的地面 开始了持续不断地EM打击 蓝星的怨恨 细生虫的怨恨 骷髅臂的怨恨 淡碎的怨恨 每一次怨恨来一拳 灵恩抡着膀子 就像是莫得感情的打装机一样 持续不断地对地面进行着输出 一波 两波 三波 甚至因为输出的能积太大 多余的EM之力 甚至是直接就从畸变体 那已经坏掉了的蠕动的血肉当中 溢散了出去 直接沿着地面 影响到了周围建筑当中 躲藏着的那些离魂街的居民的身上 一时间 整个离魂街的上空 都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恶劣的尖叫 意识 意识被嗨了呀 是魅魔吗 不 比魅魔还要过分啊呀的 就像这座偏僻的街道内部 正在举行某种超大范围的 无法形容的party一样 声浪一重高过一重 而也终于不知道 过了多长的时间 第一 您触发了系统成就 混乱的欲望散播者 您获得了200点基础经验 混乱的欲望散播者 恶惰成就 持续不断地无差别 对周围所有的生物释放欲望 打击时有几率获得 这说明宿主的声明 已是愈加的狼藉 难以控制的邪恶 截神的道路之上一去不复返 并且已经是没有回转的余地了 恭喜您获得了永久性加层 欲望教派恶名加30 支配教派对欲望教派的敌视加20 您的精神力加10 以M的范围正1% 体质加3 伴随着耳边传来的 应该不是指向他的提示 灵恩呼了一口气 气成丹田 运气收工 如果是以前的话 如此大范围的释放以M打击 肯定也是会对他也造成持续性的影响的 特别是在他现在欲望失控的情况下 贸然使用以M的风险其实是极大的 但幸亏他现在多了一层Buff 让他变得不那么惧怕 而且这也是多亏了小隐一的功劳啊 您的弹碎Buff 使您受到的以M反噬 降低50% 您的色色值略微增加 您的弹碎Buff 使您受到的以M反噬 降低50% 您的色色值略微增加 灵恩睁着死于眼 扶了负担片眼镜 看着周围几乎崩坏的血肉 道 可以了 应该已经失去战斗力了 我这一招是血肉生物永远的克星 除了欲望教派内部的资深变态 没几个生物能撑过我的这么多轮打击 旁边 死死地抱在他身上的影衣 目光空洞地颤动了一下 虚无的灵体上散发着粉红色的光泽 只是稍微一碰 就会全身颤动一下 坏掉了 明显已经是被灵恩先生的攻击之下 彻底地坏掉了 灵 灵恩先生 我感觉全身都不太对劲了 他呢喃 灵恩转过头 看着就像是章鱼一样 附着在他身上的影衣 认真地摸了摸他的脑袋 严肃道 没事的 你就当这是灵恩先生给你上的下一节课吧 那就是 不管在什么时候 都要时刻地锻炼自己的抗性 而且 你只是不小心 被我的力量波及到了30%左右 等以后你独自出去闯荡的时候 肯定也会遇到欲望领域的恶劣生物 与其在那个时候被打击到 而被人扛回去掠夺 现在就先体验一下 增加一点经验什么的 对你的成长 也是有意无害的呀 至少灵恩先生 并不会对你进行掠夺呀 隐医尼南地颤动地抱着他的肩膀和胸膛 道 这样吗 要不您还是稍微掠夺一下怎么样 现在感觉 就算被掠夺 也觉得 就像是救赎一样 是一件可以接受的事情呢 因为坏掉了 已经是身不由己地坏掉了 太危险了 跟在灵恩先生的身边 真的是太危险了呀 不仅随时可能会把性命失去掉 甚至也会随时 把身体也失去掉 似乎灵恩先生的各种能力当中 对有打击和对敌打击什么的 好像并没有任何的分别啊 哇呀 第913章 行走的500万 让隐医狠狠地忍受着 以M来锻炼他对欲望的抗性什么的 就像自己 也在狠狠地忍受着 但遂所带来的疼痛一样 这都是 有助于提高抗性的良好锻炼 所以 灵恩也并没有真的 对他进行掠夺 拿出夜魔刀 扑刺一声 刺入早已绵软无力的 畸变体的血肉墙壁 轻易地就在上面 拉出了一条长长的裂隙 哗啦啦的血浆涌落下来 早已是没有任何的防御力 原理当然也是很简单的 因为就算是在皮糙肉后 也不过是血肉造物 也会受到的欲望打击 就像是一个大号的罗利 即便是在如何强悍 只要你不断地对他的弱点进行发力 他最终也会哭泣地瘫软下来 成为你案板上的羔羊 再用不上丝毫的力气 所以灵恩不费吹灰之力地 便瓦解了他内部的防御 沿着粘稠抽动的走廊 一路深入 轰 一脚 灵恩玩弄着自己的左轮 淡笑地摁着帽子 踏入了那第一枪室 找到你们了 嘿 而此时此刻 枪室内部已经是一片狼藉 那几个血肉人形全都是 的扭曲地瘫倒在地面之上 一根根触手 依然是条件发射的抽搐着 整个枪室内部的气味浓郁的 简直就像是深入了某种 极度恶劣的可怕场所 谁也不知道 在这段时间里面 在这个枪室当中 到底发生了多少次 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事情 本来没有性别 就被硬生生地逼迫出了性别 来对抗以M的这种事情 只要稍微想一想 就能够想到 那绝对是一副 你永远不希望在现实当中 发生的视觉炸裂的场面 就像是 异常串联在一起的 为首的 那个血肉人形 彻底崩坏地呢喃着 道 你 到底是 什么 怪物 灵恩蹲到了他的面前 笑眯眯地从地上捡起了 那一袋袋黏糊糊的钱袋 哗啦啦地将骷髅臂 撒到自己的手里数着 道 怪物 不 我不是怪物 但你如果真的想知道的话 我也不吝啬告诉你 其实我对你们血肉神教来说 应该也算是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吧 哗哗 哗啦啦 灵恩脸上的血肉蠕动了起来 然后很快地便恢复了他原来的样貌 露出了略带玩味的表情 而也就是 在看到灵恩面容的那一瞬间 那个血肉人形的瞳孔 瞬间剧烈地颤抖地放大 整个人都不受控制地颤动了起来 艰难地抬起一根手指道 你 你 你是 灵恩诡诀地笑道 没错 我就是 行走的五百万 那个血肉人形 颤抖地说出了那三个字 虽然他的脑袋 在血肉神教当中 的确是价值五百万 但是这种只记住了价码 而没有记住名字这种事情 真的好吗 果然不愧是血肉神教 最没用最混乱的废物吗 灵恩迷着眼 一把就抓起了他的领子 拿枪指着他的脑袋 哦 既然你都知道了 那我现在就给你一次活命的机会 只要你乖乖地告诉我 这五百万到哪里可以兑换 我就勉强可以饶过你 你应该是知道的 你们血肉神教的 两个老大都被我干趴下过 你应该知道招惹我的后果 那个血肉人形颤抖而恐惧 道 你也要把我 干趴下吗 灵恩冷笑一声 道 不 那太便宜你了 我会把你卖到黑市上 让合适的买家 把你干趴下 你听明白了没有 第一 血肉人形对你的恐惧加二十 那个血肉人形颤抖地喘息道 我说 我说 距离这里最近的一个悬赏的点 就在罪孽城的外围 你如果想去的话 我现在就可以把坐标给你 你放我 求你放我 我什么都可以为你做 灵恩淡笑地从他的手里 得到了自己赚钱大计的地址 随便一瞥 便将那个纸条丢到了系统空间当中 咔 灵恩的左轮 直接就抵住了他的下巴 笑眯眯道 很好 很听话 那我就再给你们第二次活命的机会 告诉我 你们附近所有的据点的位置 然后把你们这个大家伙的控制权限转给我 不然第一次活命的机会直接注销 听明白了没有 那个血肉人形颤抖难言 哦 我要两次活命的机会没用啊 看 灵恩直接就把枪管抵住了他的大眼珠子 仰着下巴道 开枪了呀 开了呀 老姜子要出来了 这里是你说了算 还是我说了算 那个血肉人形的精神瞬间崩溃 豪哭道 我说 我说啊 没几分钟 灵恩便从他嘴里把附近所有的据点信息全都要了过来 并且成功地从他的手里得到了这座血肉积变体的控制权限 灵恩笑眯眯的擦了擦自己的枪管 然后咔的又抵住了他的脑门 那个血肉人形直接崩溃 豪哭道 您不是说已经给了我两次活命的机会了吗 为什么还来啊 灵恩眯着眼 扶了负担片眼镜 道 刚才那是我们两个势力之间的恩怨 现在是我们的私人恩怨 我刚才上车的时候 借给了你们一共八百九十枚骷髅臂 看在你们听话的份上 给你抹个零头 九百吧 按照每分钟的百分号二百的利息算 所以现在 你们一共连本带利欠我骷髅臂 没问题吧 问 那个血肉人形的目光 直接空洞 甚至就连旁边的影衣和左左都呆着在了原地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而左左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平时一向抠得连个钢蹦都不舍得给他的混蛋 这次会这么豪迈的撒币给血肉神叫 原来他早就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 要连本带利的全部都敲诈回来 但每分钟百分之二百的利息又是什么鬼啊 这真的不是你刚刚随口想出来的吗 不当人了 真的不当人了 那个血肉人形颤动的尼南道 刚 刚才你不是把我们的钱带都 都拿走了吗 林渊睁着死于一眼 认真道 嗯 那是我缴获的 这是利息 所以两者要分开算 我这个人其实还是很有原则的 第九百一十四章 任务完成 血肉寄生 那个血肉人形再一次空洞 如果说之前他还抱着对方是可以饶他一命的想法的话 那现在他可以说是百分之二百地明白了 他根本就没有打算放过他们 他是在像所有的混乱生物一样 在玩弄他们 玩弄完他们的身体之后 在玩弄他们的灵魂 他根本就没有抱着任何想要放过他们的想法 我杀了你 这一刻 那个血肉人形的眼球瞬间疯狂 彻底的破防 奸笑的就要和他鱼死网破 但刚刚爬起来 就被睁着死于眼的灵魂一板凳给撂翻在了地上 没有任何犹豫 拿着板凳摁住 就是往脑袋上爆扣 可以说 心里的火气 全都在这板凳上被发泄出来了 叮 您的板凳技巧加一 叮 您的板凳技巧加一 一直打了十分钟 灵魂睁着死于眼 拍了拍手上的的粘液 看着整齐的 被他用他们自己的触手 捆在那里的那些欧 欧的 被打成了猪头的血肉人形 左左 刀 脑袋 你还留着他们干什么 难不称你还真的想要放他们吧 要不让左左直接吃掉好了 对这些血肉神教的仆从 左左也是没有一点点地同情的 灵魂扶了负担片眼镜 摇头严肃地戳戳道 左左 该说你什么好呢 既然已经是小萝莉的模样 那就要有小萝莉的样子 不要什么东西都想着吃 你没看到 他们身上到处都是黏乎乎的液体吗 难道你是想要把那些东西 也全都吃到你的肚子里吗 左左顿时一猛 然后飞快地摇头 不要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算是洗干净了 也绝对不会吃掉的 灵魂点头 闭着眼摸了摸他的脑袋 道 这才乖啊 你要明白 左左 你不可以随便吃别人的那种东西 你只能吃主人的那种东西 如果你真的想要吃的话 想吃多少脑袋都可以给你啊 咱们又不是没有 左左僵硬 虽然刚才的提醒 的确是让他稍微感觉到 这颗脑袋还有点良心 但是紧接着这些话题 又是什么意思 什么和什么 你左左怎么就一点都听不懂了那呀 这个亨太 一把伸出手 把愤怒的左左的脑袋摁住 让他的小拳头 没有办法呼休呼休地打过来 林恩随即睁着死于眼 转头道 我们去其他的仓库看看 看看他们到底运了多少寄生兽过来 很快 林恩便动用着 从那个血肉人形那里得到的畸变体的权限 回到了走廊 打开了畸变体内部 一个又一个仓库 猛地掀开了一扇大门 蠕动的血肉的深处 一座又一座血红色的容器映入眼帘 因为光芒的照射 而迅速地浮动起来的那些细小的幼虫 也全都被林恩尽收眼底 八座 左左震惊而茫然地一路地数过来 也就是说 仅这一个积变体内部 就有八个注存着那些幼虫的仓库 而如果按照每一个仓库 五十个容器的数量来看 那就是 整整四百个容器 再加上每一个容器当中 数量庞大的虫体 一旦它们真的变异 并迅速地繁殖 以蓝星那样的能级来说 根本无法抵挡住 这些恐怖虫巢的入侵 看来这次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林恩眯着双眼 咔咔地捏着拳头 如果真的让这些虫子 散播到蓝星的各处的话 一百天 最多一百天的时间 整个蓝星都将沦为 血肉神教的又一个据点 如果再加上 它们在这段时间里 利用大规模的死者和献祭 将更多的地狱生物 召唤到蓝星的话 时间可能会更短 真的是有趣啊 影医 脸色苍白地转头 道 但既然已经被我们截获的话 那是不是就说 林恩摇头 睁着死于眼 道 别抱有太多侥幸心理 这不可能是它们的全部 我们最多只是 截获了其中的一批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在黑暗世界的各处 现在恐怕已经有 源源不断的寄生兽被制造出来 最坏的结果是 现在蓝星上的那些教徒 恐怕已经得到了这些虫子 此言一出 影医的意识 瞬间一片空白 眼中露出了巨大的恐惧 林恩大步地走了过去 打开自己的系统空间 将那些容器 全都收入囊中 沉生道 这些虫子 我会尽快带回黑夜城 交给专业人员去研究 如果能在虫灾 在蓝星扩散之前 得到破解之法的话 那就还有机会 但这也意味着 我必须想办法 再去一趟蓝星了 如果说 现在还有什么 是他为之牵挂的 那也就只有 那颗水蓝色的星球了 虽然那里 可能并不是他 真的故乡 但是至少 那也是 现在他唯一能够 有所归属的所在了 因为 在那个熟悉的地方 看到那张熟练的 母亲的脸颊的那一刻 他就已经在心里发誓 无论如何 就算他真的雷弱地 没有任何的用处 他也会站在那条 通往地狱的边界 将所有的黑暗 都阻挡在这之外 第一 您得到了 所有寄生兽的样本 您的任务血肉寄生完成 恭喜您获得了任务奖励 骷髅BX500 基础经验X3000 迷雾药剂配方X1 迷雾药剂 类型 特殊 介绍 挥发性极强的迷雾药剂 只要小小的一瓶 就可以形成超大范围的药剂云 遮蔽大范围内 所有生物的视野 并在一定程度上 屏蔽对使用者的感知与窥探 如果使用者的精神力足够强悍 还可以借助生成的迷雾 扩大化自己的感知范围 是一种极为不错的辅助药剂 警告 此药剂禁止服用 尽管服用之后 会有极强的通透效果 但同样会引起身体各种孔洞的 异常性不可逆扩大 请谨慎使用 来源于一位 菊花尚未愈合的药剂大师的严厉警告 材料 气态史莱姆 职叶X10 根源及血肉组织X1 爆裂僵果X1 腐烂的臭臭蝙蝠X1 猫娘的唾液X5等 丁 恭喜您的等级达到了57级 自由属性点 以为您自动分配于体制 第915章 给我全都翻译过去 伴随着耳边传来的系统提示 林恩咧开嘴 露出了洁白的牙齿 拿出一枚得到的骷髅臂 吹了吹往耳朵一放 听了听脆声声的声响 和他想的一样 虽然没有任何的提示 但完成这个触发任务 最重要的也就是这两个点 一是得到相关的情报 二是得到相关的样本 这一回的收获可以说是异常的圆满了 左左 可看着林恩凭空变出来的小钱钱 哦 脑袋 那我们现在该做什么 林恩将最后一个容器的寄生虫 推到自己的系统空间当中 嘴角淡笑的扶了扶担片眼镜 道 这还用说吗 当然是继续给他们运货了呀 时间缓缓地推移 离魂街黑雾笼罩的外围 一座高高的中塔之下 一个又一个蠕动的血肉人形 攀爬在地面之上 用腥臭而血腥的粘液 在中塔下的空地 铭刻着一个庞大的 完全有眼睛和触手的线条 而勾勒出来的血红的法阵 加快速度 高高的中塔之上 一个带着苍白鸟嘴面具的人形生物 沉沉地注视着下方的那些蒲丛 双手抓着栏杆 沙哑道 神教的缉辩者应该快要到了 在运输队赶来之前 做好与那个世界的锚点 如果耽误了教派的这次大计 小心你们 所有人都被拖去榨汁 中塔下的那些蠕动的血肉 人形大气不敢出 立刻加紧了阵法的鸣刻 他隐藏在镜片之下的目光 死死地望向了离魂街的方向 作为一一 他在接到这个任务之后 他其实是非常排斥的 特别是在他知道 这片区域 其实就是那个叫做灵人的恶鬼 曾经待过的地方之后 他是哪怕一刻钟 都不想在这里多停留 特别是在失去母神的神域之后 如果在这里遇到 那个疯狂的家伙的话 那对他们来说 简直将是一场噩梦 先不要说他的身边 会不会跟着一两个根源 就单说他自己 在他们一一内部 也早就将他定义为了 叶一中的疯狂一一 用人话来说就是 比他们更像一一的一一 他现在应该还在黑夜城才是 应该不会出什么意外 完成了这个任务 还是尽快离开为妙 他眯着眼 而也就是在下一刻 离魂街浓浓的黑雾的方向 隐约地出现了一点点星红 黑暗当中 也是缓缓地传来了庞大的蠕动的声音 我们的人来了 那个一一对着下面的血肉教徒们 大喝一声 道 准备迎接 听到了那个一一的命令 中塔内严防紧守的血肉人形 立刻鱼灌而出 就像是一个又一个魅影一样 穿过中塔 在通往的这里的一片空地前站定 其中的一个血肉人形 严厉地扫射了一些他的部下一眼 庞大的眼球 向着那个方向 放射出了一道道闪烁的红光 而与此同时 庞大的蠕动的积变体内部枪势当中 灵恩闭着眼睛 一根根触手 从他的身上蔓延了出去 链接着这个庞大血肉 造物的神经脉络 面前蠕动的金状体当中 受到光运 监测到血肉同胞发出的信号 第一目的地已抵达 请您发号 发号指令 灵恩闭着眼 嘴角微翘道 他们说什么 即便体庞大的金状体 畏惧地望着控制着他的灵恩 信号解析 目标要求我们确定身份 并按指挥停靠在指定区域 接受检查 灵恩睁开了笑眯眯的眼睛 转头望向了被捆在那里的O O的一群血肉人形 歪头道 是接头暗号吗 说来听听 为首的 那个血肉人形O 11次通过光束提供此次任务编号 即可表明身份确认 和运输任务的完成 灵恩笑眯眯 诱导道 没有骗我 那个血肉人形颤抖道 绝对没有 如果您不信的话 可以查看 机变体内部的记录信息 我如果敢骗您的话 我就不得好死 天打五雷屁 咔嚓 他的话刚刚说完 一到闪电 就划破了外面的黑雾 第一 血肉人形的 三只 石 草 这不是玩他吗 他顿时大急 颤抖地摇头道 不是 不是啊 是这鬼地方的雷比较多 只是恰巧劈过来了而已啊 随便发个誓 又哪有这么快就应验的啊 真的没骗您的啊 灵恩笑眯眯的 服了服单片眼镜 道 好 那我就暂时相信你这一次 希望你不要给我耍什么花招 那个血肉人形 这才松了一口气 但是谁也没有注意到的是 他眼角的余光微微闪动 因为暗语的确没有任何的错误 即便是他勘察机变体内部的记录也一样 但有一点他没有说 他们内部一直有一个约定成熟的规矩 那就是 如果真的有人 按照正确的暗语进行回应的话 那就是告诉他们情况有变 所以他们在回应时 往往会微微地调整几个闪烁的频率波段 出一点小小的错误 而这个错误 才是他们验证身份真正的暗马 而只要能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 那他们就还有得救的可能 只要 机变体 把我的这句话 准确无无地转化为信号回应给他们 曹你们个 B 的 B 的 B 立刻给爷立正站直了 排成一对跪下来迎接你 B 的 B 补给对老爷的暗号也敢要我 B 你个 B 的 B 小心我一炮轰了你 B 的 B 听清楚了没有 按这个法 问 那几个血肉人形的目光瞬间空洞 等一下 不对劲 这个家伙他怎么 他怎么不按套路出牌 即便提短暂的停顿了片刻 僵硬的注视着灵恩 腔内发出了提示音 转化错误 含B 量过高 未发现类似的暗语波段组合 可否使用一些文明点的用词 暗语波段词库储备 并未有您想象的那么丰富 灵恩睁着死于眼 道 是吗 但那是你的事 怎么转化 你自己来 你只需要确保他们分毫不差的 能理解了我的意思就可以 把那几个 也给我翻译过去 少一个字我就给你来 一记一M 听明白了吗 那个庞大的积变体内部的眼球 颤抖地对着灵恩上下地点动 尽量 它尽量 第916章 要尽量文明一点 短暂的时间过后 漆黑的浓雾当中 那座庞大的血肉积变体的眼球 也开始以特定的频率 向着灯塔的方向闪烁了起来 B B B 同时还伴随着某种奇异的音效 模拟出了强烈的语气波动 和某些奇异的无法形容的词语 而在灯塔之下的空地之上 那些血肉人形 也全都注视着那个方向 看着黑雾当中的那缕鸿芒 不快不慢地闪动着 满脸的茫然 因为很明显 虽然他们没有读懂 但是这次传递过来的暗语 明显似乎是有些小小的涨了 为首的那个血肉人形眼球转动 望向了传递信号的那个部下 B 怎么样 身份确认了吗 那个蠕动的眼球怪 仔细地擦了擦自己的眼球 似乎努力地 想要再把那闪烁的信号看一遍 然后瞪大了眼睛 迅速地从怀里拿出了 记录暗语的本本 拿着放大镜 仔细地一个字一个字研读 他沉默抬起了头 道 那个 我不知道当不当讲 怎么了 他们说 让我们去迎接他们 避避避避了这么长一段 就只为了让我们去迎接他们 不是 是我省略了一部分 剩下的90% 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 因为其中包含了很多 对我们爹妈的 砰 一拳露在了脑袋上 让你翻译你就翻译 在这里磨磨叽叽地费什么话 难道你是想要让上面那个鸟人 把我们拉回去榨汁吗 给我一字不差地翻译过来 不然打烂你狗头 愤怒 那 那我真的翻译了 翻译 那个眼球怪深吸了一口气 颤动地拿着小本子 然后酝酿了一下情绪 低着头 用尽量平和的语气刀 我草你们个 B 的 B 的 B 立刻给爷们 立正站直了 排成一队跪下来迎接你 B 的 B 不几对老爷的暗号 也敢要我X你个 B 的 B 小心爷们一炮轰了你 B 的 B 诡异地寂静在周围 肆无忌惮地蔓延 那个眼球怪 的转过头 道 那个 其中还有一句是专门和您说的 要不要也给长官您翻译出来 什么 那个眼球怪酝酿了一下 瞪眼道 你这个眉毛的 B 周围所有的生物 全都陷入了沉默 那个眼球怪 的迅速地翻动的小本子 道 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 不过因为暗语库当中 并没有那些词语的表示 所以 对方用了一些高亢的短语 组合出了一些类似于 也跌不可描述的 器官侵入性性行为 炸之机等的词语 态度极其嚣张 语气异常恶劣 差不多问候了一遍 我们所有的直系亲属之后 还要我们跪下来迎接 啪 一巴掌 把那个暗语官镇压 为首的那个血肉人形 恼羞成怒 全身上下都呼呼地冒起了白气 身上的触手 都暴怒地舞动了起来 欺人太甚 简直是欺人太甚 一个小小的运输队 居然也敢对他们 这样的精英人员这么嚣张 这简直就是不把他们 所有人放在眼里啊 作为队长级人物 他什么时候 受到过如此过分的冒犯 这简直就是 在骑在他们的脑袋上 对他们进行一些 不可描述的恶劣行为的行为啊 不过虽然如此 但他也深知 这次任务的不容有失 对方过于无耻 但他也不能 和对方一样无耻 他必须保持冷静 沉压了一下情绪 随即严肃地大步上前 对着那个方向 和颜悦色道 即便体内的兄弟们 我知道你们远行劳累 但现在正是任务交接的 庄重场合 还请各位控制一下 自己的情绪 如果有什么要求 大家可以坐下来好好谈 作为你们的领导 即便体 B 兄弟们心情不好 我也能够体谅 但大家说话 还是要尽量文明一点 怎么说 咱们也是 即便体 B 你个 B 各位 咱们好好说话 好歹我也是 你们这次行动的领导 作为你们行动部门的队长之一 你们就算不给 其他兄弟们一点面子 多少也应该给我一点 即便体 B 你个 B 的 B 短暂的寂静 周围的血肉人形 全都呆滞 而僵硬地望着他们 站在前方的领导 全都忍不住地咽了一口唾沫 为首的 那个血肉人形沉默着 微风呼呼地 吹过了他的长袍 下一刻 曹你X的呀 咪 忍不了了呀 他已经很努力地 想要让自己和颜悦色起来了 但短短的三句话 他亲妈六次的这种行为 是可忍孰不可忍啊 我妈是你们能 B 的吗 单挑啊 你们有种下来和我单挑啊 你以为只有你们能 B 吗 说的谁不能 B 得一样 我也能 B 我 B 周围的部下连忙冲过去 急切地抓着 得向着那个方向大吼乱踢的 他们的老大 用力地 拧 得把他往后拖 防止他真的冲过去 冷静 老大你要冷静啊 你刚才不是还在说 要和颜悦色的吗 您可千万不要冲过去干他们啊 他们这种行为 很明显 就是想要从我们这里 捞一点好处过去 这在我们内部 不是很平常的呀 他们既然想要捞一点 那就给他们好了呀 反正也不是咱们掏钱啊 叮 血肉人形 精英 对你的愤怒加三十 叮 血肉人形 精英 对你的愤怒加四零 叮 血肉人形 精英 被你破防了 您获得了基础经验100 第917章 给爷们鞠个弓 中塔之上 那个头戴苍白面具的 一衣眉头皱起 看着这两拨人在那里对骂 对血肉神教内部的废物们 再一次有了一个清晰的认知 没有任何问题的 像这种见面 就彼此问候亲妈的行为 如果不是因为有机械神教 这样一个死敌在前面处着 这样没有任何一点组织架构的混乱生物 想要团结起来 那简直是比登天还要困难 由此也能够看得出 机械神教对他们的重要性 如果真让他们把机械神教消灭了 不会有任何意外的 绝对不出一天的时间 整个血肉神教 立刻就会分化那战瓦解 死得比谁都快 这群混乱的废物们啊 命令下去 让所有人都去前面集合 他们既然想要迎接 那就按他们的要求做 这种时候 别再给我节外生枝 他阴沉着脸 转身走下中塔 无所谓 这种事情 他根本就不在意 因为他非常明白 那些血肉生物的想法 只要手里掌握了一点点权力 内心迅速就会极度膨胀 想要让自己有点排面 来满足他们那混乱的虚荣心 如果能够再借此机会捞一点好处 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可以说 高层以下 基本上全部都是这种德性 没几个例外 血肉神教能撑到现在 可以说 机械神教 绝对是鞠躬绝尾了 迅速地集合队伍 那个一一不耐烦的挥手 让人从中塔里面 搬出了一箱这段时间 他们从附近搜刮来的财物 让人往空的前面一放 随即抬手 鸟嘴面具的镜片中 倒映出了那黑雾中 蠕动而来的巨大机变体 强忍着不耐烦道 我是这次行动的负责者之一 各位远道而来 也确实是辛苦了 不过 我还是希望大家 能以任务为重 那边已经开始进行献计了 我们必须尽快借助 这次召唤的空间波动 花最小的代价 把寄生兽传送过去 所以 也要麻烦各位了 这里有一箱 我们最近的战利品 卖到黑市上的话 至少也能值得2W 骷髅臂 就当是犒劳 各位远道而来的兄弟们了 他单手俯胸 向着畸变体的方向 施了一个礼节 而他身后所有的血肉人形 全都露出了贪婪 而愤怒的神情 望着那个畸变体眼中 可谓是怒火中烧 因为这本来就是 他之后要瓜分的 而在畸变体内 林恩微笑地睁开了眼睛 调整着连接着畸变体的触手 道 把画面拉近 让我看看他 随着他的命令 他面前的精状体上的画面 迅速放大 最后给了那个 一一一个特写 而林恩的眼前 也是立刻浮现出了他的介绍 784号 一一博士 等级 超凡 阵营 手续邪恶 职业 一一反斜杠阵法操控者 种族 类人形无面者 战斗能力 渊博的知识与精神能力 介绍 虽然是来自混乱的无面者一族 但他却是拥有无面者一族少见的秩序品质 因为无法忍受族群内部混乱的生活方式 而选择离开 因为对知识的极度渴望 和对黑暗世界的厌恶 让他逐渐地受到了自负天使的感召 并最终成为了黑夜城的一员 他曾经是一名出色的夜衣 为了治愈这片大地上的各种创伤而努力 但随着夜衣阵营的分裂 他对治愈的理念 也产生了动摇和迷茫 而这也最终促使他 最终成为了一一的一员 林恩注视着面板上的介绍 他服了服单片眼镜 镜片微微地折射着光芒 也就是说 曾经其实也是一个出色的夜衣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真的很抱歉 我向您的过去致敬 但我必须要消灭你了 两个不同的人格 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信仰 也导致了整个阵营的分裂 一个在光明前徘徊 一个走向了最深处的黑暗 这就是一一的诞生 而这也意味着 再没有任何调和的可能 而他们和血肉神教的合作 也早已让他们深陷其中 不可自拔 林恩从情绪当中抽离出来 诡秘地微笑着 然后调动神经 迅速地将机变体的各项武器启动 他缓缓地传音道 所有人都到了吗 空地之上的那个一一 慢慢起身 压抑着不耐烦 道 还有一些仆从 需要稳定法阵的运行 差不多就可以了 我们需要尽快完成县计的回应 这是你们高层制定的任务 拿了你们该得的 我们需要尽快开始了 显然 即便到现在 他也并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发生 即便体死光充能中 当前充能效率80% 82% 即便体包子直装 已进入打击状态 目标位置已锁定 可随时启动 动能生物巨炮已开启 进入待发状态 可随时启动 林恩缓缓调试着 即便体内的各种攻击直装 神经信号迅速地 发往了即便体的各处 然后拖着塞 但笑地注视着画面当中 列队迎接他们的那个 一一和血肉人形 模仿者混乱生物的语气道 不错 这才有排面嘛 我们兄弟几个 跋山涉水的远道而来 不准备一个欢迎仪式 又怎么能说得过去呢 泽泽 不错不错 枪是那被捆服在那里的 那些血肉人形全都 得哆嗦地挤在那里 而他们 也终于明白 林恩他 为什么要让所有人都聚集到这里 所有的武器 已经启动了 他是想要 想要 叮 血肉人形对你的恐惧加10 叮 血肉人形对你的恐惧加15 那现在对把寄生兽交给我们了吗 那个一一终于是不耐烦地抬头 不行 你们还想怎么样 林恩鬼觉得脱腮微笑道 给爷们鞠个躬啊 不然的话 一点诚意都没有 我们都这么辛苦了 你不会又想让我的兄弟们骂娘吧 不然我们的货物可就泄不下去了 中塔下的那些血肉人形 全都是怒火中烧 目光几乎是能够喷出火来 如果不是因为这次任务重大 而那个鸡变体 又是他们血肉神教内部的大家伙 他们早就一拥而上 把他们撕成碎片了 那个一一也是眉头死皱 不过他不在乎 极度膨胀的内心 和手握小小权力所带来的快感 总会让这些混乱生物虚荣心爆棚 他只希望赶紧完成这次任务 他们血肉神教内部的弯弯绕绕 他是一点都不想多参与 因为在他看来 这都不过是废物们的自我高潮 按他们说的做 他不耐烦地挥手道 第918章 看来我真的很出名 可是 这是命令 那个一一不耐烦道 终于 就在林恩笑眯眯的注视之下 在那个一一的带领之下 中塔之下的那些血肉人形 一个个怒火中烧地向着他们弯下了腰 深深的90度地对他们拘了一躬 真的是要多标准有多标准 运输队的朋友们辛苦了 伴随着那屈辱的整齐华一的声音 林恩乐了 爹 您的快乐加一 他转身向着 那几个被捆在一起的脸色苍白的血肉人形望去 笑眯眯地捏着单片眼镜 道 怎么样 我给你们安排的牌面 是不是非常的足 不仅有钱拿 还有你们的小领导对你们鞠躬慰问 是不是只要想一想就非常的兴奋呢 那个血肉人形颤抖道 你想要干什么 林恩保持着脸上的微笑 道 你们不是已经知道了吗 当然是 回里来啊 咔哒 林恩的触手瞬间插入了积变体的枪内 直接摁下了启动的按钮 几乎也就是 在那一瞬间 早已准备就绪的整个积变体的直装瞬间启动 那庞大的眼球猛地完成了聚焦 嗡 一道血红的死光刹那间穿破了漆黑的浓雾 就在那些血肉人形刚刚感觉到异常而抬起头的时候 那庞大的死光已经是冲到了他们的面前 他们的脸色几乎是瞬间大变 但已经是为时已晚 轰隆隆隆 巨大的破灭的声音和震战传来 紧接着便是无数的包子从积变体内被释放了出去 对着那些血肉人形所在的区域 瞬间便展开了地毯式的密集轰炸 凄厉的惨叫声瞬间响彻了整个天空 林恩 您击杀了血肉人形X1 您获得了基础经验80 丁 您击杀了血肉人形X2 您获得了基础经验160 丁 您击杀了血肉仆从X1 您获得了基础经验100 伴随着耳边不断地响起的惨叫和系统提示 枪室内的那几个血肉人形的脸色瞬间苍白 听着外面的巨大震荡和回响 颤抖道 你这个恶魔 你简直就是个魔鬼 林恩笑眯眯地拖着腮 扶了负担片眼镜 道 很荣幸得到你们的夸奖 不过和你们即将做的 对我故乡展开的大灭绝相比 我只不过是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而已 不会太远的 朋友们 终有一天 我会杀了你们的神 把你们的血肉支配者 做成铁板烧来吃 到时候 肯定也会有你们的一份 呵呵 不再理会他们 林恩笑着转身 身上蠕动的触手 哗啦啦地接管了整个积变体的直装 目光残忍地锁定那片燃烧的凄厉惨叫的区域 现在 让我们来找点乐子 轰 再次一道庞大的死光 从积变体的眼球中迸射而出 直接就将整座中塔洞穿 高高的中塔哗啦啦地坍塌了下来 让整个区域都化作了一片火海 燃烧的巨坑当中 那个一一痛苦地尖笑地攀爬了起来 半边身体都在那触不及防的一炮中被淹灭 甚至已经是能够看到 内部那蠕动的内脏 而残存下来的那些血肉人形 也全都被这一幕所冲击的一片空白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为什么会突然对我们发动攻击 救命 救命 我的身体在燃烧 淒厉的惨叫响彻周遭 那个一一痛苦地哗啦啦地复苏着自己的右半边身体 大汗淋漓地咬着牙 立刻练接了那个积变体道 你们在做什么 你们知道对我们发动攻击意味着什么吗 你们将被彻底从血肉神教除名 也会遭受到裁决所的追杀和审判 你们这些 但是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积变体内部传来的那个嘴角微翘的声音所打断 这样不才更加精彩吗 七百八十四号 一一先生 一瞬间 那个一一的大阵 他几乎是瞬间就听出了那个声音的声线 如果说在经历了让他们损失惨重的立维坦一战之后 到底还有谁让他们恨之入骨的话 那也就只剩下 不可能 但但是这绝对不可能 灵恩 他的脸色瞬间苍白 猛地在熊熊燃烧的大火当中 望向了那一点点在黑雾中出现的庞大积变体 而就像是听到了他的声音 那个庞大的积变体的上方的血肉 缓缓地蠕动地分开 灵恩从内部攀爬了出来 一根根触手 依然是链接着整个积变体露出了他的那张面带微笑的脸颊 看来 我在你们内部真的很出名啊 只是听到我的声音 就已经认出我了吗 真的是太没有悬念了 看着毅力在积变体上的那个人影 他脸色苍白地后退着 那张脸迅速地和立维坦战役中 那个打入他们内部的少年 逐渐地重合 并慢慢地汇聚在一起 是他 绝对是他 那个篡夺了他们第七执事的侵入者 那个身边聚集着大量根源的年轻夜衣 那个对他们造成了重创的怪物 他的心几乎是瞬间就冰凉一片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你不是应该在黑夜城吗 他颤抖地后退着 嘴唇难以自控地哆嗦 寒风烈烈地吹着他的高脚帽 林恩微笑地俯视着他 摁了摁帽子 道 那当然是因为我又来了呀 怎么 作为你们的第七执事 我难道不是 想去哪里 就去哪里吗 而你见了我 难道不应该向我下跪行李 好好地表达一下 对长官的爱戴吗 七百八十四号先生 隐一呆呆地望着这一幕 早已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没有错了 就是那种邪恶而优雅的摩头的既视感 没错的 他们一定才是真正的反叛 是那种在副本当中对主角 进行一番高高在上的凌辱 和俯视的微笑的摩头 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那个一一的手脚冰凉 脸色苍白 不断地后退着 因为他最担心的事情 终于还是发生了 因为这里本就是他的出生地 而他们在这里动刀 无疑一定会引来黑夜城的注视 而他这一刻的恐惧 甚至比面对根源时还要来的更加剧烈 因为他一旦出现 那就意味着 他的身边至少会有成群的根源护航啊 跑 跑 没有办法 再进行下去了 快跑 他猛地转头嘶吼 这一刻也已经再也顾不上其他 没有任何的犹豫 他几乎是调动了自己全部的力量 向着远处的黑雾 急驰而去 但林恩又怎么可能会这么轻易地放过他 驾驭着庞大的积变体 他的脸上带着鬼秘的笑意 就像是一个怪物一样到 积变体 杀了他 第919章 链接着蓝星的法阵 目标锁定 包子爆破 发动 一瞬间 轰轰轰轰轰轰 密密麻麻的血肉包子向着他逃窜的方向 散播了出去 然后在剧烈的震荡当中轰然爆炸 急变体的每一颗眼球都睁了开来 在触手的蠕动中 就像是一台重型战争兵器 不断地锁定着这空地之上的每一个血肉人形 向着他们聚焦出血红的死光 在他们凄厉的惨叫中将 他们溶解殆尽 林恩的目光 依然是淡笑地锁定着那个一衣逃窜的背影 左轮上膛 微微地卷起袖子 屹立在高高的积变体的头顶 随意地瞄准周围的一个疯狂地 冲杀过来的血肉人形 砰 一声枪响 叮 您击杀了一名血肉人形 您获得了基础经验八十 你们应该是知道的 离魂街和游魂巷 有我的很多回忆 也是我在这黑暗世界的第一个家 可你们还是如此肆无忌惮地摧残这里 你们到底哪来的勇气这么做呢 砰 再次一声枪响 叮 您击杀了一名血肉人形 您获得了基础经验八十 而你们现在 居然还敢对我的故乡动土 你们污染了我的家之后 还妄想侵蚀我的故乡 我真的是快乐得不得了了 七百八十四号先生 意义不是要在整个黑暗世界 都散布瘟疫和痛苦吗 而你现在让我如此的快乐 你觉得我应该怎么感谢您呢 林恩微笑地转动左轮 慢慢地抬起了手 瞄准了他惊慌逃窜的背影 狂风烈烈 林恩的手指轻轻地扣动了扳机 碰 一颗子弹瞬间破膛而出 划过了浓浓的黑雾 然后重重地贯穿了他的胸膛 巨大的神圣力量爆炸出来的电流 将他的身体 瞬间噼里啪啦地镇压 让他的身体重重地前倾 口中吐出了一口腥红的鲜血 脸上露出了极度痛苦的表情 他苍白地转头 望向了庞大的向着他而来的积变体 巨大的阴影投落下来 他脸上柔和的表情 就像是一种燃烧的审判 啪哒 林恩轻轻地从高高的积变体上一跃下 就像是一个阴伦绅士一样 嘴角微翘地向着他走了过来 庞大的积变体 在他的身后缓缓地蠕动 巨大的压迫感 让他的呼吸急促而颤抖 他一步步地走到了他的面前 笑眯眯地将枪口对准了他的脑袋 俯视道 那么 给你一个选择 你是想要回去接受审判 还是想要死在这里 你可以自己来选 这应该算是我对你最大的仁慈了 冰冷的枪口抵着他愈加急促的额头 他身后的那个庞大的积变体停了下来 在熊熊的燃烧当中 那巨大的眼球从他的身后俯视着他 他甚至能够清晰地听到 其中那鼓鼓的血肉蠕动的声响 他颤抖着 压迫感 窒息感 但是他不会束手就擒的 他染血的手指微动 一道新红的符纹 瞬间在他的脸颊之上蔓延 他的身体几乎是在刹那间 就像这数百米开完的黑雾中折越了出去 他绝对不会袖手就擒 在这里也是死 回到黑夜城也是死 与其如此 那对他来说早就没有了任何的选择 他的命运必须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他的身体瞬间闪现 然后立刻起身 咬着牙就要再次逃离 但也几乎是在同时 砰 一声遥远的枪响 他的目光瞬间空洞 身体一片僵直 半边的头颅上慢慢地浮现出了一个弹孔 鲜血和脑浆的混合物 从那个孔洞当中流淌而出 滴答 滴答 鲜血落在了地上 绽放出了一朵朵花来 而在他身后的数百米外 灵恩闭着眼 手中的左轮隔着黑雾 摇摇地指着他的方向 枪口鼓鼓地冒着青眼 七百八十四号先生 看来这就是你的选择了 是吗 微风呼呼地吹动着周围的雾气 他张了张嘴 在巨大的电流中 身体颤抖着 重重地前倾倒在了地上 鲜血和脑浆鼓鼓地流淌出来 浸染了周围的地面 意识也仿佛在一瞬间 陷入了巨大的虚无和黑暗 灵恩一步步地走到了他的身前 瞥了他一眼 随即摘下了帽子 从系统空间当中 拿出了那代表着夜衣的 漆黑鸟嘴面具 缓缓地扣在了脸颊之上 他敲击着太阳穴 调整着频率波段 道 呼叫黑夜城 收到请回复 短暂的杂音 收到 很惊讶 是您梁一先生 请说明 灵恩缓缓道 我长话短说 我现在的位置 在罪孽城下的离婚街外围 我已经将坐标发送给了你们 将这件事情 优先通知白夜大叔 告诉他 我在这里抓到了一个异一 同时还得到了一些 关于我们故乡和血肉神教的重要信息 我在这里等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之内 我希望我们的人能 尽快过来接管这里 完毕 收到 此信息已转接给白夜元勋 请稍后 我们立即通知最近的夜衣 对你进行支援 没有理会他 灵恩知道他不可能这么快地死掉 普通的生物被击中大脑必死无疑 但对于超凡生物来说 大脑只不过是一个承载灵魂的容器 就算被他的猎魔左轮击中 充其量也只能让他们 陷入一段时间的混乱和盲目 但 足够了 灵恩转过头 目光注视着中塔后面的地面上 浮动的那个庞大的闪动的血红色法阵 然后 他慢慢他抬起头 仿佛目光穿透了那遮天蔽日的黑雾 穿过了那片混乱的色彩 落在了那颗飘荡在宇宙深空中 蔚蓝的星球之上 就像那座星红运转的 链接了两地的法阵 真的是让人不安心啊 难兴 一座庞大的地下空间当中 一座血腥的法阵被铭刻在地面之上 就像是心跳一样散发着低频的血光 密密麻麻地穿着黑袍的教徒 高声地吟唱着 他们不断地做着一些诡异而扭曲的动作 象征着那座法阵狂热的祭拜 而他们每一个人的黑袍之后 都铭刻着一个血淋淋的树叶 代表着他们那邪恶的血肉崇拜 而在法阵的最中央的祭坛之上 一个又一个刺骨的男女被吊在那里 肚子和胸膛被刨开 脸上的表情依然是保持着生前 那极度痛苦和扭曲的状态 这是一场灭绝人性的血腥的献祭仪式 与地狱已经建立了连接 那边已经听到了我们的呼唤 如果没出太大的问题的话 地狱的裂隙随时可以打开 一个黑袍遮面的教徒目光闪烁道 祭坛前的那个祭司 缓缓地松开了切割那些尸体的匕首 沙哑道 很好 不会太远了 各位 各位 我神的计划已经开始 对这个世界的污染 也将正式拉开序幕 而只要我神降临 我们所有人都将获得永生 我们将成为我神最忠诚的眷属 那些肮脏的权贵与政府 那些所谓的国家和历史 都将被一个全新的秩序所取代 而我们将会是第一批受益者 第920章 我会让他们知道 什么叫地狱 整个地下空间所有的教徒 全都狂热地膜拜了起来 脸上露出了愈加极端的残酷的笑意 就像人类从来不会真正的团结 不管在什么时候 都会有许许多多的人 被那伟大的力量所蛊惑 并试探地接触 将自己和与自己一样的生物区别开来 并祈求获得 那能够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特权 而至于脚下的这片土地 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 没有人会在意 好像连通了 那边似乎正在对我们进行回应 众人的狂热的目光 瞬间就向着那座法阵聚集了过去 到底他们的主 会为他们带来什么样可怕的武器 他们只是想一想 都会感觉到全身都抑制不住的激动的发抖 鼓鼓鼓 鲜血和污秽 缓缓地静摸了整个法阵 所有的教徒都后退了一步 等待着那来自地狱的展现 法阵慢慢地运转了起来 亮度也逐渐地提高 耳边也仿佛传来了来自地狱的 无数恶灵的尖叫与哀嚎 而也就是 在他们狂热的注视之下 法阵的最中央的位置 缓缓地裂开了一道漆黑的裂隙 那是通往地狱的大门 甚至只是微微打开散发出来的 那冰冷到极致的黑暗气息 就让他们所有人都呼吸急促 让他们忍不住地想要顶礼膜拜 伟大的血肉支配者 君灵的血肉神教 我主的馈赠啊 让人忍不住地想要高唱赞歌 赞美那来自地狱的血肉 与污秽的形体 似与魔鬼同行 咔嚓 那个猎系瞬间再次扩大 黄暴的血腥气 席卷了整个地下空间 他们甚至已经隐约地 能够透过那黑暗 看到地狱那边 那熊熊燃烧的烈火 所有人都是目光急促 甚至有的教徒 已经是忍耐不住地站了起来 想要借此机会 一堵那黑暗世界的真容 时间缓缓地流逝 可是虽然猎系大开 但是就仿佛再没有了任何的动静一样 不仅没有他们所献祭 呼唤的灭绝性武器的馈赠 安静地落针可闻 他们慢慢地感觉到了不对劲 为首的那个祭司微微皱眉 随即跪地膜拜 低声道 我神伟大的眷属们 感谢你们能够回应我们卑微的呼唤 我们将以大量的血肉与生命献解 我们需要更加强大的武装 来为我神支配这个世界 我们卑微地希望得到您所允许的馈赠 血肉永恒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他依然保持着膜拜的姿势 但是猎系的那边 依然是没有任何的动静 寂静地就像是一座坟墓 终于 那个祭司也感觉到了 有些不同寻常 随即瞥了 旁边那个教徒一眼 眉头紧皱地 让他搀扶起来 怀着忐忑的心情 慢慢地向着 那猎系的生物眺望而去 您 听到我的呼唤了吗 依然没有回应 周围所有的教徒 都是面面相去 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个祭司的眉头御家的紧锁 终于还是鼓起了勇气 在那个属下的搀扶之下 一步一步地慢慢地 向着那座连通着地狱的猎系靠近 想要一窥究竟 全场没有一个人说话 所有人都凭住了呼吸 而也终于 那个祭司眉头紧锁地 走到了那座可怕的猎系面前 握紧了全杖 终于是下定决心地 向着那猎系的最深处 眺望了过去 而也就是在那一瞬间 他的瞳孔瞬间放大 整个身体都微微地颤动了起来 那是 黑暗笼罩着整个猎系 而隔着那矿大的黑暗 他隐约地看到了 那猎系深处地狱的那一侧 虽然依然无法看清 但却是能够隐约地看到 那边那熊熊燃烧的火焰 而也就是 在那火焰的前方 在另外一边的猎系前 他隐约地看到了一个漆黑的人影 看不清装束 看不清面容 唯一能看清的是 那双冰凉而冷漠的眼睛 就仿佛是穿过了整个地狱 注视着他们 将他们尽收眼底 以一种巨大的冷漠 让他全身都感觉到不寒而栗 虽然这种不寒而栗 在他面对他们神的可怕眷属时 也曾不止一次地出现过 但是这一次却有些不同 那不仅是高等生物 对低等生物的俯视 更像是 某种对他们的死刑宣判 就像是那双眼 要记住他们每一个人 要将他们虐杀 冰冷而狂乱 他猛地打了一个寒颤 脸色一片苍白 身体更是下意识地后退了两步 不对 不对 那不是我神的眷属 是其他什么东西 他急促地一下子跌倒在了地面之上 巨大的恐惧 就像是冰凉的蜘蛛一样 爬满了他的全身 他猛地苍白地转身 嘶吼道 快 立刻关闭法阵 叮 人类颜卫明队的恐惧家四灵 叮 人类颜卫明队的恐惧家五七 叮 您获取了对方的信息面板 颜卫明 种族 人类 职业 血肉祭司 反斜杠政府职员 阵营 秩序邪恶 战斗能力 可以轻易被虐杀 介绍 血肉神教兰心分部的一名高级祭司 在目标所在的国家的政府中担任要员 作为兰心血肉神教的几位元老之一 一直在通过自己的权力 为血肉神教进行人员的扩张 对血肉支配者接近狂热的信仰 让他亲手肢解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 作为加入血肉神教的县礼 而他也亲自主导了多起献祭仪式 在兰心的各处引发了一系列的超自然现象 引起了人类社会的高度恐慌 林恩眯着眼睛 就那般静静地注立在那个慢慢闭合的裂系之前 注视着裂系的另外一边 右眼的皱瞳 就像心脏一样脉动着 而这一眼 也已经让他得到了许多重要的信息 林恩先生 隐一苍白地走了过来 望着那个迅速闭合的裂系 道 那边真的是 我们的故乡吗 林恩慢慢地平息了动用皱瞳的念头 将脸上的毛细血管压制了下去 咔咔地活动着脖梗 微笑道 很不幸 是的 如果不是我们这次撞到了他们的计划 那那些寄生兽 就会通过这个法阵被传送过去 然后被他们散播到各大城市 在蓝星上 引起全面的血肉动乱 隐一的意识瞬间空白 嘴唇颤抖 尼南道 您刚才是想 过去吗 林恩慢慢地抚平了咒瞳的动乱 注视着那逐渐愈合的裂系 但笑摇头道 有这个想法 但是不行 他们召唤的并不是我 我是通不过这扇大门的 不过我刚才的确是想用不死诅咒 看看能不能强行突破过去 但那样的话 可能我刚走出一半 就回不来了 左左 的抬手望着他的脸颊 然后下意识地抓住了他的两根手指 嗯嗯 凑脑袋 你终于愿意动脑子了 要乖乖地 稳住 稳住 拉拉手 不然就是一失两命了 已经得到了他们的信息 那等我过去之后 我有很多种办法可以找到他们 等到了那个时候 他戴上了自己的高脚帽 双眼中流露出了深深的笑意 就像是血泉在他的双眼当中 疯狂地涌动 我会让他们明白 什么叫做地狱的 不会太远 第921章 叶一之间要互帮互助 破碎的钟塔之下 整个区域熊熊燃烧 林恩坐在那个一一的身上 瞥了一眼手中的怀表 伴随着秒针稳定地运作 道 我们的人差不多该到了 尹一 你不是 一直想要知道我们叶一 是怎么行动的吗 正好 趁着这个机会 你也可以好好地见识一下 毕竟以后 你也会是我们的一员 而且待会 我还可以 向你介绍一个 我们自己人 他神秘兮兮地笑了笑 随即摘下了帽子 一把扣上了叶一的鸟嘴面具 尹一猛猛地用力地上下点头 而也就是伴随着秒针指向 30分钟的那一刻 遥远的黑雾当中 慢慢地浮现出了 一片又一片苍白的雾气 游远极静 隐约地能够看到 其中引现的一个又一个诡异的人影 尹一下意识地平住了呼吸 瞪着眼睛 小手握在胸前 注视着四面八方 慢慢地包围过来的白色雾气 那些 就是真正的业衣吗 不是 像在职业大厅里面 对病人进行物理疗伤的 不正经的疯子们 而是一群有组织 有架构的精锐武装 而也就是 在下一刻 随着白雾慢慢地将整个区域包围 只见一个又一个头戴 七黑鸟嘴面具 全身黑袍的人影 就像是鬼魅一样 从周围的废墟和墙壁当中 虚无地穿透出来 分散地浮现在了燃烧的 各个血肉人形周围 将整个区域包围在了气中 报告梁一先生 我们是距离此地最近的 业衣小队 代号 牛魂 我们接到命令之后 立刻赶来对您进行支援 一切听您吩咐 十几个高大的 戴着鸟嘴面具的业衣 从白色雾气当中 浮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单手俯胸 向着灵恩整齐的 示意最高的礼节 他们风尘仆仆 和黑夜城内 整洁的叶衣们并不同 他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更加的凶悍而癫狂 而事实上 这些分散在黑暗世界各地的叶衣 才更符合这里的黑暗生物 对叶衣这个职业的认知 也更加的强大 而洞察黑暗世界的生存法则 很高兴见到你们 但你们没必要向我失礼 我现在其实不过是一个 见习叶衣 还没有正式得到叶衣的编制 这样太奇怪了 灵恩乐呵呵地向着为首的 那个高大叶衣伸出了手 为首的 那个高大叶衣抬起头 镜片当中倒映着灵恩 伸出手 不敢怠慢地严肃道 不 梁一先生 您的光辉事迹 早就已经在整个黑夜城流传开来了 就算是我们这些在外的人员 也早已知晓惜 您在诅咒之城 一意所建立的功勋 绝对是我们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 您是这几十年来 除了白夜先生之外 我们黑夜城出现的最闪耀的星星 我们向您致敬 眼瞅着他们就要再次失礼 灵恩连忙乐呵呵地将他搀扶起来 道 虚名 都是虚名 你们心里知道就好了 不用这么客气 不过我还是很想知道 你们听到的 我在诅咒之城的光辉事迹是什么 为首的 那个高大叶衣咳了咳 随即严肃而认真道 梁一先生为整个黑夜城鞠躬敬尾 不仅为 但是他的还没有说完 他身边的一个明显是女性的叶衣 立刻兴奋地跳了出来 道 在地底下凌辱过机械机 把巨像变成了可爱的小萝莉来欺负 还趴过树 一只只乌鸦 从僵硬的两拨人的头顶飞过 短暂的诡异的寂静 灵恩实话地保持着伸出手的姿势 那个高大叶衣 也是僵硬地保持着 就像是两颗屹立在黑暗世界的近风 隐一也是呆滞地站在那里 哈哈哈哈 灵恩和那个高大的叶衣 同时仰头大笑了出来 缓解了一下周围那尴尬的气氛 哈哈 梁一先生今天吃了没有 如果没有吃的话 我这里还专门给梁一先生 带了一点蚯蚓饼干 哈哈 吃过了 吃的是炖眼珠子和大鞭腊肠 肚子也是非常的饱满 梁一先生 梁一先生 我听说您老师就有过入目三分的经历 我以前以为是谣言的 没想到居然是真的呀 太厉害 梁一先生 这是您世门的一种传承吗 不瞒您说 吴被是铁木画形的一种妖精呀 吴非常的困扰 所以如果梁一先生有时间的话 请务必也帮吴和吴的姐妹们 打个洞出来啊 梁一先生 叮 铁木妖精对你的好感度 加四零 叮 铁木妖精对你的好感度 加五妖 叮 您的散指时 然后就在两个人的僵硬的 友好交流的氛围之下 那个女性夜衣 被周围几个夜衣 慌忙地用力地 闷 往外拖行出去 但依然是能够听到 那坚韧不拔的狂热 而仰慕的兴奋的大叫 甚至能够清晰地看到 两只手抓在地面之上 被拉出来的一条长长的离地的痕迹 梁一先生 梁一先生 这是吴和吴姐妹们的联系方式 有时间请一定要联系吴辈妹啊 梁一先生 大叫 需要动动 吴辈们需要动动 声音渐拉渐远 明天被用力地兴奋地抛过来 终于 世界清静 那个高大的夜衣 僵硬地咳了咳 拿出抹布 伸到面具下面擦了擦汗 站立道 抱歉 梁一先生 我为我的部下 给您造成的困扰道歉 那是个疯妮子 我不让他 来他非要来 您可千万不要在意 我回去之后 一定会严厉地训斥他的 他让您打动的事情 您也千万不要当真啊 他是铁木 打不了的 林恩 的僵硬着 将那个名片揣入了怀里 没关系的 因为林恩是向来不在意这些的 因为作为一个夜衣 当然要永远保持一颗学徒的心 而人生不就是随时都会面临一些强悍的挑战吗 没有挑战的人生 又怎么可能称之为是人生吗 而作为一名医生 偶尔用力地帮学妹们打个真什么的 那不也是无辈们的准则吗 真的是太见外了 夜衣之间不就应该互帮互助吗 第922章 我们是不是认识 林恩得推了推冒严 啊 这个学妹真的很活泼呀 一看年龄就不大 真淘气 不是 他是铁木成金 已经八百岁了 果断地抛弃掉这个无用的话题 来的只有你们小队的人吗 白夜先生他们呢 在路上吗 我们已经建立好了 链接黑夜城的信标 那边随时可以进行折阅和传送 虽然没有机械神教那么离谱 但艾文爵士提供的技术力 对我们的帮助一直都是极大的 而也就是 在他们刚刚说完 那浓浓的白色雾气当中 一道又一道蓝色的光柱 就像是烛火一样被点燃 虚无的十次高空 那是信标 以建立与黑夜城的联系 信号传输稳定 灵能充能正常运转 信标启动 可进行折阅与定位 启动折阅 嗡 就在隐一呆呆的震撼的注视之下 那座信标前方的空地之上 迅速如万花筒一样的扭曲了起来 一阵阵灵能的波动 刷刷刷地从高空降临 在空地之上 形成了一个又一个人形的轮廓 折月进行中 灵能传输已到最大值 现实干涉中 一切正常 准备降临 咔嚓 一声就像是镜片破碎的声音传来 那些虚无的轮廓 瞬间炸裂出了无数细小的现实碎片 就在隐一震撼的注视之下 数百名头戴鸟嘴面具的精锐的夜衣 在那炸裂声中 出现在了他们面前的那片空地 几乎是让他看待 而且这次来的那些夜衣 虽然服饰想通 但是体型却是异常的高大 每一个都有将近两米五左右 漆黑的镜片 给人一种巨大的压迫感 而在黑袍之下的下半身 蠕动出来的 是一根又一根漆黑而坚韧的触手 这些不是普通的夜衣 反而更像是 反血肉夜衣集群 那个高大的夜衣 惊异而急促地注视着那些庞然大物 心脏咚咚地跳动着 显然对他们的出现 让他也是有些心性不稳 虽然他已经很久 没有回去黑夜城 但是对他们黑夜城的几大精锐武装 还是非常清楚的 为了对抗黑暗世界各处的挑战 从很早之前 他们夜衣阵营 就建立了一直专门针对各种生物的精锐武装 反机械 反恶灵 反血肉 反诅咒 反变态等等 而其中的每一个成员 都是千挑万选的信仰坚定的斗士 是只有元勋级才能够调动的黑夜城最精锐的武装 这些事 隐一也是呆呆地注视着 灵恩淡笑道 我们黑夜城最强大的战士 最低超凡级 是不是只是看一眼 就安全感拉满了 隐一呆滞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毫无疑问 如果这样的一支武装放到蓝星的话 那简直将会是降维打击 整个人类社会 没有任何人能够与之为敌 而也就是 在他们的注视之下 那群精锐的血肉夜衣 蠕动地分开 从其中缓缓地走出了一个 胸前铭刻着八个十字文章的夜衣 她微笑地大步地向着灵恩的方向走了过来 摘下了头上的面具 露出了那张满是胡渣的脸颊 灵恩 你没事吧 我听说你发现了一些 关于我们故乡的消息 周围所有的夜衣 立刻单膝跪地 向着她请以了最高的礼节 见过白夜元勋 而隐一也是呆呆地注视着 那张布满胡茶的人类的脸颊 这一刻 甚至让她有一些小小的恍惚 甚至让她 产生了一些不真实的感觉 人类 她居然在这个诡秘的黑暗世界当中 见到了除了灵恩先生的第二个人类 难道说 这就是灵恩先生 说要介绍给她认识的他们的自己人吗 简直 简直难以置信 好久不见了 白夜大说 灵恩也是乐呵呵地向前 伸出拳头和她碰了碰 脸上露出了爽朗的笑意 白夜微笑地看了一眼周围那一片混乱的废墟 道 你前不久不还在城里吗 怎么突然一下子又跑到了这里 听你说 在这里发现了依依和血肉神教的爪牙 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情 早知道我就不把武装集团带过来了 这好像都给被你解决完了呀 汉语 影依颤抖地注视着他们 她说的是他们 故乡的语言 这是 他们蓝星的前辈 灵恩摇了摇头 扶了扶单片眼镜 笑道 哪有那么快 这只是我发现的 他们的其中一个据点 事实上 在离魂街和游魂巷的周边 像这样的区域 至少还有十几个 这也是 我叫你们来的原因之一 在他们逃窜之前 我们需要尽快将他们一网打尽 灵恩转头 望向了周围那些血肉人形的尸体 白夜的表情收敛 随即让自己率领的那些反血肉业衣散开 撇道 我知道了 放心 我会让他们先把这两个区域的封锁起来 保证不会有一个血肉教徒活着离开 他一挥手 那些高大的血肉业衣点头 身形慢慢虚无 瞬间再次消失在了原地 这就是背后有组织的妙处 而这也是灵恩乐的加入黑夜城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 手中有枪 家里有钱 背后有人 一个电话就能叫来一车面包人 这才能稳稳的 一点都不慌啊 要什么单打独斗 群殴才是正义的一方啊 对了 在这之前我顺便给您介绍一个人 也是一个刚刚下地狱不久的我们世界的同胞 来 尹一 叫白夜大叔 灵恩 星号 地伸出手 一把将躲在他后面拘谨的尹一抓了过来 一拍他的肩膀 道 以后如果我不在的话 你随时可以去找白夜大叔 放心 他是我们黑夜城权力很大的官僚 你如果犯了什么事 白夜大叔肯定会包庇你的 尹一呆呆地拘谨道 是 白 白夜大叔 请多多包庇我 白夜尴尬地抹了抹额头上的汗 赶紧让周围的夜衣们往后退退 以防别人听到 这种事情是能随便当众说出来的吗 这臭小子 他那会儿见了自己不会心里一直都是抱着这种想法吧 他淡疼地看了灵恩一眼 随即转头望向了那个叫做尹一的小恶灵 脸上露出了随和的笑容 道 叫白夜就可以了 从蓝星掉下来的生物本来就不多 我们 但是他的只说了一半就停了下来 望着尹一的面容 一时间竟是正在了原地 许久 他的目光慢慢地严肃了起来 注视着尹一的脸 一字一顿道 我们 是不是见过 第923章 蓝星故人 尹一顿时 呕呕 一脸猛逼地望着白夜 茫然地摇了摇头 好像没有印象 但是白夜依然是严肃地注视着他的脸颊 眉头微微地皱了起来 他的脑海当中 不断地闪过一幅一幅极为久远的记忆 在他还没有坠落之前 在他的父亲和目前依然健在的那个时期 那个他的母亲 从来不会让他踏足的房间当中 那个在他很小的时候 记忆中见过的那个跟在母亲身边 总是喜欢抱着一本书的女生 就像是黑白的照片当中 淡笑的第一次和他见面的时候 你好 您是老师的孩子吧 我听老师提起过你 我叫尹 他瞬间从闪回的记忆当中回神 那张脸迅速地和面前的尹一重合 严肃道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做尹二的女生 她是一个灵媒 此言一出 尹一顿时一震 望着白夜的目光 慢慢地变得震恶了起来 道 你认识我的母亲 白夜尼南道 你的母亲 尹一睁大了眼睛 下意识地往灵恩的身边缩了缩 目光变得有些闪烁不定 和一丝丝的敌意 几乎是下意识地 就抓住了灵恩的手腕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而看着他们的反应 灵恩也是印证了自己的猜测 这就是 他叫白夜过来的另外一个目的 灵媒的圈子本来就很小 而汪涛的母亲 曾经就是一个强大的灵媒师 并且仅仅只是靠着自己的力量 就触碰到了这座地狱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 才让他被血肉神教注意到 也是之后一切悲剧的导火索 而白夜坠落至今 至少有数十年的时间 他们已经是隔了整整的一代人 灵恩的目光当中倒映着他们 但是并没有出声打扰 许久 白夜似乎从那恍惚当中抽离了出来 随即苦笑一声 望着尹一的脸 摇头道 原来如此 怪不得我总觉得你有点熟悉 你和你的母亲在那个时候 简直一模一样 我当时见到她时 她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女孩 不过我那会儿也只有几岁 只是没想到 时间居然已经过去了这么久 尹一对她的敌意 却是越来越明显 因为灵恩知道 她憎恨自己的母亲 因为就是因为她的母亲 才让她从出生时就被变成了恶灵 让她永远地寄生在了姐姐的体内 让她变成了一个怪物 看她眼中慢慢升起的敌意 白夜也只是看着一个后背一样的望着 数十年的阅历 也是让她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一些故事 她沉默了片刻 深吸了一口气 复杂道 你的母亲也走了歪路是吗 尹一敌意地注视着她 紧紧地咬着嘴唇 小手抓着灵恩的袖口 微微地颤动着 你为什么会认识那个歹毒的女人 你到底是什么人 白夜自嘲得我笑了笑 至少在生前的时候 我应该也算是距离灵梅这个职业 最近的一个人了 如果你的母亲真的是她的话 那你想必应该听过一个名字 至少在那个年代 她很有名 她姓寻 单名一个阴 寻阴 此言一出 尹一顿时一正 意识当中几乎是瞬间就浮现出了 她的姐姐经常和她提起的那个名字 那个在几十年前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灵梅大师 在灵梅的圈子当中 更是被称之为 是唯一跨越了阴阳的女人 她近百年以来第一个窥探到了这个黑暗世界的灵梅 并将这里称之为死界 而也正是她生前留下来的大量资料 才进一步地让人们意识到地狱的存在 甚至就连她姐姐这样出色的灵梅 也对那位前辈无比地敬仰 但是这样的灵梅大师 却是在几十年前被自己的丈夫亲手所杀 但依然有很多灵梅在怀疑 她的死很有可能是因为 她受到了地狱当中某种存在的引诱 你是 她的目光颤动了起来 白夜自嘲地微笑道 我是她的唯一的儿子 我叫汪涛 隐医的瞳孔瞬间放大 眼中一瞬间露出了一阵阵的震惊和难以置信 汪涛 怎么可能 因为她和姐姐在一起的时候 为了调查地狱的线索 曾经专门去过那个小镇 调查过那场发生在几十年前 在当时的整个超自然圈子当中 都引起了巨大轰动的案件 熊熊燃烧的教学楼 血肉神教的第一次出现 挣扎的恶鬼和死难的循环 而在那场轰动的超自然案件当中 汪涛这个名字 也是一次一次地在他们的档案中出现 很多人都觉得她死了 就算没有死 怨恨也恐怕早就已经把她变成了一个疯狂的恶鬼 把她一辈子困在那个死循环当中 可是 她万万没有想到 她脑海当中 在档案中看到的那张青涩而沉默的少年的脸颊 慢慢地和眼前这个大叔重合 她呢喃着 道 没有死 而且居然白夜苦笑地摇了摇头 没想到还有人会记得我 看来你们的确也有调查过那件事情 不过确切地来说 我应该也算是死了 要不然也不会和那座教学楼一起坠入这座地狱 已经几十年过去了 多少也算是故人吧 虽然在她坠落时 她和她的姐姐还没有出生 但至少能在这座地狱当中 再次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 也才能想起 自己其实已经下地狱几十年了 事情就是这样的 隐一垂着眸 低声地将她知道的所有关于她母亲的事情 告诉了白夜 也给她讲述了他们姐妹这么多年来的经历 她的母亲年轻的时候 到底有过什么样的经历 她并不清楚 她的记忆当中 几乎只有那个女人对她所犯下的罪恶 为了能够成就一个最有天赋的灵媒 而不惜在她出生时 就将她转化为恶灵 让她成为她姐姐半生的恶鬼 那样的罪行 让她现在想起来都一阵又一阵地发抖 听完了她的讲述 白夜也是沉默了下来 她很难想象 当初的那个甜美的女孩 居然会在之后做出这样的事情 只能说 人都是复杂的 特别是对于那些长时间的接触黑暗的人 想要永远保持住自己的初心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她恍惚地抬起头 或者说 这也是每一个灵媒未来都会面临的命运 接触黑暗者 迟早有一天会被黑暗所吞噬 就像她的母亲 你只要稍微松懈一下 你就会成为你毕生对抗的那种恶鬼 让你身不由己地堕入那无间的深渊 第924章 我没有暗示她 但不管怎么说 我并没有在你的身上看到复仇的种子 你也没有让怨恨吞噬掉你 能做到这一点 你其实就已经胜过大部分的人了 想必你的身边也遇到了一位改变你的良师 是吗 白夜欣慰地微笑地注视着她 仿佛在她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影衣低着头 抓着灵恩的袍子 是我的姐姐 她放弃了吞噬掉我让自己成为最好的灵媒师的机会 她也是唯一一个不把我当作恶鬼对待的人 姐姐教会了我很多 白夜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神情 因为她从这个女孩的眼里 看到了反邪杠反邪杠善良 虽然的确经历过苦难 但是能够从其中走出来 这一点又是多么的难得可贵 想要在地狱当中生存下来 反而是最不易的 甚至可能随时都会坠入黑暗 但她真的很幸运 因为她遇到的是她和灵恩这样的故乡之人 而不是其他的那些恶鬼 只能说命运虽然无常 但依然会眷顾那些善良的灵魂 并给予他们最正确的引导 再一次给予他们生命当中的贵人 想必这段时间 灵恩她也交给了你很多吧 白夜微笑地望着这个女孩 柔和地问道 就像她坠落时遇到的那位夜衣 正是因为她的牺牲 才让她一步步地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之上 而灵恩作为他们黑夜城 混得最风生水起的家伙 她那善良的品质 肯定也有很好的引导这个女孩子吧 影衣低着头 小声的脸红道 嗯 灵恩先生真的非常的好 教会了影衣很多的事情 因为本来以为是要被灵恩先生 当做玩物一样对待呢 不管是学习各种各样的姿势 还是许多服饰男人的技巧 其实都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白夜的微笑 僵硬在了原地 但灵恩先生并没有对我这样做 而是真的很照顾影衣 甚至还要给影衣找一份工作 努力地学会适应这里的生活 白夜这才松了一口气 道德也并不需要一直保持在很高的地方 如果可以的话 和妹妹发生点什么 也是没有关系的 或者是把讨厌的生物固定成为女孩子 这样就可以偷偷地狠狠地玩弄她们 白夜 影衣捂着红红的脸颊 心潮澎湃道 对付邪恶的生物 要比她们更邪恶 对付混乱的生物 要比她们更混乱 丢出去的钱钱 一定要加倍地拿回来 如果身体变异了的话 把她变成女孩子 也是可以欺负的 如果是主人的东西的话 那就一定要好好地顺从主人 不然就会被认为是不乖 白夜震动道 等一下 因为以后要对抗欲望领域的怪物 所以也应该尽早地让先生帮忙提高一下抗性 要假装不经意地 用能力让身边的女孩子嗨起来 然后就可以对她们进行诱骗 让她们冒出红红的 之后 让她们自己主动地提出来 白夜 道 就都马德 影衣转头崇拜地望向身边僵硬的灵恩 眨着眼道 所以虽然灵恩先生什么都没有说 但影衣一直都有很好的学习 并记在心里的 虽然可能没有办法成为像灵恩先生这样帅气而强大的人 但成为灵恩先生暗示中的 对老师可用的学生 影衣也是一定会努力的 白夜灵Q 灵恩 暗示 什么暗示啊 还有什么是对老师有可用的学生啊 你说明白一点啊 我怎么听不明白了啊 因为真的暗示了很多呢 虽然不要把它当作是玩物 却可以睡在一张床上这种事情 就像她们之间是师生之间的关系 但如果兄妹都可以突破的话 师生也是多了一点小小的暗示呢 而且也一定要顺从主人的要求啊 因为如果反抗的话 就会像左手一样狠狠地被答应 这样的话是会被主人不客气地欺负的 而且把那个眼球怪变成女仆装的RBQ什么的 也能够看得出灵恩先生很喜欢这样的XP 还有动用以M的时候 假装不小心把旁边的影衣也嗨到 虽然这样的事情的确是并不好 但的确也是非常的嗨什么的 当然如果是其他的什么生物肯定是不可以的 但灵恩先生这么帅 还这么有魅力 那跟着灵恩先生也肯定是会让你受益匪浅的 就是这样的 影衣捂着红红的脸蛋 就像是一个小学徒一样坐在灵恩的身边 全部都是暗示 全部都是灵恩先生满满的暗示呀 叮 影衣对的依赖度加10 叮 影衣对你的驯服度加15 灵恩的坐在那里 张开了双手 望着白夜咔咔的僵硬的投射出来的杀意的目光 你别看着我 我很清白地坐在这里 我什么都没做啊 白夜啪的一声就抓起了他的领子 明警号 地道 都这样了 你还敢说 你什么都没有做 好你个灵恩 看来我真的是看错你了啊 没想到你连自己世界掉下来的女孩都玩弄 现在都已经开始用这种高端的操作来扑外手法了呀 看来 我当初真的是看走眼了啊 你居然还想着 和人家来一套禁忌师生 play吗 你个混蛋 灵恩急速道 你别听他瞎说 我一直都在做着很正常的事情 我哪有pull了呀 我哪有play了 天地良心啊 白夜 咪 你的意思是 这些全部都是他自己脑补的了 灵恩瞪眼点头 然后飞快摇头 在笃定的瞪眼点头 一指他 道 是的 都是他脑补的 我以主母的神格向你保证 短暂的几秒钟之后 轰轰轰轰轰 伴随着身后席卷而来的滚滚的爆炸 灵恩 敏地摁着自己的帽子 另外一只手低流着影衣 嗷嗷的后脖梗 以难以想象的林波威不般地向着远方狂奔不止 一枚枚火箭弹 轰轰地在他的身后爆炸 甚至隐约的 还能够听到身后的爆炸中传来的白夜的大吼声 你个臭小子给我站住 我站个毛线啊 我站住不就被你炸死了吗 咪 怎么这黑夜城的官僚都和主母一个毛病 根本不给人解释的机会 二话不说就给你掏个RPG出来 要不是他反应及时 还真不一定能跑掉 但这根本就不是他心虚的问题 而是那种情况下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自证清白 一记RPG就过来了 反正解释肯定是解释不清楚了 跑 赶紧跑 不然 他林恩的仪式英明 今天可是要毁于一旦了 这个狗隐一 待会是绝对能放过他的 第925章 以M的一遍 十几分钟之后 林恩瞪着眼睛 贴在街道的一个巷子里 看着发飙的白夜 大吼地扛着RPG 一路追着他的傀儡 轰炸地从巷口急驰而过 林恩这才长输了一口气 意地拍了拍自己的胸膛 被他滴溜着的 哦哦 的隐一道 林恩先生 白夜大叔 为什么要诈您啊 林恩 啊 这句话 真的是 问到点子上了呢 果然不愧是我没用的小学徒 这种装傻充愣的本事 真的是比他都要有过之而不及呢 看来 已经是没有办法了 瞬间转头 你说为什么啊 草鸣草 我那么好的粮食的形象 被你一下子就破坏了 你要是想戏弄你林恩先生 你早说啊 你这隐藏得很深啊 一把伸出手 呀 呀大 惊慌 不要 不要这样子 林恩先生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哎呀 不 不可以这样 但林恩没有任何的停下来的意思 反正现在也只有他们两个人了 像刚才那种恶劣发言的坏学生 也必须要狠狠地惩罚一下才可以 草鸣草 必须要用最粗暴的手段来对付才可以 如果不好好的教训一下的话 那以后还不得反了天啊 用力硬 使劲硬 助 助手呀 林恩先生 还敢乱说一些奇怪的话 连自己的老师都敢调戏 你觉得我有功夫暗示你吗 一点都没有的好不好 说还敢不敢了 哈刺 不 不敢了 隐医不敢了 哈刺 但真的并没有调戏林恩先生的啊 我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脑子里面自动地就往那方面开始联想起来了啊 哈刺 哈刺 居然还敢狡辩 呀 林恩先生 粗气 迷离 奇异的声音 时间推移 林恩慢慢地停了下来 瞪着眼睛 一脸猛逼地注视着他脸上那慢慢地变得不太正常的红韵和迷离的双眼 又看着自己 奔着他的脑袋 把他的头发揉成了马蜂窝的手 我就晃了晃你的脑袋而已啊 怎么一副好像要那什么了的样子啊 开什么玩笑 因为他只不过是像教训学徒一样 揉乱了他的头发而已 怎么一下子看上去 感觉就像是被嗨到了一样 反应真的要这么大吗 难道说他这手是家藤英之手 碰一下 别人就会让别人迷离得不要不要的那种 不至于的吧 林恩犹疑 道 尹一 你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我怎么感觉你的状态有些不对劲 尹一剧烈地喘息着 张开了哈气的嘴 双眼迷离 而满脸飞红地抬起头 道 尹一一直都感觉很好 咯噔一下 林恩心跳骤停一样 而在看到了他那双眼睛当中 被他碰出了几下 就冒出了浓郁的 之后 林恩瞬间间意识到了什么 难道说 不会吧 二话不说 林恩瞬间便对着他 发动了自己的 随机诊断术的被动技能 目标病诊断完毕 检测到目标病症 色色度max 欲望严重超标 详情介绍 意识当中不断滋生的欲望 会让病人出现诸多的异常行为 甚至只是轻微的接触 都会让病人心潮澎湃 同时在欲望超标的情况之下 也会使病人出现诸多不可控的联想 和异常的倾向 若无法抵御的话 将会出现持续性的反复 问 林恩的目光瞬间空洞 而现在 他也终于明白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源头还是被他给找到了 是自己的EM 还在持续不断地对他进行着影响 但是这开什么玩笑 因为他对自己的这个能力 非常的了解 他的这个能力 虽然非常的Bug 甚至连欲望母术 都能被他轰出欲念来 但他知道自己的这个能力 有一个很大的弱点 那就是不具备持续性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中了他的遗迹EM的话 你的欲望可能会在瞬间 被拉到一个极高的尺度 但如果你能够凭借意志力忍耐下来 或者借助其他的一些手段发泄的话 EM的影响 很容易就会衰减 他是不会让你出现 今天被嗨到一下 接下来三五天内 都想嗨的那种程度 比如人偶小姐 被他EM了那么多次 到现在 还是一个冷冰冰的禁欲系 出问题了 出问题了 林恩抓着脑袋 来回急切地不停踱步 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难道是因为影衣太弱 所以被影响得更深吗 林恩先生 身体变得很奇怪 隐一喘息道 哗啦啦 林恩瞪着眼睛 从系统空间当中 拿出了一盆 从爱丽丝那里顺来的冷水 倒在了他的脑袋上 隐一瞬间呆滞地被浇了一身 整个人都打了一个寒颤 因为是从爱丽丝那里拿来的 所以对恶灵和鬼魂 也非常的见笑 感觉怎么样 好点了吗 林恩瞪着眼睛 蹲在他的面前问道 隐一呆滞地 颤巍巍地抱紧了 湿漉漉的身体 哆嗦道 冷到灵魂里面了 林恩先生 您 您突然叫我水干 干什么 正常了一点 有效果 你没意识到 你刚才的行为 有些奇怪吗 林恩挑眉问道 隐一一愣 随即呼吸 又变得有些微微紊乱 眼眸微垂 有些难为情地捂着半张脸 低声道 的确 的确是有一些奇怪 是林恩先生 又对隐一用了什么能力吗 摸头痘 都能让隐一变得很奇怪 什么干什么呀 这病状也太深了 没救了呀 拉出去埋了吧 不再会理他 林恩挑眉 立刻伸出手 再次对他释放了一次 随机诊断术 定 目标病症检测完毕 您监测到目标病症 欲望超标 当前色色度87% 持续上升中 确实是降低了 但降得不多 林恩的眉头紧锁 冰水对压制欲望 的确还是有一些效果 但是为什么欲望 还会持续上升呢 不应该啊 因为就算是实力太弱 但在没有遭受到 他持续性的 以M的打击之下 又怎么可能 还能自己往上涨呢 这和以M干脆了当的效果 完全就是两回事啊 第927章 用这个抵挡一下 所以才说 为什么自己本来 这么一个道德标兵的人 居然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变得这么的堕落 看来这一切 全部都是哭泣小丑的锅啊 林恩 明 Q 自己果然是因为诅咒 才变坏的 但自己在本质上 依然是当初的那个 纯洁而无猜的少年 是因为诅咒的原因 才让他变得不正常起来的 看来不能继续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必须要尽快回黑夜城 让主母和泰坦大哥他们 好好地帮我排查一遍才可以 如果再拖下去的话 那等他真的变成那种 彻底的邪恶生物的话 那就真的是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林恩咬牙 目光闪烁 一把就从系统空间当中 摸出了我自己的折月镰刀 没有任何的犹豫 瞬间发动了镰刀的折月功能 哗啦啦 星红的鲜血 瞬间被他手中的镰刀所稀释 让整个镰刀 变得几乎像是血一样星红 目标 游魂像 发动 问 几乎是在刹那间 林恩和影依的身体 就被一阵血色的雾气所包裹 然后瞬间便消失在了原地 游魂像 浓重的漆黑的雾气笼罩之下 整个街道之上异常的安静 而就在游魂像的巷口 目光闪烁的林恩戴着高脚帽 出现在了这座熟悉的街道前 而自从他上一次回来 这个熟悉的地方 已经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了 可以说 这里就是梦开始的地方 林恩先生 这里就是您说的 您刚刚坠入地狱的地方吗 看上去好破落的样子 听着耳边粗气不断的不正常的声音 林恩转过了头 望向了跟在他身边 用力地捂着胸脯 目光明显地 开始又变得迷离起来的隐移 显然 刚才的冰水降温的 虽然的确是有一些效果 但几乎是聊胜于无 以M的症状 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不可避免地复发了 而林恩也非常的清楚 现在他虽然还没有想出 如何彻底解除以M影响的方法 但是作为一个男人 他其实是自带 帮助女孩子们缓解 这种恶劣症状的能力的 但在知道 这一切都是哭泣小丑 在搞鬼之后 他更是不可能 在这种时候 还动用自己的这种能力 而更重要的是 如果自己在这个时候 自己帮助隐移缓解症状的话 那一定会被白夜大叔 彻底做失自己 诱骗无知少女的事情 那他林恩的仪式英明 可就真的毁于一旦了 所以 不行 林恩先生 隐移又感觉变得好奇怪起来了 您之前说隐移有些不对劲 我这是病了吗 居然 居然在脑子里面 不停地在想和林恩先生 过分的事情 她 哦 的显然已经是 非常的不对劲了 因为如果是正常的状态的话 隐移这种矜持的女孩子 是根本不可能 当面和她说 这么羞耻的事情的 可是今天 却是明显的 有些不对劲和异常 林恩服了负担片眼镜 深沉道 可能是因为我帅吧 毕竟作为 少数几个 堕入地狱的人类 优质男性 你们对我有点奇妙幻想 当然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你不用在意 就当这是一种历练 适应一下就好了 隐移强忍道 可是 真的不会有事吗 我感觉灵体 变得越来越不对劲了 就像是火炉一样 好奇怪 真的好奇怪 林恩低声地拍了拍她的肩膀 道 没事的 放轻松 你要相信 奇怪的次数多了之后 就不会觉得奇怪了 你确实是出了一些问题 但现在荒娇也领的 我就算想要治疗 你也是有心而无力 当然 如果你实在忍不住的 林恩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深深地从怀里 摸出了一瓶佐佐 喝剩下的白酒 然后拨的一声 把木塞子给拔了下来 低声地递到了她的面前 给 微风呼呼地吹过 隐移僵硬地下意识地 把她接了过来 这是 顿时 隐移明白了过来 一股白气 从她的呆呆的头上 鼓鼓地冒了出来 脸色就像是 烧开了的水壶一样 一下子就从脖梗 红到了头发根 这 这是不是有些不太好 林恩严肃地捏着单片眼睛 没事的 咱们谁跟谁 难道我还能看着你受罪而不帮忙吗 可是 可是这种东西 很简单 你只要 但她的话还没说完 脸瞬间 就被佐佐像暴脸虫一样给趴住了 没救了 已经是没救了 这个已经骨髓 都发生了病变的混蛋啊 真的就不能让她张开嘴说话 一说话 保证就会给你 拐到一些无比过分的地方去啊 连这么信任你的小姑娘都诱骗 良心是一点都不痛的吗 哦 头 哦 佐佐大叫地镇压 她那个没用的变态脑袋 明 道 隐一你不要听她的 这一切都是这个废物脑袋的锅啊 你可千万不要被她忽悠了 如果你不想 被这个变态忽悠成她XP的一部分 那你以后就听我的 准没错 她是那种没有良心的生物啊 隐一呆呆道 可是 那 那这个塞子 当然是丢掉了呀 难道你还真的想要用吗 能说出让女孩子用这种东西的话出来 本身就应该狠狠地给她一拳的 几分钟之后 脸上顶着一个大红手印的林恩 睁着死于一眼 一板一眼地在前面走着 没错 的确是哭泣小丑的影响 如果不是小丑的影响的话 她又怎么可能会把心底最深处想着的那些奇怪的话 当着隐一的面说出来呢 不 甚至可能那些所谓的是自己想的东西 很有可能也全部都是小丑诅咒 对她的恶劣干涉 因为真正的她 是绝对不会这么想的 果然 全部都是哭泣小丑的锅呀 居然连让隐一堵一堵的事情 都能够想得出来 看来这哭泣小丑 真的是变态到了过分的地步 真的是让人忍不住的就想要生气 可恶 林恩转头 瞥了一眼跟在后面的隐一 扶了扶担片眼镜严肃道 现在 好点了吗 第928章 血剧厕所 隐一披着她 浸透了冰水的长袍 嗷嗷地打着哆嗦 并拢着双腿 身上的液体滴答滴答地往下落 倒 冷 冷到魂里面了 阿T 不过的确是把热热的灵体压下去了 左手姐姐的方法 真 真的是有效果的 阿T 不过有一点 她并没有说 因为理智恢复了一点之后 感觉到会很难为情 因为虽然是浸透了冰水 但是只要一想到 这是林恩先生 平时每天都会穿的衣服 上面也全部都是林恩先生的味道 而自己这样穿在身上的样子 总有一种 是被林恩先生包裹住了的感觉 也是让心里面躁躁的呢 而就算她再蠢 到现在 她也不可能感觉不出来 自己是 这是你的出了一些问题 可是 她又不敢再问 但这种脑海里面 总是不自觉地幻想出一些 和林恩先生 有关的恶劣画面 又是怎么一回事啊 感觉 感觉就像是整个人 都被林恩先生污染了一样 哦 哦 看着她好了一点 林恩随即转过了头 目光严肃道 再停一停 我们马上就到了 等回到黑夜城之后 我再好好给你想办法 作为医生 虽然你没什么用 但先生也是 绝对不会放弃你的 影医 你要相信自己 谢谢林恩先生的关心 哦 但您如果能在每次关心影医之前 阿T 把混杂在里面的贬义词去掉的话 那就更感谢了 阿九 带着影医 迅速地在熟悉的游魂像中穿梭 虽然已经离开了这里很长的时间 但是显然 这里并没有发生什么太大的变化 依然和记忆当中一样的破烂 我们到了 下一刻 林恩猛然抬头 一把伸出手拦住身边的影医 目光微眯 深深地望向了那座 对自己无比熟悉的小店 门前依然是挂着那个破旧的牌子 显然依然是处于开张营业的状态 而在大当家和二当家都走之后 那现在这个小店的 也就只有他们的三当家了 这里就是 林恩先生您的家吗 影医 都问道 林恩深吸了一口气 目光复杂而闪烁 陈生道 没错 我在这里住了将近三年 也正是在这里 我才一步一步地 从当初那个良善的少年 变成了现在这样更良善的少年 这里 充满了我无法割舍的回忆 是我的童年 影医猛猛地仔细地注视着 店前的那个牌子 随即从怀里摸出了林恩给他的词典 茫然地念叨 血距厕所 短暂地寂静 林恩 敏 得死握着手里的镰刀 颤动地一把抓起 猛地用膝盖咔的一声 就想要把镰刀杆子折断 来抒发他此时此刻暴虐的心情 镰刀杆子太硬折不断 但那咔的一声折断的清脆声音 也足以能够说明 他此时此刻那杀戮般的心情 他磨牙地摸出枪 扣开了保险 道 不 是血距药剂店 血距是我老师的名字 厕所是乱改的 这是家族产业 老师死了之后 就只有我能继承 事实上 我在地狱的真名 也并不叫林恩 我叫恩 林 血距 那些自以为是的 以为知道我名字 就能对我施法的废物们 他们是肯定也想不到 又被我摆了一道 呵呵呵 隐一发呆 而毫无疑问 林恩现在是非常的生气 情绪起伏极大 而左左也非常的清楚 他只要生起气来 要么会变得冷静的吓人 要么就会变得混乱的吓人 而这一次 显然是后面那一种 而上一次起伏得不像人的时候 还是在第一次遇到白衣时的幸福之家 隐一呆道 呃 那我们该怎么办 杀进去吗 林恩咔咔地把牙磨出了火星子 激动地举着枪 道 不着急 先瞅瞅 待会我就进去 把他都溺死在厕所里面 嘎嘎都杀了 隐一下意识地吞咽了一声 他真的很想说 林恩先生 要不咱们先消消火 总感觉您现在的状态 比我都不稳定 不消的话都要着了呀 而也就是 是他呆呆地向着 该怎么给林恩先生下下火的时候 他猛然看到 血距厕所里面 传来了脚步声 林恩先生 似乎有人出来了 他立刻警惕地提醒道 林恩 警浩地举着枪 瞬间转头 而也就是 在他们的注视之下 只见一个浑身 就像是烧伤一样的恶鬼 缓缓地捂着鼓鼓的肚子 星浩地大摇大摆地 从里面走了出来 另外一只手 还拿着一根牙签 咔咔咔地挑着牙齿 格 似乎是打了一个长长的宝格 然后就在林恩和隐一的注视之下 大踏步地向着街道的 另外一头走了出去 看样子非常的愉悦 而林恩的耳边 也是立刻就想起了系统的提示 叮 烧死鬼对血巨药祭店 给予了较高的好评 宁得在游魂巷的知名度加一 隐一呆呆地注视着 那个烧死鬼的背影 道 林恩先生 好像有些不对劲啊 这里不是厕所吗 为什么他好像一副 吃饱了很满足的样子 离开了呀 他颤抖了呀 林恩 得举着的枪 道 正常 地狱吗 每个人多多少少 都会有一点自己特殊的癖好 又没说厕所只能用来方便 你想当餐厅的话 也没有人会在意 隐一呆滞地张了张嘴 感觉自己的三观 受到了一次有味道的挑战 原来如此 果然 不愧是林恩先生 都已经是对这种事情 见怪不怪了吗 看来林恩先生真的见多识广 对很多事情 都有很深的体验 没用了多久 隐一再一次瞪眼 迅速地伸出小手指着那脸 林恩先生 哟 又有生物出来了 而也就在他们的丁梢之下 只见一个猪头人身 全身猪毛的镖形大汉 陶醉而惬意地穿着泳裤 肩膀上搭着自己的衣服和肥皂 身上冒着热气 心满意足地走了出来 叮 猪头怪对此次体验 感到极为舒适 宁在游魂巷的知名度加二 隐一颤抖地捂着自己的嘴和鼻子 道 林恩先生 为什么我感觉 它像是刚刚泡了一个温泉出来 应该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吧 难道这也是地狱生物的一些特有的癖好吗 这也是正常的吗 哦 林恩 警号 得注视着那个猪头怪 道 正常 很多地狱生物 多好污秽浓重之地 越污秽的地方 他们越喜欢 就像地球 蓝星上的猪猪们 也不是很介意地 在肮脏的猪圈里面摩擦吗 而且 如果加热效果好的话 这还是温的 哦 林恩先生 请您不要再说了 管它是不是温的 不要再说了 虽然的确是知道林恩先生见多识广 但就算是公共厕所 这也太奇怪了吧 为什么挂着厕所的牌子 接的都不是厕所该有的客人 这东西可不心联想啊 大过年的呀 欺负人啊 第九百二十九章 我们进去见别见别 尹一好不容易才缓过来 都望向林恩 道 林恩先生 应该不会再有什么奇怪的客人出来了吧 餐厅早堂什么的 再离谱 怎么也不能出来个嫖客什么的吧 尹一真的已经是到极限了 但也几乎就是 在她刚刚说完 血距大门前 再一次传来了一阵阵的脚步声 只见一雄一辞两个 缝合怪迈着轻飘飘的脚步 一脸示然而惆怅的表情 在两个独眼的妖娆的人形生物 妩媚缠绕之下 脚步不稳地扶着墙走了出来 叮 缝合怪X2 在你的店铺中感受到了极乐的体验 您的知名度加三 尹一 哇呀呀 真有嫖的吗 不对劲 不对劲呀 这里不是厕所吗 为什么这副业这么多的 餐厅早堂窑子一英俱全 娱乐园一条龙啊 这是不是有些太过于离谱了呀 厕所不是急于人方便的吗 但这是不是方便过头了呀 啪 林恩一拳砸在了旁边的墙壁之上 闽 道 简直欺人太甚 居然把我好好的药剂店 给搞成了这样 简直不可理喻 看来已经是没必要再等下去了 我这是卖药的 不是搞餐饮 也不是搞喜悦 更不是搞黄色的呀 而且居然给我加知名度 这群混账东西 尹一用力地瞪眼点头 用力地挥舞起小拳头 愤怒地望着林恩道 嗯嗯嗯 林恩先生 我们进去 把他们都杀了 林恩的面容哗啦啦的 瞬间就栽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 咬着牙一把 从怀里摸出了几枚黑炉币 草鸣草 把大步向前 撸起袖子道 走 我们进去消费消费 我倒要看看 那个大舌头 到底给我整出了什么花火 要是胆敢拐卖奴隶少女的话 这可绝对是不能忍的 我们进去见别见别 他们到底 有多少个奴隶少女 是群混蛋啊 草 一种植物 没错 我们见别见 消费 消 消费 半分钟之后 另外一副面孔的林恩 已经是正经而严肃地 站在了这家熟悉的店门前 身上则披着那件 湿漉漉的长袍 并且已经是把 具象的超围链接关掉 而谁也看不出来了 而附身在林恩身上的 尹一 哦 地抓着脑袋 道 林恩先生 林恩先生呀 咱们应该是来办正事的吧 您不要一听到奴隶少女 就变成另外一种模式啊 咱们应该没必要消费的 太奇怪了 为什么 这发展突然之间 就朝着奇异的方向 发展起来了 林恩先生 尹一虽然知道 您确实是一个混乱的生物 但是这混乱的的 是不是有些过头了呀 哦 哦 您不会是也想嫖吧 但哪有来自己家的店嫖的呀 林恩严肃地 扶了扶这儿 巴金的双片眼睛 道 尹一 你不要用你那误会的思想 来思考你的先生 因为如果真的是 出现了拐卖奴隶少女的事情 那这就触碰到 我的原则和底线了 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 那就算是我自己的弟亲弟兄 我也是不得不 真的清理门户了 你的明白 尹一道 所以我们不是 来嫖的吗 林恩嘴角淡笑 道 尹一 那你也把你的林恩先生 想得太恶劣了吧 我们不过是 借着嫖的名义 来调查罪证而已 你不会真的以为 我会做出那种恶毒的事情吧 那你也太天真了 尹一顿时呆了起来 是 是啊 的确 他们可是来这里办正事的 林恩先生虽然混乱 但心底里 也像来是一个 有着坚定信念的人 林恩先生 又怎么可能做出那种事情 林恩先生现在看起来 也真的是超正经的 自己居然用自己 那恶劣的思想 来揣摩林恩先生 这真的是 对不起 林恩先生 尹一错怪您了 左左 他有些脸红的附身 在林恩的体内 对自己刚才那恶劣的思想 而感到羞愧和无地自容 没错 林恩先生就算再奇怪 又怎么可能随便 就做那些奇怪的事情呢 毕竟林恩先生可是说过 要进 但也就是 在他还没有想完 啪 林恩一脚就踹开了店门 轻车熟路地走 踏入了店门 严肃地来到柜台前 将手中的钱袋 往柜台上一拍 乐道 给我来十个姑娘 要你们这里最漂亮的 越年轻越好 知道了吗 我来找点乐子 叮 您的荷尔蒙分泌正10% 叮 您的肾上腺素正20% 叮 您的快乐加2 影1 呆 林恩先生 您确定自己是来调查的吗 可为什么 又突然感觉有些不像了 并没有第一眼看到那个大舌头 坐在柜台前的 是一个和之前 遇到的一样的血肉人形在接待 但周围的装潢 都明显有了很大的改变 所有的柜子上的药剂瓶子 全都不见了踪影 整个房间里面 还弥漫着一股股恶臭和奇异的味道 而在最深处 还隐约能够听到一些奇异的音叫 柜台前的那个血肉人形 犹疑地上下打亮了一眼 林恩 目光落在了他手里的那个钱袋子上 叮道 看你不像是游魂巷的原住民 外乡人 林恩 星号都转悠起了手中的钱袋子 然后一甩 啪的一声给了他一钱袋子耳光 道 费什么话 也来消费的 接不接 隐一发呆 林恩先生 咱们能不能不要每次见到别人都这么嚣张 虽然的确是敌对阵营 但我们既然是来调查的话 那反而不应该是稍微低调一点吗 这是不是有些嚣张过头了 那个血肉人形平白无故挨了这么一下 捂着脸瞬间大怒 猛地转过头 一把就从旁边拔出了一把血淋淋的踢骨刀 向着林恩就砍了过来 我操你 啪 林恩把一枚黑卤壁拍在了桌子上 短暂的寂静 第930章 是他的话就不奇怪了 那把踢骨刀在距离林恩的脖子 不到五公分的距离停了下来 他瞪着眼睛 看着林恩拍在桌子上的那枚闪花了眼的黑卤壁 下意识地吞咽了一声 道 你 你想干什么 我可告诉你 你不要以为你把钱随便拍在桌子上 我就会 哗啦啦啦 林恩从袋子里面抓出了一把骷髅壁 道 这些钱我想买下你当我的狗 你愿意吗 我 那个血肉人形瞪着眼睛 几乎是瞬间豪迈地对着林恩嚎了一嗓子 叮 血肉人形对你的好感度加50 叮 血肉人形对你的好感度加71 叮 血肉人形对你的态度有冷淡 转变为了爹娘 您获得了基础经验200 看不起谁呢 撒点钱就想把他买下来当狗 你以为他愿意吗 他怎么可能不愿意呀 真是的 隐一发呆地望着这一幕 张着嘴 真的 他已经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了 林恩他真的是 已经完全把血肉神教的这些教徒们给吃住了 同一个招数来来回回不停地用 感觉都成习惯了呀 哦哦 你们争点气呀 血肉教徒们 你们好歹有点底线 像你们在蓝星上的同僚们 好好学习一下 咱们稍微有组织一点 不要有奶救师娘 不要让人屡事不爽啊 咱们稍微争点气 你们的神也就不会气死了呀 再这么下去 我都替你们心酸了呀 林恩笑眯眯地捏起那枚黑炉币 在吐着舌头的他面前晃了晃 道 好狗 那听到我刚才说的话了吗 我也不妨告诉你 我这个人 平时没什么太大的爱好 就喜欢到处乱嫖 所以 你要是把爷伺候得舒坦了 钱有的是 要是有半点不舒坦 不仅钱没有 狗命也没有 听清楚了吗 汪汪 那个血肉人形瞪着眼睛 迅速地以难以想象的速度 光速点头 说得好像谁听不清楚一样 他是那种听不清楚的狗吗 林恩笑眯眯地把钱一收 瞥了周围一眼 嘴角微翘道 好 既然如此 那就立刻给爷安排 咱们耍耍 而与此同时 后院 深邃的地窖口大大的敞开着 旁边的不远处摆放着一张桌子 桌子上放慢了各种高品质的药剂和小酒 两个穿着明显和其他人不同的血肉人形 坐在桌子的两边 面容上唯一的一颗庞大的眼球转动着 有些微醺地望向对面的那根大舌头 眼眶微红道 舌老大 真的不满您说 兄弟们在教内干了一辈子 这还是头一次 看到这么多的钱 桌子对面的一条长长的毛皮座被织上 一根从地窖口探出来的大舌头 无聊地靠在上面 舌头的舌头 卷起桌子上的一瓶对了酒的药剂 咕嘟咕嘟地往血盆大口当中道 好不痛快 思思 其中的一个血肉人形醉醺醺的用力点头 摸了摸发酸的眼睛 微红道 是 您说的是 您放心 虽然我们是被上面派来监视您的 但您就一万个心 坏话 就算是那个眷属亲自来了 他也是个王八蛋 谁能想到 本来只不过 是为了恶心那个灵性生物的厕所 在您的手里居然一转眼 都能赚钱了 那两个血肉人形 感动的都要剃累了 而且居然还给我们五成 我们兄弟俩 抽气 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骷髅臂啊 他们哽咽地借着酒意 用力地抹着眼球 而在他们身后的围栏里面 一根又一根铁链子 拴着一个又一个和他们一样的血肉人形 周围一落一落 全部都是被他们扒下来的 血肉身骄的的轿袍 而不管他们变化成为什么样子 都挣扎不出那铁链的捆腹 那个血肉人形 眼眶通红地指着被他们圈养的同胞 道 我们以前怎么就没有想到 可以把属下们组织起来去卖啊 多妙的生财之道 作为队长 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有几十个队员 他们两个队加起来的人数都快五十了 这可都是资源 都是钱啊 他们以前到底是错过了多少 因为他们都是血肉生物 所以当然也是可以根据客人们的XP 随便的变化成为各种各样模样 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 两只脚的 要什么花样 有什么花样啊 而且不像卖到黑市一样 一次性的买卖 而是可以重复利用 循环往复 这是他们的属下吗 这简直就是 他们的衣食父母啊 哇呀 这么妙的主意 请问您是怎么想出来的 我们一直以为您是个舌头 没有脑子 但是现在看来 放特娘的屁啊 这点子太绝了啊 他们眼眶通红地望着他们的蛇老大 大舌头卷着桌子上的药剂和烧酒 两根细小的开叉的小舌头 捧起了桌子上的一本书籍 粘稠地来回翻动着 嘶嘶嘶 那两个血肉人形瞪眼道 您是说 您全都是在这本书里接见的 这是什么说 竟能如此堕落而灵活 嘶嘶 他们惊异的目光 顿时就落在了那本书的封面之上 但说是书 其实更像是某种手写的笔记 而且上面都是粘稠的痕迹 显然都快被大舌头给翻烂了 而在那本书的封面之上 隐约地能够看到 一行鬼爬一样的自己 隐约能够辨认出乎 写的是 黑暗世界赚钱指南 等以后牛逼了可行的一些笔记 著作者 林恩 厉害 厉害啊 没想到 这居然是那个魔头写的 但我居然没有一点惊讶 果然是强啊 能邪恶到那种程度的生物的思维境界 果然也不是们这些一般人能比肩的 如果是他的话 能想出这么突破思维的变态的赚钱方式 我突然就感觉好像是十分的正常了 嗯 我也是这么想的 这变态的程度都快赶上我神了 怪不得是一个能趴数的男人 果然是超凡的混乱生物啊 第一 血肉人形对你的仰慕度加二十 第九百三十一章 伪装潜入 店内 林恩跟着那个血肉人形 掀开布莲 一路沿着长长的通道 向着后院走去 对于这个他生活了很多年的地方 林恩自然也是非常的熟悉 目光瞥着周围 左边是手术室 右边是厨房 不远处是杂物间 杂物间的对面则是通往阁楼的楼梯 因为非常的破旧 所以走的时候 都能够清晰地听到脚下腐朽的木板 发出来的嘎吱嘎吱的声音 不过 没有任何的意外 全都变味了 林恩随便掀开厨房的布莲 往里面一瞅 一股难以言喻的奇异的排泄物的味道 顿时就是扑面而来 甚至林恩能够清晰地看到 似乎是刚刚不久跑好的坑当中 那在里面蠕动的各种散发着奇异味道的史莱姆 伟大的分解者 林恩闭着眼睛 眼角咔咔的微不可循的抽动 所以你们能解释一下吗 既然牌子上挂着的是厕所 可是为什么你们这里 还有这么多其他的敷衍 现在你们这种乱嫖的行业 都已经开始 打着这么有味道的门面来接客了吗 前面的那个血肉人形 心潮澎湃地捧住手里的骷髅臂 冷笑地解释道 本来的确是 没有想开展什么其他的副业的 您不是本地人 自然不清楚这里的情况 不瞒您说 这里曾经的主人 是一个招惹了我们血肉神教的蠢货 而我们既然占领了这里 那自然是不能让他有一丁点好过的 而想必是谁 如果知道自己的家 被人改动成这副模样 也应该会非常的生气吧 呵呵 林恩闭眼 当然了 这句话的确是说到点子上了呢 也不愧是你们 居然能想出这种离谱的事情出来 真的是只要想一想 就已经是忍不住 想要把你们都杀了 哦 原来是这样 但你们就不害怕他真的找过来 那到时候 你们不就被人家一锅端了吗 林恩摸着下巴问道 那个血肉人形诡秘的转头 回答道 那当然是因为我们早有准备 也不怕告诉您 除非那个家伙 真的把根源也一并带过来 不然的话 我们有的是办法对付他 而且也不瞒您说 我们的一位卷者大人 已经坐镇在了游魂巷 只要他敢来 那我们就一定让他有来无回 看着他那阴森森的表情 林恩顿时笑得格外的灿烂了起来 啊 这样 那我看要不我们还是再说说 奴隶少女的事情吧 我对这个还是比较在意的 话说你们的货源是从哪里来的 如果货色不好的话 那我可是会不认账的哦 那个血肉人形 顿时就几枚弄碾了起来 脸上露出了格外诡异的笑容 竖起了大拇指道 嘿嘿 这个请您放心 都是自家养的 绝对纯天然污染 而且 不管您是什么样的审美 不管您在外形上有怎样的要求 我可以向您百分之百地保证 绝对保您满意 说着 他一把推开了通往后院的大门 请进 而也就是林恩笑眯眯的刚一踏入后院时 他的目光立刻就被不远处的地窖口 正和几个血肉人形围坐在一起的 那个大舌头所吸引 目光当中的笑意 顿时就又浓郁了几分 和他猜的没错 这个家伙果然是投敌了 两位队长 有新的客人来光顾咱们的生意了 出手非常地阔绰 一次性就点了我们这里的十个姑娘 这次我们绝对是遇到大主顾了 那个血肉人形小跑地跑了过去 小声地凑到了 和大舌头围坐在一起 最熏熏的其中一个队长的耳边 几眉弄脸地说着 听到他的话 那两个队长顿时瞪眼 立刻回头看了一眼 笑眯眯地拄着拐杖 望着他们这里的那个类人形生物 惊异道 多少 十个 这么豪横的吗 那个血肉人形立刻迅速递上下点头 认真地小声道 没错 主要是有钱 而且看样子不是本地人 估计是欲望领域的一个大嫖客 毕竟除了欲望生物之外 这个世界上 也不会这种走南闯北的到处乱嫖 和舍得花钱的主了 而且和我说了 如果把他伺候好了 要多少钱都不在话下 您看这个 说着 他小心地从怀里摸出了那枚灵恩 刚刚给他的黑卢币 而在看到那黑卢币特有的花纹和光泽之后 那两个队长顿时就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甚至就连呼吸都急促了起来 因为在黑暗世界 作为硬通货币 一枚黑卢币 就足足能够抵得上一千枚骷髅币 能用得起这种货币的 那基本上没有一个是普通的生物 那个血肉人形小声道 不瞒您说 我刚才注意到了 像这样的黑卢币他 还有整整一袋子 所以才说 这绝对是一位无比豪横的大客户 此言一出 那两个队长立刻刷的一声就站了起来 呼吸急促 一巴掌就呼了过去 立声道 那你还愣着干什么 那还不赶紧去招待啊 没有听蛇大哥说过吗 要懂得持续性发展 这样才有回头钱 赶紧去把那位伺候好了 要是出了什么事情 我们要你的命 还不快去 如果是往常的话 那他们听到有这样的生猪 那肯定是毫不犹豫的 就会干他一票 但现在那肯定是不同了 做生意嘛 那当然是有来有回 才能够持续性地得到收益 如果是一次性买卖 先不说风险的确很大 就算成了 那收益也绝对不比来来回回的多 和气生财吗 是 队长 我立刻就去 说着 那个血肉人形立刻转头 飞快地向着林恩的方向 谄媚地小跑了过去 而那两个队长 依然是呼吸急促 遏制着自己激动的心情 果然是蒸蒸日上啊 果然有了蛇大哥的指点 他们之前就已经是 拿到了手软了啊 这才几天的时间 他们就一本万利地 赚了往常几个月 都不一定能赚到的资本啊 蛇大哥 我们必须要再敬您一杯 我们先干为敬 说着 他们两个再一次向着大舌头 举起了杯 激动而崇敬的意义而尽 而喝的也是醉醺醺的大舌头 迷蒙地卷起 混合了烈酒的药剂 往嘴里一灌 然后目光下意识地 往林恩的那个方向一扫 看上了那似乎是笑眯眯地 望过来的 那略带熟悉的目光 长长的舌头 顿时支棱一颤 卷起的那枚高品质药剂 顿时一下就哗啦啦地 洒落了一身 整条大舌头 都下意识地僵了下来 蛇大哥 您怎么了 怎么酒还拿不稳了呢 喝醉了 哈哈 一看大哥 就是喝醉了啊 那两个醉醺醺的队长 哈哈大笑 左摇右摆地拍着大舌头 但大舌头 却依然是僵硬地在那里 猛猛地注视着 已经是转开了目光 正饶有兴趣地 跟着那个血肉人形 往旁边圈养着 那些血肉人形的方向走去 而不管是从那个角度看 都看不出一点熟悉的样子 就像是也从来没有 把目光笑眯眯地望过来 是喝多了吗 大舌头猛猛地 用力地甩了甩舌尖 敲了敲自己 为什么总感觉 刚才那个 类人形生物看过来的目光 带着一股异常的 格外的熟悉感呢 他又从舌头间 栽变出了一颗眼球 仔细地猛猛地继续 看了那个人几眼 甚至为了不放心 还犹豫地开启了 自己具象的超微感应 因为如果真的是灵恩的话 那他一定能百分之百地感应到 具象之星和他之间的联系 但是没有 那边虚无的一片空白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感应出现 看来 可能真的是自己想多了 毕竟那个家伙 现在应该妥妥地在黑夜城 怎么有闲工夫再回来这里 思思 他摇了摇舌头间 继续慵懒地靠在了 毛茸茸的座椅之上 卷着药剂 惬意而迷糊地继续 和那两个队长磕起了药 林恩先生 那个 那个长长的就像是舌头一样的怪物 该不会就是您说的 附身在灵恩体内的影医 小心地打量着那边 有些心惊胆战地问道 灵恩摸了摸下巴 拄着拐杖 嘴角微翘道 没错 就是我的小宝贝 你看他现在多么的滋润 第932章 可以变成魅魔的吗 影医瞪着眼 一句话也不敢说 因为看样子 应该就是灵恩先生养的 类似于宠物之类的生物了 果然不愧是地狱 真的不管什么 奇形怪状的生物都存在 但是显然 灵恩先生口中的那个小宝贝 血肉神教的生物把酒烟欢 这不管是谁看了 应该也会非常的火大吧 而灵恩先生既然已经来了 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处置他 而灵恩依然没有着急 脸上依然是保持着 那毫不在乎的惬意的神情 就像是一个真的客人 跟着那个血肉人形 悠哉悠哉地逛着 哎 咱们到底要去哪呀 你别让我等急了 你们还到底要不要做我的生意 那个血肉人形 连忙谄媚地笑着迅速上前 推开了后院的一扇房门 到 到了 先生您请进 我们这里所有的姑娘 都被我们统一圈养在这里 您想要什么类型呢 我们这里都有 保证包您满意 灵恩顿时饶有兴趣地 拄着拐杖 跟着他踏入了那个房间 而也就是下一刻 灵恩立刻就看到了 一个又一个被扒光了 用铁链子捆着脖子 圈养在那个房间当中的 一个又一个奴隶少女 然后灵恩脸上的笑容 就僵硬在了原地 这就是你说的 姑娘 只见房间的临时 挖掘出来的大坑当中 一个又一个长满了触手的 蠕动着的血肉人形 被人就像是猪一样 圈养在那里 脖子上带着项圈和锁链 面容上那庞大的毒眼 就像是被人灌了药一样 迷醉地半睁着 一群又一群 蠕动地挤压在一起 画面极度地爆裂 可以说 只是看一眼 就你能让你一辈子 都吃不下饭的那种 甚至就连影衣 都呆滞地僵硬了下来 如果真的要用 人类的话来描述的话 那就像是一堆 类型人的大章鱼 被丢在一个大坑里面 你甚至能看到 它们挤压在一起 分泌出来的 那粘稠的液体 而就算是瓢 这也得有多么无敌的XP 才能够经受得起 这种场面啊 更不要说是进去吧 丁 影衣的三只 十 凌恩先生 这 这样的生物 您不会真的 也能下得去手吧 太恶多了 这已经是超出了 人类生理极限的耐受度了 凌恩闭着眼睛 啪的一声 就把那个血肉人形 给拽了过来 道 你是不是在晃点我 这就是你给我说的 你们这里上好的姑娘 你是觉得 我的品位 已经堕落到了这种地步了吗 你如果不给个解释 我就把你丢下去 让你自己 好好地和你的这些姑娘玩一玩 你信不信 那个血肉人形 立刻瞪眼 颤巍巍地伸出手道 先生您冷静 您先听我把话说完 事实上很多顾客 都和您一样 一开始可能会觉得接受不了 但这只不过是 他们初始的样子 马上就不一样了 您稍等 那个血肉人形 连忙飞快地冲到栅栏之前 拿出一个铃铛 用力地摇晃了起来 力声道 来客人了 都给我起来干活 快 叮当叮当 伴随着那铃铛的声响 整个房间当中 蠕动的血肉人形 立刻开始躁动了起来 而伴随着铃铛 开始不断地变奏 那个血肉人形 几眉弄眼的神秘道 先生您稍等 如果之后 有什么特别喜欢的类型的话 您再和我提 但我认为 对于大部分的人形生物来说 我想 您一定会喜欢 他们这个形态的 我敢向您保证 叮当叮当 铃铛开始按照某种规律 继续变奏 而也就是下一刻 那些蠕动的血肉怪物 开始挣扎的扭曲变化了一起 伴随着那异常的生而营 粘稠的皮肤 慢慢地变得白皙 触手一样的肢体 开始生长出出了 人类一样的肢体 然后是就像恶魔一样的小蹄子 和蝙蝠一样的翅膀 很快 伴随着铃铛声 戛然而止 刚才那灾厄至极的 那些血肉怪物 竟是全部变成了 一个又一个白花花地 扭动在一起的魅魔 唇红齿白 双眼迷蒙 头上长着弯曲的犄角 有的皮肤之上 还有细细的黑色纹路 嘴唇微动的时候 身上的每一寸皮肤 都仿佛闪动着诱惑的光泽 的确是就和传说当中 魅魔一模一样 而且还是几十个交织在一起 就像是一幅魅魔的盛宴 灵安 隐一 那个血肉人形乐呵呵地道 怎么样 是不是观感一下子就上来了 虽然和真正的魅魔相比 肯定是少了一些魅惑 但是形象上绝对是一比一还原 绝对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而最主要的是 绝对听你的话 而且 不会像那些真正的魅魔一样 把客人炸死 绝对是物超所值 灵安用了很大的力气 才把目光从那些魅魔身上移开 用力地捏着眉头 撕了一声冷气道 能不能换一种 比较不这么劲爆的 让我有个心理建设的过程 你说呢 因为的确是和刚才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甚至就算你知道 他们并不是真正的魅魔 而是刚才那样堕落 而粘稠的血肉生物 但如果光看样子 好听声音的话 真的是的确就算你知道 也是让人根本就 把持不住的那种啊 白花花的 太饿多了啊 这可不幸多看啊 当然有 刚才只是和您演示一下 都说了 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生物 我们都能够根据 客人您的喜恶进行条件 那我再给您换一种 那个血肉人形抬起手 叮叮当当的 又开始了铃铛的摇晃 哗啦啦 而也是随着铃铛的变奏 那些声音的魅魔 血肉开始不停地变化 并且逐渐地缩小和改变形态 而也就是短短的几十秒 刚才那些魅惑力十足的魅魔 已经是彻底转变了形态 变成了一群身体娇小 容貌精致 脖子上带着项圈 仅仅是让你看一眼 就会让你忍不住地生出 想要抱在怀里 狠狠地宠爱的女孩子的形态 纤细而玲珑 白花花地交织在一起 就像是一群处于成长期的 丁 您的任务借色失败 您当前坚持的时间为 两小时三十二分 任务将在五分钟之后 重新开始计时 请您再接再厉 叮 您的大脑出现了暂时性的眩运 叮 您的血气有些不足 第九百三十三章 能想出这种主意的不是好人 林恩先生 林恩先生 林Q您怎么了呀 伴随着影音在体内震惊地大叫 林恩有些眩运地 捂着额头摇摇晃晃地 就往后一跌 直接就坐在了那个血肉人形 熟练地推过来的一把椅子上 怎么样 就像是已经习惯 那个血肉人形 认真地推销道 因为您之前说过 比较喜欢年轻一点的 所以我就让他们变成了 这种娇小一点的形态 这次有没有让您满意 林恩倒吸着冷气 用力地揉着太阳穴 喘息道 没事 让我缓一缓先 因为他虽然的确是 有一些心理建设 但是这种场面的冲击性 还是着实有些太大了 毕竟他再怎么伪装 也其实不过是一个纯情的少年 像这种几乎只存在于 本子当中的恶朵画面 对他造成的杀伤力 还是太大了 更不要还是那么多 白花花的萝莉交织在一起 但魅魔的冲击 自己都扛下来了 怎么换了一种 自己就扛不住了呢 这也显得自己太不堪了吧 没错了 这一定也是哭泣小丑 影响了自己的意识 让自己的定力下降了太多 这简直就是欺人太甚 这万恶的小小的诅咒 真的是太过分了 但真的只是诅咒的影响吗 会不会还有一些其他的影响 比如 左左 锦浩 道 比如说 你是个没用的罗利控 你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无视掉左左 对自己过分恶意的诋毁 灵人重新让自己的目光 变得严肃了起来 遏制住心里 那颗躁动的心 因为他非常清楚 自己这次之所以 大费周章的进来 只是为了收集大舌头 那个废物的罪证 如果说他真的已经堕落到 和血肉神叫同流合污 甚至已经做出了 拐卖奴隶少女的这种事情 那他就真的不会 再原谅了 因为他非常清楚 他其实不是来调的 他是来做调查的 所以 不管是魅魔还是罗利 对他来说 都不会让他生起任何的想法 就像扫黄打飞的 正义的斗士一样 难道他们 见了这种场面 就会让自己堕落吗 开玩笑 简直小儿科好不好 灵人冷哼了一声 目光变得平坚而淡远 无欲无求 各位姑娘们 这位先生 就是你们今天要服侍的主子 你们只要把这位先生 伺候好了 那先生也绝度 都不会对你们吝啬 给先生叫一个 铃铛一摇 那些带着项圈的女孩们 顿时就对着林恩 发出了一声声渴求的鸣叫 哦 您的大脑出现了剧烈的眩晕 理智值 五十 您的气血严重堵塞 您的理智值 三十 您的任务借策失败 当前持续时间为两秒五分钟之后 开始重新计时 请您节制 那个血肉人形瞪着眼睛 惊慌的连忙拿出手帕 胃靠在椅子上 眩晕的养着头的林恩 遏制住飙出来的鼻血 咽了一口唾沫道 先生 先生 您没事吧 您可别吓唬我呀 林恩睁着死于眼 深吸了一口气 从怀里摸出了两个木塞 堵住了鼻血 道 区区小儿科 不在话下 只不过最近血气比较旺盛 稍微放一下而已 我怎么可能会有事 小小软肋 随便挑战 他林恩 难道还会忍受不住 这种小小的诱惑吗 那也真的是太看得起他了 所以 林恩的嘴角微微地翘了起来 翘着二郎腿坐在那里 问道 这些能够随便变成各种形态的生物 并不是你们从外面拐来的 而且 我看他们好像全都被吓了要了是吗 那个血肉人形 顿时几枚弄眼道 没错 先生您真识货 也不瞒您说 我们这种小地方 想要搞到那些优质的奴隶 的确是没有那个本事 但是既然做起了这门生意 那自然是有的是办法 我们虽然搞不到奴隶少女 但我们能搞到我们自己人啊 林恩饶有兴趣道 哦 这么屌的吗 那个血肉人形得意地介绍道 当然 既然是血肉领域的生物 那当然是 不管什么形态都能变化才是 而什么地方的血肉生物最多 那当然是我们血肉神教内部了 你看这些 就全部都是我们队长的属下 让他们来接客 直接就是一本万里 而平时 如果我们大本营派个什么信使过来 我们就直接要晕丢进去了 来回几次 我们的生意 看似越来越兴隆了 您就说这个主意强不强 林恩都忍不住地 想要给他们竖起一个大拇指 嘖嘖赞叹道 屌 够屌啊 这一看就知道 不是一般的生物 能够想得出来的 太骚了呀 果然 和那些真正的 没有道德的生物相比 自己真的是太小儿科了 什么才是前辈 能想出这种不当人主意的 才是真正的前辈中的前辈啊 这没个十年脑血栓 是肯定想不出来 这种不当人的主意啊 所以 敢问这是你们的 哪位人兄的主意 真的有如此变态的狠人吗 当然有 是那个大舌头一样的生物吗 当然不是 那是 他叫林恩 就是您口中那个 提出这种主意的变态狠人 我们也是 从他留下来的笔记里面看到的 和我们相比 那才是真正的邪恶啊 隐一和左左 全都震惊地望向了 林恩那僵硬的笑容 那个血肉人形 乐呵呵地继续道 而说起那个灵性魔头啊 那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满脑子坏水 还经常喜欢给你玩一些伪装潜入 因为丙信和我们差不多 所以一旦打入我们的内部 想找出真的是特别的麻烦 就像他留下来的那个笔记 就连我们自己看了 都会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那简直是把骨子里的坏水和混乱 全都给写进去了 所以才说 一般人不写日记 敢写的都是那些骨子里就很阴暗的 砰 一声被血肉包裹着的 消音乐的枪响 那个血肉人形 顿时脑瓜开花的 地倒在了地上 脑浆流了一地 叮 您击杀了一个血肉人形 您获得了五十点经验 灵恩收枪 第九百三十四章 又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左左和隐一 呆滞地望着脑浆流了一地 倒在那里的那个血肉人形 又望着闭着眼睛 擦着枪管 坐在那里的灵恩 杀人灭口啊 没有任何问题了 这绝对就是杀人灭口 毁尸灭迹 没有任何错误的 人家刚才还好好的谈笑风声的样子 你这触不及防 就抬枪给人家崩了呀 虽然的确是敌对生物 但是你这是不是有些太突然了 难道说你真的留下了什么极度恶劣的笔记 被人发现了 所以才迫不及待地想要遮掩吧 灵恩抬着枪 瞥了一眼外面 道 没事 不用在意 我对我的枪进行了消音处理 外面那几个家伙 喝得鸣鼎大醉 应该是发现了不了的 所以 你就不打算好好地解释一下 那本笔记的事情吗 能不能不要就像个没事人一样的 把话题转移开啊 阿卫 左左欧 口 欧 灵恩拍了拍手 睁着死于眼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随即伸出手拿过了那个血肉人形腰盘挂着的那个铃铛 那个铃铛的面板立刻便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迷魂灵 品质 特殊 类型 咒术之气 能力 可以通过与铃铛的皱纹相匹配的药剂粉末 对各类血肉生物进行精神控制 介绍 古老的城堡当中 总是会响起一阵阵清脆的铃铛声 就像城堡外总会有一片花田 每到寂静的夜晚 花粉就会随风飘荡在整个小镇的上空 所以 你是否嗅到了那女药的花香 是否听到过悠扬的铃铛在你的耳畔轻轻响起 而你再次睁开眼睛时 你是不是已经看到了自己的尸体 一个看起来就非常不错的道具 灵人直接就塞入了自己的系统空间当中 随即便伸出手在他的身体搜寻了起来 很快他的耳边就再次响起了系统提示 叮 您获得了黑卢BX1 叮 您获得了骷髅BX21 叮 您获得了射魂花粉X4包 叮 您获得了风干的香蕉X2 找到了 灵人拿着香蕉 目光落在了手中的那几包花粉之上 轻轻地打开包装纸 一缕缕新红的粉末顿时映入了眼帘 轻轻地嗅了嗅 一股奇异的芬芳顿时涌入了鼻腔 叮 您受到了射魂花粉的影响 您的精神力20 获得了射魂Debuff 不错 又得到了一些居家旅行必备的道具和药物 而看哪能把人变成Loli 而随意控制来说 这要是悄悄地给左左下一点的话 那可能只要自己稍微地摇一摇铃铛 左左肯定就会情不自禁地变成 顺从自己的奇异的形状 这对他的提升 毫无疑问是极为巨大的 左左 道 你是不是又在想什么奇异的东西 我看你的眼神不对啊 凑脑袋 林恩闭着眼 郑重地将那包花粉收入了囊中 扶了负担片眼睛道 当然没有 我现在正在想该怎么对付他们 左左游一道 所以你打算接下来怎么做 林恩转头 从系统空间当中拿出了鸟嘴面具戴在了头上 微微地扭动镜片 视野顿时就被调整 为了透视和侦测的视角 抬头向着整个院子眺望着 人不是很多 院子里面加上大舌头的话 一共三个 阁楼里面有两个 地下室的书库里面有三个 仓库被他们改造成了厨房 里面还有两个 如果是那些血肉人形的话 不难对付 唯一的问题是 大舌头这个混蛋 虽然他知道 大舌头 他应该不可能真的投靠血肉神教 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而且把他的卧室都改造成了厕所 这事只要想一想 就绝对是一件无法原谅的事情 这多多 少少是带着一点个人因素 所以也是绝对不能放过他的 林恩摘下了面具 睁着死于眼 道 那个笨蛋是超凡级 其他的都不足为虑 只要找个方法 把他们一网打尽 别让他们出去报信 就可以 我们走 没有任何的犹豫 林恩转身 开启了燕尾服的能力 身体直接就像是幽灵一样 穿过了旁边的墙壁 悄无声息地 在墙壁当中穿行 这让他忍不住的 就想起了 当初自己初出茅庐时 披着那件幽灵斗篷 在整个游魂巷 和那个可怕的血肉傀儡周旋 那绝对是他有史以来 最绝望的一次 甚至要比面对根源 还要来得艰难 但现在 如果再让他遇到 那个血肉傀儡 那他至少有一万种方法 来调教他 他其实也早已是 今非昔比 悄然地来到 距离最近的地下书库 触手哗啦啦地 从墙壁当中蔓延出来 瞬间便从背后 将一个血肉人形 禁锢在了墙壁之上 而他们还没有来得及 发出声音 林恩便抬起了 萧音的左轮 碰 叮 您击杀了一名血肉人形 您获得了五十点经验 而另外一个 血肉人形的脸色巨变 但刚刚转过头 左左便瞬间 张开了凶残的大口 一口便将他 整个上半身 都吞入了其中 林恩大步上前 从下往上一刀 便冲心脏 贯穿到了他的大脑 直接毙命 转过头再给 那个被他的触手 控制地发不出声音 而恐惧的血肉人形 补了一枪 碰 叮 您击杀了一名血肉人形 您获得了五十点经验 叮 您击杀了一名血肉人形 您获得了五十点经验 林恩吹了吹枪口上的青烟 睁着死于眼 摁了摁高脚冒道 还有四个 我们尽快解决战斗 然后我们再对 副院子里面的三个 嗯嗯 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林恩如法炮制 大步的 就像是一个幽灵一样 穿梭于墙壁当中 不到几分钟 便悄然地解决了 阁楼里面的那两个血肉人形 可以说 他手里的 这把兽魔左轮的威力 是非常巨大的 特别是对血肉和亡灵来说 是一把具有极强克制性的武器 而更不要说 他在激活了巨像之星之后 体内拥有了源源不断的血气攻击 而对于需要大量力量 来攻击的兽魔左轮来说 那就等于是 给他安装了一个 几乎永不枯竭的能量泵 而这也是他少数几种 能够直接将巨像之星的力量 转化为攻击的方式 而随着这么长时间的锻炼 他的射击技术 也是郁家的娴熟 碰 丁 您击杀了一名血肉人形 您获得了50点经验 第935章 鸡汤来了 厨房 再次一枪解决战斗 而在那边 左左也是盘旋着抬着手 哇啦哇啦地 将另外一个挣扎的血肉人形 吞入了肚子里面 外围的敌人 基本上已经全部被肃清 左左 他打了个宝格 然后萃出了一块骨头 敲咪咪地将一颗金牙咽下去 道 欧啦 都杀了 现在我们要怎么对 妇院子里面的那两个队长 还有你的小宝贝 林恩瞥了他一眼 强行摁住从他的身体里面 淘汰小金库的冲动 他浮了负担片眼镜 目光随即便落在了厨房的大锅当中 炖着的一锅粘稠的菜肴之上 随即嘴角一翘道 这不是很简单吗 喝了那么多的酒 那当然是要再喝点鸡汤补一补了 这么好的东西 如果就这么浪费掉的话 那岂不是太可耻了吗 你觉得呢 他从系统空间当中 摸出了自己刚刚不久之前 获得的那几枚种子 血鸡藤 类型 异常植被 品质 稀有 介绍 一种看上去很普通的藤蔓 和其他的藤蔓 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是会散发出一股奇异的香味 同时品尝起来的味道 也是极为的美味 但只要被生物误食 血鸡藤便会迅速地 在对方的血肉之上生根发芽 并很快地成长为新的藤 是在地狱当中 也属于极为诡异的一种茂密植物 啪哒 将那几枚细小的种子 洒入了其中 顿时一股奇异的芬芳 从大锅当中散发了出来 甚至只是闻一闻 都会忍不住地 让人食指大动 口水直流 而这不就 派上用场了吗 来了 来了 鸡汤来了 几分钟之后 灵恩灾变成的那个血肉人形 兴奋地端着一大盆美味的纸鹰汤 一路小跑 从厨房当中 来到了院子当中 然后嘖嘖地将那一大盆 散发着奇异芬芳的纸鹰汤 放在了他们的桌子之上 而几乎是 指鹰汤刚刚端过来的时候 那浓郁的芳香 就已经是在整个院子当中 弥漫了开来 甚至就连大舌头 都是忍不住地放下了药剂 忍不住地被那一大盆 指鹰汤散发出来的 奇异味道所吸引 这么香的吗 前几天炖的就和屎一样难吃 今天这不对劲啊 那个醉醺醺的队长 忍不住地精益地掀开了盖子 望着其中炖成了糊糊的肉汤 虽然样子看上去 依然是精神污染 但是散发出来的味道 却是忍不住地 让人食指大动 肚子咕咕叫 特别 有点特别啊 要知道 他们筑扎在这里 也才不久的时间 虽然钱是赚了 但血是什么的 也根本没来得及 做出怎样的改变 能遇到个外乡人 引诱进来剁把剁把吃了 已经是极为的不错了 特别是给他们烹饪的那个废物 能把什么食材都做成史味 也绝对可以说得上是天赋一饼 头角蒸容的奇才 今天难道这是变了性吗 林恩嘖嘖赞叹地往那里一坐 给每个人都成了满满的一大碗 特别是给大舌头 成得比谁都多 两位队长 舌老大 这鸡汤极为的鲜美 赶紧趁热喝 要不凉了之后 就没那个味了 其中的那个队长 犹疑地端起一碗鸡汤 打了个酒隔道 不对劲 我看这食材 也和前两天一样 你这是往里面放了什么 怎么能这么好玩 林恩顿时笑眯眯地竖起了大拇指道 不瞒两位队长 这是小的刚不久去黑市淘到的 一些特殊的佐料 只要放那么一点点 就能够让普通的食材 变得异常的美味 我也知道 两位队长一直吃不惯这里的东西 这不 为了能让两位队长满意 我这是专门自掏腰包来 想要好好的孝敬两位队长啊 只要队长们吃舒服了 不把小的也丢进去接客 那小的就更开心了 此言一出 那两个队长彼此看了对方一眼 随即醉醺醺的哈哈大笑 十分的满意 瞧瞧 这话听得多舒坦啊 果然不愧是自家小弟 这鳄鱼凤城乱拍马屁的本事 也真的是有所见长啊 不错 表现得很好 你放心 只要你好好跟着队长混 那好处是少不了的 来 干了这碗鸡汤 两个队长哈哈大笑地端起了鸡汤 向着坐在主位上的大舌头 就静了起来 蛇大哥 静明 大舌头也是嘶嘶了一声 满意的一把 就卷起了林恩给他盛的一大碗鸡汤 和那两个队长一碰 咕嘟咕嘟的 就是一饮而尽 叮 小宝贝对你的鸡汤 感到极为的鲜美 快乐加五 叮 血肉人形 精英 对你的鸡汤 感到极为的鲜美 快乐加六 伴随着耳边传来的提示 大舌头和那两个队长一饮而尽 全都露出了无比惊艳的表情 好喝 异常的好喝啊 其中的一个队长 惊异地竖起了大拇指 忍不住地就伸出舌头 舔尸了一下下巴和眼球 他发誓 他这辈子也绝对没有喝过这么美味的鸡汤 这佐料也太牛逼了 居然能把如此平平无奇的食材 变得如此的美味 这怕不是要是撒在厕所里面 都能让屎都变得一箱扑比啊 太强了啊 嘶嘶 嘶嘶嘶嘶呀 大舌头也是开胃的 哦 欧帝忍不住地舔尸了一下盆子 也从来没有品尝过如此美味的料理 这对一个被那个混蛋 用过期药剂和轮回之物 灌溉了三年的舌头来说 这简直就是无法形容的人间美味啊 这简直比炖了灵恩都好吃啊 丁 小宝贝 想起了你为他的过期药剂 对你的怨念加十 丁 小宝贝想起了你为他的 B 对你的怨念加二十 不错 不错 那个队长惊异地又喝了慢慢的一大碗 竖着大拇指道 你这佐料实在是有些不一般啊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怎能如此的美妙 灵恩笑眯眯地坐在了板凳之上 咬起了一勺子汤 诡秘道 啊 这个嘛 怎么说呢 这当然是一种非常珍贵的佐料了 而与此同时 药剂垫之外 寂静而无人的黑雾当中 只见两个伤痕累累的血肉人形咬着牙 以难以想象的速度 迅速地向着血聚药剂垫的方向 急驰而来 而如此仔细看的话 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后背上 深可见骨的伤口中 那不断地溶解出来的绿色的粘液 快 加快速度 必须立刻把这个消息通知给其他据点 那些 那些怪物 他们剧烈地喘息着 脸上带着极为痛苦的神情 而后背上那溶解的血肉 依然在不停地变成绿色的粘液玻璃 甚至就连骨头都开始了融化 因为按道理来说 作为血肉领域的生物 他们就算是被重伤 只要不是一击毙命 那也能够很快地通过他们那 无与伦比的回复能力迅速地愈合 但诡异的是 他们后背上那溶解的血肉 却是仿佛完全遏制了他们的恢复能力 就像是某种专门针对血肉生物的攻击方式 对他们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巨大的克制 第936章 我都还没完够呢 来了 问 几乎是在那个血肉人形 痛苦地说出那两个字的下一刻 一根根散发着绿色光运的触手 瞬间从身后的黑雾当中暴湿而来 直接就洞穿了其中的一个血肉人形的胸膛 另外一个血肉人形 瞬间恐惧地跌倒在了地 而那个被洞穿的血肉人形的瞳孔 剧烈地放大着 身上不断地由内而外 出现了一道道绿色的裂痕 内部的内脏和肌肉 迅速地哗啦啦地开始溶解 该死 剩下的那个血肉人形 惊恐地立刻摸爬滚打地爬起来 飞快地向前夺路而逃 而也就是 在他刚刚逃出不久 那个被洞穿的血肉人形 就彻底化作了一滩滩绿色的粘液 而在身后那滚滚的黑雾当中 一个体型庞大的头戴鸟嘴面具的叶衣 悄无声息地浮现出 站在了那绿色的粘液之前 镜片中绿油油的目光 落在了远处的那座店铺之上 触手缓缓地转动着脸侧的齿轮 道 报告 已找到血肉神教最后一座据点 包围圈已完成 完成清理之后 会立刻前往目标地点汇合 完毕 啪 雪巨要祭奠之内 那个伤痕累累的血肉人形 痛苦地猛地冲入了其中 满脸的恐惧 摸爬滚打地猛地推开了后院的大门 不好了 不好了 叶衣阵营发现了 我们在游魂巷周围的各处据点 他们已经展开了 对我们各大据点的屠杀 我们必须赶快撤退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呀 他惊恐地 几乎是一下子就 趴倒在了后院的门前 而此时此刻 正为坐在桌子前 大快朵移地 喝着林恩为他们准备好的鸡汤的那两个队长 顿时一愣 然后几乎是条件反射性地站了起来 猛然望向了那个冲进来的血肉人形 他们彼此对视了一眼 感觉到了不对 立刻立声道 怎么回事 你是那部分的 那个血肉人形 恐惧地往回看了一眼 艰难地攀爬着冲了过来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呀 我是眷属大人的信使 就在不久之前 我们突然受到了一伙 带着鸟嘴面具的怪物的袭击 现在除了眷属大人所在的大本营之外 其他的几个据点 已经被那些怪物们拔除了 那些家伙马上要来了 我们必须赶快离开这里 快 快呀 那两个队长的脸色 几乎是瞬间大变 鸟嘴面具 黑夜城的夜仪 怎么可能会这么快 难道他们已经得到了 他们占领了这里的消息吗 那个队长立刻一把抓住那个血肉人形 严厉道 他们有多少人 那个血肉人形恐惧道 非常多 而且全部都是夜仪阵营的精锐 他们根本就不是我们能够抗衡的 我们必须立刻突围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呀 那两个队长的呼吸急促了起来 再不敢有任何的耽搁 为首的那个队长 立刻用力地吹响了手中的哨子 尖锐的哨音 立刻在整个血具药剂店刺耳地响起 所有人 集合 他大吼 但诡秘的是 整个药剂店却是没有一个人形回应 安静地 就仿佛这里只剩下了他们 该死 这些没用的东西 都特么在干什么 那个队长愤怒地立刻转身 就要冲进最近的圈养他的那些部下 用来接客的那个房间 想要把他们全都唤醒 但也就是 在他愤怒地一脚踹开那扇大门时 他的脸色瞬间大变 他立刻就看到了那具 地倒在地上的血肉人形的尸体 看到了他额头上的那个弹孔 和流了一地的脑浆 怎么回事 这怎么 他震惊地后退了一步 叮当 身后传来了一声熟悉的铃铛的嗡鸣 他猛然转头 然后立刻便看到了那个 为他们端来鸡汤 正坐在那里 大口朵移地吃着他们饭菜的血肉人形 看到了他手里轻轻晃荡的那个小小的铃铛 你是在找这个吗 那个血肉人形 慢悠悠地拿着叉子 不急不缓地吃着面前的饭菜 那个队长的脸色顿时一阵 而旁边的大舌头 也是哗啦一声 就像是眼镜蛇一样 支冷了起来 愕然地望着坐在他面前的那个血肉人形 直接带翻了椅子 凌恩切割着盘子里面粘稠的吃食 嘴角微翘道 真的太过分了 不是都已经和他们说了吗 不要来这个据点 这里是我家 交给我就可以了 怎么居然还放进来一个通风报信的 业务能力也太差了 凌恩叹息了一声 摇了摇头 用抹布擦拭了一下自己的嘴角 我都还没有玩够呢 此言一出 大舌头的舌尖上 顿时露出了震惊的神情 望着那个叹息的血肉人形 听着那不正常的腔调 他的脑海当中 几乎是立刻就浮现出了那个无比恐怖的猜测 难道 难道说 丁 大舌头对你的恐惧加舞 丁 大舌头对你的恐惧加舞 你是什么人 那两个队长 警惕而愤怒地注视着他 身上瞬间爆炸出了密密麻麻尖锐的触手和骨刺 凌恩笑眯眯地转过头 舔尸了一下嘴角 从怀里摸出了单片眼镜 戴在了脸上 我刚才不是已经和你们说了吗 我当然是这里的主人了 你们觉得 除了我之外 还有哪个混蛋 会在这里陪你们喝鸡汤呢 两位队长 哗啦啦 他身上的血肉 慢慢地蠕动了起来 伴随着骨骼和肌肉的扭曲 他的脸慢慢地变成了人类的模样 露出了那张对他们来说 都极为熟悉的帅气的少年的脸颊 把高脚帽往头上一戴 笑容盛大而怪异 你们觉得呢 凌恩 他们的几乎是瞬间就认出了凌恩的样子 脸色几乎是骤变 为首的那个队长 立刻尖锐地再一次吹响了手中的哨子 想要召集他其他的手下 但依然是没有的回应 哎哎 别吹了 吹得脑袋都大了 凌恩闭着一只眼睛 小拇指用力地扣着耳朵 笑眼道 我都坐在这里陪你们喝鸡汤了 周围哪还有什么活人 真是的 左左 你给他们吐点东西出来 一点都不考虑别人的业务能力 翠 左左 得从嘴里面给他们吐出了一颗 消化差不多的圆滚滚的头骨 咕噜咕噜 那颗头颅滚落在了他们的脚下 流淌着胃酸的黑洞洞的眼眶 注视着他们 就像是死神的邀请 叮 血肉人形 精锐 对你的恐惧加二十 叮 血肉人形 精锐 对你的恐惧加二十五 他们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目光无比的急促 举气不定 他们虽然没有真的见过他 但是血肉神教内部 对他的传言早已是层出不穷 五百万的悬赏 更是早已将他谣传成了一个行走的恶鬼 凌恩微笑地站了起来 然后脑袋一扭 望向了旁边呆着在那里的大舌头 小宝贝 好久不见 过得很滋润啊 见了你小主人 就不想说点什么吗 嗯 大舌头僵硬着 他对他太了解了 这个家伙 只要一露出这种恶劣的和善的笑容 就意味着 周围必然有一些人要被他玩弄 年轻的时候还显现不出来 但自从踏出这座店门之后 他的行事作风 就越来越像着混乱邪恶生物的范畴所转变 第九百三十七章 我的算术不好 而且他也真的万万没有想到 他居然会在现在这个时候回来 大舌头僵硬着 下意识地把卷着的药剂丢到了一边 灵恩微笑地注视着他 道 真的不打算说点什么吗 比如说 我的小宝贝 为什么会和血肉神叫同流合污 又为什么会把我的药剂店 改造成现在这副模样 而且 你这几天过得好像 恶不思蜀啊 他大步地向着大舌头的方向逼近 大舌头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僵硬道 嘶嘶嘶 翻译过来的话就是 你听我解释 灵恩笑眯眯地举着枪 道 哦 你打算怎么解释 大舌头立刻晃动着身体 惊慌地 捂动着舌头中的舌头 刷得指向了旁边的那两个血肉人形 道 嘶 嘶嘶嘶 嘶嘶 灵恩歪头 擦着枪管道 你是说 你是被他们所胁迫的 所以才迫不得已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但其实你的心还是在我这边的 是吗 大舌头立刻飞快地上下点头 对此表示了绝对的赞同 是的 就是这样的 咔哒 灵恩扣开了左轮的保险 笑眯眯道 可是只凭你的一句话 你又怎么能让我相信你呢 你可是不仅把我的卧室改造成了粪坑 并且还在这里大转特转 甚至还恶劣地组织这些血肉人形脉 B 如此罪行 你又怎么能证明 你是清白的呢 大舌头猛猛地张着嘴 然后 他就像是猛然想到了什么一样 舌头上钉得亮起了一个灯泡 闪亮地让灵恩稍等一下 然后他猛地张开了舌尖上的锯口 然后哗啦啦地向外呕吐 伴随着粘稠的液体 一枚又一枚骷髅臂 叮叮当当地从他的嘴里面吐了出来 咕噜咕噜地就落在了灵恩的面前 看那个数量 至少有一百多枚 那就是整整的一百多块 大舌头满意地用力地伸出舌头 舌尖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道 嘶嘶 嘶嘶嘶呀 意思非常的明亮 他大舌头 虽然是和血肉神叫同流合污 但是脑子里面呢 依然是时时刻刻地惦记着自家的小主人 就算是捞了一大笔钱 那他可都是时刻都在想着 怎么把钱全都留给自家的小主人 那可是一枚都没有花啊 这些应该足够自证清白了呢 灵恩捏起了一枚骷髅臂 笑道 这就是你这几天赚到的 所有的小钱钱吗 大舌头 星号 的用力上下点舌 豪迈地表示 是的 但这些全部都是留给小主人的 没有任何问题的 他也是有努力地 为家里增加财产 所以才身不由己地为敌因所服务啊 灵恩眨眼道 这么贴心的吗 真的要全部交给我吗 就没有打算稍微私藏一点吗 真的是一下子就被小主人看穿了啊 大舌头满意地摇舌 然后呸的一声 又吐出了一枚骷髅臂 叮 您的骷髅臂加一 没有了 这一下可真的是一枚都没有了 已经全部都在这里了呢 被榨干了 这些全部都是留给自家的小主人的呢 哦 哦 灵恩双手合十 眨眼道 是这样的吗 大舌头点头道 撕的 撕的 但也几乎是在同时 在他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的时候 后方的那两个血肉人形的目光闪烁 彼此看了对方一眼 望着背对着他们的灵恩的眼中 瞬间露出了疯狂的杀意 几乎是心领神会 一瞬间 他们的手臂猛地化作了锋利的骨刃 就像闪电一样 瞬间就向着灵恩发动了袭杀 但也几乎是在那两个血肉人形袭杀过来的那个瞬间 啪哒 灵恩打了一个响指 一瞬间 就像是有什么被激活了一样 那两个血肉人形的脸色聚变 一股剧烈的疼痛 瞬间从他们的全身各处传了过来 无数密密麻麻的红色藤腕 哗啦啦的就破开了他们的皮肤 就像是毒蛇一样 猛地扎根在了地面之上 一声声淒厉无比的惨叫 这是 这是什么东西 怎么会这样 他们恐惧地挣扎地 想要摆脱身体当中生长的那些藤腕 但是那些藤腕生长得越来越多 越来越快 根本就没有丝毫的作用 就仿佛他们的身体 成为了那些植物的温床 疯狂地摄取他们体内的养分和血液 背对着他们的灵恩 微微扭头 扶了负担片眼镜 笑眯眯道 这就是我给你们添加的佐料啊 你们不会以为我真的是闲得没事 坐在这里和你们喝汤吧 叮 血肉人形对你的恐惧加二十 叮 血肉人形对你的恐惧加二十一 伴随着而变的提示 他的目光笑眯眯地转向了 的大舌头 他扶了负担片眼镜 眨眼道 小宝贝 我的汤你可是也喝了呢 所以 你确定没有和小主人说谎吗 真的只有一百多枚骷髅臂吗 我这个手可是有点抖啊 大舌头呆滞地吞咽了一声 短暂地停顿 然后他立刻一拍自己的肚子 哗啦啦 大量的骷髅臂 伴随着呕吐的粘液 从他的肚子里面 就像是瀑布一样地喷吐了出来 叮叮当当地作响 左左铃Q 铃 您的骷髅臂加一二一零眉 吐完之后 大舌头抹了抹嘴角 瞪眼用力地比划和嘶嘶着 表示他刚才其实算错了 他不小心少算了一个零 现在突然想了起来 其实不是一百二十一个骷髅臂 是一千二百一十个骷髅臂 因为其实小主人是知道的 他以前一直都是一个文盲 也是刚不久 才开始学习练字和算术 那稍微不小心算错什么的 也当然是情有可原的 林恩恍然大悟 啪哒 他又不小心打了个响指 旁边的那两个血肉人形 顿时再次发出了一声声剧烈的惨叫 他们身上的藤蔓 竟是慢慢地开出了 如血一样的鲜红的花蕾 身体哗啦啦地 开始肉眼可见的萎缩和干边 大舌头 林恩一正 然后惊一道 哎呀 最近手有点抖 打错响指了 不过你说的的确没错 算术不好的话 的确是情有可原 我想想 哪个手指是控制你体内的 即便疼来着 我想想 第九百三十八掌 他现在在哪 林恩思索地望着自己的五根手指头 左搓搓又捏捏 大舌头 都望着林恩在那里乱搓 又看着那几个疯狂尖叫 开花结果的血肉人形 啪 他再一次用力地一拍自己的肚子 哗啦啦啦啦 左左林Q 只见比刚才还要多得多的骷髅臂 就像是不要钱一样 从他的嘴里面捧涌了出来 就像是整个胃都被翻出来了一样 多得几乎是撒了一地 叮 您的骷髅臂加眉 在打了一个僵硬的格尔吐出了最后一枚骷髅臂之后 大舌头干呕的用力地比划 表示自己 又记错了 他的算术真的是太差劲了 明明是少算了两颗零 结果他一不小心 就给继承了一颗零 这真的是没有办法原谅的错误啊 明Q 这怎么能对得起小主人呢 这怎么能自证清白呢 自己真的是太差劲了 林恩眨眼捧起那些骷髅臂 道 看来以后真的是有必要好好地提高一下小宝贝你的数学水平了 所以 真的已经没有了吗 有没有 可能你又少算了一颗零 要不再想想 大舌头用力地摇头 做了一个干呕的动作 邓言表示绝对没有了 他肚子里面真的已经是空空荡荡了 真的是一个子都套不出来了 不幸的话 他可以以血剧的人格发誓 绝对是一滴都不剩下了 林恩眨眼道 真的是这样的吗 大舌头猛猛地点头道 撕的 撕的 林恩把旁边的一个空瓶子 往他下半身锁在的地窖里面一踢 哗啦啦啦 一阵阵前臂碰撞的声音传来 大舌头的表情瞬间僵硬在了原地 林恩侧耳倾听 惊异而茫然道 哎呀 小宝贝 我刚才怎么好像听到了 有很多钱哗啦啦的声音啊 我不会是出现幻听了吧 应该不会的吧 小宝贝 你觉得呢 大舌头 哦 半分钟之后 叮 您的骷髅必加美 叮 恭喜您完成了隐藏任务 小宝贝的小金库 您获得了额外经验两千 小宝贝的小金库隐藏成就 通过任何方法 找到小宝贝所收受的贿赂 和她自己的隐藏财富 并理所当然地完成接管 而小宝贝没有反抗时可获得 小宝贝在投敌时 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和贿赂 全部都被她隐藏在地窖当中 并打算刺激跑路 在限定时间内阻止她的行为 并掠夺她的财富 可触发并完成此任务 伴随着耳边的系统提示 林恩闭着眼睛 毫不客气地 将她地窖里面所有的小钱钱 全都充公 至于谁是公 那当然她是公了 小宝贝哦 欧帝就像是大便一样盘成了一坨 看着她还没有雾热的小钱钱 被林恩一点一点地打捞上来 心痛得简直无法呼吸 嘶嘶嘶 能给我留一点吗 林恩睁着死于眼 撇道 当然不能 你这种卖主求容的行为 不管是放在哪个世界 那都是要千刀万剐的 也幸亏 这里是黑暗世界 也幸亏我是如此的仁慈和善良 不然的话 你现在已经被我做成铁板烧了 所以当然是一枚都不能留给她的 小宝贝的笔划 努力地向她解释 她根本就没有背叛 只是在那种情况之下 这几乎是她唯一能够保住他们店铺的方法了 假意投敌 伺机积累财富 然后找机会把消息散播出去什么的 她真的没有卖主求容的 只不过 谁知道才刚刚过了几天 她的计划还没有开始实施 她就突然过来了 而且她也的确是有努力地削弱那些血肉人形的实力 那些血肉人形 不现在还在屋子里面圈养着杰克吗 这也是一种变相的瓦解啊 呜呜 林恩睁着死于眼 咔的一声竖起枪 道 少废话 现在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只要你把你在这里了解到的所有的情况全都告诉我 我就暂时不处决你 不然的话 呵呵 你要知道 我现在可是具象之心 是你正儿八经的王后大人 作为王后随便处决一个背叛的臣民 也应该是很正常的吧 大舌头O O道 CCWCNM 几分钟之后 从大舌头这里 挖掘出了她知道的所有的信息 林恩转头瞥了一样 那个恐惧地蜷缩在那里的信息 眉头微皱道 你是说 他们来这里找血衣女士的时候 你当时也在场 而且还和血衣女士一起和他们打了一仗 你们还差一点就赢了 大舌头思思地沮丧地点头 和林恩再次复述了一遍当时的情况 当时的情况很复杂 她在具象解体之后 不久就被传送回来了血具要祭奠 然后她就着急地四处打探诅咒之城的消息 而在游魂像当中 她除了林恩和血具之外 唯一有过接触的 也只有救助在附近的那位血衣女士 她也正式通过血衣女士 在世界当中了解到了 后面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再知道具象之脑化形 而以黑夜城为首的势力 最终赢得了那场战争之后 她才放下心来 但谁知道 就在那之后不久 血肉神教的仆从们便找到了游魂像 起初她还以为是来找她的 但很快 她就意识到 他们其实有其他的目的 就在几天前 那庞大的召唤法阵的波动传来之前 她就和血衣女士 一起在游魂像 和那些血肉神教的教徒们对峙 他们试图想要让血衣回应 那召唤的仪式 但是血衣女士 并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 甚至在他们 提出她可以回去 那个世界进行复仇时 她虽然犹豫 但也并没有答应 林恩皱眉道 是因为什么 大舌头沮丧地嘶嘶了几声 为了她的女儿 此言一出 林恩顿时一正 她的脑海当中 瞬间就浮现出了 她在店内亲手捏出来的 那个可爱的女孩子 那个只要戳一下 就会发出好听声音 被她矫正过的小女孩 可以说 后续在拥有了你化能力之后 对左左的塑性 全都是在那个时候锻炼出来的 她的 小丫大 林恩立刻沉声道 她现在在哪 第939章 这期生得有点持久啊 数分钟之后 游魂向黑雾滚滚的街道之上 戴着高脚帽表情严肃的林恩 就像是一道黑色的闪电一样 向着前方及驰 而在她的身边 那个身形庞大的反血肉叶衣跟随着 两个人在黑雾当中迅速地穿梭 林恩先生 没有想到 你已经渗透进入了这个据点 那现在的话 整个游魂巷和离魂街附近 所有血肉神教的据点 就基本上已经被我们拔除了 请您放心 我们已经对这两个区域 进行了全面的包围 不会有一个敌人能逃出去的 那个反血肉叶衣的镜片 散发着绿光 一闪一束地向着林恩 汇报目前这里的状况 而就在刚才 在她正准备突破进去雪巨妖祭殿的时候 正好便看到了林恩从里面走出来 而她也已经明白 林恩先生 已经是先他们一步 对这个据点完成了肃清 而如此一来的话 那现在整个游魂巷 也就只剩下了血肉神教派来的 那个卷者所在的大本营了 而只要端掉它 那血肉神教 在这里刚刚建立的体系 也将被彻底覆灭 林恩摁着高脚帽 表情严肃道 很好 我们现在立刻和白夜大叔他们会合 我刚才的话你发不出去了吗 他们在对血肉神教据点的肃清中 确定没有见过一个血肉恶灵的小女孩 那个反血肉叶衣 迅速地转动耳盘的齿轮 和游魂巷各处的夜衣建立了联系 短暂的数秒之后 他向着林恩摇了摇头 汇报道 抱歉林恩先生 从各战斗人员传回来的消息来看 他们在行动的过程当中 并没有您相关描述的发现 不过 我已经将您的话通知下去了 各战斗人员正在加急为您进行搜索和审问 林恩神情不妙地点头 目光远远地注视着远处的黑雾 不妙啊 他已经是从小宝贝的口中 知道了当时发生的具体情况 其实他本来就应该想到的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 是能够将复仇的执念都压制下去的话 那也就只有对最亲之人的羁绊和执念 因为他是一个母亲 虽然是身处地狱 虽然早已化身恶鬼 但是从第一次见面时 他就能够看得出来 他内心的最深处 是如此的渴望 能够拥有一个正常的家庭 因为他就是因为家庭的背叛 才堕入的这黑暗的深渊 那如果说 还有什么能够让血衣女士真正的妥协的话 那也就只有对他孩子的威胁了 小鸭搭在血肉神教的手里 盘在他腰上的小宝贝 探出了舌尖 担心地对着忧虑林恩道 嘶嘶 嘶嘶嘶嘶 林恩服了负担片眼镜 严肃道 不用担心 我会把他从他们的手里带回来的 他是我接生的 而且也是 在我的手里 才有了正常的形态 我不会允许血肉神教 对他做任何的事情 他们的确是对血衣女士的所有情况 都了如指掌 要不然也不会发现 他这唯一的软肋 而更重要的一点是 那个卷者的实力也同样极为的强大 他一个人就能够与血衣女士加小宝贝打成平手 虽然在那一战之后 他也同样受了很严重的伤 而无力再处理小宝贝这个很难打死的怪物 但这么多天过去了 以血肉生物强大的恢复能力来说 估计也已经彻底恢复 而小宝贝这个废物也很精明 他知道自己并不是血肉神教来这里的主要目标 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做 所以 也就用这种妥协的方式 让自己暂时的 不能够成为他们的威胁 但毫无疑问 一旦那个卷者腾出手来 第一个对付的绝对是他 所以他也的确已经是做好了 卷钱跑路消失的无影无踪的思想准备 但并没有任何试图去寻找灵恩的意思 钱自己花 我们加快速度 两个人在街道上迅捷地穿梭 而从高高的天空俯视的话 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游魂巷的各处冒起的绿色的浓烟 和偶尔传来的爆炸声 叶衣们的突袭是成功的 虽然还有灵星的抵抗 但是在这段时间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攻击之下 所有的据点基本上已经是被无伤负面 我们到了 猛地穿过浓重的黑雾 视野当中也是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庞大的反血肉夜衣 他们隐秘在黑雾当中 就像是一群带来厄运的死神 将这里团团包围 而就在他们的面前 是位于游魂巷最深处的 一座熊熊燃烧着的中世纪教堂 林安抬起头 一眼就看到了位于战线最前方 深深地注视着那座教堂的白夜的背影 数个反血肉夜衣跟在他的周围 显然外围已经被他们彻底肃清 白夜大叔 这里的情况怎么样 林安迅速地上前 白夜一顿 然后就在林安震惊的注视之下 白夜骤然转身 一把漆黑的RPG炮筒 就被 敏地瞄准了林安的方向 扳机是锁扣就扣 根本就没有带一点犹豫的 一枚又粗又大的炮弹 直接就向着林安爆射了过来 林安大惊失色道 大叔你这气声的有点持久啊 我真没扑啊他的呀 没有任何的犹豫 林安几乎是瞬间就条件发射的 控制着猛猛的左左 用力地把左手往前一伸 在左左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直接就控制着他 张开了自己的锯口 说时时那时快 只听刷的一声 那又粗又大的RPG炮弹 瞬间就射入了 的左左的口里 一下子就射到了最里面的里面 被林安用力地闭合 嗯呀呀呀 轰 一声沉闷的巨响 从林安的身体当中响起 就在周围那些夜衣僵硬的注视之下 左左林Q的嘴里 冒出了一股股的黑烟 而也没等白夜发射第二枚RPG 林安便是一个滑铲冲了过去 咔咔地一把抓住白夜手里的 那个RPG炮筒 敏得用力地往上搬 道 大叔你有空再听我解释啊 这么多人看着呢 怎么还对着自家人乱射呢 注意场合 注意场合啊 白夜 敏警号 得压着炮 不射你一下 真的是难平 我心中怨气 一个电话把我们摇过来 你自己反而先跑了 简直是欺人太甚 可大叔你不射 我能跑吗 你不跑我能射吗 你不射 第940章 艾文大哥 我需要帮助 林安知道 这个话题要是再这么转下去 就真的是没完没了的 没有任何意义了 现在绝对不是分析 他是不是真的有扑而隐一的时候 场合不对 就算他真的有这方面的想法 也不是现在该讨论的 艰难得的将白夜手里的RPG火箭筒夺下来 林安心惊胆战地喘息着 摸了摸头上的冷汗 道 这个话题就此打住可以吗 咱们回去再说 能先和我说说这里的情况吗 血肉神教的那个卷者 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拿下了 白夜 锦浩 地活动了一下自己的万关节 他转头望向了那座熊熊燃烧的教堂 目光当中倒映着那熊熊的火光 深深道 暂时还没有 我们肃清了外围的爪牙之后 那个卷者就带着他的一部分精锐 躲入了这座教堂的地下 我们刚才已经试着进攻了两次 但都没有攻进去 那个卷者不一般 他的手里似乎掌握着一件来自血肉支配者赋予的强大直装 灵恩的眉头不由得一挑 不留痕迹地将那个RPG火箭筒收入系统空间 直装 白夜点头 陈生道 从目前得到的消息来看 应该是类似于某种防御性质直装的兵器 整个教堂的地下都被他生成的结界包裹在了其中 我们很难冲得进去 更重要的是 我们目前根本不知道他会在里面做什么 而这这也是他们最担心的 因为卷者这两个字在地狱当中代表的含义 要远高于其他任何的世界 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世界的眷族和神灵都同行于一片大地之上 而也就意味着 如果真的给他们足够的时间 这些受到了他们邪神眷顾的眷属 是真的有可能让他们的邪神在这里完成降临 在黑暗世界的历史中 曾经就有过这样的例子 一个根源的眷属在被人猎杀而陷入绝境之后 在绝望中疯狂地将自己陷阱 从而换来了那个根源的部分降临 直接就导致了将近半座城市的生物被覆灭 所以在面对这种存在时 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 一击击杀 不然他们随时可能翻盘 因为至少在他们所认知的这个世界当中 再没有比根源还要强大的存在了 灵恩的目光闪烁 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倒是有个法子可以仪式 白夜立刻转头望向他 犹豫道 什么法子 等我一下 我把艾文爵士摇过来 然后就在白夜和周围叶衣们呆滞的注视之下 灵恩闭着眼睛 调整着面具上的频率波段 准备给艾文爵士打个电话 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呢 而他们也是僵硬着 也的确是给忘记了 是啊 如果真要说什么是眷属的话 那他们的身边 现在就站着一个 比任何的眷属都要眷属的家伙 别人可能付出很大的代价 才能够得到信奉的根源的注视 而这个家伙 可能真的只要一个电话 就能叫来一票根源 啊 这样一来的话 好像一下子 就没有他们什么事情了呢 如果真的能把艾文爵士摇过来的话 那他们只需要在旁边喊666 应该就可以了吧 这货 是把人际关系这一套 给完明白了呀 信号接入中 信号接通 喂 是艾文哥哥吗 我林恩啊 白夜和周围的夜衣全都 都望着在那边 摁着太阳雪打电话的林恩 听的是一阵阵的鸡皮疙瘩 特娘的语气 完全就不一样了 这个混蛋啊 而很快 那边就传来了 艾文爵士疑问的声音 你现在不在黑夜城 你什么时候跑出去的 你难道不知道 地狱对你的注视 随时都可能降临吗 你不待在城里 你居然还有闲心出去乱逛 那边的声音有些嘈杂 就像是在进行着某种法阵的鸣课 稀稀苏苏 林恩 信号 他回应道 感谢艾文大哥关心 我很快就会回去的 不用担心 其他废话就先不说了 是这样的 你弟弟现在在外面遇到了点处理不了的事情 所以想要请艾文大哥来帮个忙 刷一下很快的 怎么样 我现在给你坐标 周围的夜衣 全都下意识地吞咽了一声 虽然话是这么说 但这请求根源降临的方式 是不是有点 怎么说 人家请求根源降临 都是各种血迹 你这打一个电话就摇过来 这是不是有些太不尊重这片地狱了 那边的艾文爵士顿了一下 随即犹豫一道 你又惹到了什么东西 不会又去哪个根源的地盘作死 被人追杀吧 这种时候 你心还这么大 林恩挥手 乐呵呵道 开什么玩笑 当然不可能 我是那种没有点B数的人吗 不是根源 而是我们遇到了血肉神教的一个卷者 他给我们下了一个结界 我们一时间迫不进去 所以我就想到了 您不是私事是公事 白夜大叔可以作证 白夜一愣 道 啊 嗯 哦 所以速度来吧 你的弟弟们需要您 快 快 赶紧的 哦 哦 真的进不去啊 怎么想都进不去啊 林恩惆怅满志地摇人三连 周围一片寂静 而也终于就像是被破了大房一样 艾文爵士深吸了一口气 咔咔地握着拳头 闭眼道 所以你下次能用正常的语气 好好说话吗 不要像一个小孩要躺一样 这会让人忍不住揍你的 好了 其他也不说了 我现在虽然是君王 但同样也会受到针对根源的诸多限制 不可能说过去就过去 你要是真破不开的话 我可以给你折月一件灵能兵器先用着 还是那句话 不要屁大点事情就乱摇人 你忘记上次 你岳父一家多久才赶到诅咒成的吗 根源想要远距离降临 是非常辛苦的 你个笨蛋 指责 林恩就像是早就知道了 会是这样一样 立刻乐呵呵地飞快点头道 我知道了 谢谢艾文大哥 那给我一件最强的灵能兵器就可以了 我用完马上就还 我现在立刻把坐标发送给你 然后就在众人呆滞的注视之下 林恩悠哉悠哉地把坐标发送了过去 众人也是终于松了一口气 确实啊 如果根源都能随随便便地在各处降临的话 那就真的是太bug了 根源之所以是根源 就是因为他们不可能随随便便地就降临了 不过为什么总感觉 他的目的好像并不在于此呢 不过如果有艾文绝世给的兵器的话 那破开这个结界也应该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了吧 既然如此 白夜正要上前 但是也就在刚刚走出两步时 他就看到林恩又把手摁在了太阳穴上 喂 是亲爱的竹母姐姐吗 我这里遇到的事 马上就要死了 需要您支援啊 第941章 挨个骗经费的行为 周围短暂地陷入了寂静 白夜和周围的夜衣脸上的表情也全部都是一僵 白夜更是一下子就停在了原地 竹 竹母姐姐 是 什么意思啊 他不是刚刚才联系了艾文绝世吗 所以现在又是 而也就是 在下一刻 伴随着一阵阵嘈杂的噪音 那边很快就传来了那个 让他们无比熟悉和敬仰的声音 林 伴随着法振鸣克的稀稀苏苏的声音 自负天使那略带犹豫的 有些不太确定的声音传来 有什么事情吗 众人的大脑嗡的一声响 瞬间就露出了 的神情 没错 那的确是他们竹母的声音 可是林恩这个家伙 他又给竹母打电话干什么啊 取得了联系 而艾文绝世不是也已经说 要给他们折月一件 足够对付那个眷属直装的兵器了吗 不对劲 不对劲啊 而林恩依然是摁着太阳穴 却是换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语气 道 有 当然有事情 而且很大 竹母姐姐 我现在正在黑夜城外面 和白夜大叔在对付血肉神教 我们遇到了他们的伏击 损失惨重 短短的不到两个小时 我们已经有几十个同志 死在了那些怪物的手里 我们已经是承受不住了 竹母姐姐 他们已经快要攻破我们的防线了 我们需要支援 我们需要竹母姐姐您的支援啊 微风呼呼地吹过 整个教堂外所有的夜衣 全都想石化在了原地 而白夜脸上的表情 也是从一开始的僵硬和蒙圈 慢慢地变得无比的震惊 最后甚至是下意识地颤动地后退了两步 而他似乎也终于明白了 林恩这个家伙的真正目的 宝和是球员 一个夜衣呢难道 不 应该是新型的电信诈骗 另外一个夜衣呆之道 或者说是理所当然的 再骗经费 另另外一个夜衣间难道 不当然了呀 而听到林恩的声音 那边也是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那稀稀疏疏的法阵明刻的声音 似乎也是一下子就停了下来 而也就是这般 过了大概十几秒钟的事情 自负天使的声音传了过来 道 你需要什么样的支援 是要我过去吗 林恩 替替 道 竹母您不要开玩笑了 我知道您是过不来的 但这边的情况实在是太过紧急了 白夜大叔也和我一起被困在这里 所以我们现在真的迫切 需要根源级的强大直装来扭转战局 所以竹母 来一件超级强力的法宝 助我们反败为胜吧 竹母 我们真的要扛不住了 如果您不信的话 白夜大叔可以作证 林恩眼眶微红地 转头望向了白夜 白夜僵硬道 啊 哦 嗯 那边再一次陷入了十几秒的沉默 终于 自负天使 那似乎正在强忍着什么的声音传了过来 道 既然是这样的话 可以 你把坐标发过来 我待会就让人给你折月一件神圣系列的直装 可以了吗 林恩顿时地抹泪道 太棒了 真的是太感谢竹母了 我拖位出去 之后马上就还 果然还是 只有竹母 您才是我最至爱的亲人啊 其他什么的 哪有竹母您对我好啊 我爱你 竹母 啪哒 挂断了通讯 白夜僵硬地站在那里 只感觉自己全身上下的每一个汗毛 都在跳舞一样 她真的很想说一句什么 但是却是如梗在喉 一字难出啊 连竹母都骗 你这样真的好吗 那个 林恩 我觉得吧 其实咱们 她下意识地伸出手 向着林恩走了一步 但也几乎是她刚刚踏出那一步那一步 还没有来得及说完的时候 喂 是无神伯母吗 啊 对对对 我是您的乖女婿林恩呀 哦 哦 您现在有空吗 问 白夜的大脑轰的一声巨响 看着林恩在那里 又拨通了一个根源的通讯 整个人瞬间就 哎呀 哎 还来 林恩 虽然大家都知道你的确很屌 但是真的求求你 积点应得吧 都是根源级的人物 虽然的确都是自己人 但你没事乱耗人家干什么呀 你不会真的打算挨个把所有的根源都耗一遍 一家人整整齐齐吗 你就真的不害怕 人家彼此提上这么一嘴 把你直接捅出去的吗 骗经费也要有点限度啊 疯了 疯了呀 与此同时 黑夜城最中心的地下大殿当中 庞大的巫师神头颅闭着眼睛 在听完了林恩对自己遇险被困的一系列经历之后 恶意道 嗯 如果女婿你说的都是真的的话 那的确是一件处境非常危险的事情 不过伯母现在比较忙 过去是肯定没有办法过去的 那你要不要伯母 给你折月过去一件巫谷系列的强大道具呢 那边的林恩 哦 哦道 这也太不好意思了吧 真的可以的吗 果然还是只有巫神伯母 您才是我敬爱的长辈 像祖母和大哥他们 根本就没有您在我心里的位置重要 我真的太爱您了 My aunt Mu啊 啪哒 挂断了通讯 巫神闭着眼睛 庞大的头颅 坐在大殿中央 正在明客的那座庞大的法阵一边 然后又睁开了鬼一样的眼睛 瞥了一眼同样围坐在法阵边的艾文爵士 自负天使 泰坦头颅 巨像之脑和他的宝贝女儿小小 五个半根元闭着眼睛 全都早已是停下了手里对法阵的明客 寂静地坐在那里 小小虽然不懂 但大家都闭着眼他 也就跟着闭上了 一个个黑点从大殿之上飘过 他以前是不是也经常像这样 挨个给你们通通讯苦惨 自负天使睁着死于眼 还望向了周围的众根源 巫神头颅闭眼道 很早的时候遇到过一次 他给我的女儿 写了一份情书之后 就把我姑娘成功地诱拐了过去 但实际上他 什么事都没有 第942章 就他是调戏一下 泰坦头颅猙獰地握着出手道 果然不愧是我女婿 这种挨个骗之缘的行为 真的帅啊 我当年要是也有这么一下 那我就可以比我的盟友厚死了 可恶 艾文绝世深吸了一口气 道 以我对他的了解来说 他不会就此罢休的 等着吧 接下来到谁了 众根源的目光 齐刷刷地落在了不远处 安静地坐在那里的 那个银发女孩的身上 巨像之脑 慢慢睁开了银铜 你们不要看着我 我刚刚在地上行走 他也是知道的 除了我自己 我什么也得不了他 我也不可能短时间内 传送到他的位置 他是知道的 所以他来找我 没有任何的意义 所以 你觉得他是不会和你通讯吗 巨像之脑 把额前的头发 撩到了耳后 摇头道 不会 但也几乎是在他刚刚说完 巨像的超微感应 瞬间就脉动了下来 那边一下子就传来了 林恩 哦 哦的声音 二位 是脑子吗 这里是你的王后啊 我遇到点事情 想要找你帮个忙 脑子你现在有时间吗 整个大殿当中 陷入了短暂的寂静 就在众根源 早就知道了的目光的注视之下 巨像之脑低着头 拳头咔咔地握起 硬了 硬了 拳头已经是邦邦硬了 是个混蛋 他努力地维持着自己平静的神情 接通道 你联系我干什么 那边的林恩 的回应道 啊 我可爱的脑子 是这样的 我现在正在外面出任务 非常的凶险 人身安全 也一点都得不到保障 而且 现在正在和血肉神教的怪物们周旋 真的随时都有被杀掉的风险呢 我也给主母他们每一个都呼叫了一下 可是都打不通 没想到最后唯一一个能联系上的 果然还是只有血浓雨水的脑子你啊 周围一片杀人般的沉默 巨像之脑瞥了一眼对面的那一个个 闭着眼睛的根源 随即闭眼道 是吗 所以 你现在遇到了危险 是要我给你提供一些帮助吗 必须折越过去一件血肉领域的直装 林恩顿时乐呵呵地大手一挥 道 开玩笑 当然不用 我是那样的人吗 而且 脑子你才刚刚能活动不久 哪有什么牛逼的直装啊 而且我这里这么远 你跑过来也不知道猴年马月了 当然是不懂的了 巨像之脑深吸了一口气 道 那你联系我干什么 哪有寻开心吗 林恩 道 不 当然不是寻开心 虽然我知道 脑子你现在很难给予我实质性的性帮助 可在这万分危险的关头 如果能听到脑子的一句来自精神上的鼓励的话 也一定会让我接下来的战斗 事半功倍的 我的脑子 巨像之脑用力地握紧拳头 仅要营牙道 什么精神上的鼓励 你说清楚 隔空亲我一下就可以了 哎 脑子贴电 矿大的大殿当中死了一样的寂静 短暂的几秒之后 轰隆隆隆 别 千万别冲动啊 据像你把力量遏制一下 你现在去他那里 干他也是 没有任何意义的 说不定你刚走到半路上 他就传送回来了 以他的性格来说 他是绝对会这么做的 稳重 要稳重啊 艾文绝世用力地的 拖着他身上那长长的血色锁链 命 不停地把眼眶通红 全身血气炸裂的那个银发女孩 往回拖 如果不拦住的话 以他的性格 现在绝对会冲到游魂巷 把林恩那个混蛋给制裁了的 终于 巨像之脑重新坐回了刚才的位置 但依然是死死的 帮帮硬地握着拳头 血气啪啪啪地爆炸 眼眶通红地想要杀人 因为别人都是要这样呢 就他这里是调戏一下 而且还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调戏 简直是欺恼太甚 他现在已经是 有把林恩杀了的心都有了 这个无耻的混蛋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自负天使闭眼道 虽然他的确很过分 但我们 要满足他的要求吗 巨像之脑 瞬间眼眶通红道 要 必须要折月 特别是我的那份 一定要亲手送到他的手里 我会送给他一份大礼物的 这个笨蛋 游魂巷 就在众多叶仪们僵硬的注视之下 林恩挂断了 和巨像之脑的通讯 满意地摸了摸下吧 果然 这种挨个从家人手里 要经费的事情 还是非常nice的 而调戏一下脑子 也的确让人心情舒爽 一下子感觉整个人 都有干劲了呢 哦 哦 而有了这么多家人们 无私的帮助什么的 那突破眼前这个小小的结界 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 简直不要太简单 快 各位 立刻把星标立起来 给我把这里的坐标 广播到黑夜城去 接下来 只要等我骗的装备过来 咱们就一举突破面前的阻碍 奥利给 各位加油 林恩大吼地拔出夜魔刀 向着面前的那座教堂一指 热血沸腾 气势拉满 如果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们此时此刻 正在打一场史诗级的宏大战争一样 周围的夜衣全都是僵硬着 也只能是向征信地挥一挥拳头 勉强地配合一下林恩先生的斗志昂扬 虽然他们并不知道 这热血沸腾是从哪来的 他们只知道 他用了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挨个把黑夜城所有的根源都骗了一波 林恩先生他的良心 真的不会痛的吗 他们自己听的都痛啊 不过现在也不是他们想这些的时候了 因为也许这就是屌人和正常人之间的差距吧 现在还是 赶紧把信标立起来再说好了 短短的两分钟 翁 伴随着信标的光柱直冲云霄 与黑夜城方向的信号也未知建立 通讯已建立 监测到能量波动与物体信号 准备进行接收 周围的夜衣立刻离开信标所在的那片空地 等待着第一波物资的传送 而也就是在下一刻 伴随着蓝色光运和巨大的瘟鸣 一瞬间 一道光柱瞬间从天而降 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而林恩的眼睛也是立刻一锁 来了 第943章 公开处刑 如果说是美人给一件强大直装的话 那他这次就绝对稳了 灵能 神圣 巫骨 再加上脑子来自精神上的贴贴 而且还是全部来自于根源 这怎么说不得是君王级的强力宝具吗 真的只是想一想就觉得激动了 几乎是在一瞬间 伴随着蓝光迅速的消瘸 折月的空地之上 缓缓地浮现出了一个庞大的箱子 古朴无华 没有任何的包装 但是林恩还是能够感受到 箱子当中传来的那隐约的灵能的波动 真的传送过来了吗 周围的夜衣呆滞道 虽然说从主母他们那里 骗高昂的军费 的确是对他们能够给予巨大的帮助 但是只要一想 这是林恩先生骗来的 他们就总觉得羞愧万分 而且居然真的是送过来了呀 林恩欣慰而激动地 走到了那个庞大的箱子那里 嗯在了上面 扶了负担片眼镜道 这应该是艾文爵士传送过来的 我们先打开看看 是什么直装 大家不用着急 待会至少还会有两件顶级的装备 我们先打开看看 说着 林恩拔出夜魔刀 刷刷刷 伴随着精致的外科手术般的舞动 猛然收到 那个庞大的箱子 瞬间裂开了一道道裂系 然后哗啦啦地碎裂了开来 露出了里面的 一个稍小一点的箱子 众人面面相去 彼此相视 一脸的猛逼 这怎么箱子里面 还有一个箱子 怎么感觉有些不太对劲啊 林恩游移 走上去敲了敲那个箱子 思索了片刻 随即再次举起刀 严肃地刷刷刷地舞动 咔哒 伴随着林恩优秀的刀工 箱子再一次 在林恩外科手术般的刀工之下被剥开 然后露出了里面 另外一个又小一号的箱子 周围陷入了一片诡异的沉默 林恩闭上了眼睛 撸起了袖子 头上慢慢地炸出了一个大大的 可以说火气已经是上来了 没有任何的犹豫 林恩迅速地上前 一脚蹬了过去 那个箱子的表壳 立刻就被林恩踹出了一条条裂缝 然后哗啦啦地散架 露出了里面更加小一点的箱子 这一下可以说所有人都是瞠目结舌 给我哥这套娃呢 林恩瞬间就 星号抿星号 起来了 其人太甚 这简直不能忍啊 二话不说 撸起袖子 气势汹汹地上前 拿着刀子咔咔咔地不停地拆卸 然后就在众人呆滞的注视之下 那个庞大的箱子 被林恩里三层外三层垫 咔咔咔地给撬了起来 基本上是每开一次箱 里面就会出现一个稍小一点的箱子 而足足是被林恩气势汹汹地 开了几十次之后 这箱子才终于见底 只见里面放着一个小小的精致的礼盒 而在礼盒上面 还放着一个小型的仪器 加起来不到二斤 但传送过来 连带箱子的重量 至少有两吨 众人都咦梦了 您 Q 干什么呀 都什么时候了 还往这里乱套啊 这要说是 没有带一点私人恩怨的话 怎么想都说不过去的 林恩 快打开看看 里面有什么 上了这么多层包装 这多少也是一件极为强大的道具吧 白夜催促道 林恩睁着死于眼 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手里的那个礼盒 总感觉有些不对劲 因为灵能的波动 似乎是从礼盒上 那个小小的仪器传来的 但在箱子里面 却隐约地传来了一些血肉的波动 总感觉好像是哪里有点问题啊 感觉有些不对劲 你们先退后 让我先瞅瞅 林恩的目光 随即就落在了那个仪器的按钮之上 是可以按的吗 不像是什么强大的道具 反而像是 某种信息传递的记录仪 是艾文爵士 给自己的使用说明吗 说着 林恩犹疑地伸出手 摁了一下那个按钮 问 几乎是瞬间 那个仪器猛然变形 然后向着上方 投落出了一道三维立体的影像 林恩和众人顿时一论 这是 只见画面当中的影像 慢慢地成形 然后缓缓地浮现出了一片 他们都非常熟悉的景象 那好像是祖母他们所在的 那座地下殿堂 而殿堂的中央 似乎还刻画着 某种未完工的法阵结构 而随着画面的环绕 只见里面慢慢地出现了 林恩非常熟悉的几个身影 自负的祖母 泰坦大哥 巨像之脑 巫神伯母 还有画面转过来时看到的 拿着仪器录像的 闭桌眼的艾文爵士 林恩僵硬 而也就是众人猛逼的没有明白 到底是什么意识的时候 仪器里面就传来了一个 他们非常熟悉 刚刚听过的声音 喂 是艾文哥哥吗 哦 哦 我林恩啊 问 瞬间 在场所有人的夜衣 全都露出了无比震惊的神情 目光几乎是齐刷刷地 向着林恩眺望了过去 而林恩也是瞬间定格在了那里 就像是一座石化的石雕 喂 是主母姐姐吗 喂 巫神伯母呀 喂 我可爱的脑子啊 伴随着那个画面里面传来的声音 和那坐在大殿当中的几位 冷冷地注视着镜头的根源 周围陷入了一片巨大的寂静 林恩更是 地 一动不动地 全身汗毛炸气 如果这他都不明白 这个视频所表达的意思的话 那他还不如死了算了 然后他们便看到 镜头转到了艾文爵士的脸上 艾文爵士露出了和他一样的死于眼 随即闭眼道 林恩 的确很秀 这一招宝盒是球员用的 也的确是非常的妙 连我都震惊了 不过下次 你在用这招之前 你能不能先打探一下 我们几个是不是正扎堆在一起 你这挨个片一遍 应该也是很辛苦的吧 而片也就算了 你还顺便调戏一下脑子 这就不可理喻了 旷大的空地 鸦雀无声 而他们也终于明白了套娃的意思 这多多少少是带着一些私人恩怨 所以说 哈哈哈哈 忍不住了呀 哈哈 没想到凑脑袋 你也有翻车的一天啊 简直是大快人心的呀 有木有 幸好 没有办法了 作恶多端的笨蛋 终于得到了制裁 没先到凑脑袋 你也有这么一天啊 哈哈哈哈 左左笑的 几乎是前仰后合 大拇指和小拇指捂着手心 然后握拳殴 星号 得用力地 瞧着旁边的柱子 第944章 我说是巧合你信吗 不行了 真的不行了 哈哈哈哈 凑脑袋 你这个蠢货 大快人心 简直是大快人心啊 满脑子工业废料的笨蛋 居然也有这么一天啊 哈哈哈哈 左左用力地 星号地戳着凌恩 睁着死于眼的脑袋 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的 肆意地嘲笑 笨蛋 超级笨蛋啊 戳戳 叮 左左的快乐 家武 叮 您得的快乐 凌恩闭着眼睛 头上是啪啪啪地爆炸出了一个又一个 然后一把拿出农药 二话不说地打开盖子 咕嘟咕嘟地往自己嘴里死惯了整整一大瓶 叮 您获得了的debuff 农药中毒 威 叮 左左获得了debuff 爆炸式中毒 中毒 让左左咕嘟咕嘟地冒着白沫晕眩地搭拉了下去之后 凌恩服了负担片眼镜 酝酿了一下情绪 然后转头望着周围呆滞的叶衣们顿时哈哈哈哈地大笑了出来 捏着单片眼镜道 各位不用怕 所谓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血 只不过是出了一些小小的失误而已 不过各位请放心 我宁愿一人做事一人当 如果怪罪下来 这个锅肯定是大家一起背的 而且虽然说是不小心翻了一下车 但是艾文大哥还不是给咱们留了一件的吗 这说明艾文大哥还是非常爱我的啊 众人僵硬地注视着凌恩的表情 所以他们真的很想知道 在被人当众处刑的情况之下 他为什么他还能不感觉到一点尴尬 而这么坦然地接受自己翻车的事实 难道他就没有一点羞耻心的吗 他的脸红都不红一下的吗 众人颤抖了呀 而也就是 在他们的注视之下 凌恩乐呵呵叼着那个播放仪 刷刷刷地截起了那个礼盒上面的袋子 道都已经说了 人要知足 三件是梦想 两件是随缘 但一件也不是不可以接受啊 所以也不算是失败 我们手里不还是有一件的吗 真是的 然后凌恩便 心好地拉开了袋子 盒子喀啦一声打了开来 然后众人顿时一愣 只见那个盒子当中装着的 却并不是什么灵能机械造物 反而是一个圆滚滚的 类似于心脏的血肉囊体 而随着他们的注视 那个囊体 还在不停地扩大和收缩 里面似乎话隐约地 传来叮答叮答的倒计时的声音 众人猛逼 让我看看这是什么 凌恩 心好 都拽起了那个血肉囊体 将它从盒子当中提了出来 然后众人瞬间就看到了 那个囊体的中间 镶嵌着的一个机械的倒计时表中 0.05分 0.04分 0.03分 叮 叮 叮 周围顿时死一般的寂静 如果他们没有猜错的话 这特娘的 貌似好像是 特娘的定时炸弹 白夜几乎是瞬间炸娘一样的大吼 瞬间就向着旁边一扑 我倒 而周围所有的夜衣 也全都 地大叫了出来 几乎是以他们最快的反应速度 向着四面八方暴退而去 几乎是在倒计时达到 0.02分的那一刻 就已经是抓狂地扑倒在了地上 场面几乎是瞬间就清空的 只剩下了灵恩一个人 傲力苍穹 就像很多人都觉得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 几乎是转顺而视而 做不了任何的事情 但是对于那些真正的狠人来说 这一秒却可以是一辈子 就像他只用了不到0.02秒的时间 就反应了过来 并在脑海中做出了一系列的决策 目光镇定而变态 又用了不到0.01秒的时间转身 从系统空间摸出了自己的镰刀 一脚踏在地上 仿佛时间都变慢了一样 他在那慢动作般的画面当中 一把收回了手 举起了手中的镰刀 又用了不到0.03秒的时间 以一个无比标准的姿势 对着不断膨胀收缩 即将落地的那个囊体 坚定的就是一记270度的精确的拳雷打 就像他此时此刻的状态一样 镇定而自若 碰 就在卧倒的众人慢动作般 惊恐地注视之下 那个囊体被灵恩一棍子 敲飞地划过了他们的视野 在他们无比震惊地转头之下 教堂的内部标射了过去 而彪悍的人生 就是要在每一秒的时间内 都做出那最正确的抉择 精准地掐好表 把握住每一个时机 让戏剧在你的手中不断地翻转 就像此时此刻 在那座燃烧的教堂之下的地下空间中 那个黑袍下的眷属 用自己的血勾勒地完成了 召唤法阵的最后一笔 就先虽然无法联系到 他们的支配者神明 但是作为眷属与血色世界 那最本源的联系 所赋予的全能 他同样只需要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就可以打开与血色世界相连的地狱之门 让他们那无穷无尽的血肉大军 降临到每一处他们所需要的地方 让血色在整片大地之上蔓延 开启 他的手也在那争鸣中 骤然摁在了那血色法阵的中央 狂暴的血气刹那间 席卷了他们所在的整个地下空间 周围的每一个血肉教徒 都单膝跪地 而高声吟唱着那至暗的法文 而也就是在那结界之外的教堂内的各个方向 一道又一道闪动着血色的裂隙 在他们的召唤中咔咔浮现 他们的玉门已成功开启 而那边所通往的 便是他们的主所在的那座血色的世界 而那无数的强大的血肉恶魔 也将在他们的召唤之下 跨越而来 让那些胆敢突袭他们的叶衣 付出他们应得的代价 愿伟大的支配者照耀我们 无神啊 请您回应无的呼唤 对他们给予治安的承接吧 一声爆炸般的猙獰的呼唤 他带动着滚滚的血气 用力地在法阵中抬起了血淋淋的手 而在教堂当中 伴随着一道道裂隙的浮现 一座虚无的大门 也是隆隆地在那教堂的正厅开启 从内部传出了无数血肉恶魔的猙獰的咆哮 一颗巨大的眼睛 瞬间从大门之内骤然冰冷地睁开 轰隆隆隆 一个可不得散发着死罩及气息的血肉怪物 猛地冲出了那扇大门 张开了血淋淋的巨口 向着前方发出了一阵恐怖至极的嘶吼 可也就是在它张开巨口 发出咆哮的那一刻 一枚不断膨胀收缩的囊体 呼吸一声就从那熊熊燃烧的 通往外部的走廊方向 以音速般的速度爆射了过来 啪的一声就射满了它那张开的巨口当中 那个血肉怪物 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 整个身体就被巨大的冲击力 给掀得倒飞了出去 猛逼得直接就又被冲回了 那刚刚开启的大门 0点 第945章 你们配合得很默契啊 那座通往血色世界的大门内部 伴随着数十座传送门的打开 而正打算跨越而来的密密麻麻的血肉教徒 也几乎是同时抬起了头 望向了那个被冲击而回的巨大的血肉怪物 看着他嘴里含着的那个 不断收缩放大的囊体 他们一正 哼 一声巨大的轰鸣 强大的爆炸的波动 就像是一枚核弹的爆炸 刚刚在教堂的内部和周围的空间当中 被打开的传送门 瞬间就像是一座又一座爆裂的菊花一样 和爆炸的粘液 就像你往一个房间里面丢了一颗手榴弹一样 所有的窗户和大门都扑扑扑地向外爆炸乱射了出来 凄厉的惨叫声音响彻了四面八方 而从内部建设出来的残肢和血液 更是直接就建设了结界内部那个卷者一脸 短暂的僵硬的寂静 那个卷者甚至完全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是感觉到大门的内部传出了巨大的能量波动 而当他忍不住地颤动地向内部窥探时 只看到大门内部 那刚才还密密麻麻的无数士气高昂的大军准备出征的位置 现在则只剩下了一个超级大的巨坑 地面更是就像是被离了一遍一样 除了那些刚才还高昂嘶吼的大军的虚线轮廓之外 已经是连一根毛都没有 威风瑟瑟灰尘滚滚 问 他的大脑几乎是瞬间空白和僵硬 不 不对劲 反斜杠反斜杠U0026 而他的脑海当中也是 立刻就想起了血色世界和他负责通讯的一个指挥官 猙獰而颤抖的声音 你开启传送门 把我们军队召集过来 就特么是为了这个 那个卷者满脸僵硬 表情已经是一片呆滞 果然是配合默契啊 那个声音沙哑道 我就说你为什么会突然动用我神大人 给予你的权限开门 原来是背叛了啊 好一个里应外合 大门刚开 就往这里丢核弹 实际把握的这么恰到好处 要是说没有练过 我自己都不信啊 那个卷者顿时恐惧了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什么配合默契啊 什么背叛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他自己还想要问呢 他才刚开门不到几秒钟 大军都集结好了 怎么一眨眼就炸了呀 卷者大人 室外面 这是我们刚刚通过 结界捕捉到的画面 室外面的那些夜衣 他们 他们 一个血肉人形 颤抖地迅速地将监控的画面 投射了过来 而那个卷者 也是立刻便看到 就在十几秒前 画面当中的一个 与正在被他们通缉的灵性魔头 非常像的一个夜衣一记 精准的拳雷打 一枚不断收缩扩大的囊体 就从他的手中 被笔直地暴射进了教堂的内部 而就像是掐着苗表 精准地配合他的行动一样 在那枚囊体被冲击进来的同时 他召唤的那扇大门 恰到好处地 在教堂走廊的正中央开启 然后那枚囊体 就那般笔直地虚无地一声进门 紧接着 就是刚才那恐怖的爆炸 整个结界内部一片寂静 因为真的是太默契了 默契的真的 就好像是练习了两年半 而商量好的一样 你开门我击球 看到这画面 甚至就连他自己 都有点怀疑自己 是不是真的背叛了 是不是真的伙同外人 给自己主神所在的世界挖坑 在合伙坑杀自己的同胞 因为这一记配合 真的是太完美了 这要是参加一次棒球大赛 不给个冠军裁判 都看不下去了呀 但我能说 这是一场意外吗 那个卷者沉默道 你信吗 内部那个杀意的声音传来 他僵硬地反复地 看着那一记完美的进球 道我不信 但是他颤抖地上前一步 用力地握着拳 道你信我呀 虽然这看上去 的确好像是我们在打配合一样 但你信我啊 信我呀 我发誓我真的没有 和外面的人在打配合 虽然看上去的确像真的 但我发誓真的没有啊 他已经崩溃了 因为按照道理来说 事情不应该是这么发展的才对呀 按照正常的剧情 难道不是在他打开大门 召唤出无数恶魔大军之后 然后和外面的夜衣们 杀个你死我活 血战游魂像的吗 怎么还没有开始 就已经结束了呀 是吗 那个声音冷笑道 这话你和我们的主自己说去 看看主信不信你 而你也是厉害啊 我主刚刚睁开一颗眼睛 往这里看了一眼 就被你给炸没了 强 果然是强啊 那个卷者立刻急得上前 我现在立刻就去见我主 我见你妹 给我杀了他 伴随着那杀意的大吼 也就是在他刚刚冲到大门前 一刀刀死光就轰杀了过来 扑扑扑地从里面爆射了出来 你们听我解释 我真的没有理应外合 我真的没有啊 你们听我解释啊 而与此同时 教堂之外 周围卧倒的一个又一个夜衣 惊心动魄地爬了起来 他们僵硬地注视着 那已经是被炸成了一片废墟的教堂的方向 还有教堂内部浮现出来的 那一道道支离破碎的传送门 他隐约地觉得 似乎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第一反应 还是那个被林恩打出去的那个囊体 他们还真的是炸弹啊 这怨气到底得有多么大 才会折越这么一个玩意儿过来 这是想要把他们一举光荣团灭的节奏啊 而林恩依然是站在那里 扛着那把大大的镰刀 就算是在爆炸中 也是站在那儿屹立不倒 他把手放在额前做眺望状 眨着眼 远眺着那化作了熊熊火海中的传送门 道 果然是和我想的一样 他们的确是打算 把他们的军队召唤过来 这么多门 这要是真出来什么东西的话 那没个几千也有一万吧 左左 地注视着这一幕 只感觉脑子嗡嗡的 所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白夜呢喃地爬起来的 第946章 我一射求你就开门 林恩扛着镰刀 笑眯眯地扶了负担片眼镜 道 没什么 废物利用 因为既然 是用结界把自己保护在里面 那也总不能是一辈子吧 我从刚刚开始 就在感应着教堂周围空间的细微变化 没想到 还真的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了呢 虽然他并没有想到 可爱的脑子 会给自己游击一颗炸弹过来 但作为一名出色的夜衣 不论在什么时候 都要时刻观察周围 任何可能会被忽视的细节这一点 他是做到了 就像虽然知道他们人数众多 也并不会放弃警惕 因为敌人就在面前 而这种良好的习惯 也绝对能让你 抓到一个美妙的时机 他本来是想要用 艾文爵士折越过来的超级兵器 在这个时候 给他们来这么一下的话 但既然换成了炸弹 那也并不是不可以接受 反而效果 似乎出乎意料的好呢 丁 您间接击杀了一名石刻破坏者 您获得了50点经验 丁 您间接击杀了一名血肉人形 您获得了5点经验 丁 您间接抱了血肉支配者一颗眼球 您获得了100点经验 伴随着面板上 不断地浮现出的 成千上万条 间接击杀的记录 虽然并不是直接死于他的手 经验只有十分之一不到 但这也足以说明 他的这一击 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充分地准备 时刻地观察 再加上那么一点点运气 这才是实力啊 白夜僵硬道 所以 你在这里乱刷宝 就是为了这么一下 丁恩睁着死于眼 捏着单片眼镜 哦 我哪有刷宝 我的却是想要和祖母他们 多要几件兵器 但不管是什么时候 也不能忘记 我们现在可正在战场上啊 白夜大叔 你应该也有注意到 教堂周围 空间上细微的变化了吧 白夜一将 目光左右乱转 咳了咳道 嗯 有 当然有 我怎么可能会没有 我当然也是 丁恩点头 笑眯眯地竖起了大拇指 露出了洁白的牙齿道 没错 开门的波动 我天天折月 对这个波动最敏感了 来了这么一下的话 他们恐怕已经是损失惨重 他们所在的结界 应该也已经受到了重创 现在正是我们一举攻进去的机会 我们可以行动了 一瞬间 丁恩便已经是鬼秘地微笑着 擒着手中巨大的镰刀 就像是一个皎洁的猎豹一样 向着那熊熊燃烧的火海冲去 而周围的那些夜衣 全都是心惊胆战地望着这一幕 对刚才的那一幕 现在都感觉到心有余辜 白夜元旭 所以 这到底是他算计好的 还是 因为如果真的是算计好的话 那就真的是太恐怖了 那就是说 他在这段时间 欺骗主母他们的时候 都完全没有停止 对教堂内部的观测 甚至在他们很多人 都被他那无厘头的行为 吸引过来时 他都一直保持着 对形式的判断和操纵 这到底是多么离谱的镇静 才能做到这样的事情了 白夜蛋疼地迅速跟上 道 反正你们以后给我记住了 这个家伙是表面一套心理一套 他看上去弱智的时候 你不要跟着他一起弱智 不然等他给你解释的时候 那就会显得 只有你自己是个弱智 这个家伙他心里 特么是有自己的一套逻辑的 就像他嬉皮笑脸的时候 你就要想他是不是在打算谋杀你 他哀伤动情的时候 你就要想他是不是又在打算套路什么 他冷静的时候 你就要想他是不是只是单纯地在装逼 让人觉得他很屌 这家伙混乱的 根本就让人猜不透啊 轰 林恩冲入了那熊熊燃烧的火海 一圈将面前残破的墙壁击碎 目光微笑地望向了教堂内部 被外泄的能量炸出来的那座深坑 看到了 通往地下的阶梯已经被彻底破坏 但在那熊熊燃烧的大坑的最深处 一座庞大的黑红色流体流动的结界 也已经是在爆炸的余波当中 显现出来他的冰山一角 的确是位于地下 而林恩也已经敏锐地看到了 露出来的那一角的结界上面布满的裂纹 看样子是那枚囊体炸弹是直接冲入了那些破碎的传送门当中 并没有直接在教堂内部爆炸 对结界并没有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但这也在他的预料当中 如果真的连带着结界和结界内部的人一起被炸飞 那可不是他的目的 而也就是在下一刻 一个猙獰无比的声音猛地从那结界当中响起 果然是你 真的是万万没有想到 你居然真的回来了 林恩 伴随着那一声杀意的压抑的咆哮 一个全身鲜血淋漓 手臂都断了一半的人形怪物 从那结界当中如水波一样的踏了出来 望着林恩的目光当中满是猙獰的杀意与怒火 而林恩的眼前也立刻就浮现出了他的面板信息 罗特斯 结尾 领主 种族 血肉卷族 反斜杠击变人形 阵营 混乱邪恶 职业 黑巫师 战斗能力 强大的施法能力和召唤能力 拥有释放诅咒和血肉咒术的高阶巫师 介绍 血肉支配者的直系眷属 强大而混乱 渊博的知识 让他精通各类古代的暗黑咒术 在血肉领域耕耘多年 不仅是一位渊博的学者 也是支配者教派的高级施法者 而在诅咒之成战役之后 他来到了游魂巷 负责搜寻关于那位对他们血肉神教威胁极大的人类的相关信息 并有望在机械神教和黑夜城研究出来之前 率先开发出他们的反灵武装 而进行着努力 灵恩犹疑道 什么反灵武装 难道又是什么血肉神教暗地里搞的什么秘密计划 搞不懂的事情 灵恩直接抛到脑后 随即他捏着单片眼镜 眯眼注视着他 玩味的笑眯眯道 看来你就是血肉神教在这里的领导者了 我看你伤得不轻啊 让我猜猜 你这是被我炸的呢 还是被你们自己人炸的呢 但不得不说 咱们两个刚才配合得非常默契不是吗 我一射求你就开门 我自己都惊了 要不考虑一下 加入我们黑夜城 以咱们两个的默契程度 我们说不定还能组一个乱射组合 这一般的夫妻都是比不上的呢 第947章 你不讲武德 罗斯特目自欲裂地注视着他 双眼当中怒火燃烧 那种眼神恨不得几乎是将他撕成碎片 他捂着自己鲜血淋淋的手臂 疯狂地注视着他 争宁道 不会就这么结束的 你会为自己的疯狂行为付出代价 我知道你是来做什么的 你是因为知道了那个恶灵的事情 所以才回来找他的事吗 很好 而我也真的很期待这一天 既然你来了 那就让你见识一下 但也几乎是在他的话 还没有说完的那个瞬间 凌恩猛地睁开了他那漆黑 如深渊的右眼 密密麻麻的黑色毛细血管 瞬间爬满了他的半张脸脸颊 那颗漆黑的 仿佛有恶灵在尖笑的皱瞳 瞬间便倒映出了他的样子 嗡 一股无比可怕的诅咒的波动 让他的脸色几乎是瞬间皱变 不好 而也几乎就是在他摸爬滚打的 难以想象的速度 退入结界当中时的同一时刻 无数密密麻麻的黑色锁链 便从他脚下的地面生腿起 猛地攀爬在了他腿上 就像是荆棘一样 要将他束缚 而他也绝对没有想到 这个凌恩 居然如此不讲武德 竟是在他的第一个照面 就直接对他进行了诅咒 进去 也就是 在伴随着那巨大的嘶吼声 那漆黑的锁链 瞬间便在他踏入结界的那一刻 将他禁锢在了原地 只剩下他的半边肩膀 和还完好的那只手臂 来不及踏足 而被锁链疯狂地锁在了外界 丁 您向目标释放了 自负天使的咒诅 您的咒酮开始致点 当前点数为 三 无事发生 丁 您受到了咒酮剧烈的反噬 您得以M充能达Max 请尽快释放 哎呀 哎呀 林恩但疼得扭曲地摁着自己的右眼 疼得半边身子 都开始抽搐了起来 不过 虽然每次释放诅咒 都疼得不要不要的 但对于早已习惯了疼痛 并且拥有M体质的林恩来说 这充其量 只会让他产生一种扭曲的爽快 扑呲 林恩几乎是在瞬间就折越到了 他那半边身体的位置 手中巨大的镰刀 手起刀落 啊 一声凄厉无比的惨叫 他的半边肩膀和手臂 被林恩就像是切除肿瘤一样 他对着还没有挪入结界的伤口处 又是狠狠地补了一记 MAX的一M 草啊 叮 罗斯特的瑟瑟度加20 叮 罗斯特的瑟瑟度加31 伴随着那可怕的尖叫声 林恩瞬间暴退 捂着自己栽变的右眼 猛地挥舞镰刀 随地吐了一口痰 睁着死鱼眼道 切 看来真的是有被研究到 看到我睁眼就知道 我是要释放诅咒是吗 算你跑得快 林恩严肃地注视着 自己拳头上变异的红光 不过 你就算能活 你也很快就会变成一个色情的生物了 蠢货 因为他现在的一M 可不再只是像以前一样爽一下 而是会随着时间推移 让你变得越来越色 这在隐医的身上 已经是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而也是在同时 身后熊熊燃烧的火光当中 白夜带领着那上半个夜衣 也已经是冲了过来 将这里团团包围 林恩 你怎么样 看到林恩站在那个庞大的结界前 还有地面上被切断的那只 咯咯蠕动的手臂和大量的鲜血 显然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 林恩已经是和结界内的生物 动了一次手 白夜瞬间上前 和林恩站在一起 表情严肃地注视着面前的结界 林恩捏着单片眼镜 笑眯眯道 罗斯特 那个眷属的名字 出来和我装了逼 就被我打回去了 不过他已经中了我的诅咒 现在就隔着结界在我们的正对面 他跑不了 你对他动用了根源级的诅咒 林恩摁着帽子 微笑道 嗯 稍微酝酿了一下 和祖母身上的同款 他的阶位超过了超凡 和我的老师他们 在同一个水平 硬实力上我打不过他 不过在诅咒方面 他不是我的对手 不过可惜的是 没有随机到比较好的头子 不然 不管是六还是四 他都有机会直接将他镇压 而如果是一的话 顺便还能爽一下 白夜倒吸了一口冷气 复杂地注视着他 这个家伙啊 几个月之前 他还是一个他亲自带进门的见习少年 没想到这才过了多久 他就已经成长到了这种地步 但如果真的是看正常的实力的话 其实他还是一个大好杂兵的范畴 但耐不住他走的方向 明显和正常生物相比要很不正常 诅咒的能力已经是够bug了 身上还直装着巨像之星 这样的大杀气 实力简直就是 和他的精神状态一样不稳定 强的话 靠诅咒 能在根源手下走个来回 弱的时候 随便来个超凡生物 应该就能捏死 这种情况 估计也是古今往来第一例了吧 白夜游一岛 所以你有突破结结的方法吗 凌恩退后了一步 注视着结界上面细密的裂纹 笑道 这个结界受到了刚才那枚炸弹的波及 看上面的裂纹就知道 结构已经很不稳定 这个时候 只要加把劲 估计就能够破开 不过 那就要靠你们了 你是知道的 我并没有什么像样的攻击手段 所有的属性点 都点在了保命之上 全身上下都是辅助和控制的能力 唯一能拿得出手的 也就只有左左的牙扣 和自己的那把左轮了 超级严重的片刻 凌恩拿出笔 在面前那个结界的几个裂纹出画了几个大大的 指着标志出来的位置 闭眼道 好了 对我标志出来的地方攻击吧 用点力是肯定能插进去的 但能不能破了这层膜 那就要 看你们的能耐了 我会在精神上 给予你们最大的鼓励 加油 我相信你们 凌恩对着他们 做了一个傲力给的手势 众人 虽然很想吐槽 这特么 是什么恶劣的标记 怎么就这么奇异呢 第948章 恶灵血鹰 但没有办法了 虽然他看上你非常的不靠谱 但目前为止 在他们都没有想出太好的办法之前 就只能暂且相信他了 但他要是好好的 命 Q不套路主母大人 他们乱骗经费的话 有现在这么多屁事吗 他们明显怀疑 刚才他解释的那一番先见之明的托词 也全都是他献编的 是个混蛋 准备进攻 白夜衣声大吼 退后了一步 指挥着那些夜衣 咬着牙 目光落在那几个大大的 上 双手瞬间握紧了漆黑的剑人 轰 极端的能量冲击的声音 震荡着整个结界 让内部的血肉生物们 感觉到了一阵阵的地动山摇 而又因为结界在内部 对他们是单向透明的 所以他们清晰地能够看到 外面那个灵恩画出的 拿出大大的 的标记 以及那些夜衣们 对那个位置展开的猛烈的进攻 罗斯特大人 一个又一个血肉人形 在地动山摇颤抖地 冲到了结界边缘 被密密麻麻的锁链 镇压在地的罗斯特面前 他的两只手臂都已经破裂 在不停地流血 怎么回事 这锁链到底是什么东西 怎么这么坚固 大人你坚持一下 我们立刻就宁回来 那些血肉人形咬着牙 拿着力气 用力地试图将罗斯特 从那锁链当中解救出来 但是根本没有任何用处 剑刃砍上去时 更是直接卷刃 火花四射 他们的脸色 也全都是大便而惶恐 不用白费力气了 罗斯特痛苦而喘息地坚持着 被锁链用力地束缚和扭曲 那个恶魔 他对我用了他资料介绍当中的某种强大诅咒 机械神教的 那个执行官 就是被这个诅咒给镇压的 只是我没有想到 这个家伙居然一出手 就对我动用这种级别的杀招 可以说 如果不是因为他一直都在警惕地注视着他的动作 他现在恐怕已经是被镇压在了外部 而任人宰割 而他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这个连超凡 都没有小小的人类 居然会被他们的主和机械神教 都如此重视 果然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那个家伙掌握的能力 根本就不能用正常的阶位来进行评断 他是个真正的怪胎 一个血肉人形 惊恐地注视着结界上越来大的裂缝 道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结界在刚才的爆炸中已经受到了重创 被他们突破进来是迟早的事情了 裂缝在扩大 而在那场爆炸之后 他们现在更是连回血色世界都无法再做到 他们已经是真正地成了瘟中之鳖 罗斯特死死地注视着结界之外的林恩脸颊 目光猙獰地恨不得将他剥皮抽筋 他在笑 他似乎是知道他们在注视着他 而对着他们的方向笑眯眯 不用怕 我们来这里不就是为了寻找关于他更多的资料 再琢磨怎么对付他的吗 别忘了 我们手里还有一张重要的底牌 他既然和那个血液关系暧昧 那他也应该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女儿被虐杀吧 他眼中的疯狂几乎是化作了实质 他擦 伴随着最后一声巨响 在白夜和上百名夜衣权力的急火之下 就和林恩说的一样 那个结界的内部结构 的确已经是受到了重创 根本就抵挡不住他们这么多人多轮的急火 加把剑 已经快要破开了 最后一轮急火 进攻 白夜大喝一声 神圣和阴冷的鬼气 在他的身上 竟是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平衡 轰 他的一拳瞬间落在了 那摇摇欲坠的结界之上 伴随着巨大的能量波动 那个结界终于是在无法抵挡他们的进攻 伴随着咔嚓一声巨响 那个缺口处化作了无数的碎片剥离了下来 结界突破了 而伴随着滚滚的灰尘 也就和林恩说的一样 在结界突破的那个瞬间 他们就看到了 几乎和他们不到两尺之巨的那个 全身被锁链镇压的卷者 罗斯特 没有任何的犹豫 白夜严肃的目光当中 金光暴射 他瞬间上前 夜衣手套那尖锐的金属指次 瞬间便在那神圣的光芒当中 指次他的眉心 不出手 所以 一出手便是直指灵魂 但也几乎就是在指尖刺入他眉心的那个瞬间 罗斯特那冰冷的声音骤然响起 你们可以随时杀了我 但你们确定要如此吗 你们就不考虑一下 到底还会有谁 会在你们动手的那一刻和我一起死 枝嘎 一声就像是被烧焦了婴儿发出的尖锐而痛苦的怪声 白夜的脸色微变 就在那结界最深处的黑暗当中 他看到了那数十个整齐地站在那里 冰冷地注视着他们的血肉人形 还有被他们用锁链捆附在一个笼子当中的一团扭曲的血肉 看不出人形 但是在那蠕动的触手中 隐约能够辨认出一个小女孩恶鬼般的面容 而在他的手指刺入罗斯特的眉心时 那个笼子里面的怪物也是发出了痛苦的声音 类似于头颅的位置 竟同样出现了一个手指大小的空洞 鼓鼓地流淌出了粘液和鲜血 林恩 他们不认识 但你应该不会认不出来吧 罗斯特沙哑地磨着牙 目光越过白夜 落在了站在后边慢慢地微笑着向他走来的林恩 白夜皱眉 散发着微光的手指 依然是保持着刺入他眉心的位置 有些举气不定 林恩笑着走了过来 金属的鞋底碰触着地面 发出一阵阵坚硬的脚步声 目光随意地便落在了被镇压在笼子当中的那个蠕动的怪物身上 扶了扶丹片眼睛道 啊 我的小鸭大 我就知道 他一定在你们的手里 身后叶衣瞬间围了上来 站在林恩的身后 目光和表情全都变得凝重了起来 你认识那个怪物 白夜严肃地问道 林恩摁着高脚帽 眼眸柔和地倒映着笼子当中的那个扭曲的形体 道 不 不是怪物 他是一个注定会长成一个可爱的女孩的好孩子 他是我亲手接生出来的 只是因为离开了我太久 我没有尽到矫正他的责任 所以 看到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很难过 林恩的眼前 浮现出了笼子当中 那个孩子的介绍 恶灵血鹰 幼年期 种族 邪灵 属性 混乱邪恶 等级 32 介绍 由怨气和鬼气凝聚而成的鬼灵 又吸收了大量生灵血气凝聚而成的恶灵血鹰 一旦成形之后 将会吞噬宿主的灵魂和血肉 并逐步壮大 化身灾恶 第949章 我可以跟你开枪了 林恩闭着眼睛 的确 已经很久没见了 前十章的第一次见面 而现在已经900多章了 而没想到 他们再一次相见 居然会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看着自己亲手 调教出来的 足以可以称之为 是女儿的孩子 被关在笼子里面 被人虐待 林恩骤然睁开了双眼 微眯的双眼当中 涌动出了巨大的杀意 但又请客恢复了 那不变的微笑 你们知不知道这样做 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罗斯特沙哑地注视着他 沉声道 所以我才在会议上 不断和他们强调 你并不是混乱邪恶的生物 你虽然形式风格与我们相像 但你和我们有本质的不同 你对身边之人的在意 必然会成为 你们这种生物最大的软肋 而这也是你最大的弱点 你和我们不一样 你根本做不到毫不在乎 林恩瞬间就乐了 因为他还是第一次 在公众场合之下 被人如此的赞誉 果然 真的是只有敌人才懂你 没错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 混乱邪恶的生物 他的心中 依然是充满了爱和正义 他和每一个善良的生物一样 心里都充满了同理心 有自己在乎的东西 有自己不可触碰的底线 有被人嘲讽为 是探机生物猎根性 所共有的弱点 林恩的笑意欲浓 捏着单片你眼睛 道 啊 都被你猜中了 你说的没错 这就是我这个笨蛋的弱点 就像如果我的老师 被人杀了的话 我也会翻遍整个世界 去寻找那个凶手 然后将他碎尸万段 但你更应该知道 有时候 这其实也并不算是弱点 因为如果你真的 做了这样的事情 那真的会非常危险 因为你会释放出一个野兽 相信我 你不会愿意看到的 他的表情是如此的温柔 但是周围的那些血肉人形 却是无形地感觉到 一阵阵的冷战 是威亚吗 不 是某种锋利 是被包裹在柔软的血肉当中 微微露头的尖刀 就像光明的背后 永远潜藏着那片阴影所 微微露出的暗面 周围的气氛 几乎是陷入了冰点 罗斯特深深地盯着他 道 那就让我们离开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 友好的交易不是吗 你应该 也已经看到了吧 在你伤我之后 我已经用咒术 将我和他绑定在了一起 他受不了的 而你让我们离开这个鬼地方 我保证 我们会相安无事 白夜他们的眉头皱了起来 死死地盯着 那个罗斯特 杀翼的目光 几乎已经是无法掩饰 所以 你是在威胁我了 林恩笑眯眯地捏着下巴 你没得选 刚才你没有来得及杀了 我是你最大的错误 但不会有下一次了 你不接受 也得接受 他的声音愈发地冰冷 而在他的身后 那些血肉人形 也是目光微眯 手中的尖刀 更加逼近了 笼子里面的那个怪物的头颅 冰凉的刀刃 闪动着锋利的微光 仿佛随时都会将他杀死 周围的气氛 再一次陷入了冰点 而白夜也是感觉到了问题的棘手 目光严肃地望向了 依然是宠辱不惊的林恩 低声道 林恩 如果他是你很重要的的人 我们可以下一次再 但是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看到林恩笑眯眯地摸着下巴 摘下了头上的高脚帽 目光柔和地注视着手中的帽子 说了一句 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 你有没有好好地观察我 罗斯特眯眼 道 你什么意思 林恩的声音愈加地柔和 道 我是说 你的目光有没有从我的身上离开过 有没有时刻注意着 我的一举一动 发现我身上的一瞳 以及哪里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不知道为什么 罗斯特突然感觉到了一股 无蓝油的不安 他说不上来 但是直觉却是不断地告诉他 好像哪里出了什么问题 黑暗中隐约似乎有什么 稀稀素素的东西 林恩咔咔地活动了一下自己的脖子 星号得用力地伸了一个懒腰一样 然后就在他们脸色大变的注视之下 他把自己的右眼珠子抠了下来 丢在了地上 然后解开了衣服的扭扣 露出了自己的胸膛 两只手从容而轻松地 咔咔地掀开了自己的皮肉和肋骨 露出了他内部的胸腔 看到这一幕 罗特斯的脸色几乎是瞬间巨变 因为他的胸腔内部 根本就没有心脏 而且不仅仅是心脏 就连其他的脏气也没有 内部空空荡荡的 只有那一个又一个攀爬在胸腔内壁之上的 微微亮起的符纹 不好 这一刻 他几乎是瞬间就明白了什么 脸色大变 猛地转头嘶吼 但已经是为时已晚 几乎也就是在同一时刻 他看到了那个 在黑暗中攀爬在他们头顶结界之上的 蠕动的血肉 看到了在触手和血肉的扭曲中 镶嵌在上面的那枚漆黑的皱铜 看到那皱铜发动时 爬满的毛细血管 所以才说 你一定要时刻地观察着它 注视着它 永远不要将目光从它的身上离开 你应该在表象之下 更加注意那些 它所刻意引导你 而让你无法发现的细节 就像诅咒 也并不全部都是杀人 有时候啊 它也会给予你温柔 问 定 您向恶灵血鹰 发动了不死诅咒 命运的头子触发 当前点数为 一 皱铜活性化 索取一份养分 免费释放一次诅咒 而也几乎就是在那皱铜 哗啦啦的生长出肢体 如动而出时 灵恩那低雅的声音响起 给你双倍的养分 先放诅咒 就像是某种默契 那个眼球只是顿了一下 好 交易达成的那一刻 瞳孔几乎是瞬间收缩 目光直接聚焦在了 笼子当中的那个怪物的身上 整个节节刹那为之诗声 而漆黑的争鸣的诅咒 在作用在血鹰身上的那一刻 伴随着一声尖锐的啼哭 被困在笼子当中的血鹰的身体 瞬间膨胀 尖叫地化作了那庞大的疯狂头颅 而诅咒生效的那一刻 一切便已经是为时已晚 而他也终于明白了 刚才他说的那些话的意思 明白了 他为什么要给他展示这一切 你是不是一直在注视着他 你是不是从来没有 从他的身上一开 你在看着他的那张微笑的脸颊时 你是否想过 他已经从暗影当中潜入 他站在聚光灯之下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时 你是否想过 那并不是真的他 而我现在 灵恩的那个傀儡 微笑地抬起了手中的左轮 在他的脸色皱白的注视之下 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的额头 可以对你开枪了 踏踏 他扣动了扳机 砰 伴随着子弹从枪口当中飞出 火药般的浓烟 倒映着远处那些血肉人形大便的表情 和伸出的手 在他惊恐的瞳孔当中 迅速地放大 那一刻 他甚至能够清晰地听到 子弹破开他的头骨 所发出的咔嚓的声音 烧焦了他的皮肤 穿过他的大脑 就像硬物在柔软当中穿插 一瞬间让他脑浆四溅 而他放大的瞳孔当中 依然是倒映着林恩傀儡 那和善的笑容 和那黑洞洞的冒烟的枪口 而也几乎是在同时 最先从震惊当中反映过来的白叶 也是在看到了林恩动手的那一刻 嘶吼着发动了全面进攻的命令 而他咬着牙 身体也是如慢动作一般的猛的前倾 五指用力地抓住了他的面容 带动着巨大的神圣的力量 将他那被锁付的头颅 重重地摁压在了地面 在咔嚓一声脊椎骨断裂的声音中 轰 他的头颅和身体 便以一个极度扭曲的姿势 被白叶就像炮弹一样 重重地砸在地板之上 鲜血飙射四肩 第950章 他已经饿了很久了 进攻 几乎是伴随着那一声林立的大喝 那一个又一个庞大的叶衣 就像是幽灵一样 冲向了那些脸色巨变的血肉人形 他们的镜片的当中 散发着诡异的红光 反血肉的直装 凄厉的惨叫声 整个结界内部的空间 都成为了杀戮的战场 几乎没有任何的意外 针对血肉生物专门组建的 反血肉的武装 根本就不是那些血肉人形 可以阻挡的 这几乎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 而白叶也在将 罗斯特镇压的那一瞬间 便猛地从怀里 摸出了一根又一根 铭刻着神圣纹路的尖锐的钉子 将他的躯干和四肢 重重地定杀在了地面之上 他的手摁压在 依然不断地发出尖笑的 那破碎的尸体和肉块之上 目光严肃 口中念诵起了诡秘的咒纹 灵恩 解除诅咒 伴随着白叶的立声大喝 他的手中猛然传来了 一股巨大的稀释力 甚至依稀可以看到 一个半透明的魂魄 不断地尖笑地 被那只手吸射出体外 而也就像是一场默契 几乎是在白叶动手的那一刻 灵恩便哗啦啦地收回了 压制在他的身上的 自负天使的咒诅 翁 伴随着黑色锁链的褪却 灰白交织 他的灵魂 也是挣扎着奸笑地 被白叶从那堆破碎的灵魂当中 摄取了出来 猛地将他镇压在了 专门的灵魂容器当中 隔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危机解除 而攀爬在结界之上的灵恩 也是没有任何犹豫 瞬间就像是一坨粘稠的血肉一样 坠落了下来 他的身体不断地在半空中栽变 落地的时候 便已经是再一次化作了人形的模样 他迅速地冲向了那个庞大的头颅 目光严肃地猛地挥手 解除了他施加在他身上的不死诅咒 也是立刻化作为了一道道黑线消瘸 而伴随着诅咒的消失 那巨大的头颅也不断地开始缩小 然后慢慢地在痛苦的吱嘎声中 在坠落中逐渐地成形 再一次化作了 那不可名状的蠕动的怪物模样 啪啪 灵恩迅速地伸出手 将他接到了怀里 然后紧紧地抱住了那蠕动而扭曲的形体 闭眼安抚道 没事了 你不用再害怕了 我回来接你了 他本就是代表着混乱与邪恶的恶灵 是灵恩在他还未成形时固定了他的形体 可是现在 他却再一次栽变回来了原来那恐怖的模样 就像是怀抱着一只巨大的软体生物 甚至你能够清晰地感觉 他那触手上一个又一个粘稠地凸起 感受到那本能地对你的缠绕 以及那蠕动的血肉形体中 不断地分泌出来的粘稠的液体 和耳边发出的疯狂的尖叫 灵恩怀抱着那个恶灵血音 转头严肃地问道 罗斯特施加在他身上的咒法解除了吗 白叶闭着眼 镇压着悬浮在双手中的那个灵魂容器 甚至你依稀能够从那透明的容器外 看到内部那不断地发出尖笑的魂体 没问题的 灵魂被囚禁之后 和他连在一起的一切咒法都会隔绝失效 对他造成的伤害 不会再被转嫁到他的身上了 他睁开眼睛 苦笑道 你真的是 不管是什么时候都这么出人预料 他指的当然是灵恩傀儡的那一招 因为甚至就连他们都没有发现 他到底是什么时候 让傀儡代替了自己的本体 在他挖开自己的胸腔 显露出真相时 他们也是被震惊的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就像是早就知道 他们一定会使用这一招来对他们进行威胁一样 这个家伙在认真的时候 他的推断和掌控能力 也真的是可怕的 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灵恩嘴角微翘 向着他竖起了大拇指 叮 恶灵血音正在射取你的鲜血 您的血液负1% 叮 B 您的 B 负10% 伴随着耳边传来的系统提示 无视调不知道什么时候 转移到下面的小眼罗 对他养分地射取 灵恩的目光柔和地注视着怀里 那逐渐地安静下来的蠕动的血肉形体 而他当然也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再紧贴在他后背和胸膛的血阴 那遍布全身的凸起 就像是一根根尖刺一样 刺入了他的皮肤 就像是寄生兽一样 贪婪地射取他的鲜血 脑袋 他在吸你的血 灵恩闭上了眼睛 将怀里的那个怪物抱得更紧了一些 抬头道 让他吸吧 他已经饿了很久了 触碰着他身上那细密的疤痕 虽然他没有精力 但是他知道 他在这段时间里 也一定受到了血肉神教巨大的虐待和欺凌 如果他不是一个恶灵 如果他真的只是一个普通的人类孩子 那这段时间的精力 绝对也会成为他一生的阴影 而这又到底是一种幸运 还是不幸呢 血色世界 血红的天空几乎是这里唯一的色调 无数扭曲的尖笑的血肉人形在大地之上行走 而在一座庞大建筑当中 诡秘的幻境一般的画面当中 此时此刻正倒映着游魂像当中的一切 倒映着那座结界当中 闭着眼的林恩怀抱着那个扭曲的形体的画面 一颗庞大的眼球 注视着那一切 目光毫无波动 而在那幻境般的画面周围 贵服着一群又一群血色的眷者 他们全都身穿漆黑的长袍 如动着密集的触手 表情肃穆 我神已经感应不到罗斯特的气息了 他的就算没有死 灵魂估计已经被黑夜城拘束 一个血肉眷者微微地抬起头 小心翼翼地望着那颗庞大的眼球 我们真的不对 他们动手吗 虽然我们损失了一些军队 但如果继续借助刚才罗斯特打开的那扇大门 对他们展开袭击的话 我们说不定可以一举借助这个机会 消灭那个人类 他们都非常清楚 诅咒之城一翼之后 那个叫做林恩的人类早已与他们势不两立 也早已被他们的神猎为了血肉神教必杀之人 那颗庞大的眼球 隆隆转动着 道 消灭它 你们想的太简单了 不要以为 现在只有我们在 注视着那里 黑夜城的那些根源也在投影目光 如果我敢在那里降临 他们也会第一时间对我进行反制 你们不要试图小看 他们对那个人类的庇护 对他们这群坠落者来说 那个人类 可是他们离开地狱唯一的希望 至少 是他们认为的希望 他的眼球 倒映着画面当中的林恩 淡漠而平静 周围的血肉圈者 全部跪幅在地 一句话也不敢说 把黑暗世界的事情先放一放 这段时间 也不要再挑起和其他势力的冲突 将目前所有的重心 全部都投入到对蓝星的入侵计划当中 如果那些卑微的人类 调查出的结果没错的话 我们将夺回旧日的遗产 那颗庞大的眼球 缓缓的隐没进入了黑暗当中 伴随着血肉支配者的隐没 那些血肉圈族们 这才松了一口气 从那巨大的威慑当中缓了过来 他们全都抬起头 肃穆地注视着 那一幅幅铭刻在墙壁之上的壁画 古老扭曲 无数古老的旧日神明 疯狂地对地狱边境发起冲击 在无数神明的死难之后 终于是窥探到了那一片混乱的色彩 触及到了那地狱的边界 无数的狱卒和囚徒四妹 而这 也是他们的神从苏醒以来 就一直所追寻的古老过往 因为在那一场最后的冲击中 真的有旧日的神明 踏出了这座居树和禁锢他们的地狱 第951章 血衣女士的日记 游魂巷 血衣的房子中 您的手工经验加一 你的手工经验加一 丁 你完成了对恶灵血英的塑形 您获得了基础经验100 大功告成 伴随着耳边传来的系统提示 灵恩无比满意地活动了一下手指 放下了手里的擀面杖 嘖嘖赞叹地注视着那个重新被他雕筑出来的瓷娃娃之上 小小的一只背 下画线地放在桌子之上 精雕细琢 如果不是因为知道 他之前是那样粘稠而恐怖的怪物 恐怕还真的会把他当作是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坠落的完美的小萝莉 果然 自己的手工能力 还是没有退步 而且 在有了左左和脑子的经验之后 他的记忆明显是更加精进了不少 他的初代目小萝 明显是要比一开始的更加细腻而精致了 没有别的什么 也就这点爱好啊 立正 灵恩发号施令 恶灵血鹰立刻紧绷着脸蛋 猛猛的条件发射性的立正了起来 叮 恶灵血鹰对你的畏惧加十 驯服度加一 握手 恶灵血鹰立刻瞪着眼睛 伸出小手 抓着灵恩伸过来的两根手指握了我 叮 恶灵血鹰对你条件反射性的畏惧加十五 你对恶灵血鹰的驯服度加二 叫一声 呀大 恶灵血鹰的叫了一声 叮 你对恶灵血鹰的驯服度加五 没有增加畏惧度 因为他的确很喜欢这么讲 当然 灵恩也并没有其他的任何意思 只不过是因为小血鹰被监禁和虐待了那么久 他也就只能亲自来帮助小血鹰做一些康复训练了 这样不也能更有助于这个可爱的孩子的恢复吗 叮 您的快乐加五 当然 如果血衣女士在这里的话 他是肯定不敢这么做 但现在 这不是不在吗 当然 他也是非常清楚 如果血衣女士 知道了他居然敢在他的房子里面 训练他女儿这种事情的话 也是一定会杀了他的 但这不是不知道吗 左左都握着拳头 努力地握着拳头忍耐着 毫无疑问 只是随便看到他的表情 就知道 他现在正在想什么极度恶劣的事情了 但明明正经起来 也是很成熟很帅的样子 可是为什么只要一闲下来 就会一下子就会变得这么不正经 这无论怎么看 都像是一个诱拐无知少女的超级罗利控啊 混蛋 当然 这并不是最过分的 因为还有更过分的 左左磨着牙 愤怒地低下手 手背呼呼地冒着白气 注视着此时此刻 正专心致志地埋在他的椅子前 努力地摄取他养分的 那只小眼罗 头上粘稠的触手 就像是章鱼的触须一样 小小的脸上 则带着极度认真 和一丝不苟的神情 孤 伴随着那奇异的声音 扑 定 您的 B 量减少10% 您的快乐加3 您获得了debuff 渗透支 重度 盯着全部舔湿干净 一滴都不放过 因为他给予的是 双倍的养分 所以当然也是要一点不剩的 全部拿取干净才可以 因为这些全部都是 他所应得的 左左咔咔地握着拳头 狠狠地磨着牙 是的 没错 这个没有任何良心的恶趣味的混蛋 再一次选择了用他的 B 来作为给予咒酮的报酬 而且还和他说 因为那种养分的生产效率比较低下 所以如果想要双倍的话 那就需要等他生产出来之后 在每隔一段时间 来从他这里汲取 这样才能够满足全部的分量这样子 命 这个没用的超级大变态啊 所以左左这样纯洁的生物 为什么会和这样的究极变态长在一起啊 羞鱼与他为伍了呀 混蛋 爹 左左的愤怒加持 无视掉左左的愤怒 林恩将小鸭搭从桌子上抱了起来 柔和地摸了摸他的脑袋 目光随即便落在了这座布满了灰尘的房间当中 地面之上铺着地毯 柜子上面放着烛台 精致的家具和餐桌 虽然一切都布满了灰尘 但是显然能够看得出来 在他离开这里的这段时间 雪衣女士也真的做出了很大的改变 而有努力的生活 虽然身处地狱 但却愿意努力复现些所失去的美好 林恩深吸了一口气 随即望向了从楼梯走下来的一个夜衣 道 有找到什么线索吗 或者说一些别的什么东西 那个夜衣走到了他的面前 伸出手从将一本布满了灰尘的笔记 放在了桌子之上 面具当中传来那个夜衣的声音 已经按照您的命令 全部都找过了 没有其他的发现 我们只在壁楼后面的暗阁中发现了这个 请您过目 他的语气很尊敬 在经历了不久之前 对那个卷者的围猎之后 他们也全都看到了 面前这位林恩先生的能力 而他们也是无一不幸福 这是什么 应该是一本日记 不过上面的文字 我们都看不懂 但我们已经去查了 林恩的目光随即落在了那本笔记之上 上面布满了灰尘 他伸出手轻轻地擦拭 而也就是 他看到上面的字迹之后 他的瞳孔也是微微一缩 因为 那并不是低于任何一个种族的文字 而是繁体 是属于他们故乡的 在文字简化之前的很长时间里 都在使用的汉字 虽然早就已经猜测到 血衣女士 应该就是来自蓝星的恶灵 可是当真的看到这些文字 他还是个感觉到 一阵阵的沉默和惆怅 因为如果早知道的话 那或许在最开始的时候 他们的感情 就应该会更加的融洽和和睦 让他更加的在意吧 但他真的什么也没有说过 他伸出手 翻开了那本面前的那本笔记 24日 黑雾 这里应该就是游魂巷了 按时间来算的话 我的孩子估计也已经 把他的宿主吞噬干净了吧 不过还是先隐藏起来比较好 这个世界太危险了 如果世界的消息说的是真的的话 那罪孽城的确是想要 将那个猎头者 往这边缘地带引导 是牺牲掉一个街区的生物 来换取那个猎头者 不在罪孽城作乱吗 这还真是邪恶啊 28日 黑雾 还真是可怕 不过幸亏藏了起来 没有被发现 果然地狱当中 真的是无奇不有 居然还有那么庞大的 头颅一样的生物 不过好像有些奇怪 那个猎头者 似乎并没有吞噬掉 整个游魂像 而且居然只待了一个晚上 就离开了 期间一定是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过不管了 还是赶紧找到我的孩子再说吧 29日 黑雾 那个刨出了自己的女儿学徒 居然是一个人类 虽然偶尔掉入这里的人类 也有很多 来自各个世界的都有 但是他 好像有些不同 那样的样貌和特征 难道是来自蓝星的坠落者 不过 那又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自己早就已经不是人了 如果今天晚上 他真的赶来做客的话 我倒是不介意 把他做成晚餐 30日 黑雾 无法想象 他居然真的拥有 帮自己解除诅咒的能力 虽然只有12个小时 可这简直就像是神迹一样 不行 绝对不能再杀他了 他现在虽然还很弱 但如果再强大一些的话 说不定真的能够让自己 永远摆脱诅咒的束缚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算是一些暧昧的游戏 也并不是不可以 原来也是一个青涩的少年 虽然看上去很老成 但真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还是一下子就暴露了呢 有点可爱 不过第一次 还是要交给自己的妻子才是 如果你还能在这个世界 遇到人类女性的话 补充 不过真的无法想象 这么年轻居然这么大 如果到了壮年 那岂不是第952章 巨像骑士的野望 啪 林恩迅速地将手中的日记 瞪着眼睛 咕咚咽了一口唾沫 没错 的确是雪衣女士的无疑 上面记载的看样子 应该就是雪衣女士 来到游魂像前后那几天的经历 那也挣好了小小出没的时候 但是 把那次暧昧的游戏的经历 都写在日记里面 真的好吗 原来雪衣女士也觉得我大得腰 林恩咳了咳 老脸一红 左左震惊地望着她的表情 就像是看到了什么 无比惊异的事情一样 因为她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凑脑袋 居然也有脸红的时候 这简直就是天下奇闻 她的脸皮 不向来都是比地狱边境都厚的吗 震惊热 但这显然是左左并不懂 因为对于男人来说 往往第一次的回忆都会比较深刻 更不要说 那个时候 林恩还只不过是一个纯情的少年 被这么火辣的女士 服侍了一个晚上什么的 那当然是让人记忆深刻 回味无穷 雪衣女士 可是第一个为她打开了新世界大门的人 除了没有那个之外 其他可是都做过了 雪衣女士 真的是非常的成熟呢 林恩一本正经 强行遏制住这种偷窥别人日记 所带来的奇异的变态感 忍不住再次翻看起了后面的内容 当然 这并不是因为她喜欢偷窥别人的隐私 而是为了对雪衣女士 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 才迫不得已这样做的 四日 黑雾 刚刚走了一个根源级的猎头者 居然又来了一个可怕的血肉傀儡 果然是一个混乱的世界啊 昨天 还信誓旦旦地和她说 自己能打过那个血肉傀儡 结果最后居然还是被她给救的 真的是丢脸啊 不过无法想象 她明明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人类 居然杀死了那个 接近死罩级的血肉傀儡 真的不知道她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而且看样子 好像就连她自己都有点迷糊 五日 不变的黑雾 在家养伤 所以到底是什么 以她的能力来说 应该是绝对杀不了血肉傀儡的才是啊 虽然她说是利用了某种药剂的变异效果 但阶位差太多了 就算是再变异 也绝对不可能击杀这样的怪物才是啊 所以她到底是哪来的力量 或者说是她的体内 其实隐藏着什么 只是连她自己都不清楚 林恩的手指 微微地敲着桌面 然后她慢慢地把手 放在了自己胸膛之上 感受着巨像之星的跳动 是的 雪衣女士猜得没错 那个时候 其实她也同样非常迷茫 血肉增生药剂虽然强大 但阶位巨大的差距摆在那里 她被血肉傀儡吞噬时 也真的没有想过能活下来 更不要说是战胜对方了 而后来左左的出现 让她也一度以为是自己变异出来的 这只左手杀掉的血肉傀儡 但其实现在细细想来 林恩捂着心脏抬起了头 那一刻 应该是巨像之星被激活了吧 因为感受到了威胁 因为觉察到了宿主的即将死亡 再加上血肉增生药剂 带来的对身体的灾变效果 所以才在那个时候 被激活了巨像的全能 在她的体内诞生出了王后的意识 来保护巨像之星 也顺便保护了她 而那个意识 也就是自己后来憨憨的左左 只不过因为只是激活了一瞬间 所以在杀掉了血肉傀儡之后 也便很快沉寂了下去 但本来大概率应该是 想要代替她的 但却因为巨像之星的不完整 让诞生出来的左左 变成了可爱的脑残 而事情就是这么的富有戏剧性 谁又能想到 后来不仅巨像的王后 被自己欺负了 巨像的王也被自己欺负了呢 心脏和脑子 全都被自己变成萝莉摁住 狠狠地欺负过呀 哈哈哈哈 灵恩捏着眼镜 发出了一声声快乐的声音 心中荡漾 因为左左是自己的 脑子是自己的 大舌头是自己的 整个巨像未来 肯定也必须是自己的 所以已经是没有办法了呀 如果再这么肆无忌惮地 发展下去的话 巨像骑士的这个称号 就真的是只能勉为 其难地带在身上了 可恶啊 刷 左左愤怒的呲牙 一把就抓起了他乱乐的衣领 道 你又在乱瞅我干什么 你不会心里 又在按搓搓地计划 什么奇怪的事情吗 你这个笨蛋 灵恩服了负担片眼镜 指责道 是你太敏感了 左左 难道我连瞅一下 自己手的权力都没有吗 这可是我自己的手 不要说是瞅了 就算是怕 那也是合情合理 而不需要任何解释的事情 左左你太过分了 左左愤怒的一拍桌子 少废话 看你的书 好 灵恩刷刷刷地翻开那本日记 捏着单片眼镜 继续向后读了起来 不过后面的日记 并没有再有什么太过重要的内容 因为在那之后不久 随着老师带着人偶夫人 回来之后的不久 他就前往了黑夜城 成为了一名夜役 而在那之后 他们之间 也就再没有过什么交集 因为他本来以为 转完职之后 就很快就会回来的 所以甚至 就连道别的话都没有来得及说 这也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17日 出去觅食 灵恩一如既往不在 从大舌头那里 骗了两瓶药剂 没给钱 20日 出去遛女儿 草丛里吃了两个外乡人 27日 出去遛女儿 在罪孽城定做了漂亮的桌子和椅子 老板是个人形生物 想趴我 让他帮忙把助理搬回家之后 把他做了晚餐 29日 出去溜女儿 灵恩不在 骗了两瓶药剂 吃了两个外乡人 1日 同上 5日 同上 19日 同上 24日 血医 你不能再这么消极下去了 遛女儿并不是你的全部 你应该做一些更加有意义的事情 你应该向着死罩及 更加努力地修炼才是 你如果再这么堕落下去的话 你肯定是变得强大不起来的 所以 从明天开始 你不能再去溜女儿了 你要好好修炼 而且 这附近能遛的地方 也都遛过了 已经没地方可以让你遛了 25日 去远处溜女儿 灵恩不在 骗了三瓶药剂 吃了两个外乡人 第953章 等不到她下地狱 灵恩 看来真的是枯燥的生活 不过如果每天能够出去溜女儿什么的 其实想一想 也应该是很幸福的 毕竟这么可爱的女儿 谁又不喜欢溜呢 不过 其实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雪衣女士 也的确是在努力地 想要安定下来 好好的生活 其实也许在她的心里 这样像个正常女人的生活 应该也算她所期盼的吧 灵恩继续地向后翻阅 而也终于 她找到了自己的想要的 六日 依然是黑雾 那个家伙 已经离开游魂巷几个月的时间了 而且 世界上面 居然全都是关于她的大新闻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那个所谓的双目是谁 不过真的无法想象 她居然也参与了诅咒之城的那场可怕的战役 黑夜城 血肉神教 机械神教 还有具象 太多的强大存在和势力参与了 而灵恩她好像 就是 隶属于黑夜城吧 她真的变得强大起来了 只是不知道 她还记不记得我 八日 黑雾 大舌头突然消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前几天又突然出现了 昨天她来找我想要打听世界当中 关于诅咒之城的消息 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她了 而她也告诉了 她在这段时间消失后 所发生的一切 原来她是被灵恩那个家伙 接到了黑夜城 并且还参加了诅咒之城的战役 可是她既然回来过了 那为什么就不来看我一下呢 就算只是道个别 也可以啊 灵恩沉默了 因为她 还是没有想到 血衣女士其实过了这么久 也一直还在惦记着她 但是的确 上次回去找大舌头时 应该去见一见血衣女士的 只是那次太过的仓促 让她几乎来不及考虑任何的事情 只能说 自己还是太渣了 十三日 不变得黑雾 这几天游魂像也不太平了起来 来了很多的外乡人 而且大部分是血肉领域的生物 我可以确认 他们就是血肉神教的教徒 我能闻到他们身上的那股灾变的气味 所以他们是来调查灵恩那个家伙的吗 不过不管怎么样 最近这段时间 还是不要随便外出了 不过还是有必要提醒一下 那个大舌头 最近可能会比较危险 十七日 女儿 你到底去了哪里 我已经找了你好几天了 就算是想要出去玩耍 也应该回来了吧 她从来没有出去过这么晚 而且 为什么没有办法感觉到她的气息 我找不到她了 该死 该死 但是不应该 我明明有在她的身上留下印记 是什么把我们之间的感应切断了吗 不行 不行 十八日 整个游魂巷都找过了 我杀了很多生物 一定是有谁把我的女儿藏起来了 我要找到他们 我要把他们 全部撕成碎片吃掉 都要死 他们都要死 二十日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哈哈 原来 他们不是真的是来找灵恩的 他们是来找我的 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 我和他们身上 有着一样灾变的臭味 我一直以为我 只不过是和众多的坠落者一样 是从其他世界坠落的恶灵 不管是亡死 冤死 还是那些最大恶极者 都会坠落的地狱 只是我真的 万万没有想到 他们居然会对我这么了解 他们知道 我是怎么坠落的 知道我在地狱每一年的经历 他们说 我就是他们创造出来的 二十一 原来他们早就已经渗透到了蓝星那个世界 是他们选中的我 还是我也只是他们计划当中 众多的牺牲品之一 不过他们真的是做到了 他们创造出了一个疯狂的血液恶灵 你知道 我是有多么的爱你吗 我的丈夫 我甚至还能记得 你当时向我求婚时 送给我的花环 我记得你对我发过的事 我记得我们的孩子出生时 你高兴的发疯 原来这也都是你们计划的一部分是吗 你们真的是深知人性 你们真的是知道 该怎么创造一个恶灵啊 在我自以为找到了幸福之后开始 就让他一点点对我冷淡 让他酗酒 让他开始折磨我 你们是知道 一旦有了孩子 那个母亲就会学会忍耐是吗 是啊 一直忍耐到 把感情慢慢消磨掉 忍耐到把唯一的孩子 当做自己的寄托 然后那个时候 你们再让他当着那个母亲的面 把他唯一的孩子 一刀一刀凌虐致死 让他在最绝望的时候 再一刀一刀 让他看着自己被割开 而动手的 还是自己 曾经最爱的丈夫 你们真的是知道 该怎么让一个人恨 你们在在他 想要复仇时 把他拉入了地狱室吗 是这样的吗 让他眼睁睁看着那个凶手 逍遥法外 让他求而不得 你们让他的恨在这地狱当中 不断地累加 而现在 却告诉我 你们许诺给了他永恒的寿命 他现在还好好的活在那个世界 他还享受着荣华富贵 享受着那美妙的人生 我根本等不到他下地狱室吗 二十二 我知道了 越往后看林恩的眉头 便皱得越深 而最后的那几个字 几乎是深深地撕裂了纸页 而在往后翻 已经是再没有任何的文字 剩下的只有一个血淋淋的手掌印 甚至只是 看到那最后的文字 都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字里行间当中 所散发出来的那极度的怨恨和疯狂 原来如此 原来是这样 林恩慢慢地抬起头 双眼逐渐地变得狂乱 甚至握住笔的手 咔的一声 便便将那只笔扼断 他根本不知道这些 他也根本没有想到 血衣女士会有这样的经历 但其实他早就应该明白的 能够变成恶灵 又有哪一个 不是曾经有过极度痛苦的经历 就像他的爱丽丝 他也是经过了多么痛苦的折磨 才坠入的这片死难的地狱 那血衣女士 又怎么可能会忘卷 只是他即便是 身处地狱当中 也已经是在努力地寻找自己的生活 而你们却又在这个时候干涉他 血肉神教 第954章 我会去拦星 左左慢慢地抬起手 望着林恩那疯狂闪烁的目光 张了张嘴 道 脑袋 你没事吧 林恩什么也没有说 他做的笔直 低着头将手里的那本日记 慢慢闭合 放在了桌子上 他从怀里摸出了左轮 就像是一个机器一样 沉默地站起来 转身大步地向外走去 一把推开门 黑雾笼罩下的街道 大门之外 一个又一个被锁链捆腹的血肉人形 在一个个夜衣的看守之下 一排排地蹲在地面之上 他们依然在愤怒 而疯狂地向着控制着他们的那些夜衣嘶吼 不断地试图挣脱锁链而暴动 你们这些愚蠢的夜衣 你们一定会受到我神的惩罚 你们等着吧 迟早有一天 我们会攻进你们的黑夜城 将你们全部杀光 你们以为我们会屈服你们的淫威 别做梦啊 血灾必将降临在你们每一个人的头上 我诅咒你们 在我神话座旧日的那一刻 就是你们的湮灭之石 那些血肉人形大吼 但也就是在下一刻 砰 一声枪响 一颗子弹 瞬间从一个血肉人形的眉心射入 鲜血和脑浆 鼓鼓地从眉心的弹孔流淌了出来 他的双眼逐渐呆滞 身体扑通一声 向后倒了下去 这一瞬间 所有的血肉人形全都安静了下来 目光恐惧地望向了 向着他们一步步走来的林恩 林恩手中的左轮 鼓鼓地冒着黑烟 而周围的那些夜衣 本来想要打招呼 但在这一枪之下 也是全都露出了震惊的神情 完全没有想到 林恩会突然向那些血肉人形开枪 林恩先生 但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说完 林恩便没有大步地走到了镜前 没有丝毫地拖泥带水 表情平静地看不出任何的波动 他的左轮只在了为首的一个面露恐惧的血肉人形的额头之上 扣动了扳机 砰 叮 您击杀了一个血肉人形 您获得了八十点经验 伴随着又一个血肉人形的倒下 就在那些夜衣慌乱的注视之下 林恩平静地向前走着 就像是一个处刑机器一样 每走一步 便对着一个血肉人形的脑袋扣动一次扳机 砰 砰 砰 枪声一阵阵地响起 一个又一个血肉人形 倒在了林恩的枪下 被当场处刑 而在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的那一刻 林恩已经是毫不拖泥带水的 处决了六个血肉人形 但他丝毫没有停下来的动作 第一轮子弹打光 便再一次平静地注入力量 再一次开枪 砰 这一瞬间 反应过来的那些血肉人形 全都发出了极度恐惧的尖叫 摸爬滚打地向后退去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我什么都说 不要杀我 我什么都可以告诉你们 住手 住手啊 但没有任何的作用 林恩目光闪烁 一枪接着一枪 很快地地上便布满了被他处形的尸体 林恩先生 周围的那些夜衣 全都急切了起来 几个队长飞快地冲上去 现在不是处决他们的时候 白夜元巡有令 他们要被押送到黑夜城 进行进一步的审讯 而且 你也是同意了的 这个时候 不是对他们动手的时候啊 他们想要阻拦 但是根本不敢阻止林恩的行为 而林恩也是目光平静 就像是完全没有听到他们的话一样 大步地向前 毫无感情地向那些血肉人形的脑袋 扣动扳机 碰 仅仅是片刻 他已经处决了将近二十个血肉人形 林恩 你这是在做什么 你疯了吗 而也终于就是 在他即将再次扣动扳机时 得到消息赶来的白夜 飞快地冲了过来 一把夺过了他手中的左轮 将他往后推了一把 然后立刻命令那些夜衣 将剩下的那些恐惧的夜衣镇压起来 白夜严肃地注视着林恩 看着他那目光闪动的表情 咬牙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可不像你平时的作风 如果你想杀他们 那个时候不是早杀了吗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 不然像林恩这样玩世不公的人 根本就不屑于对他们进行处刑 林恩深吸了一口气 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白夜大叔 您知道一个人能坏到什么地步吗 白夜皱眉 林恩抬着头 笔直得就像是一颗松 他眺望着那隆隆的黑雾 眼中仿佛有万般的纷乱 如果说以前我对血肉神教的敌视 是源于他们对蓝星所犯下的罪孽 是我们叶一与他们之间的冲突和利益的话 那现在 我对他们的仇恨 将上升到私人层面 就算我不是叶一 就算我不在乎蓝星 我也不会再让他们存在下去 我当时还太不理解 但我现在真的有点明白 您还在蓝星时的感受了 真的没有什么是比看到自己在意的人被伤害 而更让人难以忍受的了 他的目光望着白夜那正正的神情 然后越过他的脸 注视着那些无比恐惧的 蜷缩在那里的那些血肉人形 而如果当时我是您的话 我一定做不到比您更好 我会比您更接近黑暗 所以才说您是一名真正的夜衣 而这一点 我恐怕一辈子都比不上您 他深吸了一口气 从他的手里拿过左轮 然后转过身 头也不回地向着远处的浓雾走去 原地只剩下了白夜 和那些夜衣正正地注视着他远去的背影 黑雾涌动中 远远传来了他嘀嘀的声音 明天 我会去蓝星 如果最后我能回来 我会组织一场对血肉神教的战争 那个时候 白夜大叔 我希望您也能参加 我不希望他们再存在了 他背影慢慢地消失在了黑雾的尽头 微风吹舞 周围一片寂静 没有一个人敢说话 但任谁都能够听得出他话里的低沉 白夜皱眉 转过了头 望向了大开的房门当中的桌子上的那本日记 微风哗啦啦地吹拂起了那本日记的纸页 那血淋淋的字迹 就像是一颗种子徐徐地发芽 到底是第955章 伟大的罗里控 黑夜城最中央高耸的高塔之下 地下庞大的大殿中 那个无比庞大而细腻的法阵 也终于是随着最后一笔的勾勒 彻底的成型 就像是心跳一样迈动的光运 只是一眼就会被其中所蕴含着的伟大的知识和力量所吸引 这绝对是黑暗世界有史以来最可靠的线级法阵 是由黑夜城的五大根源 从不同的领域所完善出来的最好的法阵 终于是赶在地狱注视之前完工了 艾文爵士微笑拍了拍手 注视着这座 他专门为了转移灵恩而设计的根源级法阵 纠集了五大根源的共同努力 只有有了它的存在 那无论是距离地狱多元的表世界传过来的召唤信息 都可以精确地被这个法阵所接收到 从而完美地保证召唤仪式的成功 而更重要的是 它可以显著地降低地狱生物被召唤时所需要耗费的能量 用人话来说 你消耗的祭品本来只可以召唤一个超凡级 但有了这个法阵之后 你说不定可以以相同的代价召唤过去更高级别的生物 只是唯一缺陷的是 它无法对根源生效 除此之外 接收到信息的201个表世界当中 也已经有51个世界 明确地表示 可以在限定的时间内准备好祭品来进行召唤 艾文爵士挥了挥手 伴随着灵灯的波动 一个又一个闪动着光运的画面 在大殿当中浮现了出来 上面所倒映的 正是他们在这段时间以来 联系到的那50多个世界的画面 有科技文明 有魔法文明 有一重文明 有古老的中世纪世界 也有鬼秘的元素文明 而无一例外 全都是他们蛊惑的邪教徒啊 名号也已经定好了 对外的称呼都统一为邪神子嗣 对于表世界的生物来说 这个称呼还是比较好理解 一听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 不过对于我们蛊惑的那些邪教徒来说 在他们的世界召唤厄运 他们会比我们还要兴奋 所以我们是邪神吗 虽然我们都知道我们不是 但大家的形象都不是很好 而且还是来自地狱当中的生意 被人理解为是邪神也是正常的 你不见泰坦先生 在他们的梦里降临的时候 吓死了一群吗 道调的天使 心灵的梦魇 蠕动的脑神 两个诡秘的头颅 就算接触的本就是有反社会人格的邪教徒 但在听到他们的低语之后 也并不是几个能接受得了的 要不然那一百多个世界是怎么报废的呢 但召唤的咒纹真的要用那个罗利控吗 我觉得还是有些不太体面 虽然我也觉得不太肃穆 但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了 他既然敢把这个写进自己的把闻当中 那说明他并不在乎 而且这个咒纹 也早就在各大世界散播出去了 改不了了 虽然话是这么说 具象之脑思索地捏着下巴 瞥了一眼悬浮在半空中的 那五十多个世界的画面 看着画面当中 被他们蛊惑的形态各异的种族 跪在地上 对着他们的雕像叩首膜拜 不断地吟唱着对他们的赞歌 伟大而扭曲的罗利控啊 我们请求您的降临 请求您为我们的世界带来混乱与灾厄 您与我们同在 与黑暗同行的罗利控大神 我们的救世主 请您降临 改造我们的世界吧 请您带给我们新生 请您给予我们混乱的力量 伟大的罗利控啊 我们请求您的审判 与恩泽降临 啪 具象之脑一拍自己的额头 虽然在这段时间里 这样的祷告 的确也已经是听了非常多次 并且也已经没有了最初的尴尬 但是 你真的不能去想 你必须忍住 因为你只要随便想一想 就会感觉到全身汗毛倒数 会忍不住地想要一头撞死在这里 他真的无法想象 为什么他会这么堂而皇之地 把自己的XP 都写在自己的咒文当中 他难道真的一点都不在意的吗 没关系的 艾文爵士哭笑不得地摇头 道 我在编撰的时候 对其中的词汇 做了一些适当的处理 他们口中的 罗利控我用的是地狱的语言 他们并不理解它 真正的含义 也许在他们的认知当中 这个词所代表的 应该和伟大存在是一个意思 所以 也不必要太在意 众根源陷入了沉默 太荒谬了 真的是太荒谬了 艾文爵士转头 微微地感应了一下 随即苦笑道 我们把这里收拾一下吧 林恩他已经从游魂巷回来了 估计很快就会来找我们 我们还是明天召唤的时候 再和他说这个消息吧 不然我怕他接受不了 众根源叹息一声 虽然话是这么说 但明天就算他不愿意 也一定要把他强行给摁进去 反正注视降临的这段时间里 他是绝对不能再在地狱待了 真的是一点都不为自己考虑 让他们瞎操心 而与此同时 黑夜城庞大的传送大厅当中 伴随着一道光束 林恩的身体 缓缓地浮现在了其中 而这一次 为了以防万一 他把大舌头和小鸭搭 也全都带了过来 因为游魂巷暂时肯定是不能再呆了 如果血肉神叫反扑的话 那他们必然会极度危险 伴随着一道微光 魂灵状态下的尹一 也是瞬间从他的体内浮现了出来 尹一 那他们就拜托你了 林恩帝将怀里的小鸭搭地了过去 微笑道 你带大舌头和这个孩子 回我们的住处 在那里安顿下来 我很快就会回去找你们 尹一乖巧地点头 抱着那个孩子 哦哦 道 林恩先生 您是还有什么事情要去处理吗 林恩扶了负担片眼镜 点头道 我必须去和我的主母他们汇报一下 不管是关于蓝星 还是血肉神叫 都事关重大 必须慎重考虑 回去吧 他柔和地用力地揉了揉小鸭搭的脑袋 然后再没有犹豫 迅速地向着黑夜城中央的那座大地儿去 这次游魂巷一行 让他得到了太多的信息 蓝星上的旧日 血衣女士的经历 寄生兽 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告诉他 血肉神叫对那个星球的侵蚀 已经是全面展开 而一旦让他们降临 那他们随时都可能彻底地颠覆那个世界 而这也是他最担心的 因为地狱的力量 根本就不是任何一个表世界能够抵挡的 他们一旦降临 代表的就是毁灭 我们到了 下一刻 林恩伸出手重重地 推开了通往地下大殿的大门 而伴随着大门隆隆地开启 林恩也是立刻就看到了大殿当中 那似乎早就在这里等待着他的 他的那些家人们 艾文绝世 巨像之脑 主母 岳父一家 啊 一看就知道 是一个格外温馨的大家庭啊 这么齐刷刷地共做一堂 一个个全都闭着眼睛 摆出这么严肃的样子 不会是打算对他之前的行为 进行美妙的审判吧 哎呀 多么大的事情吗 不就是挨个给大家打了个电话 亲切而友好的问候了一下而已吗 这么大阵仗 也太吓人了吧 嗨 家人们 大家都在啊 林恩地打了个招呼 看着大家依然是闭着眼睛 沉默地坐在那里 林恩果断地从系统空间当中 摸出了一盒又一盒的糕点 而又因为防止被锤 所以哗啦啦地伸出触手 将那些糕点 乐滋滋地挨个摆到了 艾文绝活寺和竹母他们的面前 赞叹的双手核实道 我知道大家都很生气 但是先别生气 你们不见 我刚一回来 就给家人们道歉来了吗 而为了赔礼道歉 我还专门给大家带回来了一些礼物 这些可全部都是 我的妹妹亲手做的糕点 绝对是吃一次想两次 吃两次想三次 吃 吃 吃 都尝尝啊 泰坦头颅瞥了他一眼 卷起了他放在面前的便当 然后一口丢到了嘴里 塞牙缝一样咀嚼了起来 巴唧 巴唧 短暂地寂静 哥 哎呀 老头子 老头咋呀 你怎么了 你快醒醒啊 你不是刚混乱完吗 怎么又要混乱啊 快 快给你把扎针啊 众根源僵硬地注视着 在那边对泰坦头颅 进行着心肺复苏的 巫神和小小 又低头看了一眼摆在他们面的那个精致的便当 而在转头向灵恩的方向望去的时候 已经是看到他捏手捏脚 不动声色地都快走出大门了 周围一片寂静 厉害啊 果然不愧是灵恩啊 一见面就给家人们下毒 这除了他估计 也已经是没几个人能做得出来的 家门不幸的事情了吧 第956章 曾经的旧日神明 几分钟之后 灵恩被被成功捕捉了回来 被严严实实捆在了殿堂中央的柱子之上 动弹不得 我道歉 灵恩低下了头 用无比愧疚的语气 老实地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对不起 是我不知道大家都在一起 所以 我真的不该挨个 从大家这里骗经费 也不该公然调戏脑子 更不应该给大家下毒 但那其实并不是毒 真的是我妹妹做的糕点 不信你们可以问我的左手 她是可以作证的 左左 地用力地点手 道 是的 是的 是爱丽丝做的 其实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众人转头 看了一眼 还在混乱边缘徘徊的泰坦头颅 果断地终止这个 没有任何意义的话题 艾文绝世望着捆绑在那里的灵恩 有意道 游魂像的事情 我们也已经听说了 你这次回去 是因为你的一个朋友 被血肉神教送到了外面的世界 你是不是已经从血肉神教那里 知道了一些什么 因为从最近地狱各处 各处传来的消息来看 血肉神教除了特定的几个区域之外 活动的密度明显地稀疏了下来 他们似乎正在刻意地进行战略收缩 是旧日 林恩慢慢地抬起头 深深地注视着他们 他们在我的故乡 发现了旧日的线索 此言一出 众根源的表情全都是一阵 随即立刻严肃了下来 你是说 旧日神明 旧日神明 在具象冲击地狱边境的那段时间里 他们也是第一次从血肉支配者的口中 听到的这个词汇 他们只待上一个世代 甚至是上上一个时代 一直到更加古老时期 坠入地狱的神明的统称 而在传言当中 那些旧日的神明 曾经在很久以前 集结了起来 共同对着这座地狱所发难 并且发动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 针对地狱边境的冲击 而血肉支配者 传言就是从当年的那些 旧日神明的尸骸中诞生出来的 本土的根源 那是一个根本无法想象的时代 因为 如果按照大清洗理论的话 每一个世代的结束 都会有大量的神明被打落地狱 可是为什么 现在却含有几万年 甚至几十万年以前的根源存在 而这无一不说明 曾经的确是发生过什么 这才导致大量的根源消失 而按照血肉支配者的说法 就是因为那场发生在地狱边境的大战 所以 你是说 血肉支配者在地狱之外的世界 发现了冲出过地狱的旧日神明 但这是不是太荒谬了 艾文绝世有意道 因为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也就意味着他们成功了 他们成功离开了地狱的束缚 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为什么他们在坠落之外 没有在主宇宙 发现任何一个回归者 因为在鬼秘降临前 这同样是一个辉煌的时代 无数的种族并起 大量的神灵 占据着主宇宙的各个领域 如果真的有回归者 那他们怎么可能不引起丝毫的动静 不 我不这么认为 巨像之脑抬起了头 目光仿佛能够越过地面 只是那笼罩在天空的滚滚黑雾 我和灵恩都见过 在我们突破 那片黑雾达到了天空的更高处时 我们的确看到了无数已经死难的神师 他们几乎已经成为了这座地狱的一部分 永恒的飘荡 甚至我在其中发现了很多比神灵时期的 我都要强大得多的尸骸 如果真的是过往无数个世代的神灵 所发起的共同的冲击 我相信 一定有神曾经冲出过地狱边境 如果这都没有的话 那就太绝望了 主母和巫神全都沉默了下来 你抬起头 偶尔在黑雾不那么浓重的时候 你是能够看到星星的 但其实那并不是星星 因为地狱当中是没有星辰的 那是漂浮在天空中无数神明的尸体 巨像之脑沉默地说道 周围陷入了静默 被捆在柱子上的灵恩也抬起了头 如动出的触手摸了摸巨像之脑的脑袋 安慰了一下他 随即思索道 是的 所以我其实做出这么一种假设 当初那场大战的确是发生过 而且 在某种意义上 他们的确也成功了 但是 能够离开地狱的 也必然只有其中极少的一部分 而他们就算离开 也必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灵恩表情严肃 而这种代价 甚至可能让他们几万年 甚至几十万年 都不一定能恢复过来 巫神的目光闪烁 恶毒道 就算这都是真的 那那个大章鱼 又为什么一定要去外面寻找他们的踪迹呢 这又能带给他什么好处 艾文绝世的眉头紧皱 低音一声 道 他应该也是想要离开地狱的事吧 众根元彼此对视了一眼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他为什么不加入我们 艾文绝世摇头 望向了上空 深吸了一口气道 不 如果他真的是诞生于那些旧日神明的尸体 也知道曾经发生过的那场冲击地狱边境的大战 那他就绝对不会选择加入我们 因为如果 就连过往无数世代的旧日神明加起来 都无法彻底冲破地狱边境的话 那仅凭我们这一个时代的神明 又怎能 他正了正 然后沉默了下来 他没有选择继续说下去 周围一片寂静 是啊 因为如果那场大战是真实发生过的话 那他们呢 就算以后 真的能够依靠灵恩的清除能力 让他们全都恢复到神明时期的力量 可那又如何呢 那么多地旧日神明都死灭了 仅凭他们 难道真的有那个能力 突破那片混乱的色彩 难道他们 还能比过往无数世代的旧日神明 还要强大吗 这一刻 不仅仅是爱文绝世 在场所有的根源 也全都意识到了 这个根本无法回避的问题 周围一片沉默 唉 唉 各位 被捆在柱子上的灵恩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道 怎么才刚分析了 一下就又没人说话了 就算那场大战真的存在过 但他们是他们 我们是我们啊 而现在我们才刚刚起步 没有真的试过 谁又能真的确定 我们做不到呢 而且 我们不是已经知道了吗 曾经真的有神灵冲出过地狱 既然如此 那为什么不能是我们呢 嗯 第957章 他真的会妥协吗 一直没有说话的自负天使的脸上 也露出了柔和的表情 淡淡的金光 洒落在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身上 驱散着他们的消极的情绪 灵恩说的对 这是个属于我们的时代 他们能做到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 我们都有 必须要有离开这座地狱的理由 不是吗 也许真的会有很大的伤亡 也许这条路注定不满荆棘和鲜血 但最差的结果 也只不过是 成为天上那众多的星星之一 但他们至少曾经做过 不是吗 艾文绝世深吸了一口气 目光是闪烁 道 是的 希望永远都是有的 而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大概知道 为什么血肉支配者 会拼命地寻找那些旧日的消息了 他们既然能够冲出地狱 那他们就应该掌握着 某种对付那片混乱色彩的方法 我不相信 他们真的敢硬冲 具象之脑望着自己慢慢握起的小拳头 静静道 如果真的有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 沿着他们的路再走一遍 是这样的吗 自负天使笑而不语 毫无疑问 这对他们这个小团体来说 得知这个消息的意义绝对重大 因为这代表的 就是希望 你是说 那个大章鱼所找到的那个旧日 现在就在你的故乡 巫神犹疑地注视着灵恩问道 背负灵恩摇了摇头 艰难地想拂眼镜 但是拂不到 只能是思索到 这个还无法证实 从我目前得到的消息来看 他们只是 找到了一些线索 还无法证明 我的故乡 真的存在一个旧日 但不管有没有 他们都必将入侵我的故乡 灵恩的目光 变得前所未有地严肃了起来 但我绝对不会允许 这样的事情发生 就算拼个你死我活 我也要护得那个世界的安全 我发誓 小小顿时 W 道 嗯 医生哥哥 好帅气 灵恩顿时就乐得眉飞色舞了起来 就像是海草一样摆动着 道 哈哈哈哈 也没那么帅没那么帅了 也就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而已 要谦虚 小小你心里知道就好 不用说出来 哈哈哈哈 众人 无视其废掉般精神不太正常的发言 艾文绝世他们彼此 瞥了对方一眼 道 所以你的意思是 灵恩立刻切入主题 道 啊 没错 就是因为基于旧日和刚才 我那番小小都觉得很帅的发言 所以我决定了 为了对待旧日进行调查 也为了躲避地狱的注视 我要去一趟蓝星 同意的举手 周围 一片鬼一样的寂静 只有小小恩吴地蹦搭着 兴奋地举起了触手 灵恩 各位 给个面子 难道都不同意 我去吗 我都给你们铺垫了这么久了 艾文绝世他们彼此 看了对方一眼 然后异口同声地立声道 当然不同意了 这一次 甚至就连对他向来温柔的自负天使 都严厉地注视着他 表达了否决的意见 道 你都已经说过了 那就可能存在旧日 而血肉神教 也正准备大举入侵那个世界 你现在一个人去那里 那不是找死吗 所以绝对不行 艾文绝世也是严肃道 我同意主母的话 能冲出地狱的旧日 代表的是比我们都要强大得多的力量 就算现在处于沉寂状态 也不是你能抗衡的 你要明白 我们全都去不了那里 你一旦在那里遇难 我们根本无法带你回来 你可能真的会死 巫神露出了巨大尖牙 饿意倒 而且也没时间了 灵恩 主母深吸了一口气 与其平和了下来 复杂道 我知道你非常担心那个世界的安危 而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 那也是白夜的故乡 但你必须要为自己 也为了大家考虑 如果你真的出了什么事情的话 你让我们怎么办 我们也是好不容易因为你 才抱有那么一丝 离开这地狱的希望啊 众根源也全都凝重地望着他 而灵恩当然也明白他们的担忧 因为此行的风险 的确是无法预料的巨大 可是 灵恩抬起了头 眺望着头顶的那片黑暗 如果能真的找到旧日 那不同样也是一种希望吗 但是他很快就露出了妥协的笑容 望着他的家人们 道 好 我可以不去 因为的确是太危险了 但是你们 也必须要答应我的几个条件 爱闻爵士 主母 我希望你们 能够阻止血肉神教 在我的故乡降临 因为无论如何 我都不能坐视我的家乡毁灭 可以吗 几乎没有任何的犹豫 自负天使 定定地注视着他 道 我可以代表整个黑夜城 答应你的这个要求 如果能够找到血肉神教的老巢的话 我们有实力把他们打得建制散落 再成不了任何的气候 爱闻爵士也是抬头 严肃道 至于旧日的事情 我会尽快进行安排和部署 尽快在最短的时间里 组织起一支专业的部队 等能够和你的故乡 建立稳定的联系之后 让我们的人 亲自去调查那里的情况 而林恩 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是怎么避开地狱的注视 只要你能躲过这段时间 一切都好商量 林恩沉默着 然后闭着眼睛道 好 但我还有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林恩 命 QD挣扎道 都捆得我脑一血了 还不赶紧给我解开啊 你们这是要玩捆绑play吗 给我绑成这样 到底特么水绑的呀 手法 还这么专业啊 众人连忙冲过去 给他松绑 十几分钟之后 众人连忙冲走了林恩 大殿当中 很快就再次 只剩下了他们几个 周围陷入了沉默 许久 艾文绝世严肃地望着众人 道 你们觉得林恩 他是真的妥协 不打算去了吗 自负天使深吸了一口气 眼中露出了一丝忧虑 道 不 这不像他的性格 他答应得太快 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可能是觉得说服不了我们 所以在想其他的办法 但是如果他真的去了蓝星 那他所要面对的 就是整个血肉神教的反扑 和救热的威胁 而我们在短时间里 根本提供不了任何的帮助 艾文绝世的眉头皱了起来 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觉得 还是尽快送他去其他的世界避避 风头为好 而如果我们尽快对血肉神教发难的话 说不定也能够在他们降临之前 打断他们的计划 那样说不定也能从地狱保护他的故乡 这应该是 目前能想到的最好的方法了 自负天使抬起头 眺望着远处道 也只能这样了 第958章 左左 我们来黑夜之城僻静的街道之上 林恩摁着高脚帽 目光闪动着 快速地走着 左左 得抬起手 道 凑脑袋 你是真的不打算去蓝星了吗 而且我觉得 主母他们说得很对 你现在回去 也根本做不了什么 而且真的太危险了 如果救日真的存在 你真的可能会死 林恩缓缓道 但是来不及了 左左疑惑道 什么来不及了 林恩深吸了一口气 捏着单片眼镜 注视着远处的黑雾 沉声道 在我们得到这个消息之前 血肉神教 就已经拉开了 入侵蓝星的序幕 血衣女士 已经被送到了蓝星 如果不加引导的话 她一定会在蓝星 展开她的复仇 到时候 会死很多人 还有她 他们计划 送过去的寄生兽 这种可怕的虫子 一旦蔓延 人类社会 很快就会沦陷 所以 就算 主母他们现在 立刻对血肉神教 发动进攻 也已经来不及了 而更不要说 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 血肉支配者的 藏身之地 左左右心道 可是 林安摇了摇头 微笑地望着自己的左手 拉拉拉帽颜 低声道 左左 我知道你也一直 对我很担心 怕我莽撞 但这次请 无论如何都要支持我 蓝星我是一定要去的 因为我找不到 自己的家了 我只能把那个世界 当作是我记忆中的家 如果蓝星也没了 那我就真的 变成了一个孤魂野鬼 你明白吗 左左 左左呆呆地注视着她 她能够听得出 她语气当中 前所未有的坚定 虽然不让她看到 但她还是隐约地 看到了她眼眸中 那一闪而过的泪光 她可以忍受 白衣的蠢笨 愿意带影衣 过上更好的生活 愿意和白叶大叔 一起向往那蓝星过往 那全部都是 因为她把那个世界 当作了她家乡的影子 特别是在 曾经看到母亲背影的那一刻 她就真的把自己 当作了一个有根之人 远行的浪子啊 永远都期盼着家乡 那里是他们心里 最神圣的地方 也是绝对不能允许 被触碰的地方 如果家乡都毁灭的话 我死了 我又该去哪里 而也终于 左左一下子咧开了嘴 露出了自己尖锐的虎牙 刷的一把 就抓住了灵人的领子 恼怒道 那你还在这里 磨蹭个什么劲啊 笨蛋 既然都决定了 那还不赶紧去找 去蓝星的方法啊 说得好像 本左手会阻止你一样 你以为本左手 是你的老婆吗 呀嘞 去蓝星 去干她的 哦啦 真的吗 左左 你真的同意我去 反斜杠反斜杠 费什么话 警号 本左手像是那种 不通情达理的手吗 哼 我们干他的 反斜杠反斜杠 左左刷刷刷地 往前乱锤 彰显了无比的热血镜 灵人一下子就 出来了 哦 左左你最棒了 你果然 不会是我最没用的左手 脑袋爱死你了 叮 恭喜您触发了特殊成就 随时随地的诱骗性行为 您获得了200点经验 随时随地的诱骗性行为 特殊成就 没有感情 全是套路 在语气和话语上 稍微添加一些迷惑性 极强的情绪波动 掐一掐腿 让眼睛稍微露出了一点点湿润 微微地扭头 让人觉得 你是不想让他看到你此时此刻的表情 而增加真实性 这说明 宿主在演技方面 已经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已经成为了生活所必不可少的组成 恭喜您 获得了永久性加层 演技加十 口才加五 对左左的智商 优越性加二 耐力加二 道德一 伴随着耳边传来的系统提示 林恩 在脑海当中 再次问候了一遍系统的祖母 啊 这个没用的系统啊 没看到我哭得这么厉害 还出来破坏我好不容易才酝酿出来的感情 真的是太过分了 等你变成系统娘之后 我一定会让你狠狠地品尝到 我两根不得厉害的 所以 你打算怎么做 被林恩重新你化 成了小萝莉模样的左左飞快地 跟在林恩的身边 啪哒啪哒地跑着 飞快跟上他的步伐 扭头望向他的侧脸 好奇到 你如果要去蓝星的话 目前为止 好像唯一的办法就是让白衣来召唤你吧 但如果真等他召唤的话 那岂不是要猴年马月 而且 你把我你化出来干嘛 帮你搬东西 他犹疑地嘟着嘴嚷嚷 因为以前这个混蛋 每次你化自己 都是想要欺负自己 他都有点条件反射地警惕了 林恩脸上带着鬼秘的表情 并没有回答 而是一把抓住左左的手臂 身形皎洁地一跃而起 跃向了一座酒店的二楼 瞬间落地 林恩捏着眼镜 无视掉你化的问题 鬼秘地微笑道 我们当然得靠他 所以只要让白衣那个家伙 对我进行召唤就可以了 而根据我这两次 被他召唤的准则来看 我得出了一个 他必定会召唤我的规律 就像把猫咪丢在地上 他就一定会四脚着地 把沾满黄油的面包丢到地上 那必定会是有黄油的那一面 先着地一样 绝对可靠 左左震惊惹 爸 你这又是从哪儿得到的奇葩理论 你讲点科学好不好 林恩一把推开窗户 一脚踏在窗檐上 抓着窗栏跳了进来道 具体在哪儿你别管 只要有笑他 就是好理论 左左也猛猛地跟着他爬进了窗户 道 所以你打算做什么 林恩冷笑一声 捏着冒颜道 左左 难道你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吗 就像猫咪落地 一定会是四脚先着地一样 我每次想要和你瑟瑟的事情 那臭小子 就总会召唤我一下来 破坏我的好事一样的道理 这两者你不觉得 有一曲同工之妙吗 所以不出意外 如果我们再做一次的话 那个混蛋大概率也会继续召唤我 这个规律 已经是被我摸得透透的了 所以左左 林恩瞬间对着他竖起了大拇指 认真而严肃道 我们来瑟瑟吧 第959章 不逃了 改叠甲啊 因为按照前两次的惯例 只要自己和左左瑟瑟的时候 就百分之百地会被白衣缴获 所以 为什么就不能反向利用一下这个定律呢 专门制造一次和左左独处的机会 然后反向触发白衣召唤自己的机制 这无论怎么想 都应该是很合理的吧 所以 左左 我们 林恩认真地握着拳头 斗志昂扬 左左林QD僵硬地注视着他 脑子几乎是瞬间就嗡嗡了起来 而他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这个家伙会突兀地把他拟画出来 虽然你解释的 似乎很有道理 但是 你真的确定 不是抱着一些其他的目的的吗 你确定不是为了这点醋 才想包这顿饺子的吗 你等一下 左左后退了一步 小手下意识地 想要搀扶身后的桌子 结果一个不吻 一个屁蹲就跌坐在了地上 脸上露出了明显惊慌的神情 因为 怎么一下子就发展到这种恶劣的剧情上了 凑脑袋 你不要太过分 你那个理论一看就知道 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这两者怎么可能会有因果关系啊 太离谱了 太离谱了啊 左左呲牙咧嘴地愤怒指责他 你不要试图欺负我 太高估他了 自己真的是太高估他了 本来想要遇到蓝星这样的事情 那肯定也应该会稍微正经起来 但是现在看来 完全没有这回事的啊 变态遇到什么事情 也都改变不了 它是变态的本质啊 林恩扶了负担片眼镜 严肃地哀伤道 左左 如果你平时这么说我的话完全没有关系 我甚至偶尔也会表示同意 但是这一次是真的是因为正事 才迫不得已这样做的啊 作为我唯一的左手 难道为了自己的脑袋 左左你连这点牺牲都不愿意的吗 我太伤心了 左左抱着脑袋疯狂甩头 大叫道 那你就随便找个鸡脚嘎拉去伤心好了 你个笨蛋 你就是想欺负我 你不要以为我看不出来啊 林恩咔咔地就握住了拳头 严肃道 看来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左左 那脑袋就只能对你采取一些其他的强硬些的措施了 左左瞬间暴怒 呲牙道 怎样 难道你还能把我刷拉 林恩抓住自己的衣服往外一拉 左左 哇呀呀呀 他居然真的一下子就把他衣服给扯掉了 他是什么时候掌握的这种无耻的技能的 第一 您的借责任务失败 当前坚持时间为九个小时 五分钟之后 任务将再次重置 请您节制 变态 变态 超级变态啊 左左大叫 已经是彻底莫得道德了 这盒只穿着一件大衣堵在学校门口 然后在女高中生面前 刷的一声掀开衣服 来观察对方表情的变态 有什么区别啊 林恩闭着眼 扶了扶单片眼镜 道 左左 这可是你逼我的 我想你也不想被我躲在角落里哭泣吧 当然如果你听话的话 那脑袋肯定也是 不会怎么对你的 我信你个鬼 不行了 必须要赶紧逃走了 自己才不要做第一个 被脑袋欺负的左手 左左几乎是瞬间咬着银牙 长发飞舞 小小的身体 几乎是一下子就跳了起来 向着旁边的床榻伸出手 一下子就冲了过去 但林恩的目光一闪 早就预料到了 万恶的左左 必然不会这么轻易的屈服 所以林恩瞬间就预判了他的预判 直接就是一个托马斯飞扑 而也就是 在左左还在半空中 毛子只来得及从眼角看过来时 就已经是惊慌地看到了 林恩那飞扑过来的身影 而那就万恶的表情 就像是在对他说 你逃不掉了 乖乖地就范吧 早就应该被欺负掉的佐罗 呀 噼里啪啦 咕噜咕噜 翻床倒柜的声音 半分钟之后 大大的床榻之上 林恩注视着被他摁在身下 但是用毯子 把自己裹成了一个圆滚滚的毛毛虫的佐佐 佐佐大大的眼睛瞪着他 只探出了半个脑袋 熟练地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 一时间 大眼瞪小眼 微风呼呼地从窗外吹进来 一片安静 林恩思索道 所以 你不是要大门方向逃的吗 佐佐瞪着大眼睛 又把裹在身上的毛毛虫一样的毯子紧了紧 探出半个脑袋道 咪二呸 因为反正都是连在一起的 跑肯定是跑不掉的 既然跑不掉 那当然是要救地固了 笨蛋 林恩 所以他这是不逃了 改叠假了吗 第960章 还是无法完成召唤吗 当然如果拿出小刀刀 把厚厚的毯子割开的话 也是可以像取花生一样 把它取出来 但是 它会不会还有一些其他的准备 又或者再顾忌重施 解除你画之后 再把它重新你画出来 当然也不是不可以 佐佐瞪着眼 从里面探出小手抓着毯子 道 没用的 笨蛋 我是不会让你再像一次 有机会解除你画的再变回来的 佐佐已经集中好了精力来对付你 用过一次的招数对佐佐 已经是不会有任何的用处了 阿呸 林恩 所以他怎么就学精了呢 难道真的是精化了 但是气氛都已经轰托到这里了 如果不做点什么 让触发白衣的召唤的话 那怎么也说不过呀 林恩酝酿了一下 双眼顿时就露出了哀伤的神情 道 佐佐 难道你就真的不愿意 打住 佐佐瞪着水灵灵的大眼睛 道 煽情对我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吃一欠掌一掷 佐佐已经是把你看得透透的了 你这个没有感情 全是套路的混蛋 不会再信你了 阿呸 嗯 的确是被狠狠地嘲讽到 但是 林恩服了负担片眼镜 死于眼道 佐佐 你不要真的以为 把自己裹成毛毛虫 就可以高枕无忧 如果脑袋真的响的话 你就算是穿着锁子甲 对我其实也是 没有任何作用的 佐佐 佐佐瞪眼 而也就是在他还没有来得及 反应过来的时候 触不及房间 裹成了毛毛虫的身体 一下子就被翻转了过来 哎 佐佐顿时就慌神了 求 求都马得 你 你不会是想要 没错 佐佐 你理解一点都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办法把佐佐 从毯子里面包出来的话 那就连带着毯子一起 也并没有任何的问题 锦浩 你以为这小小的阻碍 就能抵挡得住我林恩吗 佐佐你太天真了呀 哇呀呀呀 而与此同时 蓝星超自然总局地下的某处基地当中 正气喘吁吁地握着剑人 经受着隐晴对他的魔鬼训练的白翼突然一震 然后一个不注意 瞬间就被隐晴刺过来的凌厉的长剑 击飞出去了数米的距离 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白翼捂着胸膛 发出了痛苦的声音 隐晴眉头微皱 挽了一个剑花 副剑力道 这个时候 是你失神的时候吗 现在只是训练 如果真的在实战当中 你刚才失神的那一瞬间 你的心脏就已经被刺穿了 你应该更加专心一点 白翼捏就爬了起来 道 对不起 是我分心了 只是刚才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有一种奇异的冲动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隐晴犹疑道 什么奇异的冲动 白翼紧皱着眉头 低头望向了自己捆在手心上的那枚吊坠中的血肉 思索道 我也不是很清楚 就是产生了一种 想要赶紧召唤大哥一下的感觉 就仿佛 我命中注定要搅和一些事情一样 很奇怪 隐晴哑口无言 他走了过去 拍了拍他的肩膀 深吸了一口气摇头道 我看是你这段时间太过劳累的原因 你已经连续高强度训练了好几天的时间了 也确实该好好地休息一下了 对于那件事情 你也不用太过愧疚 你既然那么相信 你的大哥 那隐一就算去了那边 也应该不会真的出什么事情 白翼思索着 依然是望着手里的那枚吊坠道 可是 我好像真的有点想要召唤大哥的感觉 隐晴姐你看 我的手他自己就抖起来了 隐晴闭眼道 你那是抽筋了 隐一转身走到了场边 将一瓶矿泉水丢给了他 侧膜望着他道 不过如果我们真的找到了那个恶灵的话 可能真的就需要你再次把你的大哥召唤到人世 直觉告诉我 那个恶灵 绝对不是我们人类目前的水平 能够对付得了的 就算是影修会的那群人 估计也不行 白翼依然是思索着 扼着手腕 直念叨 可我还是感觉 想要召唤大哥一下 你看我抖得更厉 砰 一个箭鞘直接就飞过来 砸在了白翼的脑袋上 直接就飞 地摇摇晃晃的 给砸晕在了地上 后脑勺冒起了一圈圈小星星 医务人员来一下 把他抬下去 让他好好休息 训练的都出一阵了 记得给他打一针镇静剂 Over 几分钟之后 影擎闭着眼站在那里喝水 两个医务人员则抬着担架 拉着 的砸晕过去的白翼 一晃一晃的抬到了医务室 黑夜城 扑 伴随着一声 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声音 叮 恭喜您触发了成就 钻木取火 一 您获得了300点基础经验 钻木取火 一 极度恶多项成就 恭喜您获得了永久加层 磨损度正1% 耐力加5 体质加5 破甲能力正1% 伴随着耳边传来的系统提示 灵恩呼了一口气 扶了负担片眼镜 瞅了瞅周围 思索到 居然真的没有被召唤 难道这个定律 他不灵了吗 第961章 偷渡蓝星的方法 把自己裹成了毛毛虫的左左 瞬间就挣脱了他的束缚 坐了起来 羞怒的大叫道 当然不可能会灵了呀 笨蛋 居然还摆出那么一本正经的样子 居然还真的 真的 哇 灵恩思索着扶了负担片眼镜 随即露出了严肃的神情 昂扬的热血沸腾道 看来我们的确是失败了 左左 事实证明 我们瑟瑟的时候 并不一定真的能够触发白衣的召唤 看来真的是我考虑的不周到 不过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至少我们验证了这个方法是不可行的 这无疑也是一种巨大的收获 灵恩严肃的竖起了拳头 我收获你个鬼呀 左左瞬间就恶龙扑式一样的羞怒地冲了过来 从后面用手肘瞬间就锁住了灵恩的脖子 用力地往后勒着大叫 这种事情 只要不是傻子 都不可能会相信的 你明明就是想要借着这个机会欺负我 你没救了 我看你 还是直接死在这里比较好 以后 也就省得出去 祸害其他的姑娘去啊 几乎是 用尽了吃奶的力气往后勒 灵恩直接就是被勒的 没有办法 毕竟刚刚才失去了那么多的养分和力气 现在还非常的虚弱 又怎么能抵得上 什么都没有付出过的左左 左左 你这样是会被我碰到 欧派的一句话瞬间解决危机 十分钟之后 左左眼眶通红的 愤怒地抱着被子 狠狠地坐在那里 杀人一样的目光望着那个大混蛋 下不为例 但你不要以为本左手就会轻易地原谅 你这无理的行为 要不然就小心 哪天你睡觉的时候 一口就把你吃掉 嚼吧嚼吧 骨头都不吐的那种 知道了吗 我牙口很好的 灵恩 得摸了摸他的脑袋 道 放心吧 下次肯定不会像今天这样了 主要是因为 今天太着急了 下不为例 下不为例就是了 下次不把这样当作例子 这他当然也是能明白的 他以前学论语的 灵恩也是忍不住地 怅然地叹息了一声 因为放眼整个人类社会 敢问哪个 他这么大的少年 哪个在嗨的时候 还要征求自己左手的意见呢 那不是随时随地 想用就用的吗 果然 自己终究还是太善良了 真的是太难了 所以 你到底有没有想到 去拦心的方法 刚才的那种方式除外 左左盯着这个混蛋 灵恩翘着嘴角 摁了摁自己的单片眼镜 然后 从怀里摸出了一瓶墨水 放在桌子上 又神秘兮兮地 将一个小巧的盒子 取了出来 当然有 而且一开始就想到了 你可以猜一下这个盒子里面 放着什么东西 瞅着他脸上那神秘 诡异的得意神情 又看了一眼 那个小小的盒子 左左 得仔细地秀了秀道 是某种可以跨越世界的 超级法宝 不 星号 是白衣的一颗某某 左左的表情 瞬间僵硬在了那里 灵恩则感兴趣地伸出手 当着空洞的左左的面 打开了那个神秘的盒子 里面顿时就露出了那一枚 某人类生物的奇异部位 缺失 品质 劣质 类别 器官 介绍 幸福之家内部的掉落物之一 疑似是一位意识来客 残留在幸福之家的一部分 一般情况下 这样的器官都是成双成对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颗却少了另外一半 除了收藏之外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卵用 但对于某些重口的生物来说 却也不视为烧烤的一种材料 左左空洞道 所以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 灵恩戴上了口罩 从怀里拿出了一枚镊子 将其夹了起来 眯眼道 这是当初我给他做手术失败后的产物 因为安不上了 我觉得很有纪念意义 就留下来做了收藏 他以为他的两颗都缺失了 但他并不知道 其中有一颗 其实在我这里 左左颤抖了呀 这一刻 他突然感觉到自己 是多么的渺小 因为这得是 多么的离个大谱 才能做出来的事情了 所以 灵恩深深的一笑 浮了负担片眼睛道 这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就和我留给他的 那节小拇指一样 是可以作为定位的一种媒介 我之前跟着艾文爵士 也学习了一阵各种法阵的用途 而其中就有一种 可以超远距离跨界传递信息的阵法 虽然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但我们应该是 可以用这颗X 联系上蓝星的白衣 然后让他立刻把我们召唤过去 他将成为蓝星与地狱链接的媒介 第962章 对蓝星的第一次呼唤 而方法也并不是很难 灵恩立刻从怀里 拿出了一张折叠起来的巨大的羊皮纸 这种纸张 即便是在黑夜城当中 也并不是那么好搞到 他是用上好的两脚羊的皮毛 经过大量的灵能溶液浸泡和加工 才能够制作出来 作为明文学必不可少的材料 而这也是好不容易 才让他从艾文爵士那里顺来的 将羊皮纸在地上展开 然后灵恩迅速地从怀里 拿出了竹母的一根长长的毛 哈了哈笔尖 然后站着他用利维坦的血肉中 收集的血 制作出的墨水 表情严肃地 在那张庞大的纸张上面 开始构图 刷啦 刷啦 这个还是要感谢人偶小姐 传递给我的大量的咒术知识 这让我从一个门外汉 变成了一个稍微懂点的门外汉 如果是正常的情况 以我现在的能力水平 构建这种法阵 肯定是成功不了的 但耐不住 我设备豪华 灵恩严肃地头脑风抱着 刷刷刷地在纸上画出一道道线条 灵能加工 做的高级纸张 竹母的根源毛 再以利为坦之血为墨 这不要说是 放在黑暗世界 即便是在整个主宇宙当中 也绝对是堪称奢华 用人话来说 这几乎就像是一个 什么都不懂的小萝莉 拥有了 可以进行奇异行为的 满屋子的高级道具一样 这样即便真的什么都不懂 也绝对能够意外地 解锁一些超出三观的姿势 左左 道 所以你是要 灵恩专心致志地埋头画线 道 我将在这张纸张 模拟召唤的法阵 构建出一套 可以反向呼唤蓝星的法阵 事实上这并不是我凭空想象 而是有理论基础的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很多根源都会利用类似的方法 想自己的信徒 远距离投射自己要传达的信息 像是托梦 直接在脑海当中形成地域 或者更强一点 可以直接让自己的影像 在信徒的视网膜上显现 而我相信 这也绝对不会触发地域的反噬 因为我的肉体 和灵魂并没有离开地域 我只是给外界打了一个电话而已 地域在这一点上 也并不反对与外界交流 要不然 也就不会有召唤法阵这一套了 用人话来说 还是很人性化的 不仅能让你联系外面的亲属 还能偶尔给你个出去休假的机会 只是这种宽松并不适用于根源 因为它们都是重刑犯 左左经意道 所以 你是想用类似的方法 把白衣的蛋蛋当作定位的信标 然后逆向在白衣的面前投影 灵魂抬起头 严肃地扶了负担片眼镜 投影是做不到的 只要能把信息传递过去 就烧高香了 而我们也只需要做到这一步 一旦完成 我们就 只需要等待白衣 对我们的召唤就可以了 左左闭着眼睛 咔咔地握着拳头 思维这么缜密 毫无疑问 这个法子 绝对不是他刚刚想出来的 他一定是从游魂巷开始 就在思考这件事情 而这个混蛋 刚才还故意骗他 借助这个机会 洞穿了五层毯子地 都想要色情他 这真的是 只要想一想 就是一件 恨不得把他一口咬掉的事情了 需要多久的时间 放心吧 我已经把那个偷学来的法阵 铭记于心了 给我两个小时 然后我们就可以尝试第一次 跨越世界的联系 您的涂鸦技巧加一 您的绘画水平加一 您的法阵 明刻能力加一 伴随着耳边 不断传来的系统提示 凌恩专心致志 一丝不苟地 埋头在法阵的明刻中 转眼间 两个小时匆匆而过 您成功完成了 对投影法阵的明刻 您的法阵造诣 已从一窍不通 提高为了一窍略 通您获得的基础经验200 完成了 凌恩严肃地坐了起来 捏着单片眼镜 注视着面前 组有三米的圆形法阵 星红的线条 勾勒出了一个又一个五芒心 和诡秘的符纹 就算是没有激活 在完成最后一笔勾勒时 都能够隐约地 感觉到上面的 光韵微微的涌动 因为它真的是用了 这个世界最好的材料 这才让这座法阵刚一完成 就熠熠生辉 而这其中 主母毛尤为重要 而现在 只需要将当作 眉睫的白衣的卵放在上面 不需要念什么咒语 只需要激活法阵 因为我以前 经常被白衣那个混蛋召唤 这个完全可以根据 我和他直接的联系 逆向对他进行追踪 然后让我和他建立联系 林恩猛然握拳 目光深算自信 佐罗也是用力地握拳 呲牙道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林恩摇头 捏着单片眼镜 镇定道 不行 这里 适合你开房用的 我们得换个 不那么容易 被人发现的地方 不然很容易就会被 主母他们注意到 到那个时候 我们可就功亏一篑了 不过还好 我知道有这么一个 合适的地方 十几分钟之后 不正常生物中心 林恩拿出钥匙 咔哒一声 小心地扭开了 002的房门 将头探了进来 小心翼翼地 瞥了一眼内部 确认没人之后 立刻便飞快地冲进来 然后直接反锁了大门 已经变回了 左手的佐罗恶然道 你说的那个地方 就是这里 林恩扫视了一眼周围 然后迅速地 将桌子挪开 严肃地 将怀里那张 铭刻着魔法阵的羊皮纸 在地面上铺展开来 低头思索道 是的 只有这里 是祖母他们在黑夜城 唯一不敢涉及的地方 不过还是 有些失落 没想到 羽毛笔他真的还是走了 不然的话 如果有羽毛笔的协助 那我们 绝对能够事半功倍 因为可爱的羽毛 比小姐姐 是一定会帮助我的 不过林恩 也并没有怅然太久 她摇了摇头 因为她也非常明白 在经历了上一次 诅咒动乱之后 她也是清楚地意识到 自己的存在 哪怕只是 什么都不做 都很有可能在什么时候 轻易地杀死 黑夜城当中 所有的生灵 她对像她这样的 低等生物的感情 是复杂的 尽管她曾经是 规则系列的神明 但她却有了一颗人的心 而林恩 也非常的清楚 她曾经因为自己的失控 而涂掉的那个国 根本就不是 人类意义上那 只有几千万 甚至几亿人口的国 而是神灵视角下的 更加庞大的 她沉默了两秒 然后迅速地 严肃将白衣的蛋 放在了 那个法阵的中央 事不宜迟 我们立刻开始 瘟 一瞬间 她将自己的手 猛地摁在了 法阵的一个阵眼之上 巨像之心 顿时就像是 发动机一样 笼笼地跳动了起来 源源不断的力量 被不断地注入了 那个法阵当中 让整个法阵 瞬间就像是 活过来一样 变得耀眼而闪烁 用巨像之心的力量 来启动 以巨像的能阶来说 绝对足以支撑 这次庞大的跨界通讯 白衣 你小子要是靠点土的话 那就最好立刻给我回话 我这次真的必须要降临了 哗啦啦啦 整个法阵 在激活的那一瞬间 线条立刻 变像是蠕动的粘液一样 展露出来 宛如神迹的巨大的光幕 第963章 她真的已经尽力了 而与此同时 蓝星超自然 总局安静的医务室当中 她顶着一个大包 被灌了两大针 镇静剂的白衣 正安静地躺在病床之上 旁边的点滴滴滴 搭搭地梳着葡萄糖 整个房间当中 一个人都没有 异常的安静 因为对她来说 也的确是太累了 自从上一次 召唤自己的大哥 被训了之后 她就废寝忘事地 拼命地开始锻炼自己 因为在经历了 上一次的事情 她也是深刻地 感受到了自己的弱小 她真的不想再 给大哥拖后腿了 也不想再变成一个 在关键时刻 什么都做不了的耸抱 而这段时间 她的努力 在整个总局内部 也是有目共睹的 对自己的魔鬼般的训练 几乎是压榨了她 所有的娱乐世界 甚至就连吃饭和睡觉 都被压缩在了 每天不到四个小时 滴答 滴答 镇静的效果 依然是发挥着效力 而随着科技的发展 总局内部的医疗水平 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比如说 镇静剂的注射 都已经实现了 全面的自动化 只要电脑监测到 你的狂躁 超过了某个预值 系统就会自动 为你注射相应的药剂 来维持你的平静 至于原因 当然也非常简单 因为他们总局 都不是一般人 和他们打交道的 都是一些超出了 人类想象的痴妹亡俩 鬼怪恶灵 可以说 只要一个不留声 他们就会对你的精神 进行影响 让你疯狂 总局内的很多猎魔人 都是因为这样 而彻底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他已经被打了 两针震静剂 这是沸沸的伎俩 所以他现在非常平静 平静的就像是 X的几百次 而彻底放空的 那种闲准模式 无我无他无女人 感觉就像是死了一样 他半睁着眼睛 安静地躺着 静静地等待着时间的流逝 他以为今天这一天 就会这么安然地度过 但是 就在下一刻 他镇静下的瞳孔 突然微微地放大 因为不知道为什么 他突然感觉到 自己有什么 在召唤他一样 猛地脉动了一样 他一开始感觉 应该是错觉 活着是患痛 毕竟在他了解的 一些医学知识中 明确说明过 一个残疾了的人 有时候也会感觉到 自己失去的手臂 大腿 什么的还在 但那其实是 神经元反馈给大脑的 一种错觉 是假的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 他是没有X的 所以 他其实也并不会再产生 那种让男人悲伤的痛感 但是 就在下一刻 问 他刚刚闭上的眼睛 瞬间再次睁开 瞳孔一下子放大 可是为什么呢 自己明明并没有 为什么在那一刻 突然仿佛感觉到了 某种呼唤一样 远到仿佛超越了世界 仿佛跨越了无数个维度 汇聚到了他的身上 沿着他的每一条神经 就像是百溪入海般 最终汇聚到了他的 那不是错觉 绝对不是 砰 就在他僵硬的注视 注视之下 一声枪响 天花板上 打出了一个大大的弹孔 他一开始还以为是失控 但是紧接着没想到的是 砰 砰 砰 打空了弹夹 白衣 地注视着天花板上的那六个弹孔 鼓鼓的吹烟 从他身上鼓鼓的冒起 让他感觉自己 和人类的愈行愈远 而就像是要把无关紧要的东西 全都释放掉 才能更好的做其他的事情一样 紧接着 那种奇异召唤 再一次传递到了他的神经当中 而且越来越强烈 越来越近 就仿佛有什么东西 正在强行试图与他的剑里联系 而也就是在下一刻 一个他无比熟悉的声音 骤然响了起来 失败了这么多次 所以成功了吗 喂 喂 白衣 杂衣 你能听到我的话吗 我是你的大哥林恩 杂衣 我现在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说 听到请回复 听到请回复 白衣张着嘴 表情僵硬 他的第一反应是 自己真的得了医症 就像所有的那些精神病人一样 已经开始了无法控制的胡思乱想 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幻觉 但紧接着 他下一刻就否定了自己的这个想法 首先他很健康 然后如果再考虑到 这好像是他大哥的声音的话 那似乎一切就变得很合理的起来 因为如果是他大哥的话 是真的能够做出 用这种方式来联系的他的操作 毕竟他大哥并不是正常人 可是他努力的张嘴 却发不出声音 因为他现在还处于强烈的镇静当中 想要说话 根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而一般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于镇静当中 但是头脑还处于清醒状态的病人来说 一般都会在他们的手里 放一个小小按钮 以确保病人在需要的时候 呼叫隔音效果不错的 并外外面的医务人员 但不巧的是 刚才他的大BB开那五枪的时候 那个按钮 已经是从手里滑落在掉在了地上 所以 白亿 白亿 你到底能不能听到我的话 你在吗 在吗 气急败坏 白亿张着嘴 艰难的 想要抬起自己的手 努力的想要用自己的喉咙发出声音 因为他已经听出了大哥话里的急切和凝重 显然大哥那边 一定是遇到了什么无法处理的事情 不然又怎么可能跨越两个世界地来联系他 而更不要说这还是大哥第一次主动的联系他 无论如何 他都一定要和大哥联系上 回复他一句 我在 可也就是他颤颤巍巍伸出手的时候 电脑的监测系统 界面上的那条曲线骤然跨过了某条线 亮起了急促的闪烁的红光 上面亮起系统提示 爹 监测到您的情绪波动超过预值 加大药量 扑呲 一针灌入 白亿瞬间 爹就像是死鱼一样爹躺在了床上 全身杨颠风一样的抽搐了起来 被震惊了下去 白亿 白亿 你到底有没有听到我的话 急切 如果听到了 就赶紧回复 至少让我确定 这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我已经在这个实验上失败了是一次了 白亿 大哥 我听到了 我已经清晰地听到了 白亿在脑海当中 颤抖地努力地想要回复 但是张开嘴 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但是巨大的毅力 不会让他就这么放弃 因为他 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遇到点事情 就想着放弃和退缩的废物高中生 更何况 这还是来自于大哥的呼唤 他绝对不要 绝对 而也终于是在巨大的意志力 和执念的支撑之下 他被镇静下去的那只手 再一次颤巍巍地抬了起来 他的喉咙不断地势图蠕动着 甚至双眼都慢慢地爬满了血丝 耳中几乎充斥满了那一声声的呼唤 带着誓死的渴望 努力地想要发出那一丝丝的回应 就像是一个垂死的战士 也一定要在将死之际 定 再次监测到您的情绪波动超过预值 持续加大药量 扑呲扑呲 两针灌入 白衣的那只手瞬间搭了而下 身体扑隆隆地 再一次被镇静的效果抽出了起来 地嘴里咕嘟咕嘟地冒出 为了大量的白沫 整个人都被静得不能再静了 已经彻底地坏掉了 而也许这就是人生吧 在你千方百计地 想要做一件事情的话 现实却将你狠狠地扎上那么一针 让你求而不得 但是 对于那些真正的信仰坚定的人来说 就算是这又如何呢 就算是受到了万般的阻碍 他们的眼里 依然闪动着 那永不熄灭的斗志和誓死 他再一次的 第三次地 颤巍巍地抬起了自己的 那只充满了回复欲的手 大哥 大哥 我激情燃烧的大哥 我 叮 再再次监测到您的情绪波动超过预值 药量已拉到最大 全功率震静注射 扑呲扑呲 每扎一针 就像死鱼抽动一下 而也终于 他还是在白沫喷泳中 被禁死在了原地 目光呆滞着扑扑扑地往外喷射白沫星子 黑夜城 坐在法阵之上的灵恩咬着牙 拿着那枚蛋蛋 急切地对那边呼唤道 喂 二位 白夜 你到底有没有听到我的话 你听没听到 好歹点个声啊 我这花费很贵的呀 消耗的 可都是我的根源级的材料啊 明 Q 你要是真收到了 你回我两句 能要你的命吗 你这个混蛋啊 第九百六十四章 体内的诅咒 那边依然是没有任何的动静 但灵恩也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眼瞅着链接的通讯愈发的不稳定 他立刻咬着牙道 已经没有时间了 两接的信号链接 非常的不稳定 但如果你能真的够听到我的声音 那你就听好了 血肉神教 已经开始入侵你们的世界 以你们和蓝星目前的力量 根本无法对付得了他们的反扑 你听清楚 明天 最迟明天晚上之前 你们一定要将我召唤到蓝星 记住 这非常的重要 如果明天之前无法完成 我将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 都无法踏足那个世界 重复 这非常重要 而也几乎是在下一刻 他面前的那庞大的投影法阵 也终于彻底 无法承载庞大能量的灌注 呼的一声 在羊皮纸上 燃烧起了熊熊的火焰 左左呼吸急速道 脑袋 你能确定 白衣他真的 已经收到了你的信息吗 因为他们试了 已经不止一次 这短短的两个小时的时间里 他们反复的调试和链接 而这应该是唯一一次 最靠近蓝星的通讯 灵恩揉了揉眉头 道 直接告诉我 应该是成功了 白衣他可能只是 没有办法对我进行回复 但他大概率已经收到了 我的信息 但如果明天晚上之前 他还没有召唤我 我将不得不面对地狱的注视 那个时候 我是想走都走不了了 也就是说 现在能做的 只有等了 我们先回家 把该安顿的都给安顿好 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 嗯嗯 都听你的脑袋 灵恩抬起头 带着左左迅速地离开了 002的房间 只是他并没有注意到的是 也就是在离开不久 在房间书架上的一个 布满的灰尘的镜子当中 倒映着整个房间的景象 镜子当中的桌子之上 有一只羽毛笔 悄悄地跳了出来 望着早已闭合的002的房门 时间紧迫 在离开了002的房间之后 灵恩并没有第一时间选择回去 而是迅速地前往了 黑夜城的皇家药剂师研究机构 阐明了来意之后 随即将自己 在游魂像搅获到的 所有的寄生兽 全部留给了研究所 并希望他们能够尽快地找出 能够遏制这种虫子的方法 但时间真的是太短了 至少在明天之前 即便是黑夜城最好的研究机构 也绝对不可能完成对寄生兽的解析 更不要是研究出 可以大规模使用的 遏制这种虫子的方法了 但无论怎么说 先行动起来再说 只要能够在这种虫子 彻底地摧毁人类社会之前研究出来 那一切就都是有意义的 回去安顿好了小鸭搭和隐一之后 时间也是飞速地流逝 转眼间 第二日降临 地狱注视 十二点 而这也是地狱注视 降临的最后十二个小时的时间 而在这之前 他还有最后的一件事情要做 几乎是一大早 灵恩便飞快地来到了 竹母所在的地下殿堂 然后将自己发现的 小丑诅咒失控的迹象 向着自负天使阐述了一遍 你是说 我为你封印住的那个诅咒 最近又开始对你的身体和精神 产生了一系列异常的影响 黑暗的殿堂当中 自负天使的眉头微微皱起 有意道 你确定是属于诅咒 不是你单纯的变态 灵恩盘膝坐在空荡的大殿之上 抱着双臂 闭着眼睛 扶了扶单片眼睛道 其实一开始 我也是这么以为的 毕竟你有个左手 天天说你变态 时间久了 就算你并没有变态 长此以往也会怀疑自己 是不是真的有一点 但是在我发现 我的EM开始出现 不正常的变异之后 我就打消了这一点 灵恩捏着单片眼睛 睁开了死鱼眼 我的EM出问题了 本来以前只是能够 盯得让人爽一下 但是自从去了游魂巷之后 他现在已经不是盯一下了 而是会给对方留下后遗症 并让对方在接下来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都变得越来越色 这绝对不是正常的情况 就像本来你 只是吃了一顿春药拌饭 过了今天就没事了 但现在情况已经变成 你吃了一顿 就停不下来的天天吃 而就算是在刚猛的人 在这种情况之下 也绝对是受不住的 所以才说 出问题了 自负天使深吸了一口气 嘴角微微抽动 对这个家伙掌握着的 那些奇奇怪怪的技能 真的是一头黑线 但他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陈寅道 也就是说 你怀疑你体内的哭泣小丑 出现了某种异变 而这种异变 导致我在你体内施加的禁止 已经在很大程度上 无法继续遏制诅咒对你的影响 是这样的吗 灵人闭着眼点头 道 我也不敢确定 但这也是 我能想出来的唯一的一种可能 特别是 自从我和欲望母树 发生了一些关系之后 这种情况 就开始变得不对劲了 自负天使 无奈 自负天使摇了摇头 伸出了如葱般纤细的手 锁链咔咔地扭动着 道 好吧 如果你真的这么说的话 那让我可以再给你好好的检查一下 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样 那我们现在还有时间 他的手指向着灵人的眉心 轻轻一点 一瞬间 神圣的光运 就像瀑布一样 笼罩在了灵人的身上 灵人立刻就感受到了一股清凉的波动 在自己的精神领域当中 缓慢地流淌了起来 自负天使闭着眼睛 身上也是微光闪烁 仔细地感应着 他体内的异常 距离上一次 为他重新禁锢了体内的诅咒 也并不是很久 而他也已经是轻车熟练 很快便找到了 禁锢着他体内哭泣小丑的位置 并开始仔细地检查 静置是否有任何的疏漏 时间缓缓地流逝 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自负天使微微皱眉 睁开了金色的双眸 沉引道 静置目前依然处于完好的状态 从表面上来看 也不像是有任何的疏漏 至少在根源之下 的确是如此 我的位阶 完全有那个能力 镇压住你体内的小丑诅咒 灵恩有意道 那如果是根源阶位呢 我现在最怕的就是 欲望母术的力量 是不是已经和我体内的诅咒 产生了某种联动 因为自己怕了欲望母术之后 获得的力量 和小丑第二阶段一样 都是处于欲望系的 不怕别的 就怕他们在自己的体内 有什么勾勾搭搭 自负天使思索了片刻 随即眼眸微睁 道 如果你真的担心的话 那我倒是可以从神性的角度 再对你进行一次全方面的检查 但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这种检查 会对你的身体和精神 都造成一定程度的负担 你可能会非常的难受 如果受不了的话 你随时可以中断这次检查 他们虽然坠落 为了根源 但是他们依然保留 这一部分当年的神性 而这也是他们作为古神 而区别于其他存在的 最本质的区别 只是这种神性 一直都被诅咒所镇压 让他们不敢轻易动用 因为一旦触及神性 就意味着你在试图冲击你的诅咒 很容易就会引起你体内诅咒的强烈反噬 第965章 适应他 战胜他 而对于凡人来说 神灵的一个眼神 都能够轻易将其灭杀 而这也是 他让林恩做好思想准备的原因 他的身体 很容易就会承受不住这种注视 开始吧 主母 我有心理准备 林恩认真的盘膝坐地 自负天使闭眼 嘴唇微动 慢慢地送念起了古老的语言 而伴随着那送念的开始 林恩也立刻就看到 他的身上 逐渐地散发出了愈加浓重的神圣的气息 甚至就连他的身体周围 都缓缓地浮现出了一座座神国一般的幻象 而与此同时伴随着的 便是他身上锁链地迅速收紧 他在激发自己的神性 问 几乎是在一瞬间 自负天使骤然睁开了自己的双眼 双眼当中 散发出了璀璨自己的光芒 让林恩几乎是一下子就忍不住地伸出手 当做了那侵略性极强的光芒 整个身体就仿佛是一下子就被净化了一样 甚至让他产生了一种 自己即将消敏在那圣光当中的感触 然后紧接着 就是剧烈的崩坏一般的疼痛 整个身体一下子条件反射地紧绷了起来 胸腔当中的巨像之星 更是就像是战鼓一样 咚咚咚开始剧烈地跳动 而也正是巨像之星的跳动 这才康康 稳住了他的身体和灵魂 让他不至于在那圣光当中湮灭 这就是神灵的力量吗 果然 而这还仅仅只是主母动用的体内一丝的神性 更不要说 在他完全踢的神灵状态之下 那又到底是一个怎样强悍的存在 嗡 就像是过了一瞬间 又像是过了一万年一般 林恩的瞳孔瞬间放大 整个人就像是脱离了一般 猛地回过了神 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主母 情况怎么样 伴随着锁链的搅动声 林恩也能够明显地注意到 捆腹在主母身上的那些锁链 也似乎比刚才变得更加的锋利和坚韧 甚至是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到 锁链与皮肤接触的各处 已经有金色的鲜血流出 自负天使慢慢地睁开了双眼 恢复了根源的状态 凝重地望向了林恩道 出问题了 林恩心里咯噔一下 饿着疼痛难忍的太阳穴 犹豫道 是和我猜测的一样吗 自负天使的眉头微微皱起 道 事情要更加地复杂 哭泣小丑的诅咒 的确是被我禁锢了 如果是正常的情况之下 他绝无可能突破 我在你体内设下的禁止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 他现在正在通过另外一种方法 试图绕开我的禁止 来对你进行影响 林恩心中一动 道 您是说 自负天使深深道 你知道你从欲望母书那里 得到的力量中 蕴含着什么吗 林恩的脑海当中 几乎是瞬间就想到了 自己当初昏迷前 想起的那声系统提示 神性 没错 他通过趴树的方式 其实早就在无意间 拽取了一丝 来自欲望母书的神性 但因为没有 对他产生任何的影响 他也根本无法 从自己的体内 感受到它的存在 所以他也并没有在意 但是现在看来 自负天使深吸了一口气 双眸中倒映着他的脸颊 复杂道 看来你已经知道了 的确是神性 而且是来自欲望母书 那已经被地狱扭曲过的 一丝神性 你好好的回忆之下 当初禁锢着哭泣小丑的 那个禁止 被破开的时候 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可以实话告诉你 事情远比你想的还要严重 因为你得到的那一丝神性 也被你的诅咒赚取了一部分 灵恩瞬间大震 他立刻眉头紧锁 仔细地回忆起了 当时和欲望母书交战时的细节 他的确是记得 在那个时候 他体内的禁止 就已经出现了裂纹 特别是在被欲望母书的 欲望打击冲击道时 那个禁止就愈发的不稳 而如果说到底 是什么时候破碎的话 那也就只有 他瞬间一震 是的 禁止真正破碎的时候 正是自己在欲望母书庞大的树干之内 狠狠地 爬入欲望母书化作的那个少女的时候 那一刻理智几乎是瞬间全无 让他全面地被哭泣小丑所影响 而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自己也成为了真正的第一个 爬过了根源的男人 问 灵恩瞬间僵硬 你是说 在我从我欲望母书那里得到那份神性时 我的诅咒也在同时 自负天使深吸了一口气 咒眉道 你的哭泣小丑的第二阶段 属于可以放大你欲望的类型 而欲望母书那一丝被扭曲的神性 也是极度病变的欲望系列 或者更准确的来说 你和你的诅咒 分别拿取了其中的一部分 你拿到的是它相对完好的 自然系列 而和你的诅咒融合的 是偏向于欲望系列的另一部分 而你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吗 这意味着哭泣小丑的诅咒 将会随着你的逐渐强大 逐渐地通过神性的那个渠道 绕开我对你施加的根源级静置 来对你进行影响 这几乎无解 因为根源级的力量 无法对神性做出限制 用人话来说 静置在某种程度上 就是一堵围起来的矮墙 你身处其中 围堵你的力量层级越高 那堵墙也就越高 如果在正常情况下 除非你的实力 也达到了那个阶位 否则你是怎么都没有办法 翻越这堵墙对你的围堵 但神性是属于 比根源级更高一个阶位的位格 而这也就等于是在围墙中 为你搭了一个梯子 虽然你还无法彻底掌握这种力量 但你却可以凭借那把梯子 在完全不需要 击碎围墙的情况下 让你触及到外界 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即便是有我给你设下的禁止 它也能通过这种方式 一点点地对你施加影响 自负天使咒没到 只不过这种影响相对轻微 不会像你第一次发作时那么激烈 但这同样不可小觑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影响也在一点一点加重 就像是没有拧紧的水龙头 一滴一滴的泄露 你起初并不会在意 但只要给它足够的时间 它能给你水出一片海 林恩陷入了沉思 捏着自己的下巴 思考了好一会儿 周梅道 那你有什么办法可以遏制住它吗 如果真的被它这么一点点影响下去的话 那我最后岂不是会变成一个色狗 左左 道 有没有可能脑袋你现在已经试了 再加重一点 其实也没多大影响 啪 林恩闭着眼 一把将左左镇压在了地上 自负天使地 深吸了一口气 深深道 这是你的诅咒 林恩 就和我们所经受的前置一样 它也是对你的一种镣铐 除非有更高一个阶位的力量 为你赌上这个裂系 不然的话 那一切 就真的只有靠你自己了 你还记得你是怎么克服它第一阶段的影响吗 你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适应它 战胜它 林恩头疼地抓着自己的头皮 道 可是我觉得我只能做到前者 第966章 强者就要EV3000 碰 自负天使闭着眼 一锁链把林恩抽了个脑溢血 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 这以后还怎么带着他们冲出地狱 这估计半路上被人家一个色诱 就轻易叛变革命了 当然还有一个办法 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掉 你受到的所有影响 什么方法 林恩惊异 自负天使睁开了金色的眸子 目光从他的脸上 慢慢地望向移 让林恩瞬间就感觉到 下面一阵凉意 他下意识地就后退了一步 江应道 主母您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意思 这是不是有些太没意思了 我觉得很有意思 自负天使闭着眼睛 道 虽然你可能会变得不太健全 但是效果一定是显着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什么时候扛不住的话 可以随时来主母这里 让主母帮你一劳永逸地解决掉所有的问题 作为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男人 难道你还会畏惧一个小小的手术吗 林恩 敏 Q道 这完全就是两码事情啊 好不好 他可不想要一睁开眼睛 就看到主母和左左柔和地望着他 对他说 林恩你醒了 从今往后你也是一个女孩子了 这样的话 那简直太离谱了 自负天使瞥了他一眼 没有和他废话 庞大的十二道羽翼 缓缓地屈身 锁链哗啦啦地涌动着 他抬头看了一眼时间 随即精致地脸上 嘴角微微地一窍 其实 我知道你的担心 其实你最害怕的 并不是这个诅咒 会怎么影响你是吗 你真正害怕的是 自己可能出现的失控 然后伤害到你身边的 那些女孩子 是这样的吗 林恩一愣 然后他立刻服了负担片眼镜 咳了咳道 果然还是主母了解我啊 居然连我内心最深处的想法 都摸得透透的 没错 这实际上才是我最担心 但是他的话还没有说 左左边 得抬起手 竹母你不要听他瞎说 这不是他最担心的 应该是他最期待的事情才是 因为这样 他就可以光明正大的 欺负身边的女孩子 等欺负完之后 再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诅咒 这样他就可以 啪 林恩再一次即将 左左手心朝下地 狠狠地镇压 自负天使 林恩短暂地寂静 毫无疑问 在身边有一个没用的 会随便拆抬的 左手的情况之下 这个话题 已经没有任何讨论下去的必要 林恩服了负担片眼镜 果断地切换话题 认真道 主母 所以 您是对我有一些其他的安排吗 如果是您的安排的话 那我当然 也一定是会听的 自负天使 组织了半天的语言 随即他努力地再次让自己 保持住肃穆的表情 金色的毛子 倒映着林恩的脸颊 道 反正不管你 是不是真的担心身边的女孩子 受到伤害 至少我们也应该防止 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一点 你应该也同意吧 林恩飞快地点头 表示同意 当然 肯定是同意的 不同意 也不能说出来啊 自负天使闭上了眼 道 所以 你有没有有过这样一个想法 你可以适当地把小丑诅咒释放出来 就像你第一次一样 让他真正地控制住你 然后你再从内部努力地找出破解的方法 你是知道的 任何的艰难险阻 如果不真的亲身经历的话 那你就永远不会有战胜他们的可能 林恩顿时一震 然后脸上的表情 慢慢地变得严肃了起来 他端坐在地上 沉默了片刻 他是何等聪明的人物 他也是隐约地猜出了主母的用意 也就是说 许久 林恩复杂地抬起头 注视着面前的天使姐姐 沉默道 主母 您是打算牺牲自己 来让我战胜诅咒吗 周围一片寂静 落真可闻 自负天使和林恩 彼此沉默地面对着 空旷的大殿上方 隐隐地浮现出了六个点 许久 林恩终于是深吸了一口气 不忍地握紧了手 笛声道 当然如果是主母的话 我其实也 砰砰砰砰砰 丁 您受到了毁灭性打击 自负天使对你的愤怒加二十 丁 您受到了毁灭性打击 自负天使对你的愤怒加二十 脑袋 脑袋 你醒醒啊 你别死啊 你怎么样啊 自负天使闭着眼睛 布满了的拳头死死地握着 而林恩已经是被揍成了一个猪头一般的 缓缓地以大字从柱子上滑落了下来 扑通一声地扬倒在了地上 嘴里冒出了一阵青烟 这个混蛋啊 一看就知道是劣质小说看多了 还以为他真的明白了一样 居然能够恶劣地说出这种话出来 这要是那天传来他被人打死的消息 他相信他也是绝对不会惊讶的 这个蠢货 自负天使闭着眼 道 别每天总想好事 把你脑子里面恶劣的想法给我收一收 我说的是另外一种方法 因为人类怎么说也是有极限的吧 既然小丑诅咒 可以大幅度地加深你欲望的话 那我和你艾文大哥 也完全可以给你寻找一个开放的类人形世界 或者找一个全部都是魅魔的世界 正所谓以毒攻毒 如果让你在那种世界待上三五天的话 我觉得再大的欲望 也应该有遇不动的时候吧 灵恩慢慢地震惊地爬了起来 卧槽 您是说自负天使依然是闭着眼睛 道 你不用惊讶 既然都已经下了地狱 思维也当然要变通一点 要不然怎么能够活下去呢 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 主母随时都可以给你安排 你觉得呢 这一次可以说灵恩是真的被彻底地震惊了 这 这种点子居然也是能够想得出来的吗 果然不愧是从堕天使便捷过来的神圣天使啊 果然是印证了那句老话 如果你不对邪恶有个彻底地了解的话 你又怎么能对付得了邪恶呢 你如果不对纵欲有个彻底地了解的话 你又怎么能禁欲呢 灵恩的脑海当中瞬间就浮现出了自己EV3000的场面 第967章 你中招了 灵恩 他睁大了眼睛 这应该是受不了的吧 这怎么想都应该是受不了的吧 求多么得啊 灵恩福娥 道 您让我缓一缓先 这是真的能够实现的吗 自负天使瞥了他一眼 道 你要是愿意的话 随时都能实现 当然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你也可以当主母给你开了一个玩笑 又骗硬 灵恩思索了起来 随即脸色变得有些不太自然 咳了咳道 但这是不是有些不太好 这太离谱了 您是知道的 我其实还是一个比较纯情的年轻人 就算是为了克服诅咒 但年纪轻轻就这么放纵的话 我总觉得还是 灵恩 瞪眼抬起了头 总觉得还是可以一试的 左左瞬间灵Q 果然 这个废物 真的是一点都没有看错他的 现在都已经是装都已经懒得装了吗 都这么果断的跃跃欲试地答应下来了吗 这也太快了吧 但是 是不对啊 以主母那种清心寡欲 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精神洁癖的性格来说 主母怎么可能会轻易地提出 这样离谱的建议出来啊 什么可怕的 EV3000啊 这完全不应该是正常的生物 能够说出来的话 这中间真的没有一点其他奇奇怪怪的阴谋吗 而听到了灵恩的回答 自负天使精致的脸颊之上 也是露出了一抹异常柔和的笑意 道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如果真的有那样的世界的话 你现在就可以去吗 灵恩大手一挥 慷慨激昂的 道 当然 不过 我并不是为了什么妹子 那太变态了 我主要 还是想赶紧克服体内恶劣的诅咒 让那个美好正义的灵恩赶紧回来 这我想 竹母你应该也是非常明白的吧 左左崩溃了 自负天使嘴角微翘道 当然明白 既然如此的话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 而也几乎就是在那么一瞬间 自负天使的手指 轻轻地撩了一下 伴随着那微微的光点 就仿佛是某种隐形和隔绝气息的咒术被抹除 然后就在灵恩的周围 爱闻绝世 巨像之脑 泰坦和巫神头颅 闭着眼睛的庞大身影 缓缓地浮现了出来 周围一片安静 灵恩僵硬地坐在那个位置 看着另外那四大根源的身影 就仿佛他们在自己还没有来这里之前 就已经坐在了这里 只是他没有发现 左左也是 都望着周围 脑子嗡嗡作响 所以 这到底是 自负天使闭着眼道 好了 各位 辛苦你们在这里守了一夜 我早就和你们说过的 对付这个家伙 还是要投其所好 不然 大家是得不得他同意 前往其他世界的口令的 现在 这不就成功了吗 巫神也是闭着眼睛 触手咔咔地卷了起来 道 太变态了 居然随便试探一下 就果断地答应了 和一整个世界的雌性生物乱搞 这我怎么能放心地 把女儿交给你呢 泰坦头颅摞着下巴 给予了肯定的目光 露出了巨大的牙齿道 有我当年风范 艾文爵士深吸了一口气 无奈地一声站了起来 摇头道 既然如此 那也就别浪费时间了 法阵已经待机了一夜 一直都在等着灵恩你的英语 如果你没说出那句 打心底里同意的话 这个法阵还真不好运行起来 不过现在可以了 巨像之脑闭着眼睛 就像个萝莉一样 安静地坐在那里 而也就是 在灵恩僵硬的注视之下 大殿最中央的空地之上 以他屁股下面的地面为中心 一道又一道紫色的纹路 就像蜘蛛网一样 向着四面八方蔓延了出去 然后在请客间 就变成了一座 不断迈动着的庞大法阵 而这一刻 灵恩也几乎是瞬间反应了过来 自己是被算计了 而且 这里也个根本就不只有 他和竹母两个人 其他那四个根源 早就敲咪咪地猫在了这里 全程见证了他们的聊天 什么意思 灵恩僵硬地张了张嘴 艾文爵士苦笑了一声 道 当然是要把你暂时 召唤到其他的世界啊 今天过了晚上十二点 地狱对你的注视就会降临 所以 今天已经是最后的机会了 如果你再不出去避一避风头的话 那后果根本无法预料 自负天使的脸上露出了一些歉意 道 道歉了 灵恩 竹母其实也不想这样 但知道 如果真的和你说的话 你肯定不会答应 所以 也就只能用这么一点小手段了 不过你放心 不管你去了哪个世界 那里的教徒 都会无条件地听从你命令的 你也完全可以趁着这段时间 好好地对付一下那个诅咒 就当是休假了 如果你真的想要一避三千的话 那边的凡人们 估计也会为你办到的 灵恩僵硬着 然后慢慢地张开了嘴 最后 露出了巨大的震动的神情 而这一刻 他也终于是明白了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他的脑海当中 几乎是瞬间就浮现出了 自己前几天拒绝前往 其他世界时的画面 也就是说 竹母他们 这是趁着他前往游魂巷的 这段时间 一直都在暗地里 进行着这个针对他的计划 而他也立刻想起了 自己在游魂巷和他们通讯时 这边传来的 那速速的鸣刻的声音 当时他并没有太过注意 可是现在想来 这个计划 恐怕在他欺负脑子之前 就已经是开始了 等一下 凌恩空洞地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咱们有话好好说 不管你们做什么 也应该事先告诉我才对 这么这样个 搞得我没有一点心理准备 心号 你 艾文绝世叹了一声 那当然是因为我们了解 你的性格 你如果认定了某件事情 那肯定石头牛也拉不回来 如果我们提前告诉你的话 你现在恐怕 早就已经躲得远远的了 所以抱歉了 凌恩 为了防止夜长梦多 我们也只能出此下策了 第968章 请回应我们的召唤吧 凌恩震惊难言 他的目光迅速地扫射了一圈 然后瞬间落在了泰坦头颅身上 震道 泰坦大哥 泰坦头颅闭眼 曹操道 抱歉了 贤婿 这件事 我是主谋 凌恩大震对后退了两步 然后他的目光猛地落在了 一直安静地坐在那里的 那个银发小萝莉的身上 颤抖道 脑子 巨像之脑睁开了银铜 悠悠地注视着他道 还记得你答应我的那个条件吗 轰 就像大脑再一次被一剂大锤击中 凌恩亮枪后退 看来真的是已经达成了空前的一致 早就已经是计划好了的 而自己居然一丁点都没有看出来 一群老僵啊 但凌恩迅速地冷静了下来 他知道 现在这个时候 任何的冲动都没有任何作用的 必须要想其他的办法才可以 怪不得这几天 他们一点动静都没有 就像是完全忘记了地狱注射的这一码子是 原来是这里等着他 不行 绝对不行 自己还要去拦心 如果现在就被召唤到其他世界的话 那白衣就算是真的是进行了陷阱 也根本就没有办法在地狱当中定位到他 而如果是那样的话 那就完全功亏一篑了 凌恩立刻瞪大了眼睛 急促道 各位 你们先听我说 我知道 大家都是为了我好 但是这是不是有些太仓促了 就算真的要去 那好歹 让我准备一下 我连早饭都没有吃的 要不你们让我回家喝杯牛奶先 艾文爵士闭着眼睛 从灵能空间当中端出了一个餐盘 上面放着精致的料理 道 放心 这个我们早就替你想到了 牛奶有的是 你如果想喝的话 还可以给你加快冰 啪哒 他往牛奶里面放了一块冰糖 凌恩急切向前道 好 早餐咱们可以先放一放 但是你们好歹 也该让我回去 和我的大舌头和小鸭搭道个别吧 要不然 他们还以为我失踪了 啪哒 自负天使闭着眼 轻轻地打了一个响指 然后灵恩的面前 顿时就浮现出了一幅 他家门口的画面 只有白夜正站在房门口 拿着灵恩的亲笔信 轻轻地敲开了房门 放心 这件事情 我已经让你白夜大叔去做了 他会替你道别 你尽管放心好了 灵恩僵硬 那我要是还想上的厕所呢 具象之脑闭着眼 平静地从身后摸出了一个夜壶 推了过去的 给你 命 特么的这群家伙 这是有备而来啊 不行 不行 必须再想其他的办法才可以 灵恩焦头烂额地 在原地不停地跺步 他试着用力地 垂了垂面前的空气墙 但是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卵用 然后他一正 对了 有了 一瞬间 他猛地转身 瞬间上前 对着大门的方向扯开嗓子 声嘶力竭地大吼了起来 小小 你一声哥哥被绑架了 快来救我 救我 巫神头颅露出了早知道你会这样的恶意的表情 只见大殿之外的广场之上 小小闭着眼睛 头上扣着一个无比庞大的 有着猫耳朵样式的巨大的灵能耳机 声音显然是被调到了最大 里面的音乐阵的地面上的灰尘都跳动了起来 哼哼唧唧 大殿当中 灵恩颤抖地后退了两步 猴腿嗓子都快哑了 都没有得到小小的回应 显然 他们一定是对听他话得乖巧的小小动了一些极度恶劣的手脚 他们简直不是人啊 没用的 贤婿 泰坦头颅怜悯地注视着他 仔细地阅读面前的台词单子 声音严肃而洪亮道 你的命运早已注定 被我们流放到其他世界 是你唯一的选择 你将在那恶土一般的世界当中度过你的余生 我们将不会有任何的怜悯和宽恕 这已经是我们对你最大的仁慈了 翻页的声音 你的罪行将被族人们踊跃 你在说什么奇怪的东西 巫神头颅愤怒地打断 泰坦头颅摘下老花镜 将单子收了起来 闭眼道 好多年没念组长的词了 怕嘴声了 所以趁这个机会练练 抱歉 艾文爵士迅速地在自己的面前 拉出了一个屏幕 有条不稳地在通过目光在上面迅速地调试着 无数的数据和信息在上面闪动 好了 我已经将召唤的指令 下发给那五十多个世界 他们也已经准备就绪 召唤仪式随时都可以开始 灵人你看一下 有没有自己所中意的世界 如果有的话 大哥可以帮你加大对特定世界的收放频率 他往屏幕上一滑 瞬间 一个又一个就像是梦境一样的圆球 虚无地飘荡了出去 并在法阵的最上方 就像是星辰一样排列了出来 里面倒映出了一个又一个不同风格和背景的各大表层世界 其中有科技文明 魔法文明 地底文明 元素文明等数十个拥有不同文化和不同习俗的文明世界 而无一例外 此时此刻所倒映出来的 全部都是对这里的鼎领膜拜 而灵恩更是一瞬间就抖动地辨认出了 他们正在试图进行献祭的那个法阵 那正是用来召唤他的梧桐之眼法阵 这是专属于他的靶相法阵 但这并不是重点 因为灵恩瞬间就意识到 如果他们现在用到的是召唤他的献祭法阵的话 那是不是说自己的召唤咒文也 难道说 该不会 他的目光慢慢僵硬 而也几乎就是 在下一刻 他的耳边就想起了那五十多个世界的邪教徒 发出的那洪亮的召唤的祷告和高声的赞歌 邪恶的执行人 诅咒的践行者 带给人恐惧与疼痛的善良医师 变态而扭曲的罗利控啊 无向您祈求治愈的力量 请求您的降临与恩泽 伟大的罗利控 请回应我们的召唤吧 嗡 灵恩的表情瞬间空洞 第969章 你不想让你的王后被处决的话 就像是一曲大合唱的赞歌 几十个世界的邪教徒 高声吟唱着那对罗利控不朽的召唤 一声声男高音和女高音混合起来的歌颂 此起彼伏 重重叠叠 灵恩颤抖地后退了一步 但身后也很快就传来了 对罗利控那高声的赞歌 就像是有几十个高音环绕的喇叭 从那几十个世界当中 全方位无死角地向他进行着万恶的轰炸 叮 您在元素卫面的知名度加21 叮 您在拉斯维特科技文明的知名度加27 叮 您在提瓦特世界的知名度加30 耳边不断地响起系统的提示 灵恩将应道 他们为什么会知道召唤我的导文 艾文爵士怅然闭眼道 抱歉了 灵恩是我们散播出去的 因为也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够精准地在这个世界对你进行定位 虽然你把自己的XP都写在上面 的确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但不得不说 这个把文对你的定位真的无限接近百分之百 这也的确是我在地狱当中见到过的 定位最准确的把文之一了 艾文爵士的毛子认真而严肃地注视着他 向着他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叮 您的快乐 二 叮 您的快乐 三 自负天使望着他那空洞的表情 愧疚道 不过还是要和你说一声对不起 我也知道 这种事情在各个世界传播开来 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但我们已经没得选了 而且 既然你敢把XP都写到这种重要的召唤把文中 那你应该也是乐在其中的吧 定 您的快乐 死 定 您的快乐 死 巫神投入道 虽然不想说 但伯母现在终于明白 为什么你会勾到我家小小了 你果然是不分种族的 对那种类型有着执拗的偏爱 定 您的快乐 十 而在那高升3D立体环绕的 来自各大世界的岛文 也在献祭和宋面中 很快就达到了高潮 就像是一座座大型交响乐现场 伴随着邪教徒们 那狂热的高亢的赞歌 一个又一个主教 猛地张开了双臂 从喉咙当中 发出了那将召唤 推向了顶点的奇唱 罗力控啊 伟大扭曲的罗力控啊 请回应我们的召唤吧 神秘的罗力控啊 我们需要您的降临来 领导我们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我们的罗力控啊 扑呲扑呲 那些男高音的宗教般的赞歌 就像是一把把利剑一样 插入了灵恩的胸膛当中 就像是恶魔的低语一样 在他的精神世界当中长鸣 他空洞地颤抖了起来 两只手咔咔地扼着头皮 虽然他的确 其实是一个心灵接受度的 欲值都其高的人 不管是怎样的攻击 在他的面前都算是小儿科 但是在牛逼的人 也有受不住的时候啊 没有办法了 已经彻底没有办法了 这一刻 灵恩猛地在那爆炸般的播放当中 大吼一声 一瞬间 就抬起了左手 一下子就架在了猛猛地 左左的手腕之上 猛地面向那个银发的女孩 脑子 从现在开始 我将在十秒之后 对你的王后进行公开处决 这也将成为 我对你进行的最后一次威胁 你尽管可以保持沉默 但你接下来的每一次行动 都将决定你王后最终的命运 我不做人了啊 那一瞬间 全场大惊 而他们也真的是万万没有想到 他为了能让自己脱离 竟然能够做出这种不当人的事情 猛猛地左左 更是一下子就反应了过来 立刻 得大叫道 痛 痛 好痛啊 脑子快救我 脑袋他已经疯了 哇 而看到这一幕 巨像之脑也是猛地站了起来 目光瞬间就变得急促了起来 王后 而周围的根源也全都是大惊失色 他们的确是考虑到了 几乎所有 他可能会做出来的 逃脱召唤的对策 但是这种 劫持自己的左手 当作人质来威胁他们 他们也的确是没有想到 这真的是人能做出来的事情吗 林恩 你冷静 你知道 你现在在做什么吗 众人急切 林恩大吼地拿着刀架着自己的左手 道 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今天我和左左 必须得死一个 如果你们觉得 我下不去手的话 十秒之内 我将彻底地解锁 我的小丑诅咒 让他来代替我 进行处决 这是最后的五秒 五 四 左左 地挣扎的大叫道 要死了 要死了呀 脑子快救我 凑脑袋 他要在精神上将左左彻底地消灭掉啊 哇 这一刻 艾文绝世他们几乎是瞬间急切地转头 向着具象之脑伸出了手 你不要被他影响到 他根本就不可能对自己的左手下手 他是在炸你 但已经为时已晚 因为也就是在同时 林恩刚刚数到四的下一秒 立刻便大吼道 一 小丑诅咒 解锁 几乎是在那一刹那 众人立刻便震惊地看到他身上冒起了血红的光玉 双目一瞬间变得无比的猙獰和扭曲了起来 就像是完全被另外一个人代替了一样 手中的夜魔刀猛地向着他自己的左手斩去 而也几乎是在同时 具象之脑化作的那个银发女孩 几乎是化作了一座血色的闪电 直接就划过了他们那震惊的双眼 向着控制着林恩的空气墙折越而起 他炸你的呀 艾文绝世他们大吼的 几乎也是在同时出手 想要将他拦截 但已经是为时已晚 那个屏障几乎是一拳 就被具象之脑的小拳头轰杀成了碎片 伴随着支离破碎的声响 他的毛子当中倒映出了 几乎是近在咫尺的林恩的脸颊 而也就像是早就做好了准备一样 林恩几乎是在同时 将自己的脑袋猛地向着他拳头的方向挪动而去 而也趁着具象之脑的瞳孔一阵 连忙收力的那个空隙 脸上猛地裂开了一抹邪恶的表情 一把就从怀里抽出了 他早已准备好的镰刀 咱们有缘再见 问 他的身形几乎是瞬间化作了一道血污 消失在了原地 就像是考虑到了所有的细节 也相信具象之脑 绝对不会真的对他造成伤害 所以刻意地在他破了空气墙的那一刻 主动地让自己迎向他的攻击 从而触发他的收力 而这也必将给他创造一个最好的机会 可以打断他的折月吗 不行 他给自己这次进行的折月 似乎只用了一半的力量 空间方面非常的不稳定 如果干涉他的折月进程的话 他大概率会被直接卷到空间漩涡当中 这个家伙明显是早就算计好了 不要给他周转的机会 他花花肠子太多了 加快召唤的进度 把他送到其他的世界再说 第970章 好久不见的羽毛笔 与此同时 黑夜城人来人往的街道之上 灵恩的身体 瞬间就从一片血雾当中跌落了出来 而他也没有任何的犹豫 就在众人精益的注视之下 摁着高脚帽 咬着牙 飞快地向着不正常生物中心冲去 你这个混蛋 巨像的超微链接当中 传来了巨像之脑 那愤怒的嫩嫩的声音 灵恩摁着自己的兜帽 微笑地喘息道 兵不厌诈吗 脑子 我知道你 肯定是站在我这边的 毕竟 咱们可是有着同床之一的革命战友啊 脑子你怎么可能会见死不救呢 我太爱你了 脑子 巨像之脑冷冷道 但你以为这样就能逃得了吗 法阵已经收入了你同意的口令 就算你逃得再远 待会你也一样会被随机召唤到外面的五十多个世界 你个笨蛋 灵恩嘴角一翘道 不 不会的 因为我还要去蓝星 我有着必须要去那里的理由 我知道 你们都是为了我好 但请让我任性这一次吧 他切断了巨像的超微链接 一根根触手 哗啦啦地暴食而出 将他的身体不断地向前拉动着弹射 凑脑袋 我演得怎么样 是不是很帅 太拙劣了 一点都看不出任何的演技 你看我最后的那个变脸 不知道的 还真以为我是解锁了小丑诅咒 那才是真正的演技 哼 但你还不是要感谢本左手 要不是我给你出的这个主意 你现在早没了 你这个罗利控 我告诉你 万恶的左左 你最好不要在我面前提这个词 鸣 等于林不然 就算你是我的手 我也会对你不客气的 罗利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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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咩 怎样 半分钟之后 林恩瞬间从攀附着的 一座高塔之上落地 猛地抬起头 望向了不正常生物研究中心的 那破旧的牌子 没有任何的耽搁 他立刻带着被灌了半瓶农药 而O XX O的兔抹左手 飞快地向着大门冲了过去 他的目光深邃 因为 如果真的像脑子刚才说的那样的话 那就等于是他提前确认了召唤的许可 只要那五十多个世界的召唤仪式 定位到他的那一刻 根本不需要经过他的再次同意 就能够直接把他拽出这座地狱 而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现在整个黑夜城 唯一能够暂时屏蔽这种定位的 也就只有 有着羽毛比权柄加持的那个房间了 快 林恩咬着牙 将自己的速度几乎提高到了最大 因为他已经感觉到了 那种来自世界之外的召唤波动 正迅速地在整个地狱当中定位他 因为他的那个皱纹的指向效果太强了 所以他能清晰地感受到 那五十多个世界的召唤波动 正以难以想象的速度 向着他现在的位置而来 他不断地加速 冲过前台 冲入走廊 而也几乎就是 在他的手触及到002的房间门把守时 一股波动瞬间便将他锁定 第一 您受到了提瓦特世界的召唤 目标献剂的祭品为 原初金石X1000 奇异的秋秋少女X34 恶臭的血肉X500 您已同意来自目标世界的召唤 召唤匠 但也几乎就是在系统提示还没有彻底想完的那一刻 林恩几乎是用尽了全力地猛地撞入了002的房间 碰 而也终于是在踏足那个房间的那一刻 耳边传来的系统提示瞬间中断 而那种游离在上空的波动 也在同时彻底地失去了对他的定位 看来成功了 林恩喘息地爬了起来 迅速地冲上去将大门反锁 羽毛比的房间的确是能够隔绝外部的一切窥探 但他知道这只是暂时的 在主母他们发现自己没有被召唤过去之后 他们一定立刻能够意识到他去了哪里 而到了那个时候 那他可就完全没有反抗的余地了 可是接下来还能怎么办 他咬着牙 不断地在房间里面来回地踱步 他现在能想到的最好的一个办法 就是对自己释放一次主母的束缚诅咒 用诅咒将自己死死地禁锢在这里 然后一直等到白衣的召唤来临为止 但这依然只是权宜之计 因为他根本不确定 白衣是不是真的听到了他的请求 而就算听到了 他也不知道 他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了对他的召唤 而更重要的是 即便对自己释放主母的自负诅咒 以他现在能力 最多也只能维持十几分钟 但十几分钟的时间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卵用啊 你看上去很着急 当然着急了 林元咬着牙不断踱步 道 主母他们摆明了 就是想要我去外面的世界避险 但是现在蓝星上所发生的事情 根本不可能让我不在意 无论如何 我一定都是要去的 但那里真的很危险 但危险就可以不去吗 林元咬牙夺步 道 我的故乡正遭到侵略 虽然我知道那并不是真正的故乡 但如果我真的眼睁睁看着 那个与我故乡一模一样的世界沉沦下去 我也绝对是接受不 他一正 然后他几乎是瞬间就转过了头 震恶地向着那个 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 指尖就在书架前的那张桌子上 那根细细的羽毛笔 正有条不紊地在纸上创作着 那长长的羽毛间微微地摆动着 饶有兴趣地敲了敲墨水瓶 羽毛笔 林恩震惊无比地说出了那个名字 那只羽毛笔立起了面前的那张纸 微微地摆动着 写道 好久不见 林恩猛猛地瞬间就冲了过去 上上下下地打量着那根细细的笔触 完全没有想到 他能在这里遇到羽毛笔 因为他不是已经离开了吗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而就像是为了验证自己 并不是出现了幻觉一样 林恩的手瞬间向着椅子的位置探去 一抓 桌子上的那只羽毛笔僵硬在了原地 自己也是刷得一歪 停了下来 真的是你 林恩瞪着眼 很快就从熟悉的触感上 确定了羽毛笔的身份 是的 因为羽毛笔虽然的确是笔 但在他看不到的领域 他也是拥有自己身体的作家小姐姐 在崩坏的时候 会显露出那扭曲而可怕的形体 但是在平时的时候 也会将自己改变为他以前的模样 只是他从来没有真正见过他的样子 但那种接触时的触感却是不会骗人的 因为羽毛笔小姐姐有自己特殊的柔软 丁 羽毛笔对你的愤怒加一 丁 羽毛笔对你的愤怒加一 刷刷刷 比出速写的声音 林恩一正 然后身体立刻就像是机械一样 不受控制的往外一转 大跨步的就像是个木偶一样 僵硬的向着大门的方向走去 然后猛的一拉门就要向外跨去 短暂的寂静 我错了 别写了 别写了 我真的并不是故意要入傲一下的 我只是为了确认 我女朋友是真是假而已 给个机会 给个机会啊 林恩 敏 得用力地抓着门槛 努力地不让自己的身体往外走 这种随便写一下 就能在各种程度上控制别人的能力 真的是太可怕了 羽毛笔无愧是全秉级的存在 这要是被干涉出去 那自己可就真的功亏一愧地玩犊子了 道歉 道歉 羽毛 我错了呀 桌子上的羽毛笔 这才是停了下来 将纸上写出来的内容划掉 林恩的身体 这才恢复了控制 不要每次问候的方式都这么特别 你都不知道我长什么样 就随便乱摸 换做别人早就已经死了 知道吗 那只羽毛笔翻起笔记本 将上面的字给他看 第971章 这关系到你的未来 非常的生气 林恩立刻冲了过来 认真地撑着桌子 前倾道 但你是我的女朋友啊 不小心碰一下 也是很正常的 话说羽毛笔 你不是走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那只羽毛笔 用力地戳了戳他框出来的 条约女友 那几个字 给他严厉地画了一个重点 所谓的 条约女友 就是说 表面上是女朋友 但实际上 是被诱骗才签订的 屈辱性条约 并不包含任何身体 接触的恶劣性行为 被调戏 也是随时会在 在条约的框架之内反击的 教育完之后 他这才掀开了新的一页纸 将上面的画给他看 你昨天来我的房间 让我知道了 你正在做的蠢事 所以比较担心你 林恩惊恶道 你全都知道了 基本上有个大概的了解 林恩立刻坐了下来 认真地望着桌子上的羽毛笔 道 所以羽毛笔 你是回来帮我的事吗 你是不是有办法 把我送到蓝星 祖母他们想要把我 送到其他的世界 但我知道 如果我真的去了的话 那我这段时间 所做的一切努力 就全都白费了 羽毛笔你是懂我的 是吗 羽毛笔写道 抱歉 林恩 其实在这件事情上 我更倾向于他们的立场 你的命很重要 对他们来说是的 对我来说也一样 短暂的寂静 但林恩并没有因为 他的话有任何的失望 他依然是认真地 注视着羽毛笔 目光坚定地 倒映着他细细的笔触 因为他知道 如果羽毛笔 也真的赞同 祖母他们的想法 那他就不会出现在 他的面前 而他既然回来 在这里等他 那他绝对不只是 来为他送行 我爱你 羽毛笔 林恩低声道 你的思维 可不可以不要这么挑 你要在这种时候 向我告白吗 不 我是想说 林恩抬起头 认真道 我爱你们每一个人 因为你们都是 我在这黑暗世界 认识的最好的朋友和家人 所以 我真的很感谢你们 能够这么地在乎我 这对我来说 本身就意味着 是一种幸福 羽毛笔顿了顿 笔肩停了下来 所以 我真的非常想要 带你们离开这座地狱 他深吸了一口气道 所以 哪怕是只有微妙的一丝机会 我也想去尝试 我不能活在安乐窝当中 等着别人帮我解决 所有的问题 我必须努力地去做 如果只是因为危险 就连去的勇气都没有的话 那我还有什么希望呢 因为如果他害怕危险 那就不会有在 幸福之家的那一次 奋力一搏 如果他真的畏惧死亡 他完全可以不去诅咒之城 完全可以在 具象冲击地狱时 撒手不顾 就像在地狱的注视降临时 他完全可以对羽毛笔的事情 置之不理 可以看着他受苦 也完全没有必要写下那段 挑衅地狱的话 可他还是做了 因为身处黑暗 所以才更渴望光明 但如果你不努力地去找的话 那你剩下的也就只有黑暗了 沉默着 安静的书桌上 只有微风微微地 吹动着羽毛笔的笔梢 然后就像是终于 做出了什么决定一样 他的笔触在纸上书写了起来 仿佛整只笔也都为之轻快 也真的是受够你了 只要做出了决定 就石头牛都拉不回来的家伙 也怪不得外面的那些根源会爱戴你 因为你真的是 有着这地狱当中难得的闪光点 虽然你又变态又混蛋 还是个罗利控 灵人脸黑道 能别提这件事情吗 羽毛笔昂扬着笔尖 就像是带着某种飞扬的表情一样 因为你既然都这么说了 那羽毛笔还有什么理由不帮助你呢 他不就是因为 看到某个家伙在做愚蠢的事情 所以才回来的吗 只是某个家伙 完全不给别人解释的机会 就自顾自地说 那么多矫情的话 灵人瞬间瞪眼 猛地站了起来 道 你是说 要不然我回来干什么 让你调戏吗 而且 昨天居然完全不考虑潜在的风险 就自顾自地向外面的世界发送信息 要不是我稍微干涉了一下 再那么聊下去 你迟早得完蛋 灵人一阵 大喜过望 几乎是一下就 条件反射地伸出手 泪目地抱住了椅子上的那个透明的身影 果然 我就知道 羽毛笔你才是最爱我的 果然不会是真正的女朋友 绷不住了 绷不住了呀 哇 不许乱摸 你的手在往哪里伸啊 快走开 不然我生气了 不许乱蹭 人行 身材很好 很软 很香 凹下去会弹回来 当然灵人并没有任何占便宜的想法 上面的那些信息 也只是不小心得到的 主要还是因为太过的激动和泪目 就像你非常动容的时候 你也会忍不住地喜悦地抱一抱别人一样 这是非常正常地表达喜悦的方式 没有其他的任何的原因的 但毫无疑问 羽毛笔在人类形态下 也绝对会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小姐姐的 轰 就在这个时候 外界传来了一声巨响 怎么回事 灵人立刻松开了手 警惕转头 向大门的方向望去 羽毛笔把它推开 刷刷地在纸上写了起来 你的艾文大哥和泰坦大哥 已经找到了这里 我把周围的空间结构 稍微改写了一下 不过看样子 已经被发现了 灵人疑惑道 随便动用这样的能力 不会让你受到反噬吗 我并没有直接书写他们的命运 只是改写了一些周围的环境 不直接针对某个根源的话 地狱不会理会我 但这种程度的阻碍 并不能阻挡他们多久 特别是你的泰坦大哥 他的战斗力太强了 羽毛笔停顿了一下 然后写道 如果你真要去蓝星的话 那我接下来的话 你必须要认真听 因为这关系到你的未来 第一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以后都绝对不要主动 跨世界发送信息 如有必须 也一定尽量减少交流的时间 因为这会加大某些东西 注意到你的概率 第二 你不管去了外面的哪个世界 都不要使用根源以上的任何手段 包括你的那些超强诅咒 你会极大概率让你被注意到 第三 如果感觉到了不对 不论你在做什么 立刻切断召唤回归地狱 这是在救你的命 第四 地狱也许不会真的把你怎样 但外面的有些东西 第972章 何必这么执着呢 他的笔触前所未有的认真和凝重 而灵恩的脑海当中 也立刻就浮现出了 当时羽毛笔窥探自己的命运时 所给予自己的那句话 有些东西在保护你 有些东西在寻找你 而在那之后 他就选择删除了自己的记忆 忘记掉了所有窥探到的东西 灵恩由于道 你想起什么了吗 羽毛笔顿了一下 写道 不 我没有想起任何东西 只是一切都要防患于未然 你也不要问我 是什么东西会在地狱之外寻找你 我不知道 我也不敢设计 你是明白的 到了我这种层次 无知才是最大的福 有些东西 你知道的越多 你的因果就越深 灵恩思索 道 也就是说 昨天我其实已经和蓝星建立了联系 是你刻意干涉了白衣对我的回复吗 羽毛笔没有犹疑 写道 有一部分 我稍微提高了 给他注射镇静剂的频率 他不能回复你 有你主导下的通讯 很容易就会在地狱之外留下诡计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 他是听到了你说的话的 现在大概率也在加紧对你的召唤 大概率 嗯 因为我是通过你的通讯频率 才将自己的一小部分力量 传输到外部世界的 但最多也只能做到 影响几个凡人的境地 如果再高一些 地狱立刻对我降下最大的刑法 我是过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去蓝星 你现在能做的只有等待 我会为你监控 来自那个世界所有 针对你的召唤波动 只要有 你随时可以前往蓝星 林恩也是猛地站了起来 抬起了头 用力地握紧了拳头 终于是到了吗 旧日 血肉神教 血衣女士 寄生兽 而他也非常清楚地知道 这一切的发生 也必将彻底地改变 那个世界整体的文明走向 蓝星 我来了 蓝星 超自然总局地下基地 长长的走廊当中 从大规模的镇镜当中 恢复过来的白衣 穿着病号服 一把用力地推开门 咬着牙 艰难地摸爬滚打地 向着地下的训练场冲去 白衣 你现在的身体还非常的虚弱 镇镜效果还没有彻底 被你的身体代谢出去 你还需要休息 身后的护士 对着他急切地大喊着追了过来 但他不管不顾 白衣喘息着 一把将手腕上的书液管扯掉 手心紧紧地拽着那个 禁锢着他大哥血肉的吊坠 他知道那不是幻觉 大哥的确是在昨天的镇镜期间 试图与他建立联系 他在试图向他们预警 血肉神教 还有最近不断地 在世界各地出现的越来越失控的超自然现象 之前他们一直对如此大规模的动荡 有所怀疑 但如果大哥他说的都是真的的话 那也就意味着 来自大哥那个世界的血肉神教 已经全面地展开了对蓝星的侵略 引擎剑 他猛地推开训练场的大门 气喘吁吁地望向了同样正在训练的引擎 双眼满是血丝地咬着牙道 不是幻觉 不是幻觉的 我们必须立刻展开对大哥的召唤 要不然的话 一切就来不及了 地狱 血红的世界 猙獰的血色洪流流淌在整个天际 血肉支配者展开了他的整个身躯 庞大的蠕动的血管和触手 几乎遍布了视野可及的整片卧眼 他无数的眼球 注视着星红的天际 在那广阔的荒芜的大地之上 无数的血肉人形 咆哮地向着整个天空 发出动荡的嘶鸣 我神 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我们已经全面稳定了 与那个世界教徒之间的联系 第一批的寄生兽 将会同步 被输送到那个世界的教徒手里 他们的蔓延也会吹向我们降临的号角 只要杀死足够多的生物 他们的血肉和怨恨 都将成为我们降临的陷阱 我们将时刻等候您的命令 找到它 得到您所希望的一切 一个又一个卷者跪地叩手 遍布浩野的无数的血肉人形 齐声地沸腾地大吼了起来 血肉永恒 血肉永恒 那重重叠叠的声浪 倒映在血肉支配者庞大的眼球当中 就像这场对表层世界数千年的入侵和寻找 也终于在这一刻 拉开了全新的序幕 那些他所追寻的古老的什么神灵 你们又在何方 既然早已冲出了地狱 为什么却一直看不到你们的身影 如果你们早已死难 那就请让我来继承你们的遗产 行动吧 给予他们最大的支持 赋予他们无差别召唤的权利 无论是你们 还是地狱当中其他的恶鬼 让他们行走于人世 将混乱散为我拨到那个世界的尽头 只为了我 地狱 黑夜城 轰 伴随着一声巨大的轰鸣 展现在他们眼前的 那光怪陆离的空间结构 在泰坦头颅重重的冲击之下 终于是轰然破碎 而伴随着空间结构的粉碎 不正常生物中心 终于展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这可不像是林恩那小子 能掌握的力量 太古怪了 居然连我都能够挡住 你们这座城里 到底还隐藏着什么 我不知道的诡异存在 泰坦头颅的目光微微混乱 尖锐的牙齿紧盯着 那座庞大的建筑 艾文绝世凝重地抬手 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是他回来了 的确啊 林恩他来这里是有原因的 如果说黑夜城当中 还有什么能让我们止步的 也只有他了 他伸出手 灵灯的光运在他的手指上闪动 万花筒般的画面 在他们缓缓成形 他们面前的光运中 浮现出了002房间当中的画面 林恩 你小子果然在这里 泰坦头颅那愤怒的目光 瞬间就落在了那个房间当中 屹立着的林恩的背影之上 而艾文绝世的目光 则凝重地锁定住了那张书桌上 助力的那只羽毛笔 林恩转过了头 望向了那个被灵能打通的画面 那一边的艾文绝世 和他的泰坦大哥 叹息了一声 苦笑道 大哥 艾文绝世 你们何必要这么执着呢 第973章 给我最后的时间 泰坦头颅愤怒的张开了巨口 道 什么执不执着 你闹这么久 也已经差不多了吧 今天晚上12点 地狱的注视将会落在你的身上 所以 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 如果你现在再不离开 那你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林恩深吸了一口气 摇了摇头苦笑道 不 大哥 我并不是不愿意去他的世界 相反 能看到大家都这么在乎我的安危 能看到 大家为了我这么大费周章 我真的非常高兴 只是我真的 不能去其他的世界 血肉神教 已经开始入侵我的故乡 我的挚友被召唤到了那个世界 而陷入了疯狂 我有着必须要去拦心的理由 所以无论如何 这次请让我做一次自己的选择吧 他的眼中露出了一丝哀伤 伴随着空间结构的再一次破碎 那个银发的女孩和巫神头颅 也在幻灭的空间中显露了出来 他们全都凝重地抬起头 注视着灵能拨动对面的灵恩 他们的身后 庞大的十二道羽翼展现 自负天使的投影 也是缓缓浮现 五大根源 几乎已是齐聚 泰坦头颅怒火冲天 道 如果你是为了这个 昨天那个天使 也已经和你说得很明白了 将你送走之后 他和他的那些鸟嘴叶衣们 也会立刻展开 对血肉神教的进攻 如果你觉得他们废物的话 你大哥 我也会参与这场战争 你到底还在担心什么 凌渊深吸了一口气 时间来不及了 我比你们了解的更多 我是知道的 首先我们现在根本不知道 血肉支配者在哪 而就算我们知道 在我们将血肉神教镇压之前 我的故乡恐怕也已经智力破碎了 他真的太脆弱了 比你们想象的还要脆弱 你们知道吗 我们这里很普通的一个恶灵去了那里 都能够成为 让无数人类为之恐慌的禁忌 所以 这几乎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 他苦笑着 泰坦头颅愤怒道 但就算像你说的那样 你一个人去了 又能改变什么呢 我们完全有更好的方法 如果你真的在乎那个世界 我们可以立刻开始对那个世界进行干涉 用不了多久 你们黑夜城的夜衣 也可以成规模的降临 大规模的战争中 他们才能真正的成为对抗的主力啊 灵恩摇了摇头 柔和道 可是时间不够了 你们知道寄生兽吗 那是一种对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轻易捏死的虫子 在我们这个黑暗世界当中 他们脆弱的 根本没有多大的生存余地 可是对我故乡的同胞来说 那就是一场根本无法抵御的恶号 他们可以在短时间内 迅速地感染 一座又一座城市 不管地将人类转化为 他们血肉神教的仆从 而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崩溃 和大范围的死亡 他们的尸体 将很快成为血肉神教 大部队降临的温床 灵恩猛地伸出了双手 大喊道 他们是有组织有计划的 他们从几百年前就开始窥探那个世界 从我的血衣女士 到白叶大叔 到我的朋友被拉入这个世界 这个计划早就已经开始了 你们知道 我为什么要去诅咒之城吗 我不是为了历练 我也不是为了具象 对着那个恶神啊 再也没有任何的多言 灵恩的画面瞬间破碎 彻底地隔绝了他们的画面 不正常生物中心之外 那五大根源全都陷入了沉默 他们抬着头 复杂地注视着那个方向 也早已从灵恩的话里 听出了他对他的故乡 那执着的感情 所以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主母深吸了一口气 目光微微恍惚 记忆当中倒映出了 他第一次从蓝星回来时 那几乎压抑不住的悲伤 那个时候 他就忍不住地向他倾诉 只是因为他所特有的变化性格 让你很难辨认出 他到底是真的伤心 还是其他 但如果真要说的话 因为那个世界有他的父母 主母抬起头 毛子当中 倒映着那漆黑的天空 即便那是 他自认为的父母 因为他早就听灵恩说过 他是没有家的 他所能找到的那个世界 也就被他当作了家 因为人总是要有所寄托的吧 就算外表在如何坚强 内心的最深处 也有着那一碰 击碎的港湾吧 而如果连那个港湾都没有了 那还怎么能坚持下去 那就这样吧 艾文绝世沉默着 我们等一天 我们等待地狱的注视降临的最后一刻 如果他真的能去蓝星 那就随他去吧 虽然那里的确很危险 但同样也能够躲开地狱的注视 以他的能力 应该也能够保住自己的周全 但如果地狱的注视降临前 他还去不了呢 微风呼呼地吹过整个空旷的街道 一片寂静 但现在 唯一能做的 也只有等了 这是最后的一天 如果真到了那个时候 他还留在这座地狱 那无论如何 他们都必须要这样做了 时间飞快地流逝 这应该是黑夜城 有史以来 最让人喘不过气来的一天 特别是对于黑夜城当中 普通的居民来说 更是无一人敢出门 因为这或许是第一次 他们黑夜城的五大根源 同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这么久 所有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能屏息凝神 等待着时间的流逝 但地狱是没有白天和黑夜的 有的只有天上那永恒不变的黑雾的流转 唯一能辨别时间的 也只有浑灯的亮气与熄灭 还有多久 两个小时 焦躁慢慢地蔓延了每一个人的心 他们继续沉默地等待着 002的房间当中 林恩坐在椅子之上 死死地盯着桌子上的怀表 他已经保持着 这种精神紧绷的状态 将近十个小时 一动未动 羽毛笔转过了笔尖 望着他紧绷的毛子 喝杯水吧 林恩 你不能和自己过不去 他隐约地感觉到 似乎有一只手握住了他的手背 冰凉却温暖 就像是在给予他安慰 林恩盯着那个怀表的秒针 毛子向他道 如果在十二点之前 我还没有被召唤到蓝星的话 你是不是也会把我送到其他的世界 第974章 你必须要走了 羽毛笔什么也没有说 但是他的沉默 其实也已经给了他答案 他会的 无论如何 他都会的 因为只有 他是真正地经历过地狱注射的生物 他比任何人都要明白 那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刑法 他会让你生不如死 他会让你万恨自己 为什么要存在 他会让你觉得 死亡都是一种解脱 还有两个小时 他不再通过羽毛笔来书写 终于是低声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我已经将对蓝星方面的监控拉到最大 我会仔细辨别 只要有任何试图定位你的波动 我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 林恩盯着一分一秒走动着的秒针 紧紧地握着拳头 道 是不是在那个方向 已经出现了很多针对地狱的召唤频率 是吗 是的 很多 前所未有的多 而恐怕也正是因为如此之多的召唤频率 加大了蓝星与这里链接的附和 让针对性的召唤变得更加艰难 可他又该怎么和他说呢 羽毛笔沉默着 这的确是一场对表层世界的全面入侵 是血肉神教发起的大规模的侵略和降临 而也的确和他说的一样 即便现在立刻组织起力量 对血肉神教进行全面的进攻 也已经来不及了 不过你放心 羽毛笔道 我已经开始了对那些召唤的拦截 特别是针对于那些高强度的召唤 我会在第一时间降低他们降临的成功率 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延缓血肉神教对你故乡的进攻 你去了之后 我也会将这个情况和那些根源说 这虽然比较耗费精力 但也应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 降低你那边的压力 但根本无法做到全面拦截 地狱对他们的限制太大了 特别是对于他这种规则神 你对自己使用的每一丝力量 都要小心翼翼 你根本无法大展手脚 而如果真的能够全面放开对他的镇压 也许他真的只要动动笔 就能够从规则领域解决掉所有的事情 谢谢你 羽毛笔 灵恩握紧了那只看不见的手 用力地闭上了眼睛 脑子当中一片空白 谢谢你 一时43分23秒 一时0分04秒 37分42秒 蓝星地下基地 快 快 我们需要更多的无会的血肉和力量 不够 不够 现在这样的阶段远远的不够 大哥 他早已比以前强大太多了 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呀 我们已经通知了超自然总局 位于全国各地的收容局 他们储存着 从世界各地收集而来的超自然血肉 已经在全力向这里赶了 紧急消息 各地的组织都监测到了世界各地 出现的超自然力量的集中爆发 而且 好像不止 只有我们在召唤 还有很多 非常多 整个地下的训练场中 血红色的法阵 就像是呼吸一样不断地迈动着 大量污秽与血腥的血肉 被运送到这个场所 让这里看上去 几乎变成了一座修罗场 而在法阵的最中央 白衣跪在那里 死死地咬着牙 不断地割裂自己的身体 送念那陷阱的抖纹 但是失败 失败 不断地失败 仿佛就是从今日开始 链接地狱的波动 已变得极度不稳定 但是他不会放弃的 他真的很想要亲口告诉自己的 的大哥 他在改了 他已经在改了 他会真正地让自己 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而不再是那个长久以来 对所有人的负担 来了 引擎猛地踹开了大门 急促地带着大量分布的人员 踏足了这个血腥的场所 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忌评 白衣猛地咬着牙 转头望向了墙壁上的 那座血淋淋的钟表 11时45分 整 黑暗事件 黑夜城 苗表啪的一声转动 倒计时也终于是来到了 那最后的关头 14分59秒 而在黑夜城的上空 那浓浓涌动的黑色浓雾 也仿佛比之前更加的阴冷 就像是有什么东西 正在搅动着黑夜城上空的天空 让整个黑夜城的街道 都刮起了阴凉的风 放在灵人手背上的 那只看不见的手猛地移动 但是立刻就被紧紧地抓住 甚至他能感受到 他的那只手 微微地颤动 再给我最后十分钟 十分钟之后我都听你的 这十分钟之前 还希望你能站在我的这一边 羽毛笔望向了他的脸颊 他发誓 他从来没有见过 他会露出这样的表情 在没有了之前那嘻嘻哈哈 什么都不在乎的不正经的模样 他的眼睛就像是一座暗夜 冷静的就仿佛是完全变了一个人 甚至当他的目光转过来的时候 有那么一瞬间 就仿佛让他看到了 那无尽的岁月 他突然间觉得 似乎有了那么一丝陌生 就像他也是不断地 忍不住地想要知道 自己删除掉的 自己在那段时间看到的 到底是什么 他的体内到底隐藏着 什么样的秘密 为什么会让自己都那么地害怕 他沉默地点头 这是最后的十分钟 十分钟之后 如果还没有召唤 你必须要走 黑夜城当中的气机 越来越凝重 甚至就连风都结成了霜 生物中心的外界 泰坦头颅焦躁地 眺望着那郁佳涌动的黑雾 终于是仰头 发出了一声狂暴的怒吼 双眼当中也随着他的焦躁 而郁佳的趋于混乱 没时间了 如果你们还要继续等下去 那你们就眼睁睁地 看着林安塔 被这地狱所吞噬吧 不管是哪一个世界 他现在必须离开 而艾文爵士和巨像之脑 也终于是复杂地抬起了头 赛博和巨像的力量 也开始在他们的体内疯狂地积聚 艾文爵士 更是再一次强行 让自己的阶位开始晋升 看来已经没有办法了 自负天使深吸了一口气 慢慢地睁开了哀伤的毛子 黑夜城最中心的高塔之上 神圣的力量 一瞬间直刺高空 笼罩了整个黑夜城 因为这已经是最后的机会 无论如何 无论他愿不愿意 他必须走 林安 11分34秒 第975章 我当然接受你了 早已无法忍耐 而陷入了狂怒状态的泰坦头颅 猛地向着那座建筑发动了冲锋 狂暴的力量 瞬间撞击 在那无形的阻碍之上 炸开了无数光怪陆离的碎片 房间当中的那支笔 沉默地刷刷地 在羊皮纸上书写着 不断地碎片化地书写 在那个小小的房间之外 铸造起了一座座 变化莫测的长城 这应该是他们有史以来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交锋 具象 我们划行 狂暴的灵能波动 就像是闪电一样 在艾文爵士的身边狂涌 他咬着牙 猛地转头望向了身边的 那个平静的银发女孩 无论如何 这是最后一次了 无论那只羽毛笔 到底是怎么想的 在这最后十分钟的时间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也一定要把它送到其他的世界 二人彼此凝重地对视了一眼 就像八千年前 共同对抗万机之神的那一刻一样 狂暴的血肉 疯狂地从他的身上蔓延 无形的灵能也在一瞬间 让艾文爵士的身体化作了虚无 而再次抬起头时 你唯一能震惊地看到的 只有那两个刺破了云端的巨人 哄 庞大的巨像的虚影的双眼中 闪动着血色的光流 那一拳几乎是破灭了现实一般 击碎了无数的空间结构 让整个黑夜城都为之地震 而赛博灵能巨人猛地眯眼 现实和维度在他的面前扭曲 瞬间倒映出了002房间当中的画面 整个房间开始了灵能的转移 002房间将会在一定层度上 免除空间与维度上的转移 外围的空间结构 将会在受到巨大冲击时 短暂地对物理攻击免疫 巫术和神圣力量的影响 会在变化中被大规模地分散 002房间始终是稳定的 002房间之外500米范围之内 任何的诅咒都会有一定小规模的增长 而这种增长会对某些被诅咒的生物施加影响 但这并不包括泰坦一族战神 警告 目前所写的一切都只针对于周围环境的干涉 并不针对任何根源生物进行限制与干涉 也不直接作用于任何一个根源 房间的书桌之上 那只羽毛笔沉默地在羊皮纸上不断地书写着 无数的风围绕着那张安静的书桌旋转 一本本书籍就像是一种温柔的庇护 在他们的身边歌唱 林恩闭着眼睛 与他紧握着那只看不见的手 故乡 故乡 还有那个只来的看一眼的年迈的背影 无论如何也一定要守护吧 地球 蓝星 亦或者 他们都是倒计时 四分五十九秒 秒针落下的那一瞬间 他感觉到那只不断地书写的笔停了下来 这一秒钟就仿佛一辈子般漫长 时间到了 林恩 那个沉默的声音在他的耳边响了起来 而林恩也终于是睁开了双眼 而也是那一瞬间 狂风瞬间掀飞了002号的整个房间 他抬起头 看到了那屹立在黑雾下的一红一白的两座巨人 看到了他的泰坦大哥 那在混乱和清明间不断迸发的狂暴的力量 神圣的光芒照亮了整个夜空 巫蛊的波动就像是飞扬的蒲公英 真的很高兴 因为他真的很想对自己的爸爸妈妈炫耀的高兴地告诉他们 你们快看 他就算是离开了家 也并不是孤单一个人了 他已经有了很多很多的挚友 他们是真正的会站在你的身边 会为了你着想的性爱的家人 林恩他现在也已经有了很多喜欢他的家人了 林恩终于是站了起来 微笑的泪目的 眺望着在场所有的人 望着脑子 望着艾文爵士 望着他的主母和泰坦大哥 用力地向他们张开了双臂 谢谢你们 由衷地谢谢你们 感谢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 也许我今天注定不可能再去得了蓝星 但我可以向你们发誓 无论未来会变成什么样 我林恩也一定会带着你们所有人离开这座地狱 我从来没有真正的想要做过什么 但如果你们信任我 我也一定会在未来回报你们的信任 所以不要让我们有任何的隔阂 我不去蓝星了 我不会再去蓝星了 他美妙地抬起头 就像是想要用力呼吸一样闭着眼 张开手拥抱 向了整片天空 我接受所有世界的召唤 叮 您接受了雷亚法雷元素 文明的召唤 叮 您接受了提瓦特魔法文明的召唤 叮 您接受了巨构科技文明的召唤 无数的提示声 在他的耳边不断地响起 一道道看不见的召唤的波动 在整个黑暗世界定位到了他所在的位置 如果在召唤领域的高空望去 他无疑成为了整片深海中 最明亮的那一颗星辰 艾文绝世他们抬着头 复杂地注视着他闭着眼 慢慢地悬浮起来的身体 可这已经是最后一刻了 他必须要离开 他们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在等待了 他会在五十多个文明的召唤中 随即传送到其中的某一个世界 并借此躲开来自地狱的注视 这其实对他来说已经是最好的一种结果 他完全可以什么都不用想 什么都不用做 安心地度过这段生活 可是 如果再给他最后的一次机会 也是他所希望的 给他一次机会 他慢慢地睁开了双眸 呼呼吹动的微风 撩拨着他的发迹 他眺望向了那浩荡的黑雾 白艺 最后一次了 我向你最后一次发出我的呼唤 我将请求您的注视 我将请求您的降临 就在所有人颤抖的不忍的注视之下 那个少年几乎是咬碎了牙齿地 在鲜血淋漓中 再一次疯狂地刺入了自己的胸膛当中 让那疼痛化作泉涌来 祈求那地狱之门的大开 那一瞬间 无数献剂的血肉被抽干 在法阵中汇聚成为了熊熊燃烧的风暴 烈系倒映在他疯狂的双瞳中 他猛地用力地向着那个方向伸出手 最后一次 大哥 我请求您的降临 那一声发自肺腑的嘶吼 羽毛鼻猛的一阵 几乎是在瞬间望向了 那黑雾笼罩之下的天空 也就是在那一瞬间 那来自蓝星方向的 静默了十几个小时的波动 就像是两颗闪耀的明星 跨越了那无垠的距离 向着他们所在的地狱而来 两道 两道指向你的召唤波动 蓝星 是蓝星的方向 伴随着那急促的方向 在场所有的根源 全都是大阵 即将消失于夜空的灵恩 也几乎是猛地望向了羽毛鼻的那个方向 双眼当中 就仿佛一下子有什么东西 燃起了那细细的火苗 猛地抬起头 就仿佛穿过了那片混乱的色彩 看到了那颗蔚蓝的星辰 摇眼静静 就仿佛听到了那个跨越了无垠长空的声音 我听到了 我听到了您的呼唤 我再改大 我也在努力地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请接受我 请接受我对您的召唤 那一瞬间羽毛鼻急切飞跃而来 召唤的光幕也瞬间将他的身体 化作了那无数的光点 让他飘扬出这片黑暗的地狱 0.1 0.0 我当然 接受了 第976章 第二道召唤波动 问 一瞬间仿佛那浩大的光幕 穿破了那无垠的黑雾 就像是变成了那万千流星当中的一份子 双眼当中 倒映出了那颗蔚蓝的星球 蓝星 我的家 超自然总局的地下 无数腐烂的让人窒息的污秽血肉堆积成三 血红的法阵 就像是呼吸一样 闪动着悲哀的光韵 这里早已站满了人 整个超自然协会内所有的猎魔人和公职人员 全都来到了这里 他们有的 站在二层高高的玻璃帷幕后面 有的屏息的和隐情 他们站在法阵边缘的角落 所有人都急促地想要见证这一次对地狱的召唤 那位他们 在地狱当中 唯一站在他们人类这一边的 那位深陷黑暗的地狱之人 只有在那法阵的最中央 白衣就像是一具贵作的尸体一样 握着刺入胸膛的尖刀 仰着头 就像是一块透明的 可以看到血管的水晶 成功了 隐情颤抖的无神地向前走了一步 他注视着法阵最中央的那道猎戏 看到无数动乱的力量 摄取着周围那污秽的血肉 填补着那深不见底的通往地狱的裂缝 鼓鼓鼓 时间缓缓地推移 可是他们 还是没有从那个猎戏当中 看到任何的人影 甚至在那个猎戏 已经缓慢地闭合道 只剩下了不到一条 十厘米左右的缝隙时 他们依然是期待着 会不会突然有一双 血淋淋的手伸出来 遏制住那猎戏的闭合 让他们看到 那张来自的地狱的脸 但是没有 伴随着猎戏轰然的闭合 整个法阵也就像是熄灭了一样 慢慢地彻底地暗淡了一下 这一刻 在场所有的人都陷入了寂静 失败了 隐情呢喃地向前挪动着脚步 他们失败了 就和这十几个小时以来 做过的每一次尝试一样 哪里有那么多的巧合 哪里能让你在今日的最后 那一刻像舞台上的戏剧一样 让你看到天神般的降临 看到那机械祥神 墙壁上的指针 无声地跳动着 十二点零一分二十一秒 而白衣的心 也仿佛随着那秒针的跳动 熄灭了一样 他的眼睫动了动 然后身体就像是一具崩坏的雕像一样 重重地向着一侧倒了下去 闭合不上的同谋 倒映着那些大喊地 向着他冲来的猎魔人 心红的鲜血在地面之上 缓缓地扩散出了一片暗红的花来 因为就算是经历过改造 人也是有极限的吧 就算是经历过十个小时的努力 也并不是每一次 都能够让你如愿所长的吧 而这不就是人生吗 不 不对 这和我们前几次的失败 有着本质的区别 难道你们没有注意到吗 召唤的仪式已经到了临门一角 那也就意味着 我们要召唤的那位存在 已经降临到了蓝星才是 恍惚中他只能隐约地听到 似乎有一个人在急切地呐喊 这不是小打小闹 这是在召唤恶魔啊 你们想一想 如果真的失败的话 那我们又怎么能将仪式 进行到最后这一步 我在血肉神教 对他们那些邪恶的陷阱 有过很深的研究 所有的程序都是正确的 如果得不到同意 法阵是不可能继续再运行 一分二十一秒的 不是我们失败了 不是我们失败了 而是在同一时间 在同一时间 引擎颤抖地转头 望向那个苍白的老者 明是说 那个老者猛地张开了 颤巍巍的双臂 大吼道 有人也在同一时间 在我们的世界 召唤了那位存在啊 黑暗世界 黑夜城 他们抬着头 注视着那笼罩在 整个天空之上的黑雾 那一瞬间肃杀的翻脚 也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逐渐地再次归于了平静 地狱的注视 也随着林恩的远去 而失去了目标 但他们却是有那么一瞬间 产生出了那样一个荒诞的念头 就和林恩他曾经说的一样 如果他这次真的留下来 地狱的注视 也真的会和他们想的一样 如期而至吗 但是他们不敢赌 他成功了吗 巨像之脑抬头注视着天空 双眼当中 仿佛有万千的思绪扰动 书中上的羽毛笔出声道 在最后关头 我为他屏蔽了除雀蓝星之外 对他所有的定位 他现在估计 已经降临到了那个世界 虽然就和你们说的一样 这的确很危险 但这他自己的选择 所以我也希望你们 能够尊重他的选择 因为没有人能看着 自己故乡的凋零 而无动于衷吧 众人都陷入了沉默 羽毛笔注视着他们 我要去休息了 我动用了太多的力量 来对付你们 地狱之后 应该会有针对我的 一段小规模的成见 如果你们真的在乎他的话 那就赶紧行动起来吧 不管是拦截血肉神教 对那个世界的降临 还是在找到他的老巢 对他发难 那都是你们必须要考虑的事情 他跳到了书桌上的 一面镜子前 但也就是 在他刚准备离开前 身后传来了 爱闻爵士闪烁的声音 我还有一个问题 你刚才说 从蓝星来的 针对灵恩的召唤波动 一共有两道 但就我所知 那个世界 应该只有一个人 掌握着召唤他的方法才对 那另外一道又是什么 羽毛笔停顿了片刻 只留下了一句 模棱两可的话 便再一次地 消失在了那面子镜子当中 只是两道 蓝星 一座庞大的地下空间当中 这里是位于西南山区的 一座大型的地下堡垒 历史上 甚至可以追溯到 数十年前的 那段战争岁月 在蓝星有史以来 最大的一次核危机之后 那个时代的人们 在这片国土的 各个隐秘的角落当中 留下了这一座又一座 深入地下将近百米的庇护所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步入了和平年代之后 这样的战争堡垒 也早已荒废殆尽 但此时此刻 就在这座堡垒最深处 一座庞大的地下空间当中 却是另外一幅 完全不同的景象 庞大的暗红色的法阵 呼吸一般地闪动着 黑暗而寂静 一根又一根 袖迹斑斑的锁链 从高高的石壁上面悬挂下来 上面吊着一个 又也一个赤裸的少女 尖锐的铁钩 从他们的后背地皮肤上面 刺了进去 伸入了肩胛骨和脊椎 又从肩膀前段 穿刺出来 一滴一滴鲜血 沿着他们的脚尖 滴落在下方的 那座庞大的法阵之上 血滴落在地上 溅起了一道道泄化 鲜血沿着法阵下方的石板 一点一点地渗透下去 穿过生锈的铁丝 最后滴落在了下方的石板中 掩埋的一具又一具 尸首之上 孙然的尸首之上 第977章 降临蓝星 他们在生前 显然经历了巨大的折磨 有老人 有孩子 有男人 有女人 你甚至能够清晰地看到他们 定格在脸上的 那极度痛苦和扭曲的神情 一句一句地交叠在一起 汇聚成为了维持 整座法阵运行的 上千具尸体的奇观 不远处的桌子上 摆放着几张 似乎是不久之前的当地的报纸 当地再次连续发生 大规模人口失踪的案件 附近多处山村的人口 一夜之间全部消失 相关当局 已成立重案组展开调查 2月3日 一位失踪者家属 疑似接到过自己 女儿的求救电话 但只接通了8秒钟 便再一次失去了联系 相关当局 目前已经出动了 数千人的军警权力寻找 但目前依然没有任何的线索 我们有理由怀疑 与最近频繁出现的超自然现象 有着必然的联系 一阵风暴哗啦啦地 卷飞了那张报纸 法阵周围黑暗的站台之上 一个又一个 带着黑色都冒的人影 全都急促地站了起来 他们注视着 法阵中央那座庞大的猎戏 双眼当中露出了 无比狂热的神情 我们的召唤成功了 这里几乎汇聚了 附近省市之内 所有的极端分子 有政府高官 有连环杀人犯 有极端的环保主义者 有潜伏在社会 各行各业的尖端人士 而他们全都为了 这个共同的目标 聚集在了这里 对这个世界的入侵 已经拉开 而他们将作为迎接 他们主神降临的 第一批信徒 而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 他们得到了 来自地狱的 他们的主神的期许 他们被赋予了 无差别召唤的权利 而这也已经是告诉他们 从今天开始 他们再不需要任何的隐忍 他们仅可以对 整个地狱内 所有的生物展开召唤 让他们将混乱 散播到这个世界的尽头 缓缓的 就在他们的注视之下 一只手猛地 从猎系当中伸了出来 一把抓住了 猎系的外壁 他们的呼吸更加急促 目光更加动荡 甚至有的人 已经是忍不住 自己的兴奋 猛地抓着栏杆 颤抖地几乎 要将自己的头都伸出去 就像是注视着 一场神迹一样的 眺望着那道猎系 鼓鼓鼓 伴随着那只手的用力 一根又一根漆黑的触手 紧随而后的 那猎系当中 蔓延了出来 就像是在看着 一场动荡的灾变 代表的是 那来自地狱的邪恶力量 地狱降临 血肉永恒 地狱降临 血肉永恒 那些教徒 再也抑制不住地激动 起初只是一两声 然后很快就 绵延到了整个场地之内 激动的呐喊 层层叠叠地 在整个地下空间响起 为首的那个女祭司 也是微微颤抖 强忍着自己的激动 和对禁忌力量的窥视 心脏狂跳 她尖锐指甲的手 颤微微地 抓起面前的那个文件 上面模糊地 打印着几张照片 那是一个 带着鬼秘笑容的人类少年 只是看一眼你就知道 她的那种表情 完全不像 是在人类社会 正常成长的年轻人 该有的笑容 但如果只是如此的话 那依然 看不出任何的异常 但在另外的 几张模糊的照片当中 你可以清晰地 看到她在火车之上攀爬时 身上蔓延出来的 一根根触手 不可名状而禁忌 而在更久远的 几个月之前 甚至有人清晰地 捕捉到在魔都外的 高速公路口 那突然蔓延起来的 大范围的遮天的白雾 还是白雾当中 那具雾涌动的 庞大触漫 而这无一例外 都指向那个人类 而据他们了解 这也是超自然总局的 那些家伙 唯一能够召唤的 地狱存在 灵恩 是他 那个祭司狂热地 抬起了头 激动地想要 和照片上进行比对 没错 这应该就是 超自然总局 给那位存在 取得凡人的名字 但他们非常清楚 他只不过是 拥有着人类的外壳 但他绝对不是人 他是一个 披着人类外壳的 鬼秘存在 而既然是地狱的恶鬼 那自然极度的 混乱与邪恶 因为他们所召唤的 每一个恶鬼 都是如此 所以为了在这场 召唤的盛宴当中 抢的头筹 他们早在半个多月以前 就已经开始了 对这次献祭的准备工作 他们用无数的尸体 铸造出了这座祭坛 他们用最大的可能 来争取远超 超自然总局那边的召唤权 而地狱的恶鬼 又怎么可能和 卑微的人类共情吗 只要他们献上足够的 能够取悦 那位存在的祭品 那超自然总局 唯一能召唤的这位存在 也就能够为他们所用 这一刻 他是多么的期待啊 如果让他们看到 曾经被他们 召唤过的恶鬼 现在却反过来屠杀他们 这到底又是一种 多么难言的乐趣啊 嗡 一瞬间 伴随着那大量 触手的蠕动和蔓延 一张脸猛地 从那猎戏当中显露了出来 而那张脸 也是瞬间 便从照片上的 那个少年所重合 只是唯一不同的 只有他的那颗 漆黑如死照星的右眼 伟大的地狱的来客啊 我们恭迎您的降临 我们无比欣喜 于您的回应和施舍 为首的那个女祭司 大喊地匍匐在了地上 向着猎戏的方向扣手 而整个地下空间之内 所有的教徒 也在同时狂热地跪了下来 齐声地向着那个少年 扣手呐喊 血肉神教 恭迎您的降临 血肉神教 恭迎您的降临 声音是如此的狂热和热烈 就仿佛是恨不得 将自己的整颗心脏 都掏出来 献祭给他们 毕生遂追求的 这禁忌的力量 高高地倒旋着的锁链之上 那一个又一个 低血的少女的目光 畏惧和绝望着 也许这也是 他们迷流的人生当中 所能见到的 最绝望和刺骨的一幕 他们打开了 通往地狱的世界 他们召唤来了 毁灭他们的邪神 第一 蓝星对您的召唤已完成 您得到的祭品为 扭曲了灵魂的尸体 X1031 污秽的血肉 X5000单位 禁锢在尸体中的 怨念X5000单位 伴随着系统的提示 灵恩身后的那道裂系 缓慢地愈合 并最终彻底地并拢 强烈的血腥味 和狂乱的呐喊 一股脑地涌入了 灵恩的鼻腔而双耳 他的目光 慢慢地从召唤所 带来的动荡当中恢复 血肉神教 而他也立刻就想了起来 在最后的那一刻 如果说其中的一道 是白亿的话 那另外一道就是 一瞬间 灵恩的脸上 撕裂出了一个混乱的弧动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居然会是这样的一种巧合 不 或者说 这并不是一种巧合 因为在上一次 在被召唤时 他在攀爬到 这个世界的裂系的时 他就曾经清晰地听到 那个恶灵聚合体 在那兴奋地炫耀 其实他们早就已经 从超自然总局那里 得到了召唤自己的 法阵的皱纹 他们见识到了 自己的力量之后 他们召唤自己 几乎是必然的 哈哈 没错 没错 这才是人类啊 永远意图掌控那些 他们所不了解的力量 永远对神秘心怀狂热 自己早就应该想到的 自己是多么的美味可口啊 第978章 他们已经不是人了 灵恩的目光 扫过头上悬挂着的 那些少女 扫过满地的鲜血 和密密麻麻的尸体 望向那盛宴一般 向着他狂热地 崇拜的血肉教徒 他脸上的笑容 愈加地混乱 而盛大了起来 美妙 这是多么的美妙啊 你们知道 你们召唤过来的是什么吗 灵恩混乱地微笑 缓缓地将身上的衣服 碎片撕扯掉 一根根触手 就像是毒蛇一样 围绕在他的身体周围 在他的胸膛和肩膀之上攀爬 他的脚踩着地面上 星红的法阵 在他们惊心动魄地注视之下 稳步地向着祭坛走去 巨大的压迫感 那是一种 比他们之前几轮 所召唤出来的地狱生物 更加庞大的压迫感 那个祭司恐惧而狂热地匍匐在地上 抬起头极端狂热地注视着 向他一步步走来的微笑着的灵恩 仿佛他的心脏 都要为之跳动出来一样 他急促地仰着着 伸出双手道 您是来自于我神一样 来自地狱的伟大存在 我们曾经不幸与您作对 但这反而让我们更加渴求 和迷恋您的力量 我们是伟大的血肉支配者的信徒 我相信您也和我们伟大的主一样 致力于将混乱散播到 每一个世界的尽头 这里会有您所希望的一切的 如果您也愿意加入到 对这个卑微世界的清洗中 我们将不胜荣幸 我们愿意为了您付出我们卑微的一切 他郁佳的兴奋 头上的兜帽都随着他的动作 而滑落了下去 那是一张典型的东方女人的脸 就和你在社会中 会遇到的那些干练的高位的女性一样 也许是在某家跨国的合资公司中的 你的某个女高管 又也许是经常出入于各种宴席的 某个雍容华贵种的社会名流 如果不是脸上 带着那和他的样貌完全不匹配的狂热和病态的兴奋 你完全无法将他与一些邪教组织的祭司联系在一起 而林恩的微笑的双眼当中 也在同时倒映出了他的面板介绍 王宇荣等级 毫无意义 种族 人类 职业 某跨国集团高管 反邪杠神秘学专家 反邪杠血肉神教祭司 战斗能力 毫无意义 介绍 蓝星的血肉神教发展已数百年 组织的规模迅速地膨胀 在组织核心之外 血肉神教在世界各地都建立有大量的分布 而王宇荣便是血肉神教华夏西南分布的一位祭司 他掌握了大量的神秘学知识 让他在很早以前便得到了血肉神教的注视 并迅速地在十年间将他培养 成为了血肉神教内的一位骨干 而随着对地狱的愈发了解 对血肉支配者的信仰也已经根深蒂固 为了证明自己与人类彻底脱离的价值与忠诚 他更是亲手献祭了自己的孩子 他对神秘力量的狂热 让他愿意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灵恩微笑地俯视着他 道将混乱传播到这个世界的尽头 为了我可以付出你们的一切 不得不说 听上去的确是一件美妙的事情 但你们真的敢了吗 你们居然敢召唤你们的敌人 所召唤过的生物 我到底是该赞誉 你们疯狂吗 还是该说 你们无可救药吗 那个女祭司的瞳孔 因为巨大的兴奋 而不断地颤动着 她狂热地伸出双手 激动地大喊道 您是愿意加入我们的吗 您是感受到我们的诚意 才回应我们的吗 我们发誓您 能从我们这里得到的 将远远地超过那些卑微的人类 所能给予您的一切 我们取悦了无数的恶鬼 我们也将用尽一切来取悦您 灵恩顿时诡秘大笑 残忍道 好 那你现在就来取悦我 让我看一下 你们能付出多大的诚意 那个女祭司心愤颤抖 立刻卑微地爬了过去 就像是得到了某种莫大的认可 努力地伸出手 用力地张开嘴 容纳了她的所有 以自己作为一个雌性人类 能做到的最本能的卑微 尽可能地给予她快意 她从不介于以这样的方式 来取悦她召唤来的每一个怪物 就仿佛以人类这种脆弱 而低等的生命 能够为他们所不了解的 更强大更邪恶的生物所服务 这本身对她 就是一种莫大的奖赏 让她能够体会到 那最接近混乱的本源 咕噜 咕噜 就在会场上 那无数的信徒的注视之下 她愈加快速地 甚至完全不顾自己喉咙 可能出现的创伤 尽力取悦她 亲手召唤过来的 这个强大生物 而那被仿佛被穿透的疼痛 对她来说 只会让她更加的狂乱 而被践踏 不也正是对人类 这种低等的生物的认可吗 整个会场之内的 所有的教徒 都仿佛陷入了一种 精神上的狂欢 他们兴奋地 蠕动着他们的身体 看着他们的祭司 亲自取悦 那个强大的生命 他们簇拥着 重重地拉起那一根根锁链 伴随着巨大的齿轮的孽河 一个又一个 被他们捐进在铁笼当中的人 被他们 从下方拉动了上来 那是一个又一个 年轻男人和女人 还有一个又一个 恐惧地哭泣的诱 他们就像是牲畜一样 被扒光了圈养在那里 恐惧地蜷缩地 用力地紧抱着身体 在那狂乱的颂唱和呼喊中 他们痛苦地尖笑 雷弱地 几乎很快就消磨在了其中 伟大的地狱来客呀 请您尽情地享用这些肉吧 一个教徒拿着刀子 黄热地向着灵恩的方向 张开双臂大喊 在献祭于您的祭品之外 我们还为您准备了盛大的宴席 他们都有着最纯粹的灵魂 他们都是最完美的祭品 我相信 您一定愿意品尝 这些鲜美的灵魂和肉 我们沐浴在您的荣光之下 周围病态的颂唱 再一次响彻了起来 那些被禁锢在笼子当中的女孩 和孩子哭了起来 曹操杂杂 混乱地就仿佛谱写着一篇堕落的乐章 没有道德 没有仁慈 没有怜悯 灵恩翘着嘴角 望着他们这场盛大的狂欢 抚摸着在他的身体 不断地取悦着他的那个女祭司的头颅 没有人格 就像因为他已经离开了人类社会三年 所以脑海中自动变回 帮他过滤掉那些 人类这种生物黑暗和卑微的一面 而只留小那些美好 但其实他是一直明白的 有些人有多么的善良 那有些人就会有多么的疯狂 在那些最黑暗的角落 在那些阴森的地下 在你看不到的背面 你永远无法想象 有些人能疯狂到什么地步 他是从来没有杀过人的 因为他的坠落 让他对同胞的爱 也就像是带上了滤镜一样美好 左左 灵恩笑着 注视着那些教徒 温柔道 你看 他们已经不是人了 第979章 逃不走的话 就要下地狱了 其实和地狱相比 也许在某些时候 这里反而更像地狱 而你们既然召唤来了地狱 那你们就应该明白 他的手是那般温柔地 抚摸着那个兴奋 而狂乱地取悦着他的头颅 注视着那些狂欢的教徒 肆意地折磨着那些龙中人 他的手指轻轻地抚摸他的发烧 就像是一种对情人的宠幸 咔嚓 一声骨头断裂的脆响 那个兴奋地取悦着 他的头颅的目光 瞬间空洞 脖子被轻易地扭过了90度 甚至他的脸上 都来不及露出任何的表情 他的身体 就松松垮垮地倒了下去 顿时 整个会场之内 所有看到这一幕人都是大震 那种狂欢般的喧嚣 也是迅速地安静了下来 就像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正在取悦着他的他们的大祭司 竟然就在这一刻 被扭断了脖子 抱歉 林安从系统空间当中 拿出了自己的燕尾服 一边穿 一边捂着自己的下面 略微有些蛋疼的笑道 没有掌握好力度 差点把我的 臂 都扯下来 他咬得实在太紧了 周围的那些教徒 僵硬地望着这一幕 是的 他们的祭司就这么轻易地被杀了 但也仅仅只是那短暂的差额 在林安的脸上 依然带着那和善的表情的情况下 他们那种正恶 丝毫没有转化为任何的恐惧 反而化作了更大的兴奋 和极度病态的狂热 继而是在那短暂的寂静之下 再一次将气氛推向了雀跃的高潮 死亡 死亡 因为这反而更加符合他们心底里 对地狱生物的一切幻想 混乱而邪恶 强大而扭曲 使人命为草剑 也许只是一件小事 就可以不需要任何理由地 取走一个人的性命 那些所谓的社会结构 那些所谓的职位阶级 也只能约束 他们这些卑微的人类 对于来自地狱的更高级的鬼秘存在来说 他们何须再火 而他们所追求的 不正是这极致的混乱吗 看到了吗 他无法取悦我们的地狱来客 他不配服侍我们的客人 他那卑微的生命 也就仅限于此了 他被给予了死亡 一个教徒张开双臂 向着整个会场内 所有狂乱的教徒动情地大喊 但他又是多么的荣幸啊 他能比我们更早一步地 拥抱地狱和我们的主 死亡永远不是结束 死亡才是对我们最大的 砰 一声枪响 穿好了衣服的灵恩 微笑地扣上了高脚帽 裂魔左轮的枪口 鼓鼓地冒起了一阵阵青烟 恩惠 也就是在所有教徒的注视之下 那个站在凳子之上 试图演讲的教徒的头颅 被子弹轻易地冻穿 身体扑通一声 倒在了地上 脑浆与血液鼓鼓地流淌了出来 而也就是这一刻 那疯狂的雀跃 才慢慢停止了下来 所有的教徒都震恶地望着那具尸体 双眼当中 终于是流淌出了一丝又一丝的恐惧 整个会场终于是一片寂静 脚步声中 灵恩依然是什么都没有说 他的嘴角微翘着 拿出手帕 轻轻地擦拭着枪管 继而一步一步地 向着被他们禁锢着的笼子当中的祭品走去 他走到了一个较小的笼子面前 周围的教徒全都下意识地退后了树步 为他让开了一条道路 他蹲了下来 注视着笼子当中的那个瘦骨灵巡的小女孩 看着他小脸上那恐惧的神情和泪痕 柔和道 你多大了 他的声音是那么清澈 就像是一个阳光的灵家大哥哥 可是他说不了话 因为他的嗓子早就已经哑了 是哭哑的 但没有人在乎 因为他们只是一坨肉 他们在那安不见天日的铁笼当中 被悬挂在空中 也早就已经记不清 阳光打在身上是什么样子了 但他还是艰难地伸出了瘦骨灵巡的小手 也许只是感觉到 他似乎和那些坏人有些不同 也许只是真的很久没有能够听到那样 就像阳光的柔和的声音 时间都仿佛定格了下来般 他把两只污秽的双手放在了他的手心 九岁 就像他只有九根手指 那一根是在很久以前被老鼠咬掉的 被咬掉的时候 他都没有感觉到疼 你的妈妈呢 林恩问他 他慢慢地就像是一只受伤的小兽一般 抬起了头 注视着林恩的那双眼睛 但是却没有丝毫这个年龄所 该有的清澈 混沌而麻木 他张了张嘴 林恩沿着他的目光 向着他所来时的方向望了过去 他看到了 那被钉在了法阵边缘 被开膛破肚的一具具尸体 看到了其中有一个 被剃掉了头发的刺骨的女人 他的肚子被剖开了 他的眼睛有一颗落在了地上 就像是一颗跌落在血泊中的水晶 林恩就那般远远地注视了很久 他什么也没有说 他伸出手打开了不满道次的铁笼 对他说 你有什么想要要求我的吗 那个女孩张了张嘴 就像是真的有什么要倾诉的 向着他伸出了伤痕累累的小手 就像林恩想要凑到他的嘴边 听他的话时 刺了 就在所有人的注视之下 林恩的脸上 被他用力地抓出了一道道血痕 就像是怀着刻骨铭心的仇恨 鲜血滴答滴答地 从他的指甲中滴落 那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仇恨的眼神 而那一刻 林恩也明白了他要说说的话 脸上的那道血痕 依然滴答滴答地流着鲜血 但是却仿佛比万千的言语都让他明白 我知道了 他闭上了眼睛 放在他的头上 给予他安慰 脸上滴落的鲜血和疼痛 也让他明白了自己必须要做的事情 然后他慢慢地站了起来 望着周围所有的血肉教徒 脸上再一次露出了 那没有任何情绪的弧度 就像是某种劝诫一样 柔和他和所有人说 逃吧 能逃多远就逃多远 周围所有的教徒 依然是大振的屹立在那里 但所有人依然是看不清局势一般 以为这依然是狂欢的延续 直到灵恩睁开了双眼 转过身望向了 他们所有人 笑道 因为逃不走的话 你们就要下地狱了 那一瞬间 万千的触手 从他的身体当中涌动了出去 就像是 能够体会到他心里那积聚的悲哀 直到那第一根触手 穿透了最近的那个教徒的胸膛 将他的心脏 定格在建设着鲜血的地上时 他们才真正意识到 这原来是一场屠杀 就像他们最开始的那场狂欢一样 凄厉的尖叫 和乱成一团的杂乱的脚步中 是倒映在墙壁上的 那不断膨胀和蔓延的触手的阴影 就像是舞动的不可名状 在那狂乱的宛如藤蔓般的起舞中 他们的身体被轻易地刺穿 就像是穿穿一样 动乱地沿着整个会场的座椅 轻易地贯穿他们的后背 在他们恐惧的长笑中 从胸膛穿刺出来 一个接着一个 第980章 引修会 定 您击杀了一个人类 您获得了一点经验 定 您杀死了15个人类 您获得了15点经验 定 您杀死了31个人类 您获得了31点经验 提示还在不断地攀升 周围充斥着他们的惨叫 但他充耳不闻 他以前是从来没有杀过人的 他一直以为 这是自己在地狱当中 最重要的一条底线 也是没有让他变成 恶鬼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但是现在他才突然发现 有时候啊 杀死他们 是多么的一件简单的事情 你们不需要再害怕了 也许我就不了所有人 但我至少可以让你们不再有这样沉重的负担 我们都可以回家了 山区的旷野之外 伴随着一架又一架的直升机的轰鸣 密密麻麻的军警 全副武装地向着那片山区的内部挺进 感谢各位影修会提供的帮助 这附近方圆50公里之内的区域 已经全部被我们控制 我们已经锁定了571号防核堡垒的位置 我们已经对他们完成合围 相信有各位的协助 他们一个都逃不了 快快快 各单位注意 加速新军 务必在十分钟之内抵达预定位置 所有人务必配备裂魔子弹 检查所有相关的超自然监测设备 注意 你们此次面临的敌人 大概率不是人类 你们面对的 将是远超你们想象的恶鬼与邪虫 都打起精神来 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 无线电当中不断地传来军官的警告 山下一个临时的营地当中 一只纤细的手 缓缓地捧起桌子上的那个 铭刻着古老花纹的罗盘 那双要金色的毛子 倒映着罗盘上不断浮动的哗啦啦作响的指针 他的身后 则一左一右地屹立着两个穿着西装的高大白人男性 他们和周围的那些忙碌的军人们 所表现出来的气质完全地不同 或者说 他们的身上 有着一种现代人所不具备的沉稳和神圣 就像是从来没有在世俗当中行走过的 某种格格不入 而更奇异的是 他们的背后 全都背着用布包裹起来的大十字架 从他们微微陷入脚下地面的脚印中 可以清晰地看出那十字架的重量 就算是对那个娇小的少女来说 这也显得太过的沉重了 您发现了什么吗 圣罗 弥赛亚女士 那个被叫做圣罗 弥赛亚的少女 凝视着手中的罗盘 继而缓缓地伸出了手 她的手心慢慢地浮动了一个不断旋转的神圣的法阵 就像是某种神迹一样 被她加持在了那个黄黄转动的罗盘之上 慢慢地 那个罗盘在金光弥漫中稳定了下来 指针指向了暗夜群山中的某个方向 就像是监测到了什么一样 整个罗盘再一次不稳定地震动了起来 上面也是 慢慢地浮动出了一丝丝极为浓重的黑气 这是 其中的一个白人男性皱眉道 那个少女收起罗盘 金色的双瞳中显露出了淡淡的微光 道 一个无比强大的动乱员 从监测到的信息来看 应该属于目前降临的邪虫中 仅次于我们追踪的那个血液恶灵的一个存在 但奇怪的是 她停顿了一下 眉头微微地皱了起来 罗盘比寻找那个血液恶灵时还要不稳定 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常见 对于她手中的这个罗盘来说 一般情况下 只有监测到远超罗盘监测极限的邪恶力量时 才会如此动荡 而唯一一次出现过这种情况的 还是她在他们看管的那座禁区边缘进修时出现过一次 而那一次出现 直接就在之后的不久 引发了差点淹没东方那座岛国的史无前例的海啸 将此地的应对级别从B级提高到S级 那个少女抬起了头转身道 通知他们的司令官为了防止伤亡 控制住那座防河堡垒的外围区域之后 立刻停止一切行动 这次降临的那个邪虫有很大的问题 如果连我们都无法镇压的话 那可能这次真的会死很多的人 她猛地摘下了身后背着的那个庞大的十字架 刺眼的金色豪光 瞬间穿透了裹在上面的布料 露出了那明刻着暗金色花纹的受难者雕纹 甚至能够清晰地看到 卧柄处那用古拉丁文明刻的字迹 影修会地下堡垒 扑思伴随着最后一根触手 哗啦啦地从一个血肉教徒的胸膛当中收回 林恩放眼望去 整个会场之内已经是尸山血海 那些之前还在盛大狂欢的血肉教徒 已经是被他杀入一空 大量的尸体挤在通往外界的那道狭窄的老旧电梯口 更是被他轻易地就完成了收割 至少有两百多个人被他所击杀 铁笼子当中 那些被圈养的男孩和女孩们 全都恐惧而颤抖地注视着这一幕 他们几乎是成为了这里唯一还活着的人 但即便是他们也并不明白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那些邪教徒 花费了如此大的力气召唤出来的人 反而会对他们动手 你到底是笼子当中的一个少女 恐惧地望向了林恩 林恩扶正了头上的高脚帽 转过头温柔地望向了她 道 我和你们一样 也是一个人 只是唯一不同的是 我在很早之前就坠入了地狱 他们把我当作地狱的怪物召唤了过来 以为我会和他们同流合污 但实际上 我有着一颗正统人族的心 我和你们一样 温柔善良 温柔善良吗 那个少女颤抖着望着这满地的尸体 一根触手缓缓地从林恩的肩膀上蔓延了出来 卷起了血泊当中的一串钥匙 然后触手蠕动着 递到了她的面前 咔哒一声帮她打开了铁笼 出来吧 如果还能活动的话 就看看还有多少活着的人 我们都是人类 你们不需要再害怕了 那个少女颤抖地咽了一口唾沫 伸出手指 颤巍巍地从那个触手中接过钥匙 人类吗 林恩笑着 向她聊了一下自己的眉毛 给了她一个同龄男生 所特有的撩拨的帅气的飞眼 在把她吓哭的同时还彰显了自己的魅力 随即 林恩再次蹲了下来 掰开了那个锁着那个孩子的铁笼 再一次向着她 伸出了自己的手 柔和道 出来吧 已经没事了 你不需要再待在这个笼子里面了 你们很快就能够回归文明的社会 还有 谢谢你的那一巴掌 真的很疼 那个瘦骨灵巡的女孩 正正地望着 一切对她来说 迷幻的就像是一场梦境 她无法想象 这个被她当作恶魔的人 会在那请客间 为他们完成这场 他们渴望而不可想的复仇 为什么呢 第981章 救你的不是天使 而是魔鬼 为什么呢 她突然哭了出来 整个人蜷缩在那狭小的笼子当中 她以为自己的眼泪 早就在看着妈妈被虐杀的那一刻 就已经流干了 可是这一次 她还是难以遏制 自己心里面那动荡的情绪 就像当你习惯了暗无天日 就像你以为 阳光永远无法射进这阴森的地下时 却突然有人向你伸出了援手 别哭了 我们都要学会坚强 因为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要活下去的不是吗 林恩将她那瘦骨灵巡的身体 从笼子当中抱了出来 她是那么瘦弱 甚至根本无法想象 像她这样的孩子 在这里到底被关了多久 她的喉咙已经哑了 她的眼睛 也都已经快要看不到光明 林恩拿出自己的袍子 裹住了她的身体 手指缓缓地抵住了她的喉咙 没事的 你很快就能够说话了 可能会有些疼 但稍微忍耐一下 很快就会好的 她的手指微微地蔓延出了一根根细弱头发丝的触须 慢慢地破开她脖梗上的皮肉 探入了她的嗓子当中 做了一些微微的调整 这对她来说 并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情 很快 林恩收回了自己的手指 柔和道 试一下 你可以说话了 那个哭泣的女孩张了张嘴 伴随着喉咙的蠕动 竟是真的发出了 她已经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听到的自己的音调 她颤抖地抬起头 望向了这个被她视为恶魔的男人 你 你不杀我们 林恩哈哈大笑了一声 随即把她放在了地上 自己也盘膝坐了下来 然后从怀里摸出了一根烟 但随即顿了顿 并没有点上 她夹着烟 柔和道 我是黑龙江人 也就比你大个八九岁吧 刚刚成年不久 我的故乡其实和这里非常的相似 所以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真的是有把我震惊到 我打开地图一看 真的就连我们国家的版图和国旗都一样 我还在想 现实当中 怎么可能还会存在这么一个相似的世界 所以我就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后来我还专门地回去了一趟 我听到我们那里的口音 我自己都笑了 你知道我们那里的口音吗 我们那嘎达呀 老牛逼了 老东北呀 当然是民风淳朴 听着她那奇怪的口音 那个女孩好奇地张大了嘴巴 道 有熟悉 电视上有转手卷的老爷爷 爸爸以前去过那里 工作 林恩立刻瞪大了眼睛 从怀里摸出了两瓶恢复药剂 递到了他手里一瓶 和他碰了一下 道 这妖巧 那不我们半个东北人吗 那我有空 我不得和你爸干一个 我爸死了 那我下去和他干一个 左左一拍他的额头 这特么什么可恶的地狱笑话 这个家伙啊 但是他也真的能够看得出来 林恩他是在真的帮助这些苦命的孩子 他在努力地给予他们亲切 让他们不再把自己当作一个来自地狱的恶鬼 而是一个一个真正的和他们们一样的活生生的人 因为孩子啊 永远都会对他们熟悉的事物心怀亲切 他真的 真的很温柔 好喝吧 林恩认真的端着那瓶恢复药剂 咕嘟咕嘟灌了几口 道 啤酒味一点都不苦 都可以救着撸串了 你不尝一尝 爸爸说 小孩不能喝酒 但你爸不是没了吗 哇的一声大哭了出来 手里捧着那瓶啤酒味的药剂 咕嘟咕嘟地喝了下去 左左是再也忍不住的 命 被一把就抓住了他的领子 道 阿卫 凑脑袋 你能不能不要哪壶不开体哪啊 你说的这种话 我都忍不住想揍你一顿了啊 笨蛋 我这不是安慰他吗 哪有你这么安慰的啊 那个女孩僵硬地望着他们两个的对话 手里喝了半瓶的药剂 哐当一下掉在了地上 会 会说话的左手 左左一猛 然后几乎是在一瞬间 林恩啊哈哈地大笑了出来 一把抓起左手的手腕 唰的一声套上了一个手套 把他一把就镇压在了地上 乐道 是富语 富语啦 你也是知道的 像我这种不小心下了地狱的人 难免肯定是会很孤单 而周围又没有几个能够交流的对象 那肯定要找点乐子才是 没办法 就只能自己和自己说话了 哈哈哈哈 要不我给你表演一个 说着 林恩一把抓起猛猛的左手的手腕 就像滑稽的皮影戏一样 用五根手指 做出了各种让人捧腹的动作 我叫左左 是一只无忧无虑的罗利 我每天都要007地位脑袋卖力的工作 不仅要为他吃饭 上厕所都必须要我服 林恩发出了蜡笔小心一样的闷闷的声音 再配合 他控制着的猛猛的左手滑稽的动作 让那个女孩 几乎是忍不住的破涕微笑 用力地抹了抹自己的眼眶 哪里有这样说话的呀 丁 小萝莉对你的态度 由害怕转变为了亲切 您获得了200点基础经验 林恩笑嘻嘻地伸出手 用力地揉了揉她的脑袋 倒 所以现在不觉得我是可怕的怪物了吧 你爸爸是你我的半个老乡 那你就是我半个的半个的小老乡 大哥哥会保护你们的 来 做个鬼脸 林恩 那个女孩顿时更逗得乐了 丁 林玲对你的好感度 加五 丁 林玲对你的好感度加十 伴随着耳边的提示 林恩笑颜地站了起来 然后一把将自己的高脚帽 扣在了她的脑袋上 倒 所以 我们都要坚强起来啊 不管我们 受了多大的苦 只要我们能够活下来 那一切就是有希望的 林玲 我相信 你一定能做到的 她捂着那个扣在她脑袋上的 大大的帽子 当她正正地摘下来的时候 面前已经是不见了 那个大哥哥的身影 她张了张嘴 转过头四处地寻找时 却看到她 已经是在另外一边 柔和而认真地 搀扶着一个伤痕累累的 笼子中的人 为他们治疗起了身上腐烂的伤口 远远的已经听不到她的话 但是依然能够看到 她那关切和阳光的表情 看到她真的就像是 普通的少年一样 帮助着每一个人 明明是一个来自地狱的恶鬼 却仿佛就像是一道阳光一样 温柔地照耀着 每一个黑暗中的受难的人 就仿佛她的身上 与身距来的 有一种亲和力 可以帮人抚平创伤 帮人赶走阴霾 她正正地望着 而在低下头时 看到了手臂上那累累的伤痕 正在一点一点地 褪去她原来的疤痕 露出那稚嫩的皮肤 破碎的药剂 微微地闪动着微光 她突然用力地 抱紧了怀里的高脚帽 努力地不让自己流出泪来 救我的不是天使 是来自地狱的魔鬼 第982章 以夜衣之名 这是一场惨无人道的屠杀 除却血肉神教的教徒之外 她在这座地下的堡垒当中 一共发现了3541具尸体 其中大部分 都是附近村庄当中的村民 还有许多是从很久以前 就被他们圈禁起来的孩子和女孩 他们在这暗无天地的地下 被人当作牲畜一样圈养着 一切都只为了这一日的召唤 大部分的尸体已经残缺了 而且早已被杀害 他们在死前 大多受到过猛烈的折磨 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来说 只有这样死去的人 他们的灵魂才有机会变成恶鬼 他们的血肉 才能够沾染上那怨毒污秽 变成更好的 可以开启地狱之门的祭品 他们被大量的堆积 在法阵正下方的石板下 几乎在这里 形成了一座尸坑 而那些正值青春年华的少女们 则被他们筛选出来一部分 被倒挂在上方的铁钩之上 因为开启地狱是需要痛苦作为源泉的 而他们的慢性死亡 就成为了开启地狱最好的钥匙 而最后能够活下来的 只有很少的一部分 第一 您触发了职业专属任务 拯救与治愈 任务目标 利用自己的所学所知 尽可能地对此地的伤者进行治疗 也许这应该就是每一个医生 都需要面临的抉择 不限定时间 在尽可能的情况之下 让50名伤者恢复健康 任务奖励 500黑卢币 1000点经验 随机道具X1 当前任务进程 13反斜-50 伴随着耳边的系统提示 这个任务从触发到开始 已经过了整整八分钟的时间 好了 下一个 抬上来 林恩站在清理完的祭坛之前 严肃地拿着手术刀和细线 指挥着还能活动的众人 将那些从铁钩子上拯救下来的 奄奄一息的女孩 迅速地抬到祭坛之上 由她亲自动刀 对那些还勉强活着的女孩动手术 她的手法非常地娴熟 目光镇定 但即便是没有触发这个任务 她也绝对不会放着这么多的伤者不管 不需要任何的原因 因为就和这个所说的一样 她是一个医生 而她现在 也只能是和时间和死神赛跑 将铁钩子从他们的身体当中抽离出来 对被穿透的重要的脏器和肌肉进行修补 对神经进行干涉 来防止自己的被动技能 对他们造成二次的伤害 他们大量失血 那她就将自己的血栽 便成为匹配他们的血型之后 为他们进行大量的攻击 我终于死了吗 她手术台上的一个少女 苍白地呢喃着 神志不清 不 你还活得好好的 你正好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医生 你看啊 她正在全力地救你 你很快就能活过来了 凌恩迅速地对她的伤口进行着清理 在周围众人呼吸急促的注视之下 动用那神圣的咒法为她续命 我好疼 我好害怕 很快就不疼了 我们没有什么好怕的 就当这当成是一场噩梦 等梦醒了之后 一切就都安然无恙了 好孩子 你是要比大部分人都幸运得多的 凌恩专注地迅速地动着刀 不断地用话语来安慰她 凌恩先生 她死了 她的心脏不跳了 一个女孩脸色苍白地 急切地对着她的方向大喊 凌恩猛地转头 猛地蔓延出一根触手 稳定住她的伤势之后 整个人瞬间就如离弦的闪电一般冲了出去 飞快地来到了那个伤者的面前 她目光严肃地迅速地对她做了一轮诊断 沉声道 新功能衰竭 不过只是刚刚停止了跳动 还能够活过来 都让开 凌恩咬着牙 趴在她的胸膛上倾听 一根根细小的触手 猛地从她的身体当中蔓延了出来 穿入她的皮肤 一路向着她停止了跳动的心脏蔓延 然后迅速地用电流 对她的心脏进行复苏 一下 两下 三下 而也终于就是在下一刻 她的心脏猛地奇迹一般地跳动了起来 但她是知道的 有时候杀一个人 真的远比就一个人要容易得多 你可以轻易地用力气 让他们的心脏停止跳动 但你想要再让这颗心脏 再次再次复苏 你需要做的 远比你刺穿 她要艰难得多 而凌恩也非常清楚 她触发的这个任务 为什么会只给她限定为50人 也为什么不限定任何的时间 因为她本身就是 和死神赛跑 但这就是极限吗 因为这里的伤者 只她那些被铁钩子 穿透的少女 就已经远远地超过了50人 更不要说 那些还在尸体队当中攀爬的 只剩下一口气的奄奄一息之人 是系统 只觉得 她最多 只能救50个人吗 大家立刻把我手里的这些药剂 分发下去 记住 只能给那些还有意识 伤势暂时还不会危机生命的伤者服用 都听明白了吗 我们能救一个是一个 你们尽管相信我 我肯定是能带着你们 一起离开这里的 是想要让她知道 作为医生 那就有无法尽善尽美的时候吗 你帮我摁住这里 不需要担心感染 先把情况稳定住 记住不要松开 你这是在救她的命 你时刻观察她的心脏情况 如果跳动的频率微弱下去 立刻通知我 知道了吗 现在至少还有一百五十七个伤者 还没有彻底死亡 你是打算让我放弃 那剩下的一百多条生命吗 林恩先生 快 这个孩子 他撑不住了 我刚把他放下来 他就开始流血 他的全身都在流血 伴随着那哭腔的声音 林恩再一次留下了自己的数条触手 稳定住手中病人的伤势 全力地冲到那个孩子面前 迅速地对他的状况进行诊断 大出血 全身脏气衰竭 不要只要还有一口气 我就能救回来 没事的 他非常的坚强 交给我就可以了 17反斜-50 21反斜-50 时间不断地往后推移 每一秒都有大量的生命 在不可逆转地走向那条死亡的红线 林恩不停地在人群当中奔波 他可能上一秒还在这里对那个伤者动手术 下一秒就紧急被召唤到其他的伤者面前 遏着他们的危机 而人的极限到底会在哪里呢 从一开始只是动用三到五条触手来帮助他进行工作 再到十几分钟之后 他的身体当中已经蔓延出了将近一百条触手来充当他的助手 他一个人几乎胜任了数十个医生的工作 而这对他的精神力要求也是极限的 因为你需要不停地监控每一条触手面前的那些伤者的情况 还要分出心来对他们动刀 这远比操纵数百条触手战斗来的艰难得多 一开始他其实是不愿意的 因为这里每一个都是精神憔悴到了极致的人们 他并不想再过多点让他们看到这灾变的景象 但到了后来 他真的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 甚至他恨不得自己真的化作那万千触手的不可名撞者 将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发挥到极致来进行这场救赎 二十八反协杠五零 三十一反协杠五零 林恩先生 真的顾不过来了 顾不过来了呀 太多了 他们已经只剩下了最后一口气 您这样也是没有办法 让他们所有人都活过来的呀 放弃一部分吧 林恩先生 真的不是我残忍 我知道您真的非常厉害 可您看看他们吧 他们每一个都需要一场全面的手术 而就算他们能挺下去 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煎熬啊 我们做不到救护每一个人的呀 几个从尸体堆当中 将那些尚且还活着的人哭腔地拖出来 甚至他们的身体大部分都已经腐烂 甚至可能很大的一部分之所以还睁着眼 不是因为他们还活着 而是在那怨气当中 已经隐隐地向着那恶灵开始转化 已经几乎是没救了 他们有的人接触过这个时代的医疗 有的甚至本身就是从医科大学毕业的学生 他们其实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 以他们现在的这种情况 就算是全世界最好的医生 动用最好的医疗设备 都很难将他们从死神那里抢过来 没事的 几乎化作了一个触手怪的林恩 飞快地冲过去 从他们的手中接过那些几乎腐烂的 奄奄一息的病人 心味道 你们做得非常的好 等他们醒过来之后 肯定会报答你们的 因为是你们 把他们从死亡当中拖了回来 你们继续去找 他们就交给我 你们忘了 我是地狱的魔鬼吗 我既然来自地狱 那就没有人比我更了解 怎么才能不下地狱 所以 只管相信我就好了 可是 可是您要怎么做 那个女孩颤抖地贪跪了下来 望着从她的背后蔓延出的 那拥挤在一起的上百根 全力救助着那些伤者的触手 林恩捂着自己的心脏 脸上露出了温柔的笑容 道 现在还不是绝望的时候 哗啦一声 她猛地从自己的胸膛的表面 抽出了一根又一根鲜红的血管 然后用力地将它们团成一团 将其中的几根 用力地刺入了那几个腐烂者的心脏当中 鲜红的鲜血 瞬间沿着那些血管 灌注进入了他们的身体当中 让他们那衰竭的生命力 瞬间再一次稳定在了那死线的边缘 不要害怕 这是地狱的手段 带着我的血管继续去找吧 如果看到谁还活着 就把我的血管刺入他们的心脏 这虽然不能让他们瞬间健康 但绝对能够暂时稳定住他们的情况 所以快去吧 让我们把这当成是一场战业 我们既然对死神宣了战 那我们就不要什么惨事 相反 我们还要胜得漂亮 灵恩猛地对他们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钉的一声露出了那斗志高昂的笑容 第983章 我让你们站下 给予他们最大的激励 是的 这是一场巨大的挑战 灵恩再次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之上 凝重地飞快地对着一个又一个台上来的伤者动刀 巨像之心鼓鼓地跳动着 鲜血被源源不断地通过外露的血管 被输送了出去 就像巨像之心 为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力和生命利益一样 而他现在 也将将自己作为一个生命的大蹦 来维持那些 他已经无法触及的伤者的最后一口气 这的确会对他造成很大的负荷 因为他还需要时刻监控那些伤者的情况 防止自己的供给出去的鲜血 对他们造成太大的冲击而夺取了他们的性命 他必须找到那个精妙的平衡 而这也将是他将迎来的第二阶段的战斗 43反斜-50 49反斜-50 时间飞快地流逝 而也终于就是在这极限的冲锋之下 伴随着手术台上的伤者动刀完成的那一刻 任务的进度定格在了那50的地步 而他的耳边也几乎是瞬间就传来了系统的提示 第一 恭喜您完成了任务 拯救与治愈 您获得了任务奖励 500黑卢币 1000点经验 任务评价 您在21分31秒的时间内 成功地拯救了50个伤者的生命 您的治愈水平与医疗态度都得到为了最充分的体验 毫无疑问 您在这场争分夺秒的医疗战争中是优秀的 但死亡也是作为一个医生必然会遇到的情况 这将无法避免 您已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但也同样必然还会有很多您无法兼顾的生命将会流逝 这不是每一个医生都可以改变的 系统 罕见地对这一次任务的完成进行了评价 但是灵恩充耳不闻 就像是完全没有听到一样 甚至就连休息都没有 立刻便转身立声道 下一个 因为这是一场战争 而那也只不过是系统给他的最低标准 或者说 就算是没有这个任务的处罚 他也绝对会坚守 作为一个医生所该有的道路 就像白夜大叔曾经说过的那样 如果你只是因为觉得不可能就不去做的话 那你何必要成为一个夜一呢 而他灵恩的字典里面 也从来没有不可能这三个字 任务界面夜访定格在了那里 时间不停地飞快地流逝 57反斜-50 65反斜-50 越拉越多的伤者 在他的手中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却又更多的冰死者 被源源不断地抬上来 而之后的每一场手术 都是艰难的 因为那些从死人堆里面找到的冰死者 是真正意义上的冰死 是已经即将化作恶鬼 而只靠一口怨气和浊气而掉着的生命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们已经死了 只是灵魂在怨恨中坚持 不愿意离开人世 而想要救活他们也是最艰难的 甚至不亚于一场攻坚战 而他也明白 为什么系统会把任务的标准 设定为50上下 因为剩下的那些人 已经是差不多跨过了死亡的那一条红线 但这就是结束吗 下一个 伴随着那愈加急切的声音 甚至就连那些艰难地 抬着那些尸体而来的男孩和女孩们的脸上 也早已是露出了苍白和绝望的神情 很多人都是在被灵恩用自己的血管和鲜血调着命 他们是在分享灵恩他自己的生命力 才能够坚持到现在 是灵恩硬生生地 把他们从死亡的那条红线那边拽了回来 而在他们颤抖的注视之下 灵恩他此时此刻 也早已经不再能用人来形容 那从他的身上 猙獰舞动出来的触手 几乎已经成为了他们见过的 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一种存在 那每一根蔓延出来的触手 都在清晰地告诉他们 他们面前的这位灵恩先生 其实早就不是人了 他真的是一个来自地狱的魔鬼 可就是这样一个 只要出现 就会让所有人恐惧的魔鬼 现在却是在尽他一切的可能 去拯救他们这样弱小的生命 真的又何必去在乎呢 就像他们真的和他无亲无故 甚至在半个小时前 还是一群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 他没有任何的责任 也没有任何的义务 甚至就算把他们全部都生吞活泼 在他们的疯狂地身上发泄欲望 对于来自地狱的生物来说 也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很多孩子已是哭腔 很多人已是双眼通红 这就是命运吗 在经历了那极度黑暗的人性的丑陋之后 有在这请客之间让他们 看到这世上最不该出现的光辉 他是打算用这种方式来告诉他们 这个世界也并不完全像他们想象的那么丑恶 也是有那些坚定地敢为着人性 而为此奋斗的光明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做到了 他们相信 不管这场战役最后会是一个怎样的结果 至少他们这些活着的人出去之后 都能找到自己的救赎之道 103反斜杠50 115反斜杠50 时间就在一次又一次突破极限中不断地流逝 但有时候真的就像是系统的评价所说 你真的不可能尽善尽美 作为一个医生 你必然无法拯救每一个你手中的病人 尽管你已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就像在这又第17分钟之后 第一个死者出现了 林恩先生 来不及了 在我们从死人堆里找到他的时候 他最后那一口气就已经消失了 我们已经用了您的方法 为他的心脏注入了活力 可是 可是 伴随着那压抑的哭腔 林恩的表情严肃 迅速地冲到那具尸体的面前 对他施展了随机的诊断能力 定 目标症状 全器官衰竭 已死亡 定 目标症状 脑干与全身80%区域重度感染 已死亡 定 目标症状 心脏缺失 鲜血大范围凝固 目标已死亡 但他的眼睛依然在浑浊地动 他的确已经死了 但他还活着 因为他的灵魂还在 他在抗拒自己的死亡 他的怨恨和痛苦 让他的灵魂不愿意离开 他还在执着地留恋着这个人世 林恩咬着牙 立刻对他的身体 展开全面的急救 甚至动用了自己的血肉灾变 全面处理他体内重度的感染 修复他所有损伤的脏气 让他大脑焕发新生 让他所有的器官 都在血肉的动荡当中 强行工作 他成功了 他的确成功了 在他全面的灾变之下 那具身体 很快就被完成了复苏 甚至就连心脏 都已经开始了跳动 但是他却依然没有活过来 他的双眼睁着 可是却没有了灵动 他就活了这具身体 但还是没有留住他那的灵魂 他死了 他死了 他身边的那个女孩 眼面哭泣 这是他们手中出现的第一个死者 他们已经极度地相信奇迹了 但就像奇迹 也不可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出现 就像有时候 你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努力 你依然无法得到 你想要的那个结果 脑袋 谁都进的时候 你已经 你真的已经做得够好了 左左不忍地注视着 林恩脸上的表情 他是亲眼目睹了林恩的努力 但不管是什么都有有进食 不管怎样 其实都无法尽善尽美 就像他们终究不是神明 他们已经拯救了上百条生命 这其实就已经是 已经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 但林恩依然是什么都没有说 他慢慢地从那具尸体前站了起来 他脸上的表情平静地 甚至让左左都觉得可怕 然后他抬起了头 从怀里重重地 将自己的鸟嘴面具 透在了头上 双眼前的镜片 不断地调整着焦距 于是他抬起了头 在那灵异的视角之下 眺望向了那整个空旷的庞大空间 他看到了那无数纷飞的魂灵 看到了那无数浑浑噩噩地 离开了自己的身体 要离开这个人世的王者 站下 他平静地说出那两个字 所有人都大振地望向了他 只有的目光 依然注视着那漫天飞舞的亡灵 以一个来自地狱的恶鬼的身份 我让你们 站下 第984章 全都有大大的功德 那一瞬间 就像是那漫天飞舞的亡灵 也仿佛听到了那一声 雷霆一般冰冷的声音 就像是有一个来自地狱的恶鬼 在告诉他们 我没让你们死 你们又怎敢离开 那一刻 灵恩他动了 就在在场所有人颤抖的注视之下 他一脚踏在了面前的石台之上 面具的两端 黄涌出了那惨绿色的雾气 它就像是一道离弦的闪电一般 冲向了那漫天飞舞的亡灵 在那恶灵显行要迹的作用之下 一个又一个飞舞的灵魂 在他们的面前 显露出了他们真正的样子 那一刻 他们才真正的看到 才真正的知道 灵恩那句话当中 所蕴含的含义 亡灵 纵然是早已经经历过 超自然的黑暗 可他们还是忍不住的 露出了那震撼和颤抖的神情 因为那是在场 所有死难者魂恶的灵魂 他们已经离开了自己的身体 他们魂恶的在这 充满怨气的地下徘徊 无处可去的化作了 那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 而他们也终于明白了 灵恩真正要做的 这一次 他是真的在向死神宣战 他在以一个来自地狱的 恶鬼的身份 悍然地踏过 每一个人生老并死的那条红线 要从死神的手中 带那些魂灵 回家 那一刻 所有人的心 都仿佛被一只手狠狠地揪住 他们颤动的同谋的倒影中 那个身影就仿佛成为了 他们心底里唯一的真神 他们看着 他在那漫天亡魂的狂舞当中 将那一个又一个 魂恶的亡魂 拘束回他们那原本的身体 他真的是在拼命地 拯救每一个人 就算他们死了 他也会以一个恶鬼的身份 在那条界线前 再给他们最后一次 活过来的机会 他动了 林恩先生 他活过来了 伴随着那颤抖的呐喊 就像是一场奇迹一样 那句已经失去了 灵魂的身体的双眼当中 再一次焕发了勃勃的生机 他的灵魂 在离体的那一刻 再一次被驱赶 回了他自己的身体 而且 不仅仅是他一个人 还有那些许许多多 不愿就此死去的腐烂者 他们的灵魂 在拿踏过死亡的那条红线之后 是真正的给予他们 每一个人的超越凡尘的机会 这一刻 林恩也再没有了任何的顾虑 佐佐 在漫天飞舞的魂灵当中 他咬着牙 猛地发出了那一声呼唤 就像是心意相通一般 在他呼唤出他的名字的那一刻 伴随着那你画的白色光芒 佐佐的身体 也瞬间在画形的那一刻 向着那些魂归身躯的死难者 一跃而去 我知道了 那些尸体 倒映在他那双黑色的 精怪的毛子当中 长长的马尾 在风中舞动的 几乎是在林恩喊出他的那一刻 他就明白了林恩的意思 因为身体的逐渐死亡和腐烂 也就意味着 失去了承载灵魂的能力 而如果没有化作恶鬼 那大部分的魂灵 都会在外界的暴露中 逐渐地失去 他们所承载的记忆 甚至彻底地消散与虚无 而既然回来了 那就不能再让他们离开 需要彻底地将他们的魂灵 封印在他们的身体当中 这样才能够为他们复活 争取那最后的那一丝机会 他几乎瞬间就跳跃到了 其中的一个魂龟的死者面前 咬着银牙 用力地咬破自己的手指 用林恩的血 迅速地在那个死者的眉心上 刷刷刷地刻画一个 拘禁魂灵的咒术符咒 而这一切 都得益于伟大的控偶师 人偶小姐 孜孜不倦地教导 和她焕发出 自己惊人脸皮厚度似的偷师 而没想到这一切 居然在这个时候 太上用场 那是不是说 这也是一种宿命呢 快 现在是拜托大家 所有人都行动起来的时候了 按照我教给你们的这种方法 用我的血 找到每一个灵魂 被驱赶回来的死者 在他们身上 刻下我教给 你们的那个印记 那他们就还有活过来的机会 能不能让更多的人活过来 就全靠大家了 左左用力地向着在场 所有人呐喊 他知道灵恩是希望这样的 因为他是多么地了解他 虽然他有时候 真的是恶劣到了骨子里面 甚至很少有正经的时候 但他真的打心底里 就是一个见不得别人痛苦的 软心肠的混蛋 他飞快地冲向一个又一个 被驱赶 回了魂灵的死者 将那个符文明刻在其中 让每一个人都看见 不需要有太多的技巧 因为人类在生理角度 本就是那么的弱小 就算是每一个人 都是一窍不通 在他那具象之血下 也足以让每一个 都能通过自己的手 来完成这场奇迹 而所有的人 也都是大阵 这一刻 每一个还活着的 不管是男人女人还是孩子 都急促地行动了起来 本能地想要在这场 对死神的战争当中 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如果他们可以的 如果他们也是能够被需要的话 行动起来了 用灵恩先生的血 在那些死者的身上 留下那个简单的印记 就可以拯救一条活生生的生命 从半空中灵恩的身上 蔓延出了更多攀爬蠕动的血管 为每一个试图 在这场战争当中 出一份力的人们 给予他们能够 为别人对抗死亡的武器 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别人 他将那个符文刻的足够地大 让那个符文 在黑暗的墙壁之上 一一发光 让每一个人只要抬起头 都能够清晰地看到 那个符文的轮廓 所有人都行动起来了 一个女孩 飞快地爬到那满目凋零的死人堆当中 用自己的颤抖的小手 急促地对照着 那个庞大的符文的每一条的纹路 颤巍巍地有用凌凌的鲜血 在那个死者破碎的身体之上 铭刻上了那个闪烁的符文 也就是 在他亲眼的见证之下 那个本已完全不可能 再存活的死者的眼球 就那般 在那个符文之下 虚弱地动了那么一下 而这一下生命的跳动 却像是一团点燃了生命的火焰 让他们的那颗宝金黑暗 侵蚀的心 也仿佛在那一刻 骤然看到了希望的火光 他活过来了 他从我的手中活过来了 一声又一声 满含着希望的惊喜的呐喊 就像是燎原的星火一样 颈刻间点燃了在场 每一个还活着的人的激情 越来越多的人 冲向了那代表着恶好和绝望的尸体 甚至所有人都忘却了尸体 和死亡所带来的那本能的畏惧 他们的眼中有了光和喜悦 因为他们的每一次行动 都意味着 能亲手让一个又一个 正在死亡边缘的人们 重回这人世间 而左左在看到他冲向那 漫天飞舞的亡灵的那一刻 其实也才刚刚明白 是的 他并不是只想要拯救那些 冰死的伤者 他还想要用自己所做的一切 拯救这里每一个活下来的人们 因为他们都长久地经历了黑暗 被困在这暗无天日的地狱当中 就算能够活下来 但这可怕的经历 也一定会在未来的无数日子里面 成为在他们心底里 挥之不去的梦魇 他们会不断被这往日的经历所折磨 永远不得安宁 而只有让每一个人 都能亲眼看到 他所付出的努力 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最后 都能够亲手拯救 一条又一条活生生的生命 这样 所有人都能够真正地得到救赎 所以才说 左左用力向着天空中灵恩的方向 用力地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闭上了一只眼睛 脸上露出了眼眶微红的真挚 却俏皮的笑容 真是一个没救了的超级大混蛋啊 就仿佛是看到了没用的 左左竖起的大拇指 灵恩面具下的嘴角也是一瞧 眉眼上下地挑动了一下 竖起了大拇指 89反斜-50 102反斜-50 131反斜-50 伴随着时间飞快地流逝 那个数字也在不断地突破着上限 而一直到了最后 在所有人共同的努力之下 数字定格在了最后的 391反斜-50 这也是他们真正地 能够拯救回来的极限的人了 他很想要救更多 但也的确已经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了 因为很多人是在很早之前陆续地被杀 不仅是他们的身体已经彻底腐烂 很多人的灵魂也在开启地狱之门时 就被摄取进入了其中 而被当成了燃料 但至少 在他降临时所死难和冰死的所有人 都被他成功地带回了人世 所以 为什么不能尽善尽美呢 虽然的确是留有较多的遗憾 但至少他们所有人努力过后 所能得到最后的结果了 伴随着最后的一个冰死者的身体 在他的手中完成了治愈 所有人也全都松了一口气 每一个人的眼中 全都露出了通红却又欣慰的笑意 很多人都用力地抹着眼眶 努力地不想让自己的眼泪掉出来 但已经不再是绝望地哭泣了 是一种发自心底的感动 因为他们真的是T类的有幸 见证了这样的异常奇迹 就像是一个来自地狱的实心者 带领他们打赢了一场 在他们的人生当中 绝对不再有的一场伟大的战役 好了 林恩满意地摘下了手套 让人将最后一个伤者抬下去休息 随即 他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就在围站在周围的所有人的面前 用力地伸了一个懒腰 脸上露出了笑眼 道 感谢大家所有人的努力 虽然我们就不了这里所有人 但是我们 至少让更多的人都重新睁开了眼睛 我们把他们从死神的手里抢了回来 这以后 就算真的下了地狱 也全都是有大大的功德的啊 各位 林恩翻手就竖起了大拇指 而周围所有的少男少女 全都被他逗得 忍不住破涕微笑 忍不住的是泪 第九八五章 可不能信仰魔鬼啊 而林恩也能够看得出来 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 每一个人看向他的目光 也在没有了第一次见面时的那种恐惧和拘束 就像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向往 在他们的心里生根发芽 林恩先生 他们都能够康复吗 一个女孩忍不住抱着胸脯 好奇地问道 林恩盘膝坐在地上 闭着眼上下地点着头 道 放心吧 没问题的 虽然可能在你们看来 我的医术会有一些粗糙 但在下面的地狱啊 只要你没有花成灰 经过我的手 以后你也能够生龙活虎 不过唯一要注意的是 对于那些灵魂离开过身体的伤者来说 未来一段时间之内 最好还是不要多见阳光 但只要度过了最初的这段时间的契合之后 也并不会真的转变为恶灵 其实对于大部分刚死的人 只要想救 还是能够救回来的 周围所有的人都围绕着林恩坐了下来 他们全都双眼 微红地注视着林恩 用力地点着头 却是没有一个人说话 不是他们不愿说 而是那种动荡的感情和情绪 让他们真的害怕 只要一说话 眼泪就忍不住地掉下来 真的被人拯救过 就像他们在这黑暗里 不停地声嘶力竭地祈祷过每一个神明 祈祷着他们能够为他们降下救赎 带他们脱离这片黑暗 但是却没有一个神明回忆你的窘境 而现在 却是那个曾经被他们当作是魔鬼的人 在黑暗中向他们施以了援手 哎 别都一个个这么看着我啊 林恩张开了手 哭笑不得地望着周围的人们 扶了负担片眼镜 道 好了好了 大家真不用觉得 我是做了什么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只是一个人在地狱里面待得久了 好不容易才看到这么多的同胞 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大家 被那些家伙迫害吧 我相信 只要是个人站在我的这个位置 也一定会做得比我更好 你们这样 让我反而搞得 我像一个神一样 太离谱了 围坐在周围的几个男孩 用力抹去眼角的湿润 就像是 带着某种发自心底里的力量 眼眶通红道 不 就是神 您就是我们心里的神 他几乎是说出了在场所有人的心声 让所有人都忍不住地 用力地压抑地点头 不让自己的眼泪掉出来 因为对于那些丧射希望的人 哪怕只是你稍微施加元首 你也会成为他们活下去的救主 而林恩所给予他们的 就是那一辈子都求之不得的希望 既然都这么说 林恩奈何地撑着下巴 然后从怀里摸出了一箱又一箱的 红灯灯的药剂 嘴角一翘地打开了一瓶 笑眯眯道 那我这个神想和大家干一杯 庆祝一下这次伟大的胜利 我想 大家应该也没什么意见吧 嗯 啪哒 啪哒 一声又一声的木塞被拔掉的声音 就像真的是一场劫后余生的庆功宴 又像是一场在阳光照耀下的 林家舞后举行的一场 每个人都能够参加的聚会 在林恩乐呵呵的优和之下 仿佛忘记了 他们还身处这样地狱一般的 湿山血海中 忘记了一切的苦难地 共同举手干杯 真的就像是一场梦一样 虽然是奇异的药剂 但是似乎真带着一丝淡淡的 啤酒的味道 让人又哭又笑 让很多人鼻子酸楚地 忍不住地扭过头眼面哭泣 而不仅仅是在场能够活动的人 还有每一个已经苏醒而虚弱地 注视着的所有的伤者 在林恩慷慨的热情之下 他们也是被人搀扶着 喝下了那一瓶瓶生机焕发的药剂 惊异地 每一个人都能清晰地 看到自己的疲劳被一扫而空 看到自己身上的伤痕 在那药剂的作用之下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 他们这才真正地明白 他们被给予的手中的 一瓶小小的药剂 到底是一种对他们来说 怎样的神迹 林恩 林恩 通红着脸 在那疲劳被一扫而空的盛大的兴奋中 激情地用力地呐喊了起来 起初只是一两个少年 忍不住地站起来 大声地呼喊他的名字 然后是更多的人 被带动着满含感激和信仰的挥手挥舞 就像是真的变成了一场 忘记了一切的篝火宴会 盛情的狂欢 而林恩也是全程地哭笑不得地盘坐在那里 捂着自己的额头 似乎还真的有一些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 所特有的不好意思 享受着这场盛大的簇拥 然后慢慢地 再也不知道水点燃的篝火前 倒映着他们那劫后余生的救赎的温暖的表情 憨然入睡 一个又一个男孩和女孩 慢慢地跌倒在地面 林恩咕咚咕咚地喝完手里的药剂 闭着眼睛 在篝火的劈啪声中 将一个太过靠近火堆的孩子 抱到远离火堆的一边 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脑袋 让他安静地进入梦乡 左左猛猛地握着药剂 倒 脑袋 林恩用力地伸了一个懒腰站了起来 精神饱满地柔和地 望着周围的那些酣睡过去的人们 然后笑眼地抬头 捏着单片眼镜 看了一眼上方 这其实才是最好的一种结果 左左 对于每一个拥有这样地狱般经历的人来说 其实忘却才是最好的疗效 也许有时候会在梦境和潜意识当中 突然想起这段黑暗的经历 但只要在那场梦里 他们能想起 有人曾为他们打破了那片黑暗 他们都得到过救赎 那其实就已经足够了 没必要记住的 都忘却了吧 也许在回归现实生活之后 可能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 会面临一段时间 失去了亲人的痛苦 但只要能够走出来 那未来还是光明的 而更重要的是 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 林恩相信 他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都已经被种下了 能够打破黑暗的种子 这些也必将在潜意识里 成为他们的一部分 他们会变得更好 左左 可不要忘记了 我们可是地狱的恶鬼啊 他嘴角微翘地 拿出叶依的黑色面具 戴在了脸上 道 所以不管我们是好是坏 可千万不能让人去信奉我们 因为并不是所有人 都能够经受得起地狱的诱惑 而一旦有人因为 对我们的信任 而想要去窥探 那些非人的存在和力量 那结果 可就和我们的理念背道而驰了 再也没有多言 林恩笑眯眯地摁着面具 一跃而起 向着远处的那些 血肉神教的房间而去 走吧 我们必须赶紧调查一下 寄生兽的情况 看看他们在我们之前 到底有没有召唤过来那种虫子 如果有的话 那我们可就有的忙了 可是 可是他们呢 不用担心 我已经感知到了 上面有很多的军人 已经包围了这里 他们随时可能会突破进来 也真是伤脑筋 如果时间足够的话 我倒是也很想和他们 好好交流一下 不过我们没那么多时间了 所以待会记得 配合我演一场戏 然后我们就跑 什么戏 当然是地狱的魔鬼 杀了所有召唤他们的奴仆 然后打算品尝 鲜活祭品的戏啊 笨蛋 一 伴随着交流的声音的远去 他却是没有注意到的是 在那酣睡的人群当中 那个小女孩 正正地抱着他 给予他的那顶帽子 慢慢地坐了起来 颤抖地远远地眺望着 他离去的那个方向 他的小手拽着那瓶 被他藏在帽子里的药剂 然后就像是压抑的小兽一样 用力地紧抱住了怀里的帽子 用力地把脸埋入了其中 就仿佛永远要把 所有的一切都铭记一样 只有排风管道 一阵阵地发出 那无声的乌液的风声 空荡而遥远 第986章 蔓延的寄生兽 脑袋 你是猜测 血肉神教的那些寄生兽 也已经随着这次的大规模的陷阱 被召唤到了这个世界吗 林恩的身形 就像是一个鬼魅一样 在黑暗中迅捷地穿梭 左左紧绝地抬起手问道 林恩摁着兜帽 瞥了一眼周围道 不能说是百分之百 但也至少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 那本来就是他们研发出来的 灭绝性的兵器 不可能不趁着这个机会 被大规模地运送到这个世界 而且 你也应该清楚 就在昨天我们等待的那段时间里 每时每刻 都有数十道召唤的波动 指向蓝星 蓝星的入侵已经展开 而蓝星真的有应对这场战争的能力吗 所以我们要怎么做 左左好奇地问道 林恩嘴角一翘 微笑地望着前方 当然是刑讯逼问了 刚才在拦截那些灵魂的时候 我特意地结下了几个血肉教徒的魂魄 不过为了不引起那些孩子们的注意 我做得比较隐蔽 瞬间 林恩翻过铁栅栏 从高台上一跃而下 他的目光立刻便落在了角落里的一具 被他的触手冻穿的尸体之上 而在灵魂的视角之下 可以依稀看到他的灵魂隐隐绰绰地 被折叠在这具身体当中 而如果仔细看的话 能够清晰地看到他的灵魂上 被勾勒出来的那个傀儡的印记 叶的手套赋予了他 可以接触灵魂的能力 而这个能力也被他用得恰到好处 林恩走到了他的身边 俯视着他那浑浊地转动着眼球 他缓缓地蹲了下来 从系统空间当中 拿出了数枚已经死亡的寄生兽的幼虫 缓缓道 现在我问的每一个问题 都请你如实回答 不然的话 你的灵魂将永不得安生 既然都是混乱的生物 我想你应该也不会 为了你们那可笑的狂热 而保留秘密吧 第一个问题 你们是否见过我手里的这种虫子 没有用了多长的时间 林恩眯着眼睛 缓缓地一把捏碎了手中的寄生兽幼虫 抱见的枝叶从他的手指中蹦射出来 让他的表情显得格外的可怕 虽然他的确是抱着一丝侥幸的心理 但事实证明 在宏大的战争面前 任何的侥幸都不过是在自欺欺人 他们真的 召唤来了那种歹毒的东西 左左的声音明显有些颤抖 特别是在听完了那个灵魂的叙述之后 更是对他们的恶毒 感到一阵阵的不寒而栗 是的 没有任何的意外 他们的确召唤了 或者说 这已经是他们走完的第一步 在昨日大规模的 对地狱生物的召唤开始之前的几日 他们位于世界各地的分会 就已经大量地从地狱当中 召唤来了那种歹毒的虫子 按照他们的计划和设想 这是他们制造混乱的第一步 先隐秘地在世界各大主要城市当中 散布寄生兽 然后通过大规模的召唤 让地狱的恶鬼行走于世 在人类社会制造出明面上的巨大混乱 从而让蓝星上各大隐秘 可能会阻碍他们的力量 被这明面上的混乱所吸引 而疲于奔命 但这明面上的混乱 根本就不是主要的 真正可怕的是在这暗流汹涌之下 循序地在人类社会当中蔓延的虫子 他们将在这混乱的掩盖之下 以难以想象的速度 迅速地繁殖感染每一个正常的人类 并在人类社会 有可能地对地狱的恶鬼完成镇压之前 让那些虫子全面地爆发动乱 然后一举击溃整个社会的秩序 多么地可怕 多么地美妙 而按照他们的时间表 也就在昨日 他们所在的这个血肉神教的分布 已经是暗中将寄生兽的幼虫 运往了附近的城市 林恩猛地抬头 如果他们已经完成了散布的话 那最快一个星期 那些虫子就会完成第一阶段的孵化和繁殖 如果以这样的速度寄生下去 用不了一个月 血肉支配者就能降临这个世界 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如果这里真的存在旧日的踪迹 血肉支配者的降临将是必然的 因为这本来就是那个 混蛋毕生都在追求的东西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林恩的目光猛地冰冷了下来 瞬间便向着来时的方向一跃而去 只希望他们现在还没来得及完成散播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应该还有机会 只要赶在他们之前阻止他们的行动 我们至少能拯救一个城市几百万的人 这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做到的了 但有时间他根本不敢去想 如果说着是一次统一的行动的话 那恐怕不仅仅是他们 这个分部所负责的华夏西南领域 恐怕在同一时间 世界各地的血肉神教都已经开始了行动 也许用不了多久 全球各大的主要城市 都将遭受到这场有史以来最恐怖的重灾 可如果真的已经散播开了的话 左左的声线明显有些颤抖 道 那我们就算能够拯救一座城市 也完全没有办法 林恩迷着眼 道 所以我们还必须要想办法 尽快联系到黑夜城 祖母的研究协会 和各种瘟疫诅咒 打了几千年的交道 他们一定能在最短的时间里 研制出对付那些虫子的方法 这恐怕也是 我们目前唯一的希望了 而也几乎是在同时 他的耳边传来了系统的提示 您获得了关键性线索 您触发了史诗级任务线 恐怖蔓延 任务介绍 血肉神教对这个世界的入侵 已经拉开了帷幕 无论是寄生兽的蔓延 还是全球恐怖降临 都指向了同一个结果 血肉支配者必将降临 就和他们曾经侵蚀过的 无数个文明一样 这个世界也将成为 血肉之下的牺牲品 而你作为这场纷争中 唯一站在人类这一侧的魔鬼 你是否真的有能力 影响这一切事件的走向 任务奖励 等级加5 黑卢B加50 传奇职业转值凭证X1 特殊传奇技能X1 第一阶段可选任务分支 阻止寄生兽 在西南一线城市 蜀都的蔓延 零反斜杠1 找到遏制寄生兽蔓延的方法 零反斜杠1 警告 您所做出的每一次决定 都将对任务的走向产生影响 伴随着耳边的那一系列系统提示 林恩也已经明白 这次的蓝星之行 也将是对他的最大的一次考验 没有了黑夜城 没有了主母 艾文爵士 泰坦大哥一家的助力 诅咒能力被严重限制的情况之下 现在的他 才是真正的孤军奋战 系统还真的是看得起他啊 林恩抓着脸上的面具 遏制住那 愈发忍耐不住的鬼秘的冷笑 道 我们走 几乎是在一瞬间 林恩便已经是像一个魅影一样 落在了那些酣睡的孩子们的周围 篝火已经是燃尽了最后的一丝灰烬 抱歉 我本来还想要和你们说一声告别 至少能把你们成功地 交到政府的手里 但是现在看来怕是没那个机会了 林恩蹲了下来 将一件衣服披在了一个女孩的身上 然后最后看了他们一眼 再也没有任何的犹豫 林恩瞬间开启了身上那件燕尾服的幽灵模式 一根根触手瞬间射向了头顶的岩层 就像是一支离弦地利剑一样 向着上空的方向就暴射了出去 但也几乎是在他的脑袋 刚刚没入岩层的那个瞬间 第987章 难道我们华下没人了 砰 一声巨响 反鞋杠反鞋杠卧草 反鞋杠反鞋杠 哇 脑袋 脑袋你怎么了呀 你怎么插进去了呀 高高的岩壁之上 林恩的脑袋插在其中 脖子以下的身体 晃晃悠悠地摆动着 就像是石头里面结出的一根羽毛 林恩的一根根触手 攀附在岩壁顶端 用力地把自己的脑袋 从石板当中拔了出来 然后咬着牙 飞快地从怀里摸出梳子 迅速地把自己的发型整理了一遍道 特么的 针对我的 而且级别不低 蓝星还有这种能及的玩意儿 而也几乎是在同时 前往地面的楼梯通道的方向 猛地传来了一阵阵 稀稀疏疏的脚步声 而且不仅仅是那里 在通往地上的巨型电梯的 数值的巨大空洞当中 也是瞬间 就响起了一阵阵铁锁滑落的声音 就在林恩的灵魂视角之下 他立刻便穿透墙壁 看到了一个又一个迅速地 从上方对此地 完成了包围的特战队员 啪哒 一枚冒烟的闪光弹 从电梯上巨大的空洞中落了下来 静止地咕噜噜滚落在了地上 林恩一正 哇 闪光弹爆炸 巨大的闪光 瞬间将整个地下空间彻底地照亮 让人的视野在寝刻间失真 林恩就像是一个蜘蛛侠一样 爬在岩壁之上 但疼地把眼珠子抠出来 拿出手绢来回地擦了擦 也已经是明白 那些军队 已经是彻底地包围了这里 而且看情况 他们也并不是一无是处 胆敢进攻血肉神教的分布 恐怕也是有高人相助 第一分队 第三分队 第十二分队已进入目标场所 为发现抵抗 Over 警告 监测到目标区域存在无法定位的异常超自然气息 各单位提高警惕 你们所在的区域存在异常超自然源 重复一遍 你们所在的区域存在异常超自然源 谨慎行动 通报 影修会的顾问同志监测到15秒之前 有强大的恶灵力量 试图冲击他们布置的驱魔大阵 目标位置已确定 在你们的正上方 几乎是在无线电中传来那一声历声的大喝的同时 冲入其中的那些特战队员猛地抬起了头 枪械上的强光瞬间便照射在了高高的岩壁之上 立刻便看到了攀爬在岩壁上的灵恩那蔓延出来的五六根长长的触手 他们的脸色几乎是瞬间大变 发现异常源头 那他们是一个什么怪物 准备射击 伴随着那一声精神高度紧绷的大吼 凌恩几乎还没来得及说一句话 一颗颗驱魔子弹瞬间就向着他的方向爆射而来 一颗子弹击中了您的脊椎 您的生命 十 一颗子弹击中了您的腰子 您的生命 二十 一颗子弹击中了您的后脑 您的生命 伴随着耳边传来的系统提示 凌恩立刻就意识到了不妙 因为他的身上现在穿着的还是爱丽丝给他做的燕尾服 而一旦受到攻击 那件衣服的反制能力就会被启动 而也就和他想的一样 几乎是在瞬间 他的燕尾服上就浮现出了淡淡的紫色光韵 一根根虚无的锁链 瞬间就像是毒蛇一样 哗啦啦的向着那些开枪的士兵蔓延了过去 我知道你们紧张 但也不要见到一个你们无法理解的生物就是啊 凌恩无奈摇头 他瞬间从数百米的高高的石壁之上翻身跃下 控制着那些虚无的锁链 在刺入他们身体的最后那一刻 猛的一个直角拐弯刺入了地上 为首的那个特战队员的瞳孔剧烈地放大着 那锁链的末端几乎就差最后的十厘米 就会洞穿他的眼眶 将他定杀在原地 但是没有 凌恩在最后关头控制住了那些锁链 才没有对他们造成杀伤 本来我是有想和你们见一见地打算的 凌恩稳稳地落在了地上 摘下了头上的鸟嘴面具 戴上了自己的单片眼镜 虚无的锁链就像是大蛇一样 和触手一起围绕在他的身边 他的目光扫过周围的那些特战队员 但是很抱歉 我的时间不多了 我没空和你们 而也几乎是在他的话刚刚说完的那个瞬间 那巨大的电梯的树枝空洞中 猛的就像是一颗炮弹一样 一个头戴白色的多帽 手持一把庞大的十字架的少女 便重重地从那数百米高的上方落了下来 但他就像是没事人一样 金色的双眼微眯 单手持着那和他的身体 完全不成比例的巨大十字架 向着凌恩便冲了过来 凌恩眉眼一挑 几乎是立刻就嗅到了 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神圣的气息 也同时感觉到了 他和周围那些特战队员 截然不同的远超常人的力量 圣子 圣灵 圣父 Rekna Terra Cantate Deo 驱魔纹 几乎是在那一瞬间 神圣的光芒 瞬间在他的身上沸腾 让他微眯的双眼中 蹦射出了万千道金光 没有任何交流的意思 几乎是刚一见面 他手中的那座庞大的十字架 便带动着万千的圣芒 以雷霆之势 向着凌恩 就当头砸下 哄 一声巨响 凌恩直接就被砸成了一坨肉泥 凌恩 一击击中 他瞬间便飞身暴退 猛地抬起头 长长的黑发 在风暴中呼呼地 从东帽当中 飞扬了出来 眼中露出了凝重的神情 而在另外两个方向 那两个穿着西装的 高大白人男性 也是面无表情的 手持巨型十字架 以三角之势 将凌恩团团包围 成功了吗 其中的一个白人男性 用他那不太流利的汉语 沉沉地问道 弥赛亚宁神 紧握着十字键 平静道 他比我想象的 还要强太多 鼓鼓鼓 一声又一声 鬼秘而混乱地 蠕动的声音响起 而也就是在 所有人恐惧的注视之下 被砸成了一坨肉泥的 凌恩的血肉 慢慢地蠕动了起来 然后哗啦啦地开始塑醒 慢慢地 浮现出肌肉的脉络和骨骼 最后一点一点地 重新汇聚 成为了赤裸的人形 凌恩揉了揉眉眼 当着所有人的面 有条不紊地 穿上自己的裤子和外衣 睁着死于眼道 刚才如果不是我 及时关闭了我 这件衣服的反制能力 你们现在恐怕 已经变成一具尸体了 圣罗姑娘 你太冲动了 那个少女的脸色为 不可寻地出现了一丝变化 皱起了眉头 为什么 她会知道自己的名字 圣罗 弥赛亚 等皆 八十七 种族 人族 反斜杠 圣者子嗣 阵营 手续中立 战斗能力 对神圣力量极强的亲和力 介绍 蓝星上一座 古老影修会的使徒之一 信奉在两千多年前 出现过的一位救世主 拥有坚定的信念 与对神灵的虔诚 作为几千年来 唯一在东方大地 被选中的使徒 她恪守着影修会的教条 并在那古老的预言之日 到来之前 她坚信自己 与影修会的部众 将会在这场末日的浩劫当中 为他们和他们的主 赢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 凌恩敲了敲太阳穴 引去了眼中的面板 慢慢地转头望向她的脸颊 捏着单片眼睛 嘴角微翘道 我就知道 蓝星上不可能真的没有 专严超凡力量的组织 影修会 信上帝的 你好好一个东方大姑娘 信什么上帝 三亲佛祖 还不够你信的吗 再不记信 我也不是不行 难道我们华夏 真的就没人了吗 第988章 装完逼就跑 那极度轻挑的语气 引得那个少女的目光 一片冰冷 她死死地盯着凌恩道 你到底是什么 你为什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没有任何的疑问 罗盘上显现出来的 地狱力量的波动 全部都指向于她 她也必然是血肉神教 从地狱召唤出来的扭曲的怪物 她身上的气息 扭曲地让人感到窒息 凌恩的嘴角 露出了一个弧度 淡笑地注视着她 抱歉 原谅我没那么多时间 向你们解释了 如果你们想要了解我 你们可以去超自然总局 告诉他们 我来了 周围的那些特战队员 全部都是一阵 而也就是在那一瞬间 他们隐约地想起了 在培训中看到的那些档案中 一个曾经出现过的名字 难道说 她嘴角微翘地地戴上了高脚帽 就像是一根绅士一样 拄着拐杖 世界马上就要大变了 而能看到你们掌握着这样力量 来武装自己 我非常的欣慰 我以前一直以为 这里的人类 就像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 但现在看来 我了解的东西 还是有些太少了 这里的血肉神教 已经被我清理干净了 剩下的那些活着的孩子们 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 希望你们能够妥善地安置他们 林恩淡笑地 看了一眼那个方向 那么 拜拜 Wong 几乎是在那一瞬间 白色的雾气 从她手中的鸟嘴面具中 喷涌了出来 瞬间便将她的身体 隐没在了其中 她要逃 周围人的脸色巨变 而那个少女 更是瞬间抬头 几乎是第一时间就冲了上去 手中的巨大十字 架在圣辉的狂舞中 猛地向着林恩所在的那个位置 挥舞了出去 但随着那神圣的力量 将那白色的雾气驱散时 原地哪里还有林恩的身影 她突破了我们布置的驱魔大阵 那两个高大的白人男性 瞬间上前 咬牙猛地望向了上方 双手猛地拉出了一道神圣的结界 上面显示着 驱魔法阵监测到的那一瞬间 跨越出去的血红的折越轨迹 她走了 或者说 她根本没有要和他们战斗的想法 立刻将这里的情况通知我们的总部 我去追她 不能放任这样的怪物 侵入我们的社会 那个少女的目光冰冷 几乎没有任何的犹豫 身形瞬间 就像是一只矫健的猎豹一样 从那电梯的巨大竖井中 向着上方跳跃而去 那两个白人男人目光急切 想要再说什么时 她已经是消失在了他们的视野当中 他们非常清楚 以她那对邪虫恶灵极度厌恶的性格来说 不管对方有多么强大 她都绝对不会放任她就此离去 她和地狱的恶鬼 有着化解不了的仇恨 不管了 立刻通知大主教 我们需要紧急支援 同时派人去联系超自然总局 将这个怪物的信息告诉他们 天时真的要变了 山区外的丛林当中 伴随着一阵血雾的凝聚 扛着大镰刀的灵恩的身体 瞬间浮现了出来 黑夜如洗 巨大的圆月悬挂在高空 灵恩摁着自己的高脚帽 爆射出一根根触手 粘连着周围的树木 就像是一个魅影一样 向着山下闪电般飞驰而去 脑袋 你不要装完逼就跑啊 虽然这样的确很刺激 但你如果刚才把寄生兽的事情 告诉他们的话 有军方的帮助 这对我们也是有利而无害的啊 左左大声地提醒道 灵恩迅捷地在树林中穿梭 捏着单片眼镜笑道 你会相信一个地狱怪物的话 太天真了 你要知道 人类这种生物啊 永远只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东西 不过你不用担心 他们很快就能找到 被我傀儡化的那个血肉教徒 他会代替我们告诉他们一切的 这场战争才刚刚拉开帷幕 左左猛猛道 那个拿着十字架的女孩到底是什么来临 他貌似很有力量的样子 灵恩但笑道 谁知道呢 也许是某个古老组织的成员 每个世界不多或多或少的 有一些这样的存在吗 而灵恩一看到他的阵营标签 他就知道 自己已经没有任何必要 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虽然有时候 阵营的标签并不准 比如 他明明是一个极度善良的人 狗系统偏要在有时候 给他贴一下混乱邪恶的标签 来诋毁他一样 但大部分时候 阵营的趋向方面的评价 还是很客观的 而那个圣罗的标签是 手续中立 这个阵营可以说是 灵恩最不喜欢的一个阵营 因为他们虽然认同强大 井然有序的秩序 但不管这个统治阶层 是专制的暴君 还是安和勒利的民主政府 他们都不在乎 世界上必须有律法 而律法则必须被遵守 但对他们而言 绝对的秩序 比什么道德良知 要来的重要得多 只要是规定 不管结果是好是坏 他们都会遵行 他们才不在乎你善良与否 如果他们的教条当中 有恶灵必须死这一条 那你就算是一个圣鬼 他们也一定会 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干掉你 灵恩摁着兜梦 深深道 所以才说 和这样的阵营 是没什么好谈的 你说什么 他们都听不进去 虽然他的确长得很漂亮 但我也并不是什么色鬼 佐佐 锦浩 道 所以 你为什么还要专门强调这么一下 灵恩乐了 猛地蔓延出一根触手 缠绕住了一棵大树的树干 瞬间向着山下弹射了出去 远远地眺望道 先离开这个鬼地方再说 看到了吗 翻过这座山不远处 就有一条国道 只要我们 但是他的话 还没有来得及说完 他立刻就听到了 身后的远空中 传来的一阵阵 武装直升机螺旋桨的轰鸣 草 这么快就追上来了吗 开什么玩笑 我身上有定位器的吗 灵恩犹疑 没有任何的犹豫 他猛地一头 扎入了下方茂密的丛林当中 直接开启了自己的幽灵模式 然后就像是一头鱼一样 扎入了脚下的山体当中 在土石当中 飞快地向着那些 武之相反的方向前行 对这些敬业的军人 灵恩向来都是非常的尊敬的 因为他们既然敢 参加这次围剿血肉神教的行动 那就说明 他们每一个 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都是一群非常可爱的人 所以如非必要 灵恩并不想伤害到他们 但也几乎就是在 灵恩刚刚调转方向的同时 嗡嗡嗡 一架武之之上 那个少女注视着 手中不停转动着的 望向了截然相反的那个方向 再一次锁定了灵恩的位置 她的目光冰冷 几乎没有任何的犹豫 她一把抓起 那把巨大的十字架 就在驾驶员震惊的注视之下 瞬间从上百米高的天空一跃而下 Aumneslegio 驱魔咒 几乎还是身处半空时 她便送念起了神圣的导温 虔诚的圣光 瞬间便加持在她的身上 赋予了她如昊日一般的力量 巨大的十字架在她冷立的目光中 如天神一般展开 向着山体中灵恩的位置便如泰山压顶一般 竖劈而下 老大 你怎么不走了 撞到金矿了 阿嘞 好像还半生着蓝宝石矿麦 没有开采过 我刚掏了一块 有鹅蛋着吗 走狗屎运了 但也几乎就是在她们在山体当中 惊呼的窃窃私语的那个瞬间 一座庞大的十字架 瞬间就如开山之士一般的凌厉的砸了下来 轰 一声开天辟地一样的巨响 山都垮塌了半边 山体当中顿时一片寂静 第989章 那么大一颗蓝宝石 那个少女在这开山一击的巨大反作用之下 稳稳地脚尖点地落在了山坡之上 目光警惕地 手持巨大的十字架凝视着垮塌的位置 她的胸脯也是在喘息中剧烈地起伏着 毫无疑问 这一击对她造成的负荷也是非常巨大的 如果是普通的恶灵和怪物 在受到她这么强烈的一次制裁之后 就算不死也只会胜半条命 但是对于这个她前所未见的神秘的怪物 她根本不敢保证 对方是否还有还手的能力 而更重要的是 她隐约地觉察到 她的神圣力量 似乎并不对面前的这个怪物造成克制 弥赛亚 你在什么地方 杂依 那个怪物非常的诡异 你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耳脉当中传来那急切的不太流利的汉语 那个少女喘息道 我在外面的半山腰 她潜伏到了山里面 我找到她了 你们 但也就是在她的话 还没有说完的那个瞬间 哗啦啦 她前方的地面之下 猛地爆炸出了一根又一根 虚无的锁链 就像是蜿蜒的毒蛇一样 瞬间向着她爆射而来 她的瞳孔一缩 手中巨大的十字架 猛地横灌在身前 亮起了刺目的金光 铿锵 一声巨响 同时伴随着一声痛苦的吟叫 她的身体瞬间就像是断线的止鸳一样 被那巨大的力道冲击了出去 重重地撞击在一棵大树之上 而也就是 在她冲写的双眼 狠狠地注视之下 划她的山体之下 一只手虚无的手 身上的锁链 哗啦啦的 就像是蛇群一样 围绕在了她的身边 林恩咔咔地低头 望向了自己手里的那枚 鹅蛋大小的蓝宝石原石 咔嚓 伴随着那一声开裂的声音 她手中的那块原石 顿时哗啦啦地碎裂成了一堆碎片和粉末 从手指缝当中流淌了出去 林恩 左左 笋狮 Max 终于就是在那短暂的寂静之后 林恩咔咔地抬起了头 双眼当中慢慢地布满了血丝 嘴角疯狂地扭曲着 一字一顿到鹅蛋大的蓝宝石 够我买一套房的蓝宝石 我做了那么多 好事才掏到的蓝宝石 我才握了不到三秒钟 你就给我把它砸了 她那愤怒的目光 瞬间就落在了那个少女的身上 你给我赔 那个少女几乎是瞬间大震 而她几乎还没有反应过来时 林恩便已经是愤怒地向着她冲杀了过来 密密麻麻的触手 从她的身体当中动乱了出来 哗啦一声便划过了她的脸颊 在她的脸蛋之上留下了一道锋利的伤痕 她立刻舞动起了巨大的十字架 咬着牙不断地隔挡林恩舞动而来的触手 发出一阵阵金属撞击的铿枪声 但也是在那电光火石之间 林恩已经栖身而来 拳头之上浮动出了不断旋转的红色的气旋 大吼着一拳就向着她席卷而来 其人太甚 轰 林恩那恐怖的以M之拳 瞬间就砸在了那个少女举起的巨大的十字架之上 在十字架的表面爆炸出了一阵阵气旋 让周围的树木哗啦啦地向着四面八方歪倒 那个少女本来以为挡住了她那凌厉的一拳 可几乎是在那个瞬间 她的脸色便是大变 她只感觉到 似乎有一股无法阻挡的奇异力量 一下子就沿着她握着十字架的那只手 穿过她的壁铠 直接无视防御地灌注进入了她的身体当中 什么东西 是什么东西 那巨大的欲望 一下子就像是绝地的洪水一样 冲入了她的大脑 发出了一声大叫 一压 丁 尼赛亚被你的以M所影响 瑟瑟度加四灵 丁 尼赛亚被你的以M所影响 瑟瑟度加五腰 伴随着那奇耻大乳一般的 冲入云霄一般的声音 她手中那神圣的十字架的光运 瞬间熄灭 直接是脱手而出 身躯也是在巨大的力道的轰击之下 一下子就重重地向后飞出去了十几米 扑倒在了满地的土壤和落叶当中 因为她们的力量 是需要极大的虔诚和专注 才能够维持住的 而这一击 可以说是直接就击破了她的精神 让她再也无法维持住自己的神圣威能 而这种类型的攻击 在她的生平当中 她根本没有体会 甚至无法理解 但凌恩又怎么可能会给她机会 在破防的那一刻 便立刻趁胜追击 密密麻麻的触手 哗啦啦的就缠绕住了她的手腕和双腿 紧接着是躯干和脖梗 然后迅捷地往一棵大树上一番 她的身体 立刻就被捆覆着吊了起来 死腹 幼颜猛地扩张 漆黑的毛细血管 瞬间爬满了她的半张脸颊 让她的眼睛看上去 就像是一只猙獰的厉鬼 爹 您正在对目标释放死腹诅咒 命运的头子触发 当前点数为三 无事发生 哗啦啦 爱丽丝的地腹林诅咒 立刻就像是一道道黑线一样 缠绕在了她的身上 将她的身体 直接就镇压在了原地 让她动弹不得 体内的神圣力量 也直接在诅咒的作用之下 被压制了下去 一套打完 毫不拖泥带水 林恩磨着牙 咔咔咔地扭着脖子 道 简直开玩笑 你们这些手续机 都是这么涌的吗 上一个死罩级的 都被我镇压来了 你一个超凡都不到的 还敢来追我 难道你们不知道 我最擅长对付的 就是你们这些手续阵营的机吗 啊 这个流程 她都不知道在暗地里 磨练了多少遍了 都快被她连成肌肉记忆了 要不是她没有那个时间 她这次肯定是要再记 鸡血饥饿堕 之后 在这里再给她来个 圣女堕落 二部曲 这是丝毫不把她这个地狱的魔鬼 放在眼里啊 弥赛亚激烈地颤抖地注视着她 那双倍快被打出水来的毛子 剧烈地颤动着 发丝凌乱着 双手和双腿 被触手和诅咒捆腹和镇压地死死的 让她只能是疯狂地挣扎着扭动身体 但是没有丝毫的作用 那么大一颗蓝宝石啊 灵恩气得简直是脑冒清烟 愤怒地牙痒痒地咔咔咔地走到了她的面前 左右四顾 找到了一根藤条 一把就抓了起来 第九百九十章 这不得赔偿 因为本来是不想理会她的 甚至看到蓝星的人类 居然也有这样接近超凡的存在 心里还有那么一丝小小的欣慰和高兴 但没想到这少女虎头虎脑的 都知道她很强了 居然还敢追上来 嚎一把老虎尾巴 你妈妈就没有教过你 什么叫礼貌吗 啪 一藤条就毫不留情地就抽了过去 弥赛亚顿时震惊而颤抖地望向了她 那一藤条抽的她的大脑 几乎是瞬间空白 因为她万万没有想到她 居然敢这样做 她反应了过来 只能不断地发出屈辱的声音 我都跑出二里队 还开始直升机来追我 你是能打过我呀 你飙啊 啪 又是一藤条 叮 弥赛亚的屈辱加十 对你的愤怒加二十一 居然还敢对我愤怒 你知道我碰到那么大一颗鹅蛋 要费我多大的功德吗 你说砸烂就砸烂 一套房没了呀 啪啪啪 藤条三连抽 林恩丝毫没有解恨的意思 一直抽了十几分钟 林恩这才停了下来 而弥赛亚早已因为屈辱和愤怒症的通红 一滴滴眼泪被抽得流淌了下来 但那绝对不是因为她精神上的脆弱 而是作为女孩的这具身体 所表现出来的不争气的体现 因为就算再强 作为一个正常的人类 又怎么可能抵挡得住林恩那 早就已经堪称化尽的以M打击 林恩睁着死于眼 道 你给我记住了 这是来自地狱的魔鬼 给你上的一节课 一看你那毛毛糙糙的行事风格 就知道你没吃过什么苦头 我告诉你 你这种行事风格 要是在地狱里面 你根本活不过十分钟 而你也应该庆幸这次遇到的是我 要是其他的恶鬼 你现在早就已经被生吞活泼了 而且 居然还用神圣的罗利 作为自己的名字 真的是可恶啊 弥赛亚愤怒的疯狂地向着他 发出了呜呜的声音 一把放开堵着他嘴的触手 我杀了你 林恩 你们就不能换一句其他的台词吗 不过他可没有那个时间 再陪这个神圣的罗利玩 要不是他还有正事要做 圣女堕落 今天必然会上演 一把抓起他 散落在旁边的 那把巨大的十字架 上下颠了颠 然后直接丢到系统空间 颠 您获得了卓越武器 圣十字架X1 弥赛亚顿时愤怒道 那是我的 林恩道 现在是我的了 没和他废话 林恩咔咔地活动着手腕 睁着死鱼眼 大步地向着他靠近 而也就是 在他的双眼颤抖得更加厉害时 林恩一把就伸向了 他那坚固的胸甲 哗啦 用力地往外一拽 他用来定位邪恶气息的那个罗盘 直接就被林恩从他的胸甲里面 给拽了出来 上下地好奇地瞅了瞅 有意道 你不会就是用的这种东西 对我进行的定位吧 看不出你年纪轻轻 身上的道具 还真不少啊 没收了 弥赛亚恼羞成怒道 还给我 但没有任何的用处 第一 您获得了卓越道具 胜者的镇摩罗盘X1 但是毫无疑问 只有这两件道具 是绝对无法弥补林恩那 额旦大小的蓝宝石 所带来的损失 然后 林恩的目光 就盯上了他长袍里面的那件 一看就做工精细 价值不菲的胸甲 你要干什么 林恩 摸装备啊 不然呢 你碰我一下试试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提出这样的要求 那我可是了 你敢 没有任何的作用 就在弥赛亚那气急败坏的挣扎中 林恩还是把那件装备 给他卸了下来 被祝福过的圣十字半身铠 品质 卓越 介绍 充赢着神圣力量的古老中世纪铠甲 在影修会内部传承了2000年 传言曾经受到过圣者的祝福 是只有影修会的十二使徒 才有资格穿戴的骑士仲铠 传说中 穿戴上这副铠甲 将能够抵御一切疾病 并为穿戴者提供神圣的祝福 林恩咚咚地敲了敲纳铁胸 都什么社会了 还穿着古时候的装备 一看就知道 你没好好地研究过时尚 为了赔偿我的损失 没收了 直接丢入系统空间 而被包掉半身铠之后 被吊在那里的他的身上 便几乎只剩下了外面的白色连衣裙 这让他的表情变得愤怒屈辱的 几乎能够杀死一个人 而给他卸甲之后 他整个人都几乎小了一圈 而林恩一瞥 可恶啊 难道说自己刚才同条抽的 真的是太过用力了吗 所以为什么连衣裙上会 不会的吧 不会的吧 啊 我怎么感觉又变态了呢 我还真是一个万恶的魔鬼啊 叮 弥赛亚对你的恨一家十 叮 弥赛亚对你的恨一家十五 第九百九十一章 我能闻到他们身上的臭味 林恩淡笑地服了负担片眼镜 捏起了他的下巴 注视着他那杀意 而羞辱的愤怒的毛子 报 那么 在告别之前 最后再给你一个忠告 不要试图再来追查我 事实上我们现在是同一个阵营的 无论我们处于什么立场 我们的敌人 都是入侵这个世界的血肉神教 你的目标也不应该是我 你明白了吗 不过 我相信我们 以后还会再见面的 如果你那个时候 再这样没脑子地冲过来 那你可就要小心了 林恩笑眯眯地 从他的口袋里面 摸出了一个钱包 瞥了一眼他的证件照 随即便笑纳了他的手机 和钱包里的几千块钱 揣入了自己的怀里 然后后退了几步 一刀斩断了链接 在身上的出手 那么 再见了 圣罗小姑娘 你身上的诅咒 会在两个小时之后失效 所以也不用太过担心 就在那身后 隆隆的武装直升机 和密密麻麻的脚步声 到来之前 林恩优雅地摘下了 头上的高脚帽 背过一只手 向着微微的鞠躬 帽子扣在胸前 笑咪咪道 古得拜 嗡 血色的雾气 瞬间将他的身体吞没 而等那两个白人男性 带着上百个特种兵 冲到这里时 他们只急促地看到 被触手掉在树上的屈辱 而满面泪痕的弥赛亚 再看不到林恩的任何踪迹 弥赛亚 他们立刻震惊地 冲了过去 挑开他身上的触手 想要把他放下来 但他们立刻就发现 即便被捆覆在身上的 触手已经被挑开 他的身体 依然保持着那个姿势 黑线环绕 动弹不得 诅咒 他对你吓了咒 亟毒 这简直是亵渎 弥赛亚死死地咬着牙齿 双手依然是保持着 被捆覆的姿势 就像是一个受难者一样 而对他这样神圣的 虔诚者来说 这几乎是 对他最大的侮辱 但他记住了 那个魔鬼的样子 不会罢休的 一切都不会罢休的 太阳从东方露出了鱼堵白 清晨的朝气 让整片大地 都在新的一日中 逐渐地苏醒 对于大部分的普通人来说 这依然是 和往日一样平常的早晨 丝毫意识不到 那些潜藏 在黑暗当中的危险 而与此同时 上百公里之外的一条国道 荒无人烟的马路边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依稀可以看到 一个穿着这个社会 截然不同的燕尾服 头上戴着高脚帽的少年 正铁生生的毅力在那里 脸上戴着标准的 洁白的牙齿的笑容 手里拿着两块钱 迎风飘展望 终于是耗费了大量的精力 拦下了一辆牛车 你多加两百块钱能死呀 你不见都飙过去 多少辆车了 两块钱 你能拦下个什么东西啊 佐佐忍耐不住的 终于是大叫 林恩睁着死于眼 和那个操着一口 穿位普通话拖拉机老师傅 打了个招呼之后 翻身爬上了后面 再满了甘草的拖拉机 这不是拦下了吗 一点都不懂得生活 你以为钱是那么好赚的吗 要懂得勤俭持家 你个笨蛋 明明就是扣 扣死了 扣死了呀 不去理会没用的佐佐 林恩大大的躺在那满满的一车的甘草之上 用力的深深的呼吸 一口这个世界的味道 就像是废了一样 躺在那里 惬意到 美妙 真的是难以言喻的美妙 甚至 就连拖拉机尾气都这么美妙 如果可以的话 我真的好想死在这里 回家了 果然家乡的空气 就是甜美 我要多吸几口 小伙子仨 干啥子呀 甘草下面都是牛粪 不得乱吸呀 没事 我就好这口 林恩 星浩 地躺在那里 嘴里叼着一根甘草 仰望着 那碧蓝的天空 虽然这里的空气潮湿 还带着牛粪的味道 没有北边 那从西伯利亚吹过来的 让你一吸 就一鼻子冰溜子寒风 但这种可以看到 蓝天白云的世界 真的只要想一想 就要比地狱里面 耗一万倍 天堂 年少不知家乡好 死了才知家乡庙 怪不得外面的邪神 都想要入侵这样的世界 如果是自己的话 能拥有这样 美妙的星球 那也真的只要想一想 就觉得妙极乐的事情 享受了整整十分钟 林恩随即便从怀里 摸出了那个 圣者的罗盘 注入了一丝 更加纯粹的神圣力量 看着上面的指针的转动 哗啦啦啦 指针不断地跳动着 然后指向了他自己的脑袋 林恩睁着死于眼 把罗盘换了一个方向 磕了磕 但不管是哪个方向 那根指针 都是不偏不饶地指向他 左左 你说他 为什么要一直指我 他不应该带我去找 但这里我们才是最大的邪魔啊 不知我们指谁啊 牛粪吗 左左生气的传音道 林恩笑眯眯地拿着那个罗盘磕了磕 闭着眼 道 我这不是测一下你的智商吗 看来左左也并不是那么蠢 那么你还记得 咱们走了多久了 左左困得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 撇道 都半个晚上了 少说也有个几百公里了 所以我们到底是要去哪 咱们总不能像那眉头苍蝇一样万转吧 林恩收起罗盘 盘膝坐了起来 推了推头上的帽子 但笑道 血肉神教的分布被灭的消息的 而按照情报来说的话 血肉神教的那些教徒 是在昨日启程 王鼠都运送的寄生兽 他们应该也不可能这么快得到 他们总部被灭的消息 那么按时间来算 如果那些外出护送的人员 还想要见识一下 他们召唤出的地狱恶鬼的话 那现在应该已经是在 马不停蹄的往回感的途中了 毕竟对于那些狂热的信徒来说 错过这样一场盛宴 那可真的是要懊悔一辈子的事情 左左 道 所以你想说明什么 凑脑袋 凌恩用力地伸了一个懒腰 抛了抛手里的手机 嘴角微翘道 我是说啊 如果通往血肉神教那边区域 只有这一条主干道的话 那无论怎么样 我们应该也能在这条路上 遇到他们的吧 既然如此 那与其一头扎入那座 几百万人的大城市乱撞 那为什么不稍微花点时间等一等呢 找到线索 可要比我们莽撞的乱轴 要效率的多啊 左左猛逼道 但你就真的能确定 他们一定会来 凌恩顿时乐呵呵地站了起来 扶了扶单片眼镜 笑得格外的诡秘道 呵呵呵 我当然能确定了 因为我已经闻到了 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臭味 这种味道 真的是隔着几公里 都清晰地让我动荡啊 他猛地转头 一枚手雷瞬间被他拔开了保险 在那美妙的笑容当中 骤然被他抛出了一个遥远的抛物线 哼 远处的公路之上 一座满载驶来的大巴车前 顿时一声巨大的爆炸 老伯 牛 林恩瞬间微笑地跳下了车 从怀里摸出了自己的裂魔左轮 大步地向着那个方向走去 道 老伯 辛苦你了 现在麻烦你掉头往回走 可以吗 那个老伯刷刷点头 道 莫得问题 瞬间 那辆牛车一个极限飘移 摁着草帽 顿时便以120麦的速度 向着来时的方向 驾牛狂飙而去 滚滚的烟尘中 林恩微笑地打开保险 大步向着那辆大巴走去 道 那接下来就看我们了 左左 第992章 找到的话就不杀你 左左震惊道 所以 你是一早就感应到他们的位置了吗 你这个混蛋 林恩摁着自己的帽子 诡秘地笑着 快步地向着那辆大巴走去 道 都说闻到他们身上的臭味了 那不得让我养精蓄锐一下 不摸一下鱼 又哪有力气战斗呢 而也几乎是在那个瞬间 林恩举起了手中的左轮 砰 砰 叮 您的射击技巧加一 叮 您的射击技巧加一 伴随着耳边的系统提示 远处的那两大巴的两个车轮 瞬间就被林恩的子弹穿透 轰然爆开 林恩甚至能够看到一个试图下车的乘客 摸爬滚打地抱着头 惊慌失措地连忙爬上车 林恩喀的一声微笑地戴上了夜衣面具 在那行走的途中 滚滚的白色雾气 从面具两侧呼刺一声地蔓延了出去 几乎是在寝客间 便将他的身体隐没在了其中 伴随着那迅速蔓延过来的雾气 整个大巴车附近 也很快地被遮挡了视野 怎么回事 大巴车后座之上 五个旅客猛地皱起了眉 他们的身份特征并不想通 两个文职人员 一个学生 还有两个工人一样的打扮 如果丢在人群当中 绝对不会引起别人丝毫的主要 但几乎是在同时 为首的那个文职人员的手伸向了怀里 警惕而凝重地握住了一把黑心手枪 他们意识到了不对 鬼秘的气息 他身边的那个女性文职人员 凌厉地转头 他的无名指 就像是感应到了什么一样 嗡嗡地颤动 哦 超自然的力量 刚才开枪的那个可能不是人 我们被什么东西盯上了 几乎是在一瞬间 另外那两个工人和学生 几乎全部都是脸色一变 他们几乎是条件反射地站了起来 但望向窗外的时候 外面已经是变得白雾朦胧 什么也无法看到 他们意识到了不妙 作为血肉神教的教徒 他们对这种异常情况 可谓是极度的敏感 那五个人立刻离开了座围 全都从怀里拔出了枪 就在周围座位上慌乱的人群的注视之下 他们凌厉地迅速地背靠背地防备了起来 那个女性文职人员小心地垂手 望向了她身边座位上的那个手里 拿着一张大大的报纸阅读着 穿着大红色裙子的小姑娘 戒备地询问道 主人 我们该怎么办 但是那个小姑娘并没有回复 只是把遮住了脸的报纸压得更紧了一些 只是微微地能够感觉到 她的小手似乎有些颤动 紧张的气氛在周围肆无忌惮地蔓延 车里的每一个乘客都是面露惊慌 根本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而也是缓缓的 外界那白色的雾气 慢慢地从大开的车门中蔓延了出来 而他们立刻便看到 坐在前排的那些乘客和司机 在接触到那白色的雾气时 身体很快就软绵绵地趴了下去 陷入了昏迷 是麻痹毒气 那五个血肉神教的教徒的脸色巨变 而也几乎是在同时 他们头顶的大巴车的顶部 瞬间传来了一声巨响 就像是有什么东西 重重地落在了车顶一样 开火 一声力喝 那五个神经紧绷的教徒 几乎是条件反射地 举起了手中的手枪 向着头顶猛地扣动了扳机 伴随着一声生子弹射穿箱顶的声音 周围的乘客全都尖笑地抱住了脑袋 蹲在自己的位置 瑟瑟发抖了起来 但子弹仅仅只是在车顶开了几个窟窿眼 但也就是 在他们刚刚射完第一轮的那个间隙的瞬间 他们身边的一扇车窗猛地破开 几乎没得及做出任何的反应 最靠近车窗的那个学生的身体 瞬间就被一根长长的触手 直接缠绕住了身体 哗啦一声 当他们脸色的大便的反应过来 向着开枪时 已经是为时已晚 他们那个同伴的身体 瞬间就被那根触手 拉出了车外 很快外面就传来了一阵阵凄厉的惨叫声 那他们是什么东西 那两个工人的脸色变了 变得异常的苍白 他们的目光 几乎是立刻急切 就向着刚才那个小姑娘的座位望了过去 想要寻求帮助 但他们立刻就看到 那个位置早就已经是空空如也 根本找不到任何的人影 他们颤抖立刻就意识到 他们的主人把他们抛弃了 他肯定是感受到了什么 也许他们遇到的这个怪物 要比他们的主人更加的恐怖 但毫无疑问 来自地狱的恶鬼本就不可信 如果遇到连他们都无法处理的危险 那他们肯定会在第一时间将他们舍弃掉 而伴随着白雾滚滚的弥散进来 他们立刻飞快地捂住口鼻 急切道 继续留在这里 只会成为瓮中之鳖 我们突围 分开跑的话 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快 快走 他们飞快地向着大门的方向冲去 但也几乎是在同时 轰轰轰 大巴两侧的车窗 瞬间再一次轰然炸开 爆炸出的玻璃碎片在整个车内飞舞 他们的脸色巨变 但已经是为时已晚 一根根触手 哗啦啦地就从外面爆射了进来 就在他们的惊恐的尖笑之下 猛地将他们扯出了窗外 就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短短的十几秒钟 车厢内外的白色雾气 就已经是消失的无影无踪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 而就算是十几分钟之后 车里的乘客苏醒过来 拨打了报警电话 在警察赶到时 他们也无法准确地描绘出 当时发生的那一切 因为这样的突发事件 早就已经超出了他们所有人的认知 公路外的一处小树林当中 林恩咔咔地活动着脖子 慢慢地蹲了下来 笑眯眯地注视着 那五个被他用触手捆附在一起 早已经被他摧残得 奄奄一息的惊恐的血肉教徒 你们应该都认识我 或者说 你们应该都看过我的资料 那你们应该就知道 如果不乖乖地配合的话 在我的面前 可没你们好果子吃 我一手的那个教徒颤抖道 你是那个地狱之人 林恩歪头道 你觉得呢 这不可能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是我们的教众 把你召唤过来的 他们震惊而恐惧地 几乎是瞬间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因为在他们离开之前 他们分布便已经开始了 对一个强大地狱生物的召唤仪式 而他们所要召唤的 不是别人 正是之前几次 在他们和超自然总局的战斗中 他们遇到的 那个可怕的来自地狱的人 你把我们的人怎么样了 林恩微笑地举着枪 那 那些人 都杀了 听着他那轻巧的话 他们面露颤抖 脸色苍白的 几乎不像是活人 毫无疑问 他们失败了 其实在他们 准备召唤那个地狱之人前 就有人劝诫过他们的大祭司 因为召唤敌对阵营的地狱的生物 这件事情绝对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但是 在当时那全面召唤的总动员之下 每一个人都沉浸在了 那巨大的狂热当中 他们每一个分布 都想要在这场狂欢当中 召唤出更可怕 更强大的怪物 来提升他们 在血肉神教内部的话语权 而也正是这种狂热 蒙蔽了他们的双眼 啪 冰冷的金属的枪管 抵住了那个女教徒的下巴 她的嘴唇发紫 全身一片冰冷僵硬 带我去找 你们运送的那批寄生兽 如果找到的话 我就不杀你 林恩嘴角微翘道 第993章 人家只不过是想赚点外快 你做梦 那个女性教徒怒目而视 砰 一声枪响 叮 您的射击经验加一 新红的鲜血和脑浆 从天灵盖上冒了出来 滚烫的建设在 另外几个教徒的脸上 让他们全都露出了恐惧的神情 林恩转头 扣动左轮的保险 微笑地指向了 另外一个血肉教徒 道 喷 又是一声枪响 叮 您的射击经验加一 林恩吹了吹枪口的青烟 闭眼道 磨磨唧唧 说个话都吞吞吐吐 要你何用 剩下的那三个血肉教徒 立刻就明白 他根本就不会放过他们 他只不过是在玩弄他们的灵魂 他和地狱当中所有的魔鬼一样 就算你真的 把你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他 地狱的魔鬼 也绝对不会放过你 你这个魔鬼 你必将下地狱 他们奸笑地向着林恩咆哮了起来 喷喷喷 三连击 林恩淡笑地俯视着他们流血的尸体 擦了擦枪管道 抱歉 我早就下地狱了 左左愤怒道 阿卫 脑袋 你不是说 要从他们的口中 拿到寄生兽的情报吗 你怎么把他们都杀了 林恩扭头 瞥了一眼远方 道 这不还留下一个吗 而且 看样子还是我们的老朋友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哪里都能遇到他 五公里之外 一座座林立在平原上的 某座低矮的坟头下面的棺材里面 只见一个穿着红色连衣裙 背着书包 脚踝上面系着两个同龄当的小女孩 瞪着眼睛 用力地抱着怀里的报纸 哆哆嗦嗦地 躺在那腐朽的棺材里面 合用一下你的床位 你应该不介意吧 他对着身边挤在一起的一句骷髅说完 用力地把他往旁边挤了挤 瑟瑟发抖 一路狂奔五公里 他发誓 这绝对是他这辈子以来 跑得最快的一次 只用了五秒钟的时间 就跑完了这么长的距离 如果在游魂巷举行马拉松比赛的话 他相信自己绝对能够荣获前三甲 但他真的只不过是偶尔兼个职 补贴家用而已 但为什么每次兼职 都能遇到那个家伙啊 绝对没有问题的 虽然比较远 但是那副装扮除了他之外 游魂巷里面 也没几个这么骚包了 不过应该没有注意到我 血娃娃瞪着大眼睛 躺在大大的棺材里面 怀里颤灯灯地抱着那个骷髅头 心存侥幸 毕竟这段时间 他也有很努力地吃东西和修炼 趁他没注意 哗啦一声跑掉这种事情 他已经是锻炼的炉火纯青 毕竟我跑得这么快 他翻了个身 呼了一口气 搂着旁边的那具骷髅 蜷缩了起来 还是先睡个午觉 等那个家伙离开之后 再去血肉神教那里 享受供奉好了 要是让他抓住的话 保不准真的要卖身求容了 但也就是 他刚刚闭上眼睛 扑呲 一声颤吐的声音 他的耳朵动了动 然后只能一声睁大了眼睛 瞪着眼盯着上面 扑呲 又是一声颤吐的声音 不 不会吧 他慌了 哒哒哒地颤动地抱着怀里的那个骷髅头 难道说是 已经被发现了吗 要不然 这声音又是从哪里传来的 人家这里还葬着人 你这随便在人家的坟头上面动土 一点功德心都没有的啊 不过 很快那蝉吐的声音就消失了 他瞪着大眼睛 紧绷着神经 又等待了片刻 在确认那声音已经不在之后 他这才慢慢地松了一口气 也许是错觉吧 他小小地呼了一口气 下意识地就抓起旁边的衣领 擦了擦鼻子 然后 他平躺了下来 发起了呆 长长的棺材当中 不知道什么时候 似乎变得有些拥挤了起来 刚才还能够抱着那个骷髅翻个身 但是现在却仿佛多了点什么东西一样 似乎很难伸展地开拳脚 而且为什么总感觉棺材里面的空气 似乎有被消耗 似乎还有什么稳定的呼吸声呢 他发着呆 而且自己刚才是拿着什么东西 擦着鼻子 这个棺材里面的那位骷髅大哥 不是已经烂得渣渣都不剩下了吗 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 但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因为他穿着裙子 只有下摆 并没有衣领 你好 你也好 他下意识地呆呆地回应了一句 然后就再没有了声音 隐约可以看到 长长的棺材当中 一长一短两个身影 并排着拥挤着平躺在那里 一辆大卡车从公路之上急驰而过 镇的棺材里 速速地灰尘 毫无疑问 这绝对是一个关镇地极家场合 短暂的寂静 雪娃娃终于是反应了过来 发出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大叫 摸爬滚打的 下意识地就想要冲出去逃跑 叮 雪娃娃对你的恐惧加十五 叮 雪娃娃对你的恐惧加二十一 伴随着耳边那不间断地传来的提示 他惊慌地刚坐起来 就被一只有力的手擒住了命运的后脖梗 直接就被躺在那里的灵恩滴溜住了 变态医生 变态医生啊 他震惊地乱叫 但是根本没有任何的卵用 灵恩滴溜着他的后脖梗 在他哇哇乱叫当中 闭着眼 熟练地从棺材当中爬了出来 然后 把他对着太阳的方向一亮 哇呀呀呀 叮 雪娃娃受到了阳光的直射 生命直减少 叮 雪娃娃受到了阳光的直射 生命直减少 不敢了 不敢了 饶命呀 雪娃娃大叫地用力地 在面前阻挡着阳光 身上素素地冒着黑烟 那纸扎的红色裙子 是刷刷刷地画作片片的灰烬 不敢什么了 灵恩闭眼问道 雪娃娃娃娃大叫 用力地阻挡着太阳光 脚踝上的铜铃铛当当地乱响 他的布娃娃从背包里面钻出来 拧得用力地 咬着灵恩的手腕 但毫无卵用 不敢转外快了 再也不敢了呀 以后就算是穷死 也绝对不会再接受召唤了 乌鸦 疼死了 疼死了蛙呀 灵恩睁着死于眼 把他滴流到了背羊面 全身焦黑的雪娃娃 也就像是一个布娃娃一样 手脚搭拉着 身上鼓鼓地向上冒着黑烟 啪哒一声松开手 灵恩抱着双臂 认真而严肃地俯视着这个老熟人 道 真的是万万没有想到啊 每次回来都能遇到你 你这业务很熟练啊 看这样子 怕不都已经混成蓝星血肉神教的骨干了吧 哪里有 雪娃娃瑟瑟发抖地抱着胸脯 躲在灵恩的影子里面 蜷缩在一起 就像是一个被欺凌过的萝莉一样 两只脚丫都并拢在了一起 人家只不过是想要赚点外块而已 为什么哪里都能遇到你啊 你这个跟踪狂 挖人眼珠子的无良医生 回去之后 一定要把你家的药剂都脱光光 第994章 被拐带的雪娃娃 灵恩抠出了一个 几个月不见 个子没大多少 嘴是越来越毒了呀 她往旁边一挪 阳光瞬间就照射到了她的身上 冒起了一阵阵黑烟 她立刻哇哑哑地摸爬滚打地 又躲到了灵恩的影子里面 灵恩一把就又把她滴留了起来 撇道 少给我废话 既然让我逮住了 那你就最好把你知道的 都给我老实交代出来 乖乖回答我的问题 不然小心把你的底裤都扒掉 雪娃娃大叫地抱着自己光溜溜的身体 道 已经扒掉了呀 明显就不是什么正经人啊 一上来就把幼女的衣服烧掉 虽然她岁数可能比她都要大得多 但再大也是年幼的女孩子啊 她骨子里面 肯定刻着一些极度恶劣的基因啊 废话少说 第一个问题 你来这里干什么 当然是兼职了 刚才不是都已经和你说过了吗 人家只不过是想要赚点外款 而且前天才刚被赵换过来 根本还没来得及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 是吗 那你不好好在他们的分部待着 你为什么会和这群人一起去蜀豆 你怕不是偷偷吧 雪娃娃抱着胸脯 蜷缩着身子 气急败坏大叫道 哪里是偷偷啊 我只不过是想要好好地吃一点东西而已 是他们把我骗过来的 说那个城市里面到处都是吃的 我才一并跟着过来的呀 但后来我才知道 他们是想要让我吃人 我没答应 就又回来了呀 林恩挑眉 有意道 哦 你居然不吃肉了 改吃素了 雪娃娃大叫道 我当然想要吃肉了 但你这个无良医生 在地狱里面闹得那么大 保不准什么时候知道了 就过来杀我 我才不要被杀掉呢 我惊得很呢 林恩弹疼 抓着他命运的后脖梗 另外一只手 用力地摁着他的脑袋 狠狠地教训这个不听人话的雪娃娃 既然这么惊 还敢来 上次就和你说过了 要是再敢接受血肉神教的召唤 就肯定没有你的好果子吃 没想到还真让我逮住了 你说 我该怎么对付你 雪娃娃用力地抱着脑袋 明 道 你不会真的杀了我吧 我还要找妈妈呢 你妈都被你消化干净了 你还找个毛啊 哎 果断掉这个没用的家伙 林恩睁着死于眼 道 废话少说 我这次过来 有很重要的事情 你这次跟着他们去数 都是不是为了运送一批活体幼虫 你最好乖乖回答 这件事情 对我很重要 雪娃娃用力地 把自己乱糟糟的头发撸直 然后看到她的目光再往下瞥 立刻飞快地抱住了胸脯 警惕道 是 是又怎么样 确实是运送很多小小的虫子 不过我可没有参与进去 我只是 跟着他们去了那个很大的房子 然后又跟着他们回来 至于他们要干什么 我完全不知道 也没兴趣知道 你就知道吃事吗 当然了 人不吃东西就会死 鬼不吃东西就长不大 我当然要想尽办法地吃东西 她像着林恩药武扬威一样地 炫耀了一下自己的拳头 然后向她展示自己 那一排锋利的牙齿 林恩没工夫教育她 那你还记得你 口中那个很大的房子的位置吗 嗯 应该记得吧 没有任何的耽误 林恩瞬间便转身 一根根触手爆炸而出 让她就像是章鱼博士一样 飞快地向着蜀多的方向狂奔去 血娃娃只能用力地抓着她的手腕 哇哑哑地 在巨大的速度之下 就像飘飞的柳条一样 在风中乱摆 你让我穿上衣服呀 让我穿上衣服啊 在那爆炸一般的速度之下 仅仅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林恩便已经是远远地看到了 高速镜头那座城市中 助力的一座座高楼大厦 蜀多 这座位于华夏西南盆地当中的 一座大型城市 在她所在的地球 这里更是有着天府之国的美誉 是一座真正的 拥有古老历史的美妙城市 我们到了 林恩瞬间从空中落地 摁着自己的高脚帽 抬起头注视着高速路镜头的收费站 告诉我具体的方位 不然屁股五半 雪娃娃气急败坏地抱着胸脯 从自己的小小的背包里面 拿出了纸扎的内衣和红裙子穿上 又掏出了一把大大的雨伞遮阳 脚踝上的铃铛叮当响 是不是告诉你之后 你就放我走啊 我不想跟着你 跟着你 没有好果子吃 废话少说 你见过战俘 有谈条件的资格吗 不然我就先趴后杀 再趴再杀 杀完再怕 明白了吗 叮 雪娃娃对你的恐惧加识 那个方向啊 不要随便威胁别人啊 我又不是不知道 雪娃娃 哦哦 地向着城里的某个方向一指 刷 林恩一把抓起他的后脖梗 身体瞬间就化作了一道残影 向着他指着的方向一掠而去 而也几乎就是 在他踏入这座城市的同时 蜀都某个不起眼的教堂当中 一个戴着一副老花镜 满头白发 却慈眉善目的老人 他腰带上系着的一个金色铃铛 顿时发出了一阵阵急促的声响 他穿着一身传道士的服装 捧着一本圣经 微笑地欢迎着每一个来此礼拜的民众 为他们祈福 他看了一眼那个愈发急促的灵挡 上面已经是隐约地冒出了浓重的黑气 他慢慢地摘下了眼镜 将祈福的任务 交给了身边的一个教室 随即苍老的面容凝重了起来 快步地走向了教堂旁边的中塔 弥赛亚 果然和你说的一样 地狱的鬼秘 还是来到这座古老的城市了 他严肃地来到中塔内 伸出枯稿的手 拿起固画 拨通了军方预留的号码 喂 这里是超自然作战中心 嗯 他缓缓地打断了那边的话 声音苍老 道 这里是蜀都的天主教堂 根据我们与你们达成的协议 请帮我转接弥赛亚女士 我是影修会的主教凯文斯 请告诉她 有超过那条界线的诡异 降临了 咚 咚 一声声钟鸣在高高的中塔之上响彻 因为是早上 所以很多民众都并没有感觉到 终生和以往有什么异常 只是唯一不同的是 这一次的终生敲了整整十三下 但如果对此有过了解的信徒的话 那一定知道 十三这个数字 在天主的教义中代表的含义 它代表着不祥与魔鬼 第995章 突袭 刷 一座六层高的居民楼的天台之上 狂风吹拂 灵恩就像是一只猎豹一样 落在了天台的边缘 转头看了一眼 城市中心响起的钟鸣 随即目光 就落在这座居民楼不远处的那座工厂 明明是早晨 但那座工厂却是大门紧闭 隐约地可以看到 工厂内部放着的各种建筑材料 还有内部那座厂房紧闭的 秀极斑斑的大门 你确定是这里 灵恩挑眉问道 雪娃娃瞪着眼睛 举着大伞 抱着洋娃娃 轻飘飘地悬浮在他耳朵身边 秀了秀 不会记错的 旁边有家咕嘟咕嘟煮肉的地方 把细小的触须 和蠕动的脑子 放在滚榻血红的铁锅里面 折磨的诡秘气味 我记得非常清楚 异常的黑暗的料理 那是火锅 灵恩戴上了自己的鸟嘴面具 迅速地打开侦测的视角 向着那座工厂 眺望了过去 而隐约地 穿过工厂外围的墙壁 他清晰地看到了 内部一个又一个活动的人影 还有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 那微弱的黑暗的气息 而这种气息 只有接触过诡秘和地狱的生物 才会具备的恶臭的气息 我们走 灵恩目光一闪 从六层高的大楼一跃而下 几个闪身就潜入了那座工厂 黑暗的走廊当中 窗户和排风管道 都已经被严丝合缝地堵死 一个房间当中 隐约地传来了一声 又一声第二痛苦的声音 那种声音听上去 就像是一个肺癌晚期人 从喉咙里发出的 短暂沙哑的喉音 偶尔还伴随着几声甘涩的咳嗽 似乎正在承受着极大的痛苦 脸上的毛孔清晰可见 似乎正在有什么东西 从里面进出 慢慢地可以看到 一条长长的铁线虫一样的事物 以极为缓慢的速度 从他脸上的那个毛孔 蠕动了出来 然后就像是老树的藤腕一样 蜿蜒着爬到了他无神的眼角 鼓鼓地从眼睛的缝隙 穿刺了进去 但这并不是只有一条 他靠在墙壁之上 从手腕到胸膛 再到脖梗和脸颊 密密麻麻地 遍布了在他身体内外攀爬的长冲 他猛地静蓝地呕吐了出来 伴随着那恶臭的气味 在他的呕吐物当中 都能够清晰地看到 一个又一个蠕动的幼虫 尸体的实验已记录 一切进展良好 经过催化之后 目标寄生体 仅在一日的时间内 便繁殖出了上百只寄生虫 催化的作用是明显的 它可以有效地缩短寄生虫的潜伏性 从而在短时间内 实现大规模的繁衍 这可以有效地缩短 我们控制这座城市的周期 不过有力有弊 使用了催化剂之后 被寄生者会在短时间内 被寄生虫快速地杀死和掠夺 这种行为 将无法使其转变为 可以被我们操控的傀儡 但可以在初期 进行大范围的传播 监控室之内 数个穿着黑色轿袍的教徒 平静地拿着笔记本 注视着屏幕上 那数十个房间当中的那实验体 实验体的捕捉 有引起相关当局的注意吗 请放心 我们选择的目标 多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他们的失踪 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那就好 那个教徒合拢了手中的笔记 扫视了一眼监控画面 就要转身离开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余光 猛地在工厂外围的一角 捕捉到了一个一闪而过的黑影 那是什么 他的目光瞬间冷立 猛地转过头 怎么了 其中的一个教徒问 那个教徒的目光 盯着监控器当中的画面 道 刚才好像有什么东西 出现在了监控画面里 有一个黑影 他伸出手指着 那个监控器的画面 转动画面 把他对向大门 工作人员立即按照他的命令 调整起了监控器的角度 伴随着微微地转动 画面逐渐地向着 他所要求的那个方向而去 而也就是在转过的那个瞬间 画面当中猛地出现了一个 抬着头 望着他们的少年的脸颊 监视器的角度 几乎正对着他望过来的方向 他穿着一身黑色的燕尾服 戴着高脚帽 在画面转过来时 就仿佛能够直接 和他们目光相处一样 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个微笑 众人的脸色瞬间大变 是什么人 等等 这张脸我好像有些熟悉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他是 但仅仅只是不到两秒的时间 画面当中的那个燕尾服少年 便瞬间消失了 没错 没有任何的移动 就像是鬼魅一样 凭空地消失在了 他们的视野和画面当中 而也几乎是在瞬间 在另外一个监控的画面当中 他们猛然看到 在工厂内部的走廊当中 巡逻的一个教徒的脖子 突然咔嚓一声 旋转了就180度 身体瞬间软绵绵地倒在地上 紧接着那里的监控画面 便是一黑 让他们再也无法 看清楚那边的情况 嫡妻 为首的那个教徒 立刻大吼 他几乎立刻就拉响了 工厂内部的警报 刺耳的警报声 和闪烁的红色的灯光 在整个工厂内部响起 在工厂周围巡逻和 警戒的一个又一个教徒 全都抬起了头 几乎是条件反射的 从腰盘拔出了枪械 但也几乎是在他们 警戒起来的同一时刻 另外一个监控画面 当中的两个教徒的脖子 再一次被一种诡异的力量 以同样的方式直接扭断 画面再一次一黑 而这一次 那突袭的频率 明显地提高了上来 他们面前的监控画面 不断地在闪烁中黑了下去 在他们颤抖的注视之下 那监控画面的不断地黑屏 给予了他们一个 极度危险的信号 那个人正在向着 他们现在所在的位置而来 他的目标 正是坐在监控房间当中的他们 太快了 速度太快了 这根本就不是人类 所能做到的事情 这次袭击他们的 绝对不是人类 而也几乎就是在 短短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伴随着他们监控室外 走廊的画面一黑 他们猛的脸色 巨变地转过了头 望向了紧闭的大门 来了 他现在就在外面 而也几乎就在同时 咚咚咚 门外 响起了敲门的声音 而伴随着那敲门声 他们房间内部的灯光 也是一阵又一阵地闪烁 就像是电路受到了 某种干扰一样 整个房间当中 都变得忽明忽暗了起来 众人的脸色一片苍白 一滴滴冷汗 沿着背脊流淌了下去 超自然的力量 这绝对是远超 这个世界上的人类 能够想象的 诡秘的力量 怎么办 第996章 已经叛变组织了 怎么办 为首的那个教徒 死死地盯着闭锁的大门 他的手慢慢地伸向了怀里 隐约地可以看到 从他怀里露出的 一只星红的高跟鞋的一角 如果仔细看的话 能够发现 那个高跟鞋的颜色 有些太过的鲜艳 鲜艳的 就像是新鲜的流动的鲜血 诅咒之物 那只高跟鞋当中 养着一只厉鬼 咔哒 也几乎是在 闭锁的大门的门把手 被扭开的那一刻 为首的那个教徒 猛地从怀里 拿出了那个高跟鞋 猛地重重地 摁压在了地面之上 一滴鲜血啪哒一声 落在了那鲜艳的 高跟鞋的表面 走 直接便消失在了原地 而他留下的 那个高跟鞋 也是变得愈发的鲜艳 鼓鼓地开始向外 冒出了大量的鲜血 也是在同时 林恩微笑地 推开了 那扇紧闭的大门 走了 然后他看到了 地面之上的 那只新红的冒血的高跟鞋 就在他的注视之下 一只苍白入骨的手 咔咔地从那只鞋当中 伴随着滚滚的鲜血 伸了出来 就像是某种诅咒被激活 有一只可怕的厉鬼 正在苏醒 左左震惊道 能吃吗 血娃娃露出了锋利的牙齿 震惊道 我也饿了 问 那只正在往外绽放手一僵 然后就像是感觉到了 什么不妙的事情一样 立刻就以双倍的速度 飞速地往高跟鞋里面缩 但左左瞬间啪的一声 抓住了那只手 用力地把它往外拽 血娃娃也是哇呀呀地 拿出了刀叉 飞快地冲了过去 和左左一起用力地 把高跟鞋里面的那只鬼往外拽 你们两个等一下 我还没确定 这是蓝星的鬼 还是地狱的鬼 你们不要随便 就缠人家的身子 喂 你们听到了没有 我们还有其他的任务啊 喂 喂 工厂的地下排污区内 那个血肉教徒 带着转移过来的 他们的核心骨干 咬着牙 飞快地向着 走廊尽头的那个方向 狂奔去 周围的排污的机器 隆隆地运作着 大量的废水通过地下管道 直接汇入了 城市排污系统当中 而像这样的工厂 在整个蓝星上 并不罕见 猛地推开门 他们的目光 立刻就落在了 整齐的摆放在房间当中的 那一个又一个透明容器 其中有一半 已经是空的 而另外一半的容器当中 注存着大量 粘稠的红色的液体 而在液体当中 隐约能够看到 密密麻麻的长冲 在其中游动 快 把剩下的所有的虫子 都处理掉 抓紧时间 他咬着牙 飞快地带着人 搬起一个个容器 猛地掀开盖子 冲入旁边的污水处理系统 将那大量的粘液 灌注进入其中 他的直觉告诉他 那个人的目的 一定是他们手里掌握的这些 从地狱运来的寄生虫 而现在 这些虫子 只散播出去了一半 他绝对不能允许 出现任何的变故 快 快 他嘶吼 因为按照监控中的 那个人所展现出来的 可怕力量 就算他动用了 从总部那里得到的 诅咒之物 恐怕也没有办法 真正地阻止那个人 他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 将这些虫子散播出去 但也几乎就是在 他们刚刚行动起来的 那个瞬间 咔擦 他们头顶的电灯泡 瞬间在一股 诡秘力量的影响之下 炸裂 他们的脸色巨变 猛地向着来时的走廊 眺望了过去 而这一望 他们看到了有史以来 最让他们感觉到 恐惧的画面 黑暗的走廊的镜头 伴随着一个个灯泡的破面 无数就像是蛇群一样 填满了整个走廊上下的触手 就像是闪灵当中的血铺一样 狂涌地向着他们席卷而来 就像你所直面的地狱 太快了 他本来以为 那个诅咒之物 就算再不济 也应该能阻挡他一段时间 阻挡到他们 将所有的虫子都处理完 但是眼前的这一幕 已经是告诉他 他所面对的那个人 是远超他们所知所见的 更大的恐怖 啊 伴随着一声声凄厉的惨叫 他们在向着反方向奔跑的同时 那狂涌而来的触手狂潮 就像是洪水一样 瞬间就将他们的身体吞没 爹 您击杀了一个血肉教徒 您的经验加一 叮 您击杀了一个血肉教徒 您的经验加一 伴随着耳边的提示 房间当中的那个首领 恐惧地后退着 直到他退无可退 后被重重地撞在身后冰冷的墙壁之上 而那狂勇的触手潮 也在冲入这个房间当中的那一刻 骤然停了下来 扭曲的血肉哗啦啦地交织了起来 然后一点点地浮现出了人形的轮廓 慢慢地挤压出了灵人的身体 他咔咔地活动着脖子 盯着那个首领 从系统空间拿出燕尾服披在身上 穿上了裤子 你到底是什么 你有什么目点 那个首领脸色苍白 手中握着的手枪 在这鬼秘血肉力量之下 显得是那么的无力 林恩盯着他 随手将手中被吃干净的那个黯淡的高跟鞋 丢到了他的面前 道 虫子呢 他的目光扫过他 落在了周围散落一滴的血红的粘液 和他身后那一个又一个庞大的透明容器 而他几乎也立刻就发现 其中一半早已是空空如也 而他立刻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哗啦 他的一根触手瞬间就像是鞭子一样 黄舞了过去 瞬间缠绕住了他的脖子 在他窒息的痛苦中 直接将他拎到了他的面前 林恩近距离地注视着他的眼睛 双眼就像是能吃人一样 你们 已经把那些虫子 散播了出去 他感受到了那股杀意 在这近距离之下 他甚至能够清晰地看到 林恩胸膛上那鼓鼓地灾变的血肉 他痛苦地抓着 缠绕在脖子上的触手 道 不管你有什么目的 你 你也已经来晚了 昨天 在刚接收到时 我们就已经处理了一半的寄生虫 现在他们估计已经散播到了 这座城市的各处 不管你是谁 你都是阻止不了的 血肉永恒 我神必将降临 地下 缓缓地伸出了一只半透明的小手 脏兮兮的血娃娃 从林恩的脚边爬了上来 擦拭着身上的污秽 嫌弃道 已经按你说的做了 通往外面的排污管道 都被我堵死了 确实发现了很多的虫子 应该都是刚刚被排进去的 太臭了 都捏死了 那个首领顿时一震 瞳孔惊惧地转了过来 艰难地望向了那个小女孩 报 报时主人 他一眼就认出 那个小女孩 正是昨天和他们总部的人 一起来这里为他们提供了 寄生虫的那位来自地狱的恶灵 也是长期接受他们 蓝星血肉神教供奉的恶灵之一 血娃娃脆生生地抬起了头 对着他露出了一双 人畜无害的笑眼 已经叛变组织了 打不过就只能加入这样子 我现在已经是站在你们 对立面的坏蛋了 第997章 无法消灭的寄生虫 碰 灵恩重重地将他的身体 摁压在了墙壁之上 目光盯着他的双眼道 你们是通过什么途径散播的 这是你最后的一次机会 那个血肉教徒 痛苦地仰着脖子 在巨大的窒息之下 让他的胸膛不断地起伏 脸上的表情都开始扭曲 城市的排污管道 水厂 还有医院 我们将感染者散播出去之后 虫子会控制他们 主动寻找更多的宿主 他那鲜血淋漓的手 猛地抓住灵恩 遏制着他的触手 这座城市 很快将会成为那些寄生虫的温床 用不了多久 全城所有的人都将被感染 而他们很快就会 将这些虫子带到世界各地 你就算是想要阻止 也已经 咔嚓 灵恩直接扭断了他的脖子 将他的尸体重重地丢到了一边 左左忧虑道 我们还是来晚了 灵恩抬起头 这其实是早有预料的事情 只不过是我们心存侥幸 以为可以在这之前阻止他们 但事件的发展 永远不可能取决于你个人的意志 灵恩没有难过 也没有沮丧 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说 这样的情绪 从来不会出现在他的字典当中 现在情况虽然糟糕 但还远没有到达 无力回天的地步 灵恩迅速地在他的尸体当中搜寻了起来 很快他就找到了一本实验记录的笔记本 翻开浏览了起来 而越看到后面 他的眉头就皱得越厉害 但我们至少成功了一件事情不是吗 灵恩眯着双眼 合上了笔记本 上面记载了很多有趣的东西 他们似乎正在通过血肉神教给予的方法 试验某种能够加快虫群繁衍的催化剂 并在这里进行各种人体试验 而既然有能加速繁衍的方法 那我们说不定也能够以此为契机 找到遏制虫群繁衍的良药 轰 灵恩瞬间用自己的血肉 将散落一地地攀爬的那些虫子 全部灭杀 剩下的那些容器当中的寄生虫 他并没有消灭 他知道 在那声钟声响起时 应该就意味着 影修会的那些人已经发现了他 那这里很快也应该会被他们找到 那么这些虫子 将会将这个噩耗带给他们 灾厄已经蔓延了 轰 灵恩一拳轰开了一个实验体的房间 恶臭瞬间扑面而来 灵恩的目光 也落在了靠在墙角边缘的那个全身溃烂的流浪汉 而从监控室的情况来看 至少有数十个实验体 被他们关押在这座工厂的各个角落 并在他们的身上 对那些虫子进行试验 丁 您正在对目标释放随即诊断术 被动 请问是否立即进行 是 灵恩的手指 凝重地触碰在那个溃烂的实验体的脖肩 丁 您发现了目标病症一 血肉寄生 重度 丁 您发现了目标病症二 异常的寄生虫繁衍 324条 丁 您发现了目标症状三 内脏缺损严重 大量寄生虫啃视着他的血肉 大脑已被全面占据 伴随着耳边的提示 灵恩迅速地蹲下 扒开他的眼皮 望向了他那涣散的瞳孔 目光无神 而甚至在眼球内部的金状体当中 都能看到那蜿蜒爬行的虫子 这个人类已经成为了虫子们的温床 放在蓝星现存的医疗体系当中 可以说已经是被判处了死刑 不过 应该还有救 灵恩迅速地戴上口罩 毛子严肃 一根根细小的触手 哗啦啦地从他的手指之上蔓延了出去 沿着他的毛孔 就像是蚯蚓钻入土壤中一样 迅速地蔓延进入了他的身体当中 这是一次试验 如果在这里可以救活一个人 那也就意味着 他可以用这种方法救活更多的人 但是他不敢保证他的这种方法 是否真的有效 只能全力一搏 能用恢复药剂 治疗他身上的伤势吗 他的身体已经溃烂了 左左张了张嘴 担忧道 灵恩严肃地摇头道 不行 在虫子没有踢除之前 任何给身体补充养分的东西 也会在同时作用在那些虫子的身上 这反而会加速他们的繁衍 有益无害 你打算怎么做 只是一种试验 如果我能够在物理方面消灭他们的话 那就说不定还有转机 一根根微小的触手 在他的皮下和身躯内部蔓延了进去 在灵恩的控制之下 他们很快就化作了一条条凶猛的毒蛇 迅速地在他的体内追踪 并猎杀那些游荡着的虫子 丁 您灭杀了一只寄生兽 幼虫 您获得了0.1经验 丁 您灭杀了一只寄生兽 幼虫 您获得了0.1经验 系统的提示不断地响起 甚至他的身体当中 都在不断响起 一声又一声滋滋的虫子 被吞噬的声音 在灵恩控制的触手 那凶猛的进攻之下 战况在他的全身上下的各个领域当中展开 四肢的寄生虫已经被消灭 躯干的寄生虫已经被消灭 内脏和骨髓的寄生虫被消灭 持续的进攻之下 仅仅是数分钟的情况之下 大量的寄生虫被扑灭 但也就是 在他整合起所有的触手 沿着他的脖梗 扑向那个实验体的大脑时 那个溃烂的实验体 猛地发出了一声 仿佛是来自灵魂深处的痛苦的尖笑 那尖锐的声音 就仿佛承受了这世界上最大的折磨 而也就是 在灵恩即将消灭 他大脑内的寄生虫的那一刻 他停了下来 怎么了 左左震惊地问道 因为 他第一次看到灵恩的表情 会变得那么的凝重 这放在他以前 是绝对无法想象的 灵恩什么也没有说 他的目光 盯着那个实验体的头颅 而这一刻 他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这种虫子 会如此的可怕 因为 如果只是身体上的寄生的话 那就算是整个身体 都烂到只剩下一丝血肉 他也有办法让它活过来 但是 他扣上了鸟嘴面具 开启了恶灵视野 他清晰地看到了 这个实验体的大脑的内部 那最后的三条虫子 以一种扭曲的姿态 定格在他的脑中 他们的一端连接着大脑 另外一段钳制着他的灵魂 他们把自己变成了 灵与肉之间的媒介 凭空地让他们 成为了维持这个实验体的灵魂 还能存续的 一个新的器官 是的 他们阴险地 把自己变成了他的一部分 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而灵恩只是稍微 触碰一下那条虫子 他的整个灵魂 都出现了崩坏和失调 而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只要杀了 他脑子当中的那个虫子 他的灵魂 也会立刻随之破碎 而你如果不杀他 那随着时间的推移 和他的成长 那虫子就会彻底栽变 和扭曲他的灵魂 并代替他的大脑 成为灵魂的容器 最终把他转变为 血肉神教的爪牙 这几乎是不可逆的 第998章 无限接近于死亡 失败了 灵恩慢慢地收回触手 目光闪动 一旦那些寄生虫 侵入到他们的脑子里 那物理的手段 就已经再没有任何的用处了 如果找不到其他的方法 他们会在一个星期的时间之内 被逐渐地代替 然后彻底地变成 被那些虫子支配的行尸走路 左左大阵 灵恩深吸了一口气 抬起头道 不过应该还有一种方法 能够暂时延缓虫子 对他们的改变 这或许能够 为我们争取更多的时间 他的目光严肃 从面具的两侧的开合处 取出了那两瓶常用的麻痹药剂 然后 从他们的主动脉注射了进去 伴随着麻痹药剂 在他的全身迅速地扩散 那个实验体挣扎曲的身体 也慢慢地开始平静了下来 瞳孔逐渐地空洞木然 全身所有的器官 都开始慢慢地 在麻痹药剂的作用之下 接近于停止工作 大剂量地注射 甚至在人类的医学领域当中 这种麻痹的状态 几乎已经是无限接近于死亡 因为它能让人体内所有的器官 都进入全面的休眠状态 而以人类目前的手段来说 几乎不可能通过常规的手段 让它们苏醒 但这已经是最有效的方法了 看着它逐渐地失去意识 凌恩眯着眼 道 整个身体的机能都陷入休眠的话 那些虫子的活动 也会被压制到最低限度 但最多只能维持一个月的时间 如果到时候还不能唤醒它的话 那就真的是无力回天了 走 我们再去救其他的人 凌恩猛地站起 用力地握紧了拳头 我们已经到了 那座庞大的工厂之外 一身西装的弥赛亚猛地推开车门 目光落在了 那座工厂闭锁的大门之上 摁着耳脉 我们需要主教你们的人进行配合 而除去那个魔鬼之外 我们从血肉神教的那个分布当中 得到了一个更可怕的消息 虽然目前尚未证实 但大概率可以肯定 血肉神教已经将某种危险的东西 散播到了这座城市 您指的是什么 某种来自地狱的寄生虫 可以在人群当中迅速地繁衍 并造成大规模扩散和感染 具体的情况还有待解析 而且从资料中显示 它们已经在世界各地 都展开了对这种虫子的散播 耳脉当中一片寂静 它们抬起头 望着那晴朗的天空 仿佛也已经在此时此刻 被笼罩上了一层厚厚的阴霾 你打算怎么做 我已经紧急将这次发现 上报给了我们影修会总部 和华夏的超自然作战中心 他们会和世界上其他的政权 展开了最高层的研讨 而我有一种感觉 这个消息 好像是那个地狱之人 故意泄露给我们的 弥赛亚迅速地向着目光中的 那座工厂走去 一个又一个手持十字架的影修会成员 迅速地协助军方 对这里完成了包围 附近的街道已经被严密封锁 大量鹤枪实弹的军警 从四面八方将此地团团包围 一个又一个狙击手 占据了附近的制高点 抬起头 七八架直升机呼啸地从头顶飞过 已经是将此地围的水泄不通 各单位已部署完毕 此次行动的指挥权 已经过西南军区最高司令部的移交 我们将全权配合影修会的行动 在此次任务中 你有权调动蜀兜内一切武装力量 完毕 弥赛亚女士 我们已经得到了凯文斯主教的命令 蜀兜附近所有的驱魔人 都将在这次行动中配合您的工作 目前已经有143名驱魔猎人 在赶来的路上 您随时可以进行调遣 尔脉当中不断地传来各单位的协调部署 这或许是中世纪之后 在蓝星出现的最大的一次世俗力量 和宗教力量的联合区域行动 行动 弥赛亚的目光冰冷 猛地拔出了古老的骑士剑刃 带着数十个驱魔人 率先从正门发动了攻势 各单位注意 各单位注意 行动开始 135小队 从东门和西门进行突击爆破 4号小队立刻对北部货门展开控制 狙击守就位 特战队员准备进行空降支援 占领制高点 各方面注意 这不是演习 你们面对的将是来自地狱的超自然单位 请注意协同配合 切勿擅自行动 出发 轰 工厂的大门被迅速破开 弥赛亚率领的驱魔小队 就像是一把尖刀一样 迅速地突袭了进去 而刚一踏入工厂内部 他们就问到了一股又一股强烈的血腥味 看到了倒在走廊上的一个又一个身穿黑袍的尸体 已经失去了生命迹象 从特征和着装来看 应该是隶属于血肉神教的教徒 脖子被扭断 死亡时间应该不超过半小时 弥赛亚猛地抬起头 眺望向了工厂的更深处 那种强烈的直觉 也是愈发的强烈 那个地狱之人 也在和他们一样 在追查血肉神教的消息 难道说他真的是站在他们这一边呢 但他知道现在并不是他思考这些的事情 你们小心 监测到工厂内部存在强烈的超自然波动 你们要找的那个魔鬼就在里面 目前并没有任何移动的迹象 耳脉当中传来教堂方面的提醒 弥赛亚眯着双眸 瞬间起身 道 我们走 工厂的外层迅速地被占领 一个又一个特战队员 在驱魔人的率领之下 迅速地控制了一条又一条走廊 一号区域的隔间内发现大量尸体 死亡时间超过了一天 已经大面积出现了腐烂 报告 并未发现活动人员 监控室已经被我们控制 存在强烈的恶灵波动 但未发现人员活动的迹象 整个工厂地上的建筑被迅速地占领 而弥赛亚率领的小队 则是沿着走廊直奔工厂的地下 根据他们调集出来的这座工厂的图纸 这里是 其实是一个大型的废水处理中心 处于外城区 建造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因为设备老化等各个方面的因素 现已经停止了运行 这里和整个城市的废水处理管道相连 而也就是在下一刻 他们猛地冲下了楼梯 看到了那座秀极斑斑的闭锁的大门 第999章 我还信不过你们 弥赛亚几乎是瞬间伸出手 拦住了一行人的去路 目光微眯 金色的光芒在他的双眸当中闪动 停下 而也就是 在他们停下的那一刻 黑暗的走廊的深处 在那座大门的方向 那铃铛声在这污秽的环境当中 显得是那么的格格不入 不会让你们过去的 抱着布娃娃的血娃娃 缓缓地从大门的角落里走了出来 红色的裙子 就像是鲜红的血一样 倒映着他那恶灵一样的甜美笑容 黑暗的尽头 他就像是一个小学生一样 抱着娃娃 坐在了大门前的那个小板凳之上 摇摇晃晃地眨着眼 眺望着楼梯方向的弥赛亚等驱魔人 他伸出小手 指了过来 无良的医生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他还没有做完呢 所以 如果你们这个时候去打扰他的话 是很危险的 那个家伙 可是给了我很多的职装来守门哦 这样的工厂内部 出现这样的一个小女孩 本就为何 而更不要说 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 那不同寻常的强烈的恶灵的波动 弥赛亚一眼 就看出了他不是人 不用管他 我们的目标是那个地狱之人 冲破他 行动 伴随着那一声令和 弥赛亚的剑刃之上 瞬间燃烧起了金色的熊熊火焰 毛子当中的神圣光芒更是大肾 瞬间向着血娃娃的方向 发动了冲锋 血娃娃歪头 道 所以你们怎么就不听话呢 他的小手一挑 一瞬间 周围的墙壁之上 猛地浮现出了一个 有一个没有五官 只有一张血盆锯口的脑袋 他们猛地张开了腥臭的嘴 发出了一阵阵恐怖的大范围的尖笑 鬼面尖笑者 这是林恩在利维坦中 获得的大量的血肉直装之一 哗哗哗 那刺耳的尖笑 几乎是在瞬间 就让所有的驱魔人都停了下来 尖锐地捂住了自己的耳朵 整个大脑当中都充斥满了 那让你散直狂掉的噪音 就像是此时此刻 有无数只手在抓闹着你的头骨 让你几乎是不可避免地陷入疯狂 哐当 弥赛亚手中的剑刃也是落在了地上 用力地摁着额头 咬着牙 双眼不断地冲血 叮 弥赛亚的散直 10 叮 驱魔人的散直 25 叮 驱魔人的散直 30 疯狂了 在那尖笑声中 仿佛整个眼前的画面都在扭曲 耳膜和大脑都在高频地震动 让他们发出了一声又一声疯狂地尖叫 都告诉你们 不要过来了 血娃娃笑嘻嘻地蹦蹦跳跳地 走到了弥赛亚的面前 长长的舌头 缓缓地舔尸了一下小嘴 而且 我看你们应该也不了解他吧 如果你们是在地狱的话 那我相信你们绝对不敢来追缴他 他在我们那里的名声 不能说是风声鹤唳 也应该是能够随便救下哭小孩子的魔头了吧 他可是真的和血肉神教的邪神 有过正面接触的怪物呢 他的侧脸翘起了一个疯狂的娃娃的弧度 露出了锋利的牙齿 他虽然说过 不要杀掉你们 但是 姐姐你真的可口呢 可也就是在他舌头 想要舔尸他的脸颊时 他猛地听到了 他垂着头下 那滴滴的送念 Tribute for two time day oh 驱魔咒 血娃娃歪头 哎 而也就是在那一刻 弥赛亚缓缓地抬起了头 发烧之下的那双眸子当中 爆炸出了刺眼的金色光芒 哄 在那一声巨大的轰鸣当中 整个工厂都为之震荡了起来 金色的光芒穿透了物质 就像是一轮太阳一般 照亮了整个广场的内外 隐约间仿佛能看到 金色的虚无的赤天使 展开了那六对庞大的羽翼 将他的身体缓缓包裹 而也在那刺目的光耀之下 一个又一个鬼面尖笑者 在进化中 呲呲呲地化作了黑雾消失 地下最深处的那个房间当中 雪娃娃虚污的身体被炸了进来 O XX OD撞击在了灵人的身边 身形被烧灭了几乎三分之一 直接就失去了意识 我尽力战斗了 而在那巨大的爆炸中 紧逼的铁门和墙壁 也在瞬间被燃烧出了巨大的缺口 滚滚地灼热的金色火焰 攀爬在周围 弥赛亚慢慢地站了起来 全身上下遍布着熊熊的炽热火焰 他的表情冰冷 身后隐约地浮现出一个庞大的赤天使的虚影 让他看上去 就像是一个从神圣世界走出来的 受到了天使庇护的圣者 他的目光直接就穿过了长长的走廊 落在了手术台前 凝重地对一个人类进行着手术的灵恩身上 而他一眼就看到了 那个房间当中遍布着的人类的尸体 天使 感觉和我祖母的气息有些相似 你开大了 灵恩依然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 一根根触手 从他手指中蔓延出来 从那个实验体的眼眶当中 伸入他躯体 消灭着他身体当中 那密密麻麻的寄生虫 弥赛亚的眉头紧皱 目光冰冷异常 之前被你偷袭 现在这才是我真正的力量 现在立刻停止你的加害行为 我以影修会 与全球最高作战中心的名义通知你 你被逮捕了 大量的驱魔人迅速地分散了开来 死死地盯着房间当中的灵恩 加害 他依然在全力地对那个实验体动着手术 明众道 你哪里看出我是在加害 他们都病了 我是在救他们的命 你看到这个房间当中的这几十个人了吗 他们在这几天的时间里 不断地遭受血肉神教的折磨 并且还被当作了虫群的宿主来进行实验 他们在人类的医学定位上 实际上已经可以被定义为死亡了 但我依然能救活他们 或者说 只要给我足够的时间 我就能彻底地治愈他们 弥赛亚旁边的一个驱魔人猛然皱眉 指向了他 咬着牙大声立声道 弥赛亚女士 不要和他废话 地狱的魔鬼向来是狡诈的 不管他是不是和血肉神教站在一边 他们的存在 本身就是对人类最大的威胁 但弥赛亚依然是死死地盯着对面的灵恩 握紧了手中的贱人 并没有轻易动手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灵恩慢慢地收回了手腕上鼓鼓的触手 拿出了一根针管 注视着针头微微喷射出的药剂 开口道 看到那些容器了吗 里面住存着 从地狱运来的一半的寄生虫 这是我留给你们的礼物 我相信等你们再见识到了他们的可怕之后 一定会慎重地对待这个问题 我也并不是你们的敌人 我也早就已经和你们说过了 不管你们眼中的我是什么 我都自始至终都站在人类的这一边 他低下了头 缓缓地将手中的针头 刺入了那个实验体的大动脉当中 呲呲呲伴随着注射的推动 手术台上的那个实验体 顿时露出了挣扎而痛苦的神情 整个身体几乎静弯和抽动 瞳孔放大 口中发出了无声的噪音 周围的驱魔人的脸色瞬间大变 而他们也立刻就感知到了 那个实验体的身体机能在迅速地下降 生命的气息在快速地消失 住手 你这个恶魔 那些驱魔人瞬间大吼 强烈的正义感 几乎是让他们瞬间便拔出了武器 违背了弥赛亚的命令 向着灵恩的方向就冲了过去 但也就是在瞬间 灵恩的后背爆炸出了无数的触手 哗啦啦地围绕在他的身边 盘旋着向着那些驱魔人 张开了就像是大蛇一样血淋淋的锯口 让他们的脸色骤然苍白 下意识地停止了冲锋的脚步 不要妨碍我 灵恩扶了负单片眼镜 微微地侧谋 这种药剂能让他们的生命体征 维持在接近死亡的界限 等我找到了对付那些虫子的方法之后 他们就能够被我治愈 所以我要带走他们了 虽然我也很想让你们代替我保管 但是很抱歉 我暂时还信不过你们